青山村 村口的泥水沟里 一个穿着破烂的青年 正一个人蹲在那里玩着泥巴 青年二十出头的年纪 长相也算眉清目秀 只可惜表情憨傻 精神显然不太正常 这时 身后传来一个甜美的声音 傻东 要在这玩泥巴呢 陈东转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白皙精致的俏脸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干净清澈 他身上穿着的是一件碎花连衣裙 裙摆下一双笔直的大长腿 在阳光的映射下 肤白胜血 纤细的腰身盈盈一握 勾勒出完美的腰臀笔 曲线动人 夏清浅 青山村里出了名的美人胚子 被人称作青山村的一枝花 事实 夏清浅也的确是这个实例 如此清纯的长相 完美的身材 一点也不比电视上的那些女明星差 除了漂亮外 夏清浅心地还极其善良 每次村里 那些小娃子欺负陈东 都是他出言制止 呀 瞧你弄得一脸泥 姐给你擦擦 夏清浅俯下身子 玉纸缠着手帕 仔细地在陈东脸上擦拭 衣领低垂 这么近的距离 陈东的目光 刚好看到夏清浅领口中的一抹白腻 简直是这世间最美的风光 陈东眼睛都看直了 见陈东许久没反应 夏清浅这才意识到了什么 低头看了眼自己的领口 翘脸顿时一片飞红 傻东 你看啥呢 夏清浅称怪道 陈东傻笑 姐 你真白 呵呵呵 夏清浅哭笑不得 随后 夏清浅似乎是有什么心事 翘脸之上 闪过一抹阴云 傻东 你会喝酒吗 能不能陪姐喝点 夏清浅平日里从不喝酒 可今天她心里有事 很糟心的事 陈东愣了下 傻笑着点头 半个小时后 村外树林 傻东 你知道吗 姐明天要结婚了 地上扔着一个空酒瓶 此时的夏清浅 已经醉了八分 翘脸上满是红韵 就连玉琴 以及领口处的肌肤 此刻都不满红霞 像是一朵娇艳欲滴的杜鹃花 太好了 清浅姐终于要结婚了 耶 陈东高兴地鼓起掌来 夏清浅今年二十六了 在城里还年轻 可在乡下去算得上 不折不扣的大女人 同龄人早就孩子满地跑了 如今听到这位好姐姐 终于要出嫁 陈东虽然吃傻 可从心底替对方感到高兴 夏清浅却是笑容苦涩 是啊 要结婚了 是好事 好事 夏清浅呢喃着 眼泪却流了出来 清浅姐 你咋哭了 不等陈东反应 竟被夏清浅一把抱住 傻东 我爸把我输给了张魁 明天我就是张魁的人了 我不想嫁给那个无赖啊 傻东 我该怎么办啊 夏清浅气不成声 泪珠滴在陈东的肩头 让人生怜 张魁 就连陈东一个傻子都知道 张魁吊锒铛 一肚子难道女娼 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烂人 陈东一阵心疼 村子里的人都欺负他 只有这个大姐姐 对他处处呵护 还给他好吃的 如今这样一个大好人 竟然要嫁给张魁那种垃圾 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清浅姐 不能嫁给那个人渣 他配不上你 陈东也被夏清浅惯得醉了九分 急切地大喊大叫起来 夏清浅哭得更凶 我也不想 可我有神妖办法 我就是个女人 我等了这么多年 就是想把自己交给一个好男人 老天爷啊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下清浅梨花带雨 让陈东心碎 陈东虽傻 可他此刻也迫切希望 能帮到这个可怜的女人 急得眼泪都下来了 都是坏人 还有那个张魁 统统都是混蛋 我不会让他们顺意的 我不会把自己 便宜给张魁那种人渣 我 哭声戛然而止 夏清浅一双湿润的美眸 直勾勾地看着陈东 炽热得像要喷出火一样 傻东 解好看吗 陈东点头 好好看 那 你想要解吗 陈东不明所以 男女之事 他一个傻子哪懂 不等陈东回答 夏清浅一张阴唇 却已忽然贴在陈东嘴上 一时间 陈东的鼻息间 满是好闻的林间幽香 不知为啥 让他心仰难耐 忍不住地浑身燥热 夏清浅并没有就此停下 而是越发失控 虽然出身农村 可夏清浅 一直都是一个 心高气傲的女生 他想要的 是那种顶天立地 有真本事 有大出息的男人 是那种能够给他幸福 让所有人都羡慕的白马王子 为了心中完美的真命天子 夏清浅宁缺无烂 他愿意等 这一等 就等到了26岁 然而事与愿违 没想到他辛辛苦苦等来的 却是张葵这种十里八乡 出了名的地痞无赖 夏清浅不能接受 比起把自己干净的身子 交给张葵那种人 他宁愿便宜给一个傻子 至少 陈东不会让他觉得反感 在酒精的催化下 夏清浅眼神迷离 举止大胆 平日里文静保守的他 此刻却媚态尽显 人间有物 然而 就在最后的紧要关头 夏清浅却陡然惊醒 看着地上目光呆滞的陈东 夏清浅幡然醒悟 天哪 他到底在干什么 傻东 对对不起 都是解的错 夏清浅慌乱地整理好自己的衣衫 踩着高跟鞋落荒而逃 只留下陈东一个人呆头呆脑 他不明白 刚才发生了什么 也不明白夏清浅为什么道歉 他就记得 清浅姐的身上挺香 十几分钟后 陈东晃晃悠悠地 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听到不远处的大树后头 有人说话 陈东一眼看出 正是张葵那个泼皮 还有一个是张葵的狗腿子 高鹏同样不是好东西 我让你整的东西 给我整来了吗 放心吧奎哥 早就给您备好了 高鹏将一个装着棕色药粉的塑料瓶 浇到张葵手上 一脸神秘地道 这可是我花大价钱 从城里买来的进口货 明天只要给夏清浅灌一下口 保证他骚得不行 任奎哥你摆布 嘿嘿 张葵笑容猥琐 脑子里已经忍不住幻想起 美人头怀送抱的景象了 干得不错 放心 等老子把那小浪货拿下 少不了你的好处 多谢奎哥 这时 一个身影忽然窜出 一把夺走了张葵手里的药瓶 正是陈东 妈的 你个傻逼 敢抢老子东西 张葵大骂 赶紧把东西给老子交出来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陈东却抱着瓶子不肯撒手 你们要害清浅俭 你们都是坏人 不给 张葵暴怒 操 我看你是活腻了 张葵朝陈东扑去 陈东下的拔腿就跑 却被高鹏一拳放倒 二人气急败坏 挥起拳脚便朝着陈东身上招呼过去 一个傻子也敢多管闲事 打死你个大傻逼 凶狠的拳脚 打得陈东遍体鳞伤 满脸是血 以后再敢多管闲事 老子弄死你 朝陈东吐了口唾沫 张葵捡起地上的药瓶 跟高鹏扬长而去 坏人 不许伤害清浅俭 陈东忍着剧痛爬起来 刚想追 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一片漆黑中 无数的记忆片段 以及功法修为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从他的脑海深处疯狂涌出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东猛然睁开双眼 此时他的眼眸 已经不再是之前呆滞的状态 而是金光四射 目光如龙 吃傻三年 他终于重新清醒 陈东并不是一出生就傻 事实上 青山村没有人知道陈东的身世 三年前 羊母许凤晴在河边洗衣服 将昏迷的陈东从河里救起 从那以后 青山村就多了一个傻东 此时 那些记忆片段 仍在陈东的脑中回荡 帝都豪门里 他身穿价值百万的定制西服 游走在帝都名流之间 所有人都满脸谄媚 向他敬酒 称他 三少爷 特战军营中 他身着戎装 肩扛五星 站在高台之上 台下 上万军士身姿笔挺 阵臂高呼 龙龟四野 八千龙军 公主龙帅 结甲龟田 紧接着 画面突变 大火焚烧豪门 他浑身是血 被迫逃出帝都 逃命路上 他所乘坐的私人飞机发生故障 他坠入河中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些记忆很模糊 信息量有限 让陈东难辨真假 不明所以 不过 有件事很清楚 那就是 帝都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是禁地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之前 他绝不能被仇人认出 要不然 他会很危险 明白这些后 陈东暂时放弃了 前往帝都查明绅士的冲动 决定暂时留在这个村子 好在这些记忆记起的同时 陈东之前的那些实力修为 也已然重新觉醒 他现在已经拥有了 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手段 想在这小小的青山村立足 完全不是难事 起身 陈东才发现 此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天色已然泛白 陈东心中一惊 夏清浅 这三年来 除了养母 还有妹妹 整个青山村 就只有他对陈东最好 今天 这个好女人 今天就要遭张魁的毒手 陈东绝不答应 不再多想 陈东起 身边朝着村子里跑去 耳边急风呼啸 脚下步履如风 陈东发现自己的速度 竟比之前快了许多 几乎堪比猎豹 这自然是他体内 五到十例的成果 经过水库时 扑通一声巨响传来 陈东看去 顿时一惊 一辆轿车 眼看就要 沉入到了水中 有人落水 陈东顾不得多想 衣服都顾不得脱 直接跳入水中 不等陈东游到跟前 轿车已经完全没入水中 一路下沉 陈东一个猛子 扎到水里 远远看到轿车 已经沉到了水底 陈东快速游到跟前 发现车门严重变形 根本打不开 车厢里灌满了水 驾驶位上的女司机 拼命地拍打着车窗 看向陈东的目光里 满是求助 陈东双手紧握车门把手 同时双腿猛然发力 碰 车门竟被他声声拽开 陈东大喜 这般力道 就连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可正当陈东 要把女司机解救出来时 却发现女司机的腿 竟然被死死地卡在了座位上 陈东试了几次 都没能成功 此时的女司机翻起了白眼 眼看就要不行 他已经没了氧气 再这样下去 必死无疑 陈东不再犹豫 嘴唇直接贴在了 女司机的红唇之上 将自己的氧气 堵入对方口中 女司机在求生欲下 用力地抱紧陈东 阴唇也紧紧贴合 疯狂地想要 从陈东口中 获得更多的氧气 好在如今的陈东 体力非凡 肺活量惊人 不需要太多氧气 就足以存活 好不容易 推开疯狂的女司机 陈东这才重新腾出手来 又接连尝射好几次之后 女司机终于被解救出来 陈东拖着女司机一路上游 终于游出了水面 女司机因为吸入太多 水已经陷入昏迷 陈东将她平放在地上 陈东这时 才看清女司机的样貌 皮肤雪白 娃娃脸 十七八岁的样子 看上去很漂亮 水底的那辆车 陈东也看到了 马沙拉蒂总裁 至少也要一百多万 这女生 显然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除了漂亮有钱之外 这女生的身材也极好 白诱人 上面则是一件白色的紧身T恤 不得不说 城里人的营养就是好 这么小的年纪 尚未就大的惊人 少说也是意 尤其是此刻 她身上的T恤被水浸透之后 几乎变成了半透明 傲然的风景若隐若现 简直让人移不开目光 陈东此刻 却顾不得欣赏 眼前的迷人风光 她赶忙按照正规步骤 对女生进行心肺复苏 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 几分钟后 女生吐出两口水 终于醒了过来 你 女生看着面前 刚刚给自己人工呼吸过的陈东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瞪得跟同龄一样 陈东擦了把嘴 身藏公语名 不用谢我 请叫我雷锋 丢下这句话 陈东直接继续朝村里跑去 只留下女生一脸茫然 得愣在原地 没多久 几辆豪车赶到水库旁 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中年管家 带着十几个保镖 步履匆忙跑了过来 大小姐 你你没事吧 您刚才掉进水里 真是吓死我了 管家吓得满头大汗 那些保镖 也是一个面色惨白 堂堂中海姚家的大小姐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那他们绝对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刚才救了我的那个人 给我查出来是谁 管家愣了下 随即点头 好的大小姐 那个人救了您的命 我一定会寄予重谢的 不 他抢走了我初问 抓到他 我 我要让他好看 此时 夏清潜的家门前 人满为患 张魁一大早就带着高棚等 一众小弟前来 又是贴喜字 又是放鞭炮的 现在村子里的所有人 都已经知道了夏清潜 要嫁给张魁的消息 这正是张魁想要的结果 现在先营造声势 等下再用药水 得到夏清潜的身子 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 夏清潜已经是他张魁的人 夏清潜 就算是想否认都没机会 张魁 你你还真来了 我想了一下 要不你跟清潜的婚事 还是算了吧 昨天想了一夜 夏凉才有些良心发现 张魁脸色却是瞬间阴冷下来 后悔了 好啊 现在就把欠我那三十万还了 我保证立马走人 我 三十万 把他卖了也不值这么多啊 没钱 就给老子滚蛋 张魁一把推开夏凉才 静置进了院子 夏凉才坐在地上如丧烤笔 他肠子都毁清了 清潜媳妇 是我呀 张魁 快开门 老公接你回家了 嘿嘿 张魁敲响了下清潜房门 满脸得意 夏清潜蜷缩 在卧室的角落里 听到门外的声音 吓得浑身颤抖 你滚开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恐惧委屈的眼泪 顺着夏清潜漂亮的脸蛋流落下来 张魁冷哼一声 敬酒不吃吃罚酒 看来 你们嫂子有点害羞啊 哥几个还不帮帮忙 明白了魁哥 碰 高鹏几个一脚踹去 破旧的木门轰然开启 张魁揣着手里的药瓶 一脸吟笑得进了屋 看到张魁闯进来 夏清潜吓得面色惨白 魂都快丢了 你要干什么 你给我滚出去 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张魁咧嘴一笑 想死 简大 等会儿我就让你舒服死 嘿嘿 高鹏等人也是跟着轰笑起来 老子要动房了 还不赶紧 都给老子滚出去 好嘞魁哥 那我们就不耽误 你跟嫂子好事了 嘿嘿 高鹏等人坏笑着离开 反锁了房门 张魁看向夏清潜的眼神里 满是贪婪 他一步步朝着夏清潜逼近 像是一头恶狼 夏清潜蜷缩在墙角 更像一只背负的羔羊 弱小无助 不 你不要过来 救命 救命啊 呜呜 夏清潜绝望惊呼 他多希望 有人能救他 逃离魔掌 张魁一脸猥琐 别叫了 先省个点力气 等下有你叫 得时候 张魁拿出手里的药瓶 来到夏清潜跟前 他一把掐住夏清潜的脸颊 就要将里面的药粉 往夏清潜的嘴里灌 就在这时 碰 房门被人撞开 一个浑身湿漉漉的身影 闯了进来 陈东 好事被人破坏 张魁瞬间暴怒 草泥马的大傻逼 给老子滚出去 要不然老子弄死你 夏清潜看到陈东 先是眼前一亮 随即却又担心起来 傻兜 赶紧走 小心他打你 这个善良的女人 这个时候 还在替陈东的安危着想 看到夏清潜安然无恙 陈东这才松了口气 放心吧 清潜姐 有我在 没人能伤害你 夏清潜有些失神 今天的傻东 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张魁怒急返笑 草 就凭你个傻蛋 也敢管老子的闲事 看来 昨天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 行 今天就让你知道 老子的厉害 张魁挥拳 猛地朝陈东面门砸来 夏清潜惊呼一声 吓得捂住眼 可等他一开手掌 却看到倒在地上的 竟是张魁 张魁捂着肚子满脸惊愕 他竟然被一个傻子 一脚踹倒 这也太丢人了 清潜姐 跟我走 陈东拉起下 清潜就要离开 可身后的路 却被高鹏 他们堵住 你个傻子 打了奎哥还想走 不用跟他废话 给我打断他的狗腿 张魁怒吼 高鹏等人挥着拳头 朝着陈东招呼过来 一个连孩子都打不过的傻子 他们自然不放在眼里 然而下一刻 陈东陡然出手 不到五秒钟 高鹏他们全部被放倒在地 惨叫连连 什么 张魁傻眼 就连夏清潜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傻东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陈东看着自己的双手 心中也是激动不已 有了这一身本事 以后看谁还敢欺负他 随即 陈东带着夏清潜离开 临走前 陈东还不忘 把那一整瓶药粉 灌进张魁的嘴里 并把他跟高鹏锁在了屋子里 这药粉 本是张魁打算 拿来害夏清潜的 如今陈东要让他自食恶果 院子外面的村民们 本来是来看夏清潜出嫁的 结果却看到夏清潜被傻东拉了出来 正当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 忽然听到屋子里传出一阵男人的惊呼 奎哥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咱都是男的啊 你这是要干啥 救命啊啊啊啊啊 十几分钟后 房门打开 高鹏衣服凌乱 捂着脸跑了出来 后面还跟着失魂落魄的张魁 这一幕彻底把村民们给看傻了 他们就算是再傻 也已经明白 这俩人发生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 竟然 简直太害人听闻了 一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看向张魁跟高鹏的目光里 充满了鄙夷 看不出来 这俩大男人竟然有这种癖好 听着周围众人的议论 张魁恨不得找地方钻进去 傻东 老子跟你没完 另外一边 陈东拉着夏清潜的手 一路跑到了村子外面 好了 傻东 停下来吧 姐姐跑不动了 夏清潜喘着粗气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波澜壮阔 没人追来 你你能把姐松开了吧 陈东低头 这才意识到 自己一直紧紧抓着夏清潜的手 夏清潜一双白皙的玉手 都被他抓得通红 对不起 清潜姐 陈东局促地松手 夏清潜撬脸微微泛红 她虽然已经二十六 可还是黄花大闺女一个 连个男朋友都没交过 第一次被男人牵着手 她还真有点紧张 傻东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连张魁都打不过你 姐都快不认识你了 夏清潜惊叹道 陈东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她的身世 还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而且 别人也不见得会信 陈东随口道 我便厉害了还不好吗 这样以后 就没人敢欺负清潜姐了 夏清潜心中一阵感动 傻东 你对姐可真好 陈东傻笑着点头 那是当然 清潜姐你 对我不也很好吗 随口的一句话 却让夏清潜浮想连篇 忍不住又想起了 昨天跟陈东喝醉后 在小树林里发生的那香艳一幕 一想到 昨天他那些疯狂的举动 甚至差点把自己的身子 交给陈东 夏清潜的脸颊 就是一阵滚烫 心脏也是扑通扑通的狂跳 经过了昨天跟今天的事 夏清潜心中对陈东的看法 明显不一样起来 眼前这个男人 憨厚 温柔 而且正直勇敢 只可惜 是个傻子 夏清潜一阵心酸同情 他随即做出了某种决定 一双美眸看着陈东 娇羞道 傻东 你救了姐 姐要好好报答你 陈东一正 报答 难不成昨天在小树林里 没结束的事 这个女人 今天打算继续进行下去 不等陈东反应过来 夏清潜已经一步上前 吐气如蓝的红唇 不由分说 直接倾在了陈东的嘴上 陈东脑子一片空白 没想到夏清潜 竟然真要做那种事 说实话 陈东对于夏清潜的印象 还是很不错的 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很善良 这么好的女生 没人不喜欢 可救人一次 就要让对方拿真结来还 这种事 陈东可做不出来 更何况 陈东对于夏清潜的印象 还一直处于之前那种大姐姐的状态 一时之间 她还不想破坏这种关系 清潜姐 我该回家了 陈东赶忙将夏清潜推开 陶也似的跑开了 看着陈东落荒而逃的身影 夏清潜扑斥 笑出声来 事实上 刚才她也就只是 想用一个稳作为报答而已 并没有其他想法 这傻东 显然是被吓到了 夏清潜哑然失笑 还真是憨厚又可爱 如果不是一个傻子 该多好 正当夏清潜想着这些时 不远处的陈东 却又停了下来 清潜姐 你一定要拿你抵债 你回去肯定危险 要不然这两天 你就先住我家吧 夏清潜愣了下 心中暖流 瞬间泛滥 与此同时 村东头 泥巴堆成的院墙 石灰转头七成的房子 破旧的黑瓦屋顶 塌了一半的烟囱 这里就是陈东的家 陈东的养父陈明翰 曾经是青山村的村医 还算有些本事 医疗落后的老年间 青山村 以及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们 没少找她看病 原本陈家靠着这个 也能衣食无忧了 不过陈明翰为人善良 给人看病 基本不怎么收钱 遇到家中困难的 有时甚至还要倒贴 所以这些年下来 基本没赚到什么钱 更可惜的是 半年前陈明翰 在山上采药的时候 不慎坠牙身亡 老婆许凤晴 也因受了打击卧床不起 从那以后 一家人的生活 就更加窘迫 连村子里人都替他们不平 觉得陈家这是好人没好报 此时 许凤晴躺在病床上 床前站着的 是陈明翰的二弟三弟两家人 嫂子 上次说让你搬家的事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这宅子 我家小强 还等着结婚用吗 老二陈明翰嘴里抽着烟 李略显不耐地说道 陈明翰的儿子陈强眼 看到了结婚的年纪 就家里一处宅子 所以陈明翰就把主意 打到了陈东家的头上 想逼着许凤晴 从这里搬出去 陈明翰刚说完 老三陈明翼也开了口 还有你们家那五母耕地 是不是也该让给我们种了 你现在病成这样 以后怕是也没机会下地了 不善 许凤晴气弱油丝 老二老三 明翰在的时候 我们一家可没亏待过你们 老二你当初没钱娶媳妇 是明翰掏光了家底 给你凑了五千块钱 那笔钱 你现在可都还没还呢 还有老二 那年感染高烧 要不是明翰用架子车 拉着你走了几十里路 去县城医院 你早没命了吧 现在明翰才走半年 你们竟然就想着 要霸占我家的宅子 抢占我家的耕地 你们还是人吗 陈明李陈明翼 被许凤晴的话 骚得无言以对 可俩人的媳妇 却没那么好说话 老二媳妇柳梅倒数 你妈谁不是人呢 这宅子本来就是我们陈家的 现在大哥死了 你就与爹一个闺女 早晚是要嫁出去的 这宅子还不是要 回到我们陈家手里 现在小强要结婚 我们收回来急用 有错吗 再说了 这宅子 我们也不白要你的 不是给你找地方住了吗 说是找地方住 其实就是老两家废弃的猪圈 许凤晴横眉冷对 谁说 我就与爹一个闺女 我还有陈东呢 老二媳妇吃笑不已 那个傻子 嫂子 你可真是病得不轻 自己亲侄子结婚你不管 却要把宅子留给一个外人 一个傻子 不许你这么说陈东 他才不是傻子 许凤晴历声斥责 这些年来多亏了陈东 我跟小蝶才能过活 我跟明翰 也早拿他当亲儿子看待 这宅子 还有那五母帝 我要留给陈东结婚用 谁都别打主意 老三媳妇嘲讽道 我们陈家的东西 竟然要便宜给一个外人 嫂子 你还真是胳膊肘往外拐 老二媳妇意味深长 什么胳膊肘往外拐 我看他这是 想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嫂子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这是打算把自己亲闺女 嫁给那个傻子 好名正言顺地霸占 我们陈家的家产吧 老三媳妇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许凤晴 你还真用心良苦啊 你你们胡说 许凤晴羞愤不已 陈东一直拿小蝶当妹妹看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 哦 不是吗 老二媳妇阴阳怪气 那难不成 是你自己对那个傻子 有什么想法 也难怪 你现在还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那傻子又年轻气盛的 这瓜田里下的 嘖嘖 还真说不清楚啊 哈哈 我的妈呀 嫂子 连个傻子都不放过 你真是需求旺盛啊 哈哈 老三媳妇 也是跟着哄笑 你们你们许凤晴气的浑身发抖 乡下人最看重的就是名声 尤其是许凤晴这种保守的女人 如今 老二老三家的媳妇 竟然凭空污蔑清白 这让许凤晴感到了天大的屈辱 破 终于 许凤晴气急攻心 一口鲜血直接吐了出来 呀 这就没事吧 陈明里吓了一跳 陈明里媳妇 却魂不在意 有个屁的事 我看她 就是装可怜 就是 气色也好 气色宅子跟地 刚好就是咱们的了 老三媳妇得意冷笑 许凤晴痛心疾首 她没想到 他们曾经掏心掏肺的亲戚 如今竟如此恶毒 而这才只是开始 行了 跟她废话了 小强要结婚 这宅子 我要定了 她不是不搬吗 现在就把她抬出去 她不搬也得搬 为了得到宅子 老二媳妇 心狠手辣 陈明里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动手 还有你们俩 赶紧帮忙 等我们要到了宅子 就帮你们要地 两家人立刻达成一致 抬起病烟烟的许凤晴 就要把她扔出去 刚好这是陈东 带着夏清浅回到家 看到眼前这一幕 陈东顿时怒火上涌 你们干什么 可当他们看清只是陈东时 顿时不以为然 你个大傻子滚一边去 少在这里多管闲事 陈明里媳妇大骂 陈东怒目原争 有我在 谁都别想欺负我妈 三年来 许凤晴对陈东无微不至 陈东早就把她当亲妈看待 陈明里冷笑连连 就凭你 告诉你 这是我们陈家的家务事 你一个外人没资格插嘴 给我哪两块奶待着去 夏清浅看不下去了 明里说 凤晴沈身子本来就弱 经不起你们这么折腾啊 求求你们赶紧把她放下吧 夏清浅祈求道 我呸 大人的事 也轮得着你一个小丫头骗子多嘴 信不信我删你啊 老二媳妇很是霸道 抬手就要删下 清浅耳光 幸亏陈东反应够快 及时把夏清浅拉到身后 二叔三叔 我爸在的时候对你们不薄 如今我爸刚走半年 你们就要把我妈往死里逼 你们这么做 就不怕我爸在天之灵惩罚你们吗 陈明里陈明一愣 都是有些心虚 老二媳妇丁丽梅向来张扬跋扈 对陈东的话嗤之以鼻 小兔崽子你吓唬谁呢 你爸活着的时候 也没见有多大本事 死了还有个屁的在天之灵 陈东面色认真 二婶 人在座 天在看 你为了给自己儿子盖房子 就要逼着我妈睡猪圈 你这么做 我爸在天有灵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丁丽梅满脸不屑 咋的 你爸在天上还当官了不成 行啊 你爸不是想管吗 那就让他从坟里爬出来好了 竟然信什么在天有灵 还真是个大傻子 丁丽梅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一样 仰头大笑 一旁的陈明里陈明义他们 也都是痴笑连连 然而下一刻 扑通 前一秒还得意的丁丽梅 横都没横 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陈明里他们的笑容顿时将在脸上 取而代之的是惊恐之色 这是什么情况 陈东却是惊喜万分 是我爸显灵了 你们欺负我们一家 我爸在天之灵也看不下去了 事实上 哪里有什么显灵 刚才陈东趁他们不注意 用石头击中了丁丽梅的穴道 这才让他晕了过去 之所以 说是陈明汉显灵 一来是想震慑这两家人 二来是陈东想隐藏实力 陈明里他们哪知道这些 听到陈东说大哥显灵 都是一阵毛骨悚然 山里人对于鬼神之说 还是很信的 只有陈明义是信主的 不信鬼神这一套 阴魂显灵 你骗鬼呢 也就你这种傻子才信这个 陈明义大骂 这话 更像是在给他自己壮胆 陈东轻哼 是吗 那二婶是怎么倒的 三叔你要是不信 有本事赶在碰我妈一下试试 妈的 碰就碰 老子怕你啊 陈明一说着 伸手就去抬许凤琴 可他手刚碰到许凤琴的衣袖 诡异的是再次发声 扑通 跟丁丽梅一样 陈明一哼都没哼 也是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口吐白沫 这一下 陈明里还有明义媳妇 都是彻底炸毛了 见鬼了 见鬼了呀 明义媳妇吓得几乎要尿裤子 拖着地上的陈明义便落荒而逃 陈明里也吓得不轻 扛起地上的丁丽梅 也跟着跑了出去 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许凤琴满脸惊讶 东子 这是咋回事啊 下清前也是惊大双眼 一脸都不可思议 妈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我爸刚才显灵了呀 陈东一脸的理所当然 说得跟真的一样 妈 你怎么样 我扶你起来 不等许凤琴再问 陈 赶忙岔开了话题 在扶起许凤琴的同时 陈东趁机用医术 为许凤琴整了脉 陈东立刻得出结论 许凤琴是因为忧思过重 才会伤及腐脏 癥结就在精神 只要解开心中欲结 再加以调理 那许凤琴的病 用不了多久就能痊愈 这对于如今的陈东来说 并不难 陈东心中大喜 能让这位照顾了 自己三年的养母 重回健康 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重新坐回床上 许凤琴这才想起一旁的夏清浅 对了 清浅 你来家里有啥事吗 陈东赶忙把夏清浅家里的事 简单说了一下 许凤琴听了立刻点头 冬子做得对 清浅 你就放心在家里住下 你爹休想 把你嫁给张魁那种无赖 夏清浅一阵感动 这一家人的心地都如此善良 他多希望自己 也能有这样一个有人情味的家 妹妹陈小蝶在城里上高中 平时很少回来 陈东便让夏清浅 在小蝶的房间里 暂时住下 安排好了一切 陈东便回到了自己房间 突然清醒 还获得了这么多的能力 陈东的心态自然发生了改变 稳妥起见 他现在还不急于前往帝都 查清自己的身世 眼下他只想着 要如何利用自己的能力 改变自己跟家人的现状 脑子里盘算着这些 陈东不知不觉间睡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东被热醒 这么热的天也没个风扇 一身的臭汗 着实有些难受 陈东起身 准备冲个凉水澡 随手拿了条毛巾 陈东便迷迷糊糊 来到了偏房的小浴室 刚推开门 陈东就意识到了不对 浴室里分香扑鼻 一片白茫茫的雾气 而在这一片白雾之中 一个恶魔的身影 却隐隐约约地立在其中 赫然竟是夏清浅 清凉的水流 顺着夏清浅的尖头滑落 头顶橘黄色的灯光 映得他的皮肤细腻柔滑 温香暖郁 陈东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直观的景象 一时间 整个人都看呆了 浴室里的夏清浅 此刻也终于注意到了陈东的到来 顿时吓了一跳 当他看清门口站着的是陈东时 才稍微松了口气 见陈东竟然还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夏清浅简直有些啼笑皆非 这傻东还真看傻了不成 姐姐那么好看啊 真想看 就进来看啊 陈东猛然惊觉 我啥都没看见 说吧拔腿就跑 看到陈东这副落荒而逃的样子 夏清浅眼嘴大笑 他生性保守 可不知为何在陈东面前 却是格外放得开 竟连那种露骨的话都说出来了 不过正常男人的反应 不是应该急不可耐的 就点头答应了吗 这个男人却被吓跑了 还真是个傻憨憨 陈东逃回堂屋 心脏还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满脑子都是刚才夏清浅一身雪白的画面 正当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冬子你咋了 吓成这样 陈东回头 看到病床上的许凤琴 正一脸慈祥地看着自己 陈东紧张 没没咋呀 许凤琴也是过来人 一下就猜出来的大概 笑道 冬子 清浅是个好姑娘 你要是真能把她娶进门 娘也替你高兴啊 身为曾经的堂堂兵王 陈东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妈 你就别操心我的事了 我跟清浅姐真没啥 不等许凤琴开口 陈东便赶忙跑回了屋 许凤琴无奈苦笑 这孩子 还知道害羞了 回到屋子里 陈东很快便又睡着了过去 他做了个美梦 梦里他竟然真走进了那个浴室 浴室里 等陈东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因为昨天没洗上澡 所以陈东一大早就拿着毛巾去了浴室 这次确定里面没人后 陈东才放心进去 脱了衣服 陈东才注意到衣架上不知啥时候 多了件米白色的小衣服 陈东好奇地拿起来看了一眼 顿时愣在原地 竟然是一件蕾丝花边的文修 家里没这种东西 自然是夏清浅的 陈东耳根子一阵滚烫 昨晚美梦里的景象 瞬间浮现在了脑海之中 在思绪 往着更香艳的方向发展之前 陈东赶忙用力摇头 让自己清醒过来 这个女人也真是的 这种私密的东西 怎么能乱放 吐槽了一句 陈东必要把文凶放回去 可这时 浴室的门却忽然被人推开 陈其洗漱的夏清浅 贸然闯了进来 四目相对 两人皆是愣在原地 夏清浅看着面前 陈东那刚猛健壮的身材 反应跟昨天的陈东一般无二 一双美眸都看直了 他做梦都没想到 平日里呆傻的傻东 身材竟然会这么好 简直堪比健美先生 尤其是 只是下一刻 当夏清浅的目光 落在陈东手里 自己的内衣上时 彻底惊呆 这家伙拿着自己的衣服 该不会是在 想到这里 夏清浅的翘脸 刷的一下就红了 虽然他也知道 陈东也是个男人 有这样的需求也很正常 可他毕竟还是一个 未经人士的女人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实在是有些不知所措 陈东也不傻 看到夏清浅这副反应 就知道对方 肯定是误会自己了 清浅姐 这块搓枣筋是你的吗 用着真舒服 呵呵呵 陈东拿起那东西 便装模作样地 在自己身上搓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夏清浅简直哭笑不得 原来这傻东 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还以为是搓枣筋了 还真是呆头呆脑的 一想到自己刚才 还把陈东 当成了那种心地猥琐 拿着自己贴身衣服 做坏事的坏人 夏清浅的心中 就一阵惭愧 夏清浅啊夏清浅 你还真是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他就只是一个傻子 能有什么坏心眼啊 用着舒服 你你就接着用好了 姐不得让你洗澡了 说吧 夏清浅灰溜溜地逃走了 陈东这才松了口气 幸亏自己足够机智 要不然真是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看来这样一个傻子的身份 对他还是很有用的 最起码能让人放松警惕 不至于暴露自己的身世 看来 以后还要继续保持才行 正当陈东 拿着夏清浅的小衣服 搓澡正欢的时候 院子里忽然传来邻居的大喊 凤琴嫂子 傻东 不好了 你家的鱼塘翻池了 所有鱼全都死了 快去看看吧 啥 陈东脑子嗡的一声 母亲卧病在床 庄稼没人照料 收成不好 全靠这一池子的鱼来过活 现在鱼塘出世 那等于是断了他们一家的活路了 陈东顾不得多想 随手擦干了身子 穿上衣服 便跑出了门 屋子里听到声音的夏清浅 也跟了上去 没多久 陈东来到鱼塘跟前 一眼就看到了 满池子翻了肚皮的死鱼 一颗心顿时沉到了谷底 这些鱼死鱼非命 臭气熏天 就算是拿到市场上贱卖 也不会有人要的 这一次 他们一家算是彻底断了收入了 夏清浅看着面前的景象 也是愣在原地 怎么会这样 夏清浅很清楚 这一池塘的鱼 对于陈东一家来说 意味着什么 这不仅是收入 而且还代表陈东之前 所有的付出 全都打了水漂 想到这里 夏清浅更加同情起陈东来 傻东你别怕 有姐呢 大不了 大不了咱再养一池 这时 远处有人喊夏清浅的名字 原来是夏清浅那毒鬼老爹 夏良才 清浅 你在这干什么 赶紧跟爹回家 夏良才跑到跟前 拉起夏清浅就要走 却被夏清浅一把甩开 我回去干嘛 继续让你 卖了当赌资吗 要回你自己回去好了 我这辈子 都不会再回那个家了 夏清浅是真生气了 话都给说绝了 瞧你这话说的 你救我这个亲人 你不回家 准备去哪啊 对了 你昨天晚上住哪了 该不会是便宜 给这个大傻子了吧 夏良才 看向陈东的目光里 满事不善 夏清浅翘脸一红 说起了气话 就算是又怎么样 傻东这少人老实 比那个张魁好一万倍 夏良才一听 顿时火冒三丈 老实有什么用 老实能当饭吃吗 他家里就剩这一池子鱼 能过活 结果还全被人给堵死了 你跟着他 难道不得喝西北风啊 陈东猛地转头 你说什么 我家的鱼 是被人堵死的 夏清浅也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不可思议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傻东家的鱼 真是被人堵死的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夏良才赶忙捂住了嘴 谁说的 我可没说过这话 陈东脸色阴沉下来 夏叔 我们家这一池塘鱼少说 也值一万多块钱 够得上判刑了 你要是不说实话 我可要把你当闲员报警了 夏良才急得直跳脚 你个大傻子 吓唬谁呢 你家鱼又不是我堵死的 跟我有啥关系啊 夏清浅面色铁青 所以 傻东家的鱼 真是被人堵死的 到底是谁干的 夏良才知道堵不过去 索性道 这还用说吗 他最近得罪过什么人 自己想想 不就知道了吗 夏清浅想到什么 脱口而出 张逵 夏良才点头 没错 我昨天亲耳听到张逵说 要这么做的 你个傻子也是 得罪谁不好 非要得罪张逵 现在知道他厉害了吧 陈东双眼微眯 他早该想到的 除了张逵 没人能干出这种缺的事来 张逵 真以为我好欺负吗 夏良才吃笑 你一个大傻子 你不好欺负 谁好欺负啊 实话告诉你吧 我上次就是因为 被张逵涉局 才会输了他三十万 迫不得已 只能拿清钱抵债的 连我打碎了牙 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你一个傻子 还能怎么样 我劝你还是忍了吧 陈东冷横 你能忍 我可忍不了 我听说 张逵是开地下赌场的 夏叔 你应该知道在哪吧 夏良才愣了下 你想干啥 你还打算去赌场捣乱啊 我劝你最好老实点 张逵可狠着呢 你要是敢去赌场捣乱 保准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夏清潜也担心道 傻东 你可别乱来啊 张逵可不是好惹的 陈东淡淡一笑 清潜姐放心 我自有分寸 晚上 陈东按照夏良才给的地址 在山里头 找到了张逵的地下赌场 场子门口 停了大大小小几十辆汽车 用采钢瓦搭建的赌场里 灯火辉煌 要不是亲眼所见 陈东真没想到 在这穷乡僻壤里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热闹的地方 赌场外围百米处 有几个打手负责警戒 衍生的根本不让进 不过这对陈东来说 根本不是事 他曾经是军中之王 就算是想混进国外那些政要寝宫 都一如反掌 区区一个小赌场 他还不放在眼里 眼见一辆越野车驶来 陈东一个翻身藏在车底 轻轻松松便混进了赌场之中 赌场面积并不是很大 却满满当当地塞了上百号人 放眼看去 百家乐 大转盘 头子 应有尽有 不得不说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陈东刚一进门就被发现 张奎立刻带着几个打手 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 陈东言语轻松 咦 咋没见那个高鹏 我听说你们兄弟俩 在屋子里大战了三百回合 他是刚列住院了吗 张奎气得差点吐血 关键还真被陈东说对了 高鹏的确因为那里受伤 走不了路 现在正在家里歇着呢 当然 张奎肯定不会承认 草泥马的大傻逼 再敢放屁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张奎指着陈东的鼻子大骂 陈东挠了挠头 一脸无辜 咋的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难不成 受伤的是你 赌场里那些玩家 听到陈东的话 顿时一阵哄笑 昨天张奎干了高鹏的事 早就在十里八乡传遍了 对于这些山里人来说 俩男人对着干 绝对算是一件新鲜事了 你张奎气得要爆炸 这个傻子 感觉像成星的 妈的 看来光毒死你家的鱼 还是太轻饶了你 再不滚蛋 信不信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身旁几个打手 拎着棍子做事 就要对陈东动手 陈东赶忙后退一步 道 别误会 我来这里不是找麻烦的 是想来玩两把 玩两把 就你 张奎以为自己听错了 大家都听到了吧 这年头连傻子都想来赌了 张奎像是听到了 世上最可笑的笑话一样 大笑起来 那些玩家 也是苦笑不得 这些人都是附近几个村子的 都知道陈东是个傻子 傻子还想赌钱 简直就是个笑话 陈东不以为然 怎么 不行吗 张奎都被气笑了 这傻子主动送上门来 他何乐而不为 行啊 老子开门做生意 来的都是客 既然你想玩 那就随便玩好了 张奎笑容阴损 他这个地下赌窝 本就是个宵禁库 那些有钱人来了 都要脱层皮 就凭陈东一个傻子 还敢在这里玩 简直自寻死路 陈东没再废话 直接来到了头子的那桌 头子的玩法很简单 压大小 庄家摇头落定 一脸玩味地看着陈东 傻子 真要玩啊 我劝你 还是回家玩 自己小街儿去吧 别等会儿 输得裤衩都不剩了 哈哈 陈东心中轻笑 输 想当初 他在拉斯维加斯皇家赌场 一夜之间赢过十几亿 赌场老板输的跪地求饶 他才收手 就凭眼前这个小赌窝 还想让他说 还真是戴着草帽看猪逼 分不清眉眼高低了 你还是想想 自己的工作 能不能保得住吧 说着 陈东从身上 拿出仅有的一百块钱 直接压在了小上 哟 这么多钱 这怕不是从你老爹裤裆里扣出来的 全部积蓄了吧 哈哈 庄家嘲讽道 其他人也跟着哄笑 这些人都不屑于 跟一个傻子为伍 陈东压了小 他们全都反着来 都压了他 一百 对几万 赌桌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傻子 睁开眼睛看清楚了 自己是怎么输的 庄家一脸得意地抬起头中 一 三 四 笑 所有人全都傻眼 笑 竟然真的是笑 这个傻子 竟然压对了 陈东饶有意味地看着那庄家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这加起来 应该是小点吧 你说 这一把该算我赢多少钱才对啊 庄家眼皮子一阵乱跳 也得说不出话来 他没想到 这个傻子竟然真能压对 因为这次 只有陈东一个人压了小点 赔率很大 所以指这一把 陈东就赢了一千多 一百到一千 陈东的本金一把就翻了十多倍 一旁的张魁 心中一阵不爽 故意怂恿到 看来你个傻子 运气还挺好啊 怎么样 还敢不敢再接着玩啊 陈东呵呵一笑 有啥不敢的 接着玩呗 我还怕你玩 不起呢 张魁心中冷笑 赔率这种东西 永远都是朝着赌场这边倾斜的 玩家玩的次数越多 对赌场就越有利 这个傻东能赢一把 已经算运气不错了 还想继续赢 简直做梦 庄家也很不服 再次摇动头中 头中落定 庄家挑衅地看着陈东 傻子 赶紧吓住吧 陈东想都没想 随手将所有钱 全都压在了小上 其他玩家都是一阵摇头 头子是有概率的 一半对一半 刚才已经出过一次小了 这次显然 出大的几率更大一点 这傻子竟然还压小 肯定要输 于是 跟上次一样 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压大 结果头中掀起 二 二 三 还是小 这一把 陈东直接赚了将近四千块 那些玩家们再次傻眼 这傻子 运气也太好了 张魁也不淡定了 眼神凶狠地看向他庄家 庄家一脸惭愧 吓得不敢抬头 他心里也有些不幸邪 便怂恿着陈东再吓住 随后又揭开了三四局 无一例外 结果全都被陈东都给压对了 这一下 陈东手里的钱 已经达到了五万多 那些玩家看着陈东面前 那一打打百元大钞 都是羡慕的眼红 这怎么可能连经验丰富的庄家 此刻 也都梦了 接连押中这么多局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傻人有傻福 可这运气好的 未免也太离谱了吧 张魁 恨得牙根子直痒痒 他这么大的赌窝 一晚上的盈利 其实也就几万块而已 现在一口气 被陈东赢走了那么多 简直是断了他的财路 以张魁的脾气 自然不会认 张魁随即不动声色地 冲纳庄家使了个眼色 庄家立刻会议地点了下头 这年头 开赌场的 哪有不会出老千的 事实上 张魁这赌场里的道具 几乎全部都是经过了 特殊改造的 让谁赢让谁输 都是他说了算 就拿眼前这个头钟来说 这头钟里面 也是有机关的 庄家的眼镜里 不仅能看到头钟里的景象 甚至还可以根据需要 拨动机关 临时改变头子的点数 刚才庄家是觉得 对付陈东这样一个傻子 有点大财小用了 不过这一次 他决定 让陈东栽个大跟头 摇头落定 陈东再次下注 压了打 那些玩家们 刚才见识了陈东的好运 大部分都决定跟风一把 也都压了打 庄家心中暗自得意 这一把 他就能把陈东赢走的钱 全都赚回来 甚至还能小赚一笔 傻子 你记住 运气再好 也是有限的 睁开狗眼好好看清楚 自己是怎么输的吧 庄家抬起头钟 得意大笑起来 可众人看清了面前 头子的点数后 却是笑得比他更欢 庄家意识到了不对 低头看去 差点没下晕过去 三个六 大豹子 庄家双腿一软 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一把 他至少要赔进去三十多万了 怎怎么可能 庄家简直不敢 信心自己的眼睛 他刚才明明用机关 把头子拨成了小点 怎么会变成了三个六 这他妈不是见鬼了吗 随后 庄家想到了什么 指着陈东脱口而出 好你个傻子 你敢出老千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人看向陈东 陈东却是恰到实际地 装起了傻子 憨憨地道 老千 老千是啥 能吃吗 你庄家气得要死 那些玩家们 也都看不下去了 尤其是那些 跟着陈东压大的玩家们 此刻纷纷叫嚷起来 什么玩意儿 我们都在这看着呢 啥时候出老千了 就是 十里八乡谁不知道 他是个傻子 傻子会出老千 你是当我们都是大傻子了吧 你们庄家 赢了就正常 我们玩家赢了 就是出老千 你这什么破规矩 既然输不起 还开什么赌场啊 老子以后都不来了 没错 再也不来了 玩家们纷纷起哄 让庄家骑虎难下 张魁却是一脸凶狠 一把抓住陈东的衣领 怒喝道 草 老子早就看你不对了 说 你到底有没有出老千 敢撒谎 老子现在就剁了你的手 张魁 这显然是在恐吓了 只要陈东承认自己出老千 他就能省下三十万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陈东憨憨地道 没错 是出老千了 现场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都用错愕的目光看着陈东 张魁则是心中大喜 这傻子果然是个胆小鬼 一下会就服软了 妈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张魁冷哼 知道在老子的肠子里出老千 是什么后果吗 是要剁手的 不过 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 老子今天就法外开恩 饶你一次 来人 把他的腿给老子打断 扔出去 是 几个手下做事 就要围了上来 陈东却是忽然抬手 等一下 张魁双手抱在身前 嘲弄道 怎么 怕疼了 行啊 看在你是个傻子的份上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跪在地上 给老子磕一百个响头 再叫我一百声爷爷 老子就饶了你 张魁显然是想趁机报仇 陈东却是淡淡一笑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刚才是说出老千了 可也没说是说老千的是我啊 众人面面相去 正当众人不明所以之陈 陈东拿起桌上的头中 一掌拍了个粉碎 哗啦啦 头中里面的弹簧机关等零件 一下子全都掉了出来 陈东一脸认真 你看 我就说有人出老千吧 看着眼前的一幕 张魁彻底傻眼 半天没反应过来 那些玩家们却是瞬间暴怒 好啊 你们肠子里跟我们玩这一手 怪不得老子在你们这里总是输呢 原来是你们出老千 跟他骂的什么破赌场 还老子钱 还钱 还钱 那些玩家们群情激愤 恨不得要把赌场给掀了 张魁看到眼前这一幕 也是彻底慌了 他这地下赌场 本来就是靠人口口相传 才能有生意 现在赌场的名声彻底臭了 以后怕是 再也没人会来他 这里玩了 想到这里 张魁恼怒不已 恨不得要把陈东给扒皮抽筋 赶快老子的好事 给老子打死他 张魁怒吼一声 待人便朝着陈东冲了上去 那些玩家们 此刻也是怒火正盛 草 还玩个屁啊 让他们 把钱都吐出来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随后 所有玩家跟疯了一样 开始哄抢堵桌上的钱财 张魁彻底急了 怒吼道 妈的 都他妈放下 那是老子的钱 只可惜 哪有人听他的 继续哄抢 那些打手们上前阻拦 很快跟玩家们扭打在了一起 一时间 整个场子里 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张魁气得眼珠子都红了 把所有怒火 都迁怒到陈东的头上 草你妈的 老子今天非弄死你 混乱之中 张魁抡起一根铁棍 直接朝着陈东头上砸去 然而下一刻 铁棍却被陈东一把抓住 什么 张魁傻眼 铁棍下 陈东眼眸冷笑地看着张魁 杀气凛然 怎么 这就急了 想弄死我 你还嫩了点 张魁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眼神 这话语 这家伙 真是个傻子吗 不等张魁反应 陈东一脚踹出 碰 张魁胸口凹陷 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 陈东懒得跟张魁纠缠 他今天一晚上 赚了五万多 不愧 可就在陈东揣着战果准备开溜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治安的来了 快跑啊 一时间 场子里的玩家们拼命奔逃 陈东眼见情况不妙 也要脚底抹油开溜 只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几十个治安员一涌而入 瞬间控制了现场 陈东就算想逃 都没了机会 随后 陈东便跟张魁 以及所有玩家一样 被带出了场子 连迎来的那五万块钱 也被没收了 陈东实在想不通 自己堂堂一代兵王 怎会沦落到如此田地 简直惨兮兮 正当陈东 要被押上车带走的时候 夏清浅不知从哪里跑了过来 沙东 你没事吧 夏清浅拉着陈东上下打量 唯恐他受伤 陈东讶异 清浅姐 你怎么会在这 夏清浅 晚上我见你 没在屋里 就知道 你肯定是来找张魁报仇了 所以就报了警 怎么样 张魁没把你怎么样吗 陈东 陈东简直哭笑不得 他刚才还在好奇 怎么会这妖巧治安的人 就赶了过来 原来竟然是夏清浅 五万块 整整五万块 就这么没了啊 看来靠赌博在一行报复 果然是不适合他 谢谢 陈东心情复杂地感谢道 既然是天意 他也只得任命 夏清浅捏了下陈东的脸蛋 咋的 啥时候 跟姐还这么客气了 走 跟姐回家 随后 夏清浅跟治安员说了一声 牵着陈东的手直接离开 留下警车里的张魁 气得面目猙獰 傻东 夏清浅 你们给老子等着 老子饶不了你们 晚上回到家 陈东跟夏清浅 便分别睡去 天还没亮 陈东便被一阵 剧烈的咳嗽声吵醒 是母亲许凤卿的病又犯了 许凤卿卧床多年 各项身体技能都出了问题 这几日 更是越发严重起来 看来给妈治病 要抓紧了 陈东穿上衣服 背了个竹篓 便出了门 县城里有中药铺 不过可不便宜 至少陈东 现在还承担不起 所以 他决定去山里碰碰运气 之前老爸陈明翰 就经常带着他去山里采药 现在想来 山里的宝贝可真不少 青山村背靠大山 以陈东如今的角力 半个小时便进到了山里 陈东记得 有一个单方叫做解育健体汤 刚好对症许凤卿的病症 随时 他便按照方子 在山里寻找需要的药材 不得不说 这山里还真是个聚宝盆 不到一上午 陈东便将需要的所有药材 全都聚齐 不仅如此 陈东还在一处峭壁上 发现了一株野生的子灵芝 均盖不小 显然是 有些年头了 这要是拿到县城的药铺里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也算是意外收获了 正当陈东从山崖下爬上来 收拾了东西准备回家时 却听到一旁的草丛里 传来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 彭子 不亏你 长得这么壮实 比刘洪伟那个窝囊费力还多了 翠红婶子 你也不差 三十多岁 身材还能保养得这么好 刘洪伟还真是好富家 说啥呢 以后还不都是你想佛 那是那是 嘿嘿嘿 听到草丛里这些露骨的对话 陈东不由的眉头一挑 他已经听出了 这俩人的身份 都是青山村的人 一个叫董鹏 老爸董大勇 是青山村出了名的致富能手 家里资产据说有好几百万 在青山村这种穷乡僻壤 绝对算得上一村首富了 这个女人 名叫马翠红 是村长刘洪伟的媳妇 年轻的时候 就是青山村出了名的大美人 三四十岁的年纪 整天还打扮得花枝招展 虽然身材略显发福 比起那些青涩少女 却是别有一番韵味 陈东也没想到 这两个差了一倍年纪的狗男女 竟然搞到了一起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绝对是大新闻了 不过陈东对于这些花边新闻 却没太大兴趣 这狗男女再怎么伤风败俗 也是他们自己的事 跟陈东无关 陈东只是觉得 刘洪伟堂堂一村之长 却被人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 实在是有点惨 眼看那草丛里的动静越来越大 陈东背起竹篓 便打算直接离开 好巧不巧 他一脚下去 刚好踩到了一根枯树枝 咔嚓 在这寂静的山顶 声音尤其响亮 陈东心中暗骂了一声倒霉 紧接就听草丛里 传来一声惊呼 谁在哪 给我站住 草丛里 一张美妇的 俏脸探出头来 正是马翠红 此时的马翠红 头发凌乱 面色潮红 像是一朵云雨浇灌后的鲜花 让人垂涎欲滴 看到是陈东 马翠红原本惊慌的表情 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我还当是谁 原来是你个大傻子 马翠红一边整理着上衣跟肩带 一边扭着大屁股 从草丛里走了出来 连裙子都还没顾得放下去 显然是根本没把陈东这个傻子当回事 出来吧 没事了 马翠红随口冲着身后的草丛里招呼道 听到声音 躲在草丛里的董鹏 这才提着裤子走了出来 看到陈东 董鹏直接破口大骂 草 谁让你个傻逼来这里采药的 眼睛瞎了吗 好事被陈东破坏 董鹏现在一肚子气 陈东轻轻一笑 行 你们就当我眼瞎了吧 刚才我啥也没看到 陈东懒得跟这对狗男女废话 转身就要走 却被董鹏一把拦下 你个傻逼 老子说让你走了吗 陈东皱眉 你想干嘛 你说干嘛 坏了老子的好事 当然是要揍你 董鹏仗着身高体壮 家里又有钱 平日里在村子里 没少嚣张跋扈 此刻更是根本没把陈东 一个傻子放在眼里 他抬起拳头 就要对陈东动手 却被马翠红拦住 有劲儿往沈子身上撒 跟一个傻子动什么手啊 说吧 马翠红上前一步 几乎凑到了陈东的脸上 陈东甚至都能闻到 他身上那股迷情的热乎气息 傻东 刚才你把沈子的身子 看了得干净 就这么走了 沈子岂不是吃大亏了 陈东不明所以 马翠红接着说道 这样吧 你也把衣服脱了 让沈子给你拍几张照片 以后你要是敢把 今天的事说出去 我就让十里八乡的女人 都看看你那里长啥呀 让你出名 这样沈子才能放心不是 董鹏一听 兴奋地直拍手 这个主意好 还是沈子 你脑子好使 傻子 都听到了吧 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了 董鹏命令道 陈东简直无语 这对狗男女 满脑子都是些什么嗖主意 陈东自然不可能照做 今天的事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你们也别找我麻烦 就当我没来过 说吧 陈东直接就要走 操 给你脸了是吧 你不是不拖吗 老子今天就打到你拖为止 董鹏彻底失去耐心 挥拳便朝陈东后脑勺上打了过来 陈东看都没看 一个低身轻松臂骨 董鹏疑惑一声 却并不收手 一脚再次朝陈东后背踹去 这一次 陈东不再躲避 一拳挡开了董鹏的腿 同时一脚踹出 直接将董鹏踹出了五六米远 拳脚配合 一气呵成 董鹏倒在地上惨叫连连 一旁的马翠鸿 则是看呆了眼 这傻子 什么时候打架这么厉害了 看都没看着狗男女一眼 陈东背着竹篓便下了山 过了好久 董鹏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个臭 子 老子饶不了他 马翠鸿一巴掌打在董鹏脑袋上 你真是白瞎了这一身健子肉了 连个傻子都打不过 董鹏赶忙辩解 大意了 我刚才是太轻敌 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教训个屁 马翠鸿大骂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你真把他逼急了 他要是把咱俩的事抖出来 可咋弄 董鹏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苦恼道 那现在该咋办 马翠鸿想了话 随即有了主意 听了马翠鸿的主意后 董鹏也是恶开了花 还是审子你有主意啊 真舍得下血本 就是可惜了小丽 那么年轻漂亮 是不是太便宜那个傻子了 马翠鸿顿时不乐意了 啥意思 你还想打我闺女的主意啊 我劝你老实点 可别没个宝 董鹏赶忙打了的 这我哪敢啊 我就随口一说 嘴上这样说 董鹏心里却不是这样想的 对于女人他 哪里会嫌多 恨不得全都要了 马翠鸿晚上回到家 刚好女儿刘文丽 已经从学校回来 刘文丽在城里上高中 17岁的她 遗传了马翠鸿的所有优点 不仅人长得漂亮 身材也很火爆 尤其是去城里上了高中以后 刘文丽跟着城里那些女生 学得也越发会打扮起来 穿着也是越发的大胆 短裙几乎短到春光乍蟹的程度 在学校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男生的目光 只是今天的刘文丽 坐在沙发上 似乎是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 咋了小丽 咋不高兴啊 刘文丽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道 还不是我爸那个小气鬼 我同学都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了 我问他要钱 买他都不舍得给 这话正中马翠红的下怀 不就是个手机吗 妈给你买 刘文丽喜出望外 真的 马翠红点头 当然是真的 不过 你得先帮妈办点事 第二天一大早 陈东端着熬好的解育健体汤 便来到了母亲许凤卿的床前 冬子 怎么又给我拿药了 我都说了 我这病治不好的 咱家鱼塘都翻池了 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钱了 许凤卿说着 眼泪就要掉下来 陈东赶忙道 妈 我在屋子里找到了爸留下的医书 这是照着医书上开的方子 我自己去山里采的药 不要钱的 你就放心吃吧 真的 许凤卿文言 这才结果完 随着药汤下肚 许凤卿顿时感觉一股暖流 瞬间传遍全身 他整个人的身心 都不由地开阔了许多 仿佛愁云惨淡的人生 瞬间变得晴空万里一样 这种感觉 是许凤卿许久没有过的 看到许凤卿的反应 陈东就知道 这方子起效果了 许凤卿本就是因为 沉迷汉的死受了打击 精神抑郁 才会有了如今一系列的并发症 陈东相信 只要坚持服用这解育健体汤 母亲的病不出半个月 必然痊愈 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陈东跑去开门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艳到了 上面一件粉色紧身露奇妆 将丰满的苏兄包裹得紧紧实实 面前的刘文丽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性感气息 这女生的骚陈东是早有耳闻 只不过 这些年也从没见对方来过 没想到 今天会敲响自己的房门 你有什么事吗 陈东问 刘文丽舞媚一笑 媚眼如丝 当然有事 而且 还是大好事 说话间 刘文丽身子一软 直接扑进了陈东的怀里 一个小时后 陈东睁开双眼 只觉得神清气爽 浑身充满了力气 他第一时间检查了锅底 只见之前一大锅的草药 此刻 只剩下核桃大小的一团药膏 陈东心中一喜 修炼的同时 还能熬至药膏 可谓是一箭双雕了 陈东将药膏取出 掰碎扔到了鱼塘里 究竟有没有效果 就看天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 陈东端着熬好的解鱼剑体汤 便来到了母亲 许凤琴的床前 冬子 怎么又给我拿药了 我都说了 我这病治不好的 咱家鱼塘都翻池了 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钱了 许凤琴说着 眼泪就要掉下来 陈东赶忙道 妈 我在屋子里找到了 爸留下的医书 这是照着医书上开的方子 我自己去山里采的药 不要钱的 你就放心吃吧 真的 许凤琴文言 这才结果完 随着药汤下肚 许凤琴顿时感觉一股暖流 瞬间传遍全身 他整个人的身心 都不由地开阔了许多 仿佛愁云惨淡的人生 瞬间变得晴空万里一样 这种感觉 是许凤琴许久没有过的 看到许凤琴的反应 陈东就知道 这方子起效果了 许凤琴本就是因为 沉迷汉地死受了打击 精神抑郁 才会有了如今 一系列的并发症 陈东相信 只要坚持服用这解鱼 健体汤 母亲的病不出半个月 必然痊愈 健体汤有效了 就是不知道 那鱼食药膏有没有用 陈东刚到鱼塘 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 惊讶到了 只见昨天还趴在 池底不肯动弹的几条鱼 不仅个头大了一圈 而且生龙活虎 在水里疯狂游动 那速度 简直快地惊人 成功了 陈东拿了的网兜子 把鱼都捞了出来 阳光下 这些鱼的鳞片上 竟是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如同黄金一样 不仅如此 这些鱼的身上 还散发着一种奇特的芳香 跟普通的鱼芯截然不同 陈东惊喜 这么好的卖相 铁定能卖个好价钱 唯一遗憾的是 十几条鱼里 只有八条效果明显 其他几条 虽然也活泛了不少 不过跟这八条相比 效果显然差得多 跟普通鱼没太大区别 陈东推断 这可能是自己 蒸汽的浓郁程度有关 那点蒸汽熬出的药膏 最多也只够这八条鱼吸收 其他鱼吃得少 所以就没什么效果 不过 有这八条鱼 也够陈东碰碰运气了 陈东把这八条鱼 扔进电三轮后面的水箱里 顺便还带上了 昨天挖的那株子灵芝 骑着三轮车就进了城 到了城里的水产市场 陈东随便找了个地儿 便摆起了摊子 瞧一瞧看一看啊 新品种 黄金飘香鱼 肉质鲜美 芳香四亿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陈东的吆喝 伴随着鱼香的飘散 立刻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哟 这鱼挺有精神啊 怎么还自带香味 从来没见过呀 小伙子 你这鱼怎么卖啊 陈东想了想 伸出了五根手指头 五十块钱一斤 众人一听 金的眼珠子 都快掉地上了 五十 这也太贵了 你咋不去抢啊 就是 牛肉也才这个价钱 鱼肉竟然卖这么贵 这也太黑了吧 陈东黑黑一笑 大家有所不知 我这鱼肉质鲜美 可不是普通鱼能比的 不信你们可以先买条回去试试 保准你们不会后悔 既然是要碰运气 陈东自然不能把价钱定得太低 而且 光那些草药都要不少钱 更何况还耗费了陈东的真气 五十块一斤 确实不贵了 只可惜 众人压根不买账 摇着头就要散去 这时 人群后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这几条鱼 我要了 说话间 一个高挑的身影走了出来 陈东抬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黑色的高跟鞋 踩在水泥地面上 发出咔哒咔哒的脆响 悦耳动听 再往上 是一条红色紧身连衣裙 包裹下涂凹有制的胶躯 长裙的两侧是开叉的设计 插口的缝隙间 两条美腿白皙动人 尤其是陈东此刻蹲在地上 看到的风景更是别有一番韵味 这长相身材都堪称极品 在这小县城里 着实少见 别说是陈东 就连一旁的大爷大妈们 都被这女人的外表给震撼到了 喂 还愣着干嘛 给我撑一下 一共多少钱 美女催促道 陈东这才反应过来 哦 好好好 我现在就给你撑 看到陈东这副傻样子 姚宇路不禁翻了个白眼 要不是自己的饭店想换菜色 遇到了瓶颈 她也不会当这个冤大头 买这么贵的鱼 反正 也就几千块钱的事 要是没用就当交智商税了 美女 八条鱼总共两千一 你给我两千就行 姚宇路拿出手机 扫给陈东两千 身后两个店员 立刻把鱼搬到了车上 看着手机上的两千元入账 陈东乐得何不拢嘴 两千块钱 她清醒后的第一桶金 终于赚到了 虽然不多 可这是个好兆头 有了这次 以后她肯定还能赚更多的钱 陈东随即想到什么 对了 美女 我是青山村的 你以后要是再想买鱼 记得找我 只可惜 大美女姚宇路根本没理会 早已开着价值百万的 马沙拉蒂总裁 直接绝承而去 十几分钟后 马沙拉蒂在一家 名叫紫气东来的饭店前 停了下来 让厨房把刚买的鱼 做了 送到那几个包厢里去 就说是心上的菜品 让他们尝尝鲜 随口吩咐了一句 姚宇路便直接上了楼 一进办公室 姚宇路蹬掉高跟鞋 便直接躺到了沙发上 这些天 为了新菜品的事 他着实累得够呛 暖暖的阳光 照在姚宇路精致的狱卒上 有种说不出的美感 姚宇路很快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姚宇路的房门 忽然被饭店经理敲响 慌慌张张的 什么事 轻梦被扰 姚宇路很不耐烦 经理兴奋的满脸通红 咽了口唾沫急切道 老板 刚才送过去的鱼 被包厢的客人全吃光了 他们为了抢最后一条鱼 都快打起来了 什么 姚宇路愣了下 随即穿上高跟鞋 便跟经理下了楼 一下楼 果然见 两个包厢的客人 正吵得不可开交 老板来得正好 刚才那个什么飘香鱼 真是太好吃了 再给我们来一份啊 来什么来 明明是我们先家的 应该先给我们猜对 老板 刚才那鱼叫啥名啊 菜单上咋没有啊 味道太香了 我们还想点一份呢 姚宇路一出现 就被一大群人围在了中间 姚宇路顾不得多说 随便打发了两句 便让人 把那最后一份黄金飘香鱼 端到了他办公室 一口鱼肉下肚 姚宇路不由得美眸一亮 肉质仅是 饱满爽滑 入口的一瞬间 所有的味蕾为之大开 贪婪地触及着这一口鱼肉 甚至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剂 仅仅是这鱼肉的本质 就已经足够鲜美 伴随着这一口鱼肉入肚 一股舒畅的感觉 瞬间传遍全身 整个身心 都变得通透了起来 这一口鱼肉 直击灵魂 这也太好吃了 连姚宇路都不由得 发出了一声惊叹 他经营饭店多年 尝遍了各种山珍海味 可还从来没吃过 像今天这般鲜美的鱼肉 这样的鱼肉 要是能成为 紫气东来的招牌菜 他饭店和仇不火 姚宇路立刻想到了什么 快 快去水产市场 把那个卖鱼的给我找来 他的鱼 以后咱们承包了 经理闻言 立刻亲自前往 只可惜 他注定是找不到人了 因为在拿到那两千块钱之后 陈东便已经离开了 此时的陈东 已经来到了永康堂 整个淮城来说 这里算是最大的药材店了 老板 收药材不 一进门 陈东便将那珠子灵芝拿了出来 药店老板 不由眼前一亮 野生灵芝 这年头可是不多见了 不过老板 很快就恢复了瓶颈 眼前这个人穿着破旧 一看就是乡下来没什么见识 老板决定坑一把 老板拎着那珠子灵芝 一脸嫌弃地道 你这灵芝不怎么样 虽然是野生的 可品种太普通 而且 你这保存的也不好 你看 这都有破损了 这种情况 给不了大价钱的 那具体能给多少 老板一脸为难 本来也就值得八十一斤 这样吧 看在你是农村的 来一趟不容易 我就给你算一百一斤吧 老板装出一副 亏了老板的样子 等着陈东上套 却没想陈东指点了点头 哦 那行 我再去别家问问 陈东说完就走 完全不给老板反应的机会 老板顿时急了 赶忙拦住 哎 你别走啊 价钱好说啊 先少 那你开个价 陈东脱口而出 一千一斤 噗 老板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从一百直接涨到一千 也太狠了 乡下人说好的老实芭蕉呢 怎么在这家伙身上 完全看不到 一千是不可能的 别说怀城 全国你也找不出这么高的价 我最多给你三百 陈东里都没理 转身就走 算了算了 给你四百 陈东没停 五百 多一分我都不会出 成交 陈东二话不说 把子灵芝直接交到老板手上 老板傻眼 五百一斤 自己基本也赚不着什么钱了 亏他还想从这乡八老身上坑一笔呢 结果白 忙活一场 老板上称称了一下 将近六斤 一共三千块 对了老板 我要现金 老板翻了个白眼 指得出门去换 店里就剩陈东一个人 陈东百无聊赖 一眼看到旁边桌子上有章纸 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字 陈东拿起来看了一眼 原来是一个写了一半的单方 补气只可玩 糖尿病古称肖可症 看这个名字 陈东就知道 这应该是针对糖尿病的方子 只不过 这方子原本计划是十六味药 现在只写出了九味药 其他七个位置还在空着 显然还处于探究之中 陈东一时兴起 提笔便在那几个空格上写了起来 龟甲 黄薄地黄 支母 山珠鱼 丹山药 正当陈东准备写下最后一味药的时候 喂 你干嘛的 谁让你乱写乱话的 那可是孟老的方子 一字千金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店老板一进门就冲着陈东 劈头盖脸 一通臭骂 陈东一愣 这么普通的方子 还一字千金 这也太夸张了吧 感觉还没我写得好啊 店老板轻蔑一笑 你知道孟老是谁吗 那可是怀城的名医 就凭你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 也敢跟孟老比 吹牛也不知道 打个草稿 别废话了 拿着你的钱赶紧走 店老板赶苍蝇一样 陈东也懒得解释 善善一笑 揣上三千块钱 骑着店三轮便直接离开 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老板脸上止不住的鄙夷 什么玩意儿 没多久 一辆奔驰车停在门口 一个穿着得体 满头银发的老者走了进来 店老板赶忙供应 孟老 您来了 孟老不仅是怀城名医 同时还是盛康堂的高级顾问 全城二十多家盛康堂门店 都要仰仗他的鼻息 可谓得高望重 孟怀康随口应了声 便禁止去了自己的办公桌 没多久 孟怀康啪的一声 二起 手里拿着刚才的那张单方激动道 这上面的字 谁写的 店老板吓了一跳 吞吞吐吐地解释道 是是刚才一个卖草药的小子乱话的 对不起孟老 是我没看好您的东西 您放心 我现在就去把那小子抓回来 让他给您赔罪 孟怀康抬手 不是抓回来 是请回来 这位先生的单方鬼斧神功 各位草药的搭配 简直浑然天成 他的医术 绝对不在我之下 一定要找到他 我要知道这最后一位药 究竟是什么名字 什么店老板傻眼 原来刚才那香巴佬 不是吹牛啊 店老板不敢耽搁 开上车便满大街 开始找陈东 只可惜 早已不见了陈东的影子 陈东哪里知道 他进了一趟城 就引来了紫气东来 跟盛康堂两方的追寻 他只知道 这一天下来他 赚了整整五千块 着实算是发了一笔小菜 陈东打算小小的庆祝一下 买了淮城的名吃不带烧鸡 又弄了俩凉菜 一包花生米 陈东哼着小曲就回了村 却没看到 村子里东头最豪华的 那栋三层小楼上 一身霉红色睡衣的马翠红 正用忧怨的眼神 注视着他的背影 傻冬子 沈子等着看你好戏呢 下午又去董鹏的小别墅里 撕混了一圈 晚上马翠红面色红润地回到家 刚好女儿刘文丽 已经从学校回来 刘文丽在城里上卫校 二十出头的她 遗传了马翠红的所有优点 不仅仅长得漂亮 身材也很火爆 尤其是去城里上了卫校以后 刘文丽跟着城里那些女生 学得也越发会打扮起来 穿着也是越发的大胆 短裙几乎短到春光乍卸的程度 在学校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男生的目光 只是今天的刘文丽 坐在沙发上 似乎是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 咋了小丽 咋不高兴啊 刘文丽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道 还不是我爸那个小气鬼 我同学都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了 我问他要钱 买他都不舍得给 这话正中马翠红的下怀 不就是个手机吗 妈给你买 刘文丽喜出望外 真的 马翠红点头 当然是真的 不过 你得先帮妈办点事 第二天早上 陈东一起床就去了鱼塘那里 昨天晚上 他又用画龙蛟熬制出了一锅药膏 喂给了这些鱼 此刻一看 池子里的这些鱼 果然跟昨天一样 成了黄金飘香鱼 看着谁里活蹦万跳的大鱼 陈东乐开了花 这样下去 岂不是每天都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一天两千 一个月就能赚六万 这妥妥的致富 笨小康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自己每天所能使用的真气有极限 导致黄金鱼的产量受到了限制 这要是以后真气的上限提升 熬出更多的药膏 那自己的收入 岂不是能直线上升 正当陈东脑子里 憧憬着这些美好时 忽然听到旁边的玉米地里 发出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 一想到上次池子里的鱼 被张魁全部堵死的事情 陈东立刻警觉起来 早上玉米地里水汽大得很 这个时候谁会下地 难不成又是张魁那几个狗东线 陈东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准备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隐隐绰绰间 陈东看到玉米地里果然藏了个人 他二话不说 一把扒开了眼前的叶子 下一刻 陈东整个人都愣住了 只见那密集的玉米丛里 一个靓丽的身影正蹲在那里小号 赫然竟是夏清潜 陈东当场就看梦了 他本来是想抓贼的 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 夏清潜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了一大跳 呀 傻东 你你还看什么呢 如此窘迫的景象被陈东瞧见 夏清潜顿时弄了个大红脸 赶忙伸手在后面遮挡 只可惜 那一大片雪白 哪里是一只手能挡得住的 对对不起清潜姐 我不是故意的 说吧 陈东转头就跑 临走前还不忘扒了 几根玉米杆挡在夏清潜前面 一直到出了玉米地 陈东的心里还在扑通扑通地打鼓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女人那啥 按理说 这种事通常都会让人感觉有爱观瞻的 可许是因为夏清潜人长得太过漂亮 这种事反倒有点让人心神不宁 没几分钟 玉米地一阵晃动 整理好衣服的夏清潜终于走了出来 只不过一张翘脸依旧一片通红 村子里的卫生条件有限 临时在地里解决问题也是常有的事 夏清潜刚才也是没有办法 才会那样做 却没想到让陈东碰了个阵阵 一想到刚才的事情 夏清潜羞愧得简直无地自容 好在傻东脑子不太灵光 应该不会把这种事太放在心上吧 夏清潜在心里这样宽慰自己 可这时 却听陈东一脸认真地说道 清潜姐 俺家不是有茅房吗 你以后还是别在地里解决了 你长那么漂亮 太危险 夏清潜脸颊又是一阵羞红 坑坑巴巴地说道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 陈东不明所以 我怕跟上次一样 再有人堵你家的鱼 所以晚上就是这里看着 憋了一晚上 附近又没茅房 所以才 听了夏清潜的解释 陈东顿时一阵感动 这个女人 还真是伤心啊 清潜姐 怎么能让你一个女人 大半夜在这里看着 也太危险了 这样吧 以后这里交给我了 你还是回家里睡吧 陈东这是实在话 隔壁村子前几年有个女人 在外面看瓜田 结果晚上被几个路过的 跟轮女干了 罪犯一直都没抓住 夏清潜此刻也的确有些后怕 便点了点头 对了 傻东 你家这鱼可真奇怪 前天还病烟烟的 转眼咋就这么生龙活虎了 连品相都变好看了 陈东一脸得意 随口道 谁知道 兴许是上次遭了难后 这鱼塘的风水便好了吧 夏清潜眼前一亮 你还懂风水呢 用科学的解释 可能就是因为 重新翻了池子 让泥土里的矿物质 得以挥发 这些鱼吸收 之后有了更多营养 所以才长这么好的吧 画龙觉得事情 陈东不好多说 只能拿这些 高深莫测的东西 信口胡周 夏清潜却当了针 看向陈东的目光里 满是惊讶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两天 他总觉得 这个傻东 好像没那么憨了 连风水矿物质 都说得头头是道的 这傻东真的傻吗 陈东怕夏清潜在追问 又随便胡周了几句 便赶忙回了村子 回到家 陈东便做起了早饭 早饭刚做好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陈东以为是夏清潜回来了 赶紧跑去开门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艳到了 上面一件粉色紧身露奇妆 将丰满的苏兄 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性感气息 这女生的骚陈东 是早有耳闻 只不过 这些年也从没见对方来过 没想到 今天会敲响自己的房门 你有什么事吗 陈东问 刘文丽舞媚一笑 媚眼如丝 当然有事 而且 还是大好事 说话间 刘文丽身子一软 直接扑进了陈东的怀里 感受着怀中的温香软郁 陈东的脑子 一时有些短路 这个女生抽什么疯 为什么忽然就对自己 头怀送抱起来了 然而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不等陈东反应过来 刘文丽拉起陈东的手 一路下移 竟是直接放在了 自己的翘臀之上 这陈东彻底傻眼 这个刘文丽 怕是吃错药了不成 然而下一刻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啪 流氓 前一秒还如同一头发情的 小野猫一般 唯一在陈东怀里的刘文丽 竟是忽然抬起手来 一巴掌扇在陈东的脸上 陈东意识有些梦了 这女生 还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明明是她刚才主动现身 自己怎么就成流氓了 不过很快 陈东就忽然想到了什么 马翠红 自己昨天才刚刚撞见 马翠红跟董鹏这对狗男女的奸情 她女儿刘文丽 今天就跑到自己这里来现身 这也太巧了 不好 上当了 果然 刘文丽这边刚一翻脸 就见马翠红从一旁跳了出来 抓着陈东的衣领 就大声嚷嚷了起来 好你个傻子 耍流氓竟然耍到我闺女头上来了 胆子够大的呀 今天我就让你出名 来人啊 都过来看看啊 许凤秦家的傻儿子耍流氓了 随着刘文丽一阵吆喝 村里人很快聚集了过来 一听说 陈东竟然对刘文丽耍流氓 众人都是一片哗然 敢在村子里公然耍流氓 也太猖狂了 一时间 众人对陈东都是一阵讨伐 陈东一阵无奈 大家不要被骗了 我根本就没有费力过他 我呸 马翠红催了一口 我亲眼看到的 你还敢抵赖 屋子里的许凤秦 听到外面的动静 也强撑着身子 拄着拐杖走了出来 翠红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东子他很老实的 耍流氓这种事 他是做不出来的 老实个屁 马翠红破口大骂 指着女儿身上叫唤道 睁开你的眼 看看这是什么 只见刘文丽的包屯裙后面 一个大大的巴掌印 格外醒目 这就是你 这个傻儿子干的好事 铁证如山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马翠红气势汹汹 得理不饶人 这许凤秦说不出话来 村民们也都是一阵折舌 这傻东平日里 看着老老实实的 没想到真能干出这种事啊 马翠红见时机已成熟 便冲刘文丽使了个眼色 刘文丽会议 当即大哭起来 我连个男朋友都还没有 就被这个傻子占了便宜 这以后还让我怎么做人啊 我干脆死了算了 村里的人 大多都是同情弱者的 看刘文丽哭得凶 都是有些于心不忍 纷纷将矛头指向许凤秦 怪他没看好陈东这个傻儿子 陈东脸色阴沉下来 你们说我可以 别把我妈扯进来 马翠红冷呵 行啊 那就说你 你非礼我们家文丽 说吧 这件事该怎么算 有村民劝说道 翠红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个傻子 我看 你也没必要跟一个傻子太计较了 众人也都纷纷附和 马翠红点头 不让我计较也行 可道歉的话要有吧 还有你 许凤晴 你还要保证以后 管好你这个傻儿子 别让他在外面乱说话 要是让我知道他乱嚼舌根子 编排我家文丽 或者我的坏话 我可饶不了他 事实上 这最后一句话 才是马翠红的真实目的 他这次恶人先告状 就是为了抹黑陈东的名声 这样一来 以后陈东就算是真把他 跟董鹏的丑事说出来 也会被人怀疑 是在报复他 再往他身上泼脏水 肯定就没人会信陈东的话了 许凤晴其实也不相信 陈东会做出非礼女生这种事来 可是到如今 他也没有其他办法 最终 许凤晴值得无奈道 东子 要不然 咱就道个歉 陈东面容坚定 妈 我要真犯了错 肯定道歉 可这件事我没做过 咱没必要道歉 马翠红顿是不乐意了 那脏手印子 还在我闺女屁股上的 你敢说不是你的 陈东坦然 手印是我的没错 可又不是我摸的 明明是他主动凑上来的 马翠红怒道 你放屁 我闺女那么漂亮 追她的人一大把 她会主动让你摸 谁信啊 村民们也都是纷纷摇头 觉得这个说法确实离谱 陈东当然也知道 这种事情 根本就解释不清楚 他也懒得解释 爱信不信 反正我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说实话 就你闺女这长相 我还真看不上 蹲地上哭得正欢的刘文丽 听到这话 瞬间怒了 他对自己的长相向来自信 在学校里那些男生 也都是围着他转 如今 他却被一个傻子看不起 这让他如何能忍 刘文丽当即开骂 你个傻子 还真有脸说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这副德行 傻逼兮的 整天还穿得跟个要饭的一样 就你这种人 别说让我看上 就算给我提鞋都不配 马翠红也是吃笑连连 你个大傻子 还真心里没个鼻鼠 一个智障 也配跟我家小丽相提并温 告诉你 你也王老全那个脑瘫闺女都配不上 就你这种又穷又傻的狗东西 注定打一辈子光棍 全世界也没一个女的能看上你 众人也是苦笑摇头 觉得这傻东 的确是有些不知几经几两了 就连许凤琴也无力反驳 陈东的长相其实还不错 可毕竟脑子不太正常 这种条件的确跟刘文力高攀不上 可就在这时 一个傲娇的声音忽然响起 是谁说 他没人看得上的 一阵暴躁的引擎声轰然而至 一辆宝蓝色的马沙拉蒂总裁 一个漂亮的甩尾 直接停在了众人面前 紧接着 车门打开 一个高挑的身影跳下车来 看到这个身影 陈东不由一正 这不是昨天买光了自己 所有黄金鱼的那个大美女吗 现场的村民们全都看直了眼 眼前这个女人 一身红色的紧身长裙 紧致的腰身勾勒出 优美的腰臀曲线 深V的领口 以及高档布料的收紧造型 将她那傲然的上围 更为完美地展现出来 裙摆下 一双笔直的长腿 肤白如雪 完美地如同一尊艺术品 只看着村里那些男人们 一不开眼 毫无疑问 无论是长相 身材 还是气质 眼前这个女人 都不止甩了刘文力几百条街 更不要说 她手腕上市场价 十几万的宝格力万表 耳垂上价值不菲的骨齿耳环 以及身后霸气豪华的 马沙拉蒂总裁 村里人虽然没什么见识 可最起码的分辨能力 还是有的 眼前这个女人 一看就知道 是那种大城市里 高高在上的有钱人 跟她比起来 刘文力根本连灰姑娘都算不上 简直就跟一个 卑微到下水道的战尖女一样 简直没有任何可比性 刘文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眼前这个女人一身的奢侈品 全都是正牌货 直看着她眼红 然而 那种渴望而又不可及的高度 却让她从心底感到深深的自卑 马翠红可不管这些 眼前这个女人 看上去是挺眨眼不错 可也不能挡了她的计划 小丫头你谁啊 我们跟着傻子说话 有你啥事啊 马翠红扯着脖子大叫道 姚宇录上下打量了马翠红一番 眼神里说不出的情绪 刚才就是你说 没人能看得上她是吧 怎么 我男朋友 就这么不招 你们代价 此话一出 现场众人瞬间傻眼 男男朋友 马翠红吃笑 我没听错吧 你说这傻子 是你男朋友 开什么玩笑 姚宇录轻轻一笑 不信啊 那 你瞧好了 姚宇录二话不说 白皙的偶臂 一把搂住陈东的脖子 阴唇直接在陈东的脸上 狠狠亲了一口 这一波操作 看得众人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 连陈东自己 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女人搞什么啊 怎么样 现在还觉得 我在开玩笑吗 姚宇录笑容里 带着骄傲与挑衅 马翠红吭哧吭哧半天 才说出话来 就算她是你男朋友 又能怎么样 是你男朋友 就能非礼我闺女了吗 非礼 姚宇录有些意外 没错 她摸我闺女屁股了 马翠红指着刘文丽 超短群上的印记指正道 姚宇录看了一眼 随即痴笑道 就算要诬陷人 也麻烦变个像样的好吧 你们见过自己家里 有法拉利不开 非跑外面 开别人奥托的吗 你刘文丽 气得满脸通红 你什么脸 姚宇录呵斥 还说我男朋友摸你屁股 我的她不香吗 咋的 你的是能喷火 还是比别人多长了的伴 我刘文丽 被姚宇录噎得满脸通红 说又说不过 长又没人家长得漂亮 关键是连刘文丽 自己都觉得 她在眼前这个大美女面前 的确就跟奥托 跟法拉利的差别 没什么两样 想到这里 刘文丽委屈的眼泪 都开始打转 姚宇录却没一点 怜香惜玉 不耐烦道 行了 你就别装了 我男朋友前两天还说 村子里有个穿着暴露的女的 总是对她眉来眼去的 想勾搭她 就是你吧 刘文丽瞪大眼 我什么时候 别废话 告诉你 以后离我男朋友远点 我男人 你配不上 不等刘文丽开口 姚宇录拉着陈东的手 便上了车 随着一阵引擎轰鸣 马沙拉蒂绝尘而去 只留下马翠红 刘文丽母女两个 气哄哄的原地跳脚 欺负人 太欺负人了 刘文丽再也扛不住 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周围村民面面相去 开始他们 还挺信刘文丽被妃礼的 可是现在 有那么漂亮有钱的女朋友 真有人还能看得上 刘文丽这盘菜吗 马沙拉蒂车厢里 豪华的车厢里 弥漫着高档香水的气息 像极了女人的闺房 身旁驾驶座上 红色开叉的裙摆下 一双白皙的美腿 格外吸人眼球 好看吗 要不给你摸两下 姚与路漂亮的脸蛋 妩媚动人 开玩笑道 好啊 陈东二话不说 手直接放了上去 嗯 警示 顺滑 感觉还不错 姚与路人都傻了 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真敢摸 一股酥麻的感觉 瞬间传遍全身 吓得姚与路 赶紧把腿缩了回去 车都差点没开吻 你你干嘛 姚与路立声呵斥 陈东一脸无辜 不是你让我摸的吗 我 只能往肚子里咽 他现在真有点怀疑 刚才这家伙 是不是真的非礼了人家姑娘 想到这里 姚与路都有些后悔了 刚才那母女两个欺负老师 她实在看不下去 才会出手帮忙的 没想到帮的还是个流氓 亏自己还献了一个香吻出去 真是亏大了 不过姚与路今天来是有正事 也懒得计较这些 我今天来是给你送财运的 昨天的鱼质量还不错 我决定 以后准备从你这里大量收购 陈东眼前一亮 这真的是财神上门了 陈东假装镇定 好啊 你准备要多少 有多少要多少 行 一百一斤 一百 姚与路美眸员瞪 昨天还五十呢 是啊 昨天你还对我爱达不理呢 今天不也成为女朋友了 陈东随口爷于道 姚与路撬脸瞬间飞红 你咋不知好歹呢 我刚才为了帮你才那样说的 陈东点头 我当然知道 要不也不止这个价了 你放心 我那黄金飘香鱼 将来绝对是抢手货 一百一斤 你绝对不亏 陈东说的的确是实话 这年头连那普通的帝王蟹 都要五百块一斤了 自己这黄金鱼 乃是用蒸汽熬制草药喂养 不仅味道鲜美 还有这极高的营养价值 不知道要比那帝王蟹 好了多少倍 要不是因为现在 需要打开市场 这漂亮女人又帮了自己 陈东也不至于才要一百 姚与路自然也看到了 这黄金鱼的前景 一咬牙道 一百就一百 不过你要保证 你的鱼只能攻击我一家 陈东了然 这个女人是想搞垄断啊 他低头看了眼 不禁感慨起来 凶大的女人 都这么有魄力吗 这黄金飘香鱼什么都好 就是产能有限 现在的情形 每天最多 也就只能搞出十条出来 陈东就算是想 供应给其他人 也没这个能耐 所以姚与路拿出 独家供应合同的时候 陈东想都没想 就签了字 不过陈东也不傻 他专门让姚与路 在合同上添加了一项 补充条款 把价格 跟合作时间的主动权 都留在了自己手里 接下来 陈东每天都按时 给姚与路的饭店 提供黄金飘香鱼 经过这短短几天时间 紫气东来黄金飘香鱼的名号 算是彻底打响了 一份黄金飘香鱼的价格 直接被定位了1888 陈东当时听到 这个价钱时都梦了 姚与路这女人赚钱 还真是狠啊 陈东还担心 这么贵的价钱 还能不能卖得出去 事实证明 他的担心纯属多余 1888的价格 非但没滞销 反倒还引得 怀城各界的人争相抢定 都想品尝一下 这人间美味 可惜的是 陈东这边 一天就只能供应十条鱼 使得黄金飘香鱼 完全是供不应求 这天 陈东跟往常一样 一大早骑着个电三轮 便来到了紫气东来 刚把车停好 饭店经理王成 就笑呵呵地迎了上来 陈老板 我们姚总昨天吩咐了 让你今天到了 去趟他办公室 知道了 等我泄好了鱼就过去 陈东应了声 就要把鱼往仓库里搬 却被经理经理拦了下来 这点活 哪里还敢劳烦陈老板 以后您只管送 泄货的事 交给我们的人就行了 现在整个紫气东来的人都知道 陈东就是他们的财神 王成自然也不敢怠慢 陈东很是满意 你觉悟挺高啊 怪不得你们姚总 让你当经理呢 陈老板过奖了 哈哈 陈东没再跟着经理白话 直接上了楼 办公室里 姚宇露还跟往常一样 躺在沙发上小气 他胶躯侧卧 腰胯的曲线 如同起伏的山巒 优雅动人 高跟鞋被他随意丢在了地板上 他一双眉腿 翘在沙发靠背上 丝袜包裹下的狱卒 骨感纤细 有种说不出的美感 姚宇露也算是个神经大条的女人 脚的位置 刚好朝向门口 陈东一开门 眼前一双笔直的大长腿 以及裙摆下若隐若现的风光 便全都落入他的眼中 陈东不由得一阵心神荡漾 说实话 这位姚老板 还是很符合陈东的审美标准的 长相好 身材好 还不矫情 最主要的是 还会做生意 这种女人要是能娶回家 妥妥地闲内住啊 你果然是个流氓 哪里都敢看 姚宇露睁开眼称怪道 陈东那叫一个冤枉 不是你让我上来的吗 再说了 你把姿势摆得这么好 我要是看都不看一眼 你岂不是会很没面子 经过这几天打交道 陈东跟姚宇露也算熟悉了点 说起话来随便了不少 姚宇露一阵气节 气鼓鼓地坐起身来 当着陈东的面 就整理起了里面错位的内衣来 陈东一阵无语 就这女人大大咧咧的劲儿 还好意思说自己偷看 真被人占了便宜 怕事都不知道 找我到底有没有正事啊 该不会就是骗我来瞧你的腿吧 陈东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还得自己倒了杯茶 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 美的你 姚宇露催了一口 我问你 你那黄金鱼的产量 到底能不能提上来啊 一天就十条鱼 客人都快炒风了你知道吗 说实话 姚宇露这是真的有些急了 这些天随着黄金飘香鱼的推出 紫气东来的名气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单单因为这个招牌菜 就给紫气东来 带来了极大的人流量 仅仅几天 紫气东来的销售额 就提升了将近三成 这让姚宇露看到了希望 急不可耐地 想要让紫气东来的生意 更上一层楼 奈何陈东这边太不给力 一天十条鱼的分量 着实让姚宇露抓狂 陈东喝了口茶 很是淡定 炒风了好啊 他们炒得越疯 你生意不就越好吗 那你好歹也多供应点货吧 一天至少也要二十条 陈东摇头 这个 我可能真给不了 姚宇露气的双手一拍茶几 一张绝世的容颜 快要凑到陈东跟前 每天就这么点货 你也太糊弄人了吧 哪个男人跟你一样若 老娘就这么点要求 你都满足不了我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陈东被姚宇露这气势给震住了 他低头看了眼姚宇露领口中 那波澜壮阔的景致 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要得太多 我可能真满足不了 你姚宇露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话 竟然被陈东解读成了一个欲求不满的怨妇 再向自己的男人讨要公粮 关键时 还很贴切 一时间 姚宇露气得要死 这家伙 脑子里整天装的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气归气 姚宇露现在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让这家伙多交点货 硬的不行 就来软的 这样吧 只要你每天能多攻点货 我就给你奖励 陈东来了兴致 什么奖励 姚宇露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当着陈东的面翘起了二郎腿 声音娇媚地说道 你说呢 陈东扫了眼姚宇露腿上那无限的风光 不禁挑了挑眉 这女人 是在色 又不成 这本下得也太大了吧 为了几条鱼 至于吗 陈东乃知道 姚宇露心里的苦 子气东来的归属权有些复杂 简单地说 姚宇露必须要在剩余的半个月内 完成销售额翻倍的目标 要不然会对她很不利 也正因如此 姚宇露此刻 才会不惜用自己的色相 来诱使陈东多多供货 黄金飘向于 现在就是姚宇露的财富密码 姚宇露相信 只要陈东这边 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货源 半个月内 让子气东来的销售额翻倍 绝对能做得到 正当这时 办公室的房门忽然被人敲开 经理王成找 急忙慌地跑了进来 姚宗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姚宇露赶忙站了起来 什么事 王成急急忙忙道 卫生局的人来了 说咱们的黄金鱼有问题 要让咱们停业整改呢 什么 姚宇露脸色大变 她就只剩半个月的时间 提高销售额 要是饭店真停业整改 那她就彻底没机会了 姚宇露二话不说 踩上高跟鞋便要下楼 陈东也不淡定了 等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 兴许能帮上忙 其他的也就算了 既然敢说她的黄金鱼有问题 陈东自然不可能做事不管 姚宇露一脸不耐 你能帮个屁的忙 还是老实待着吧 在姚宇露眼里 陈东就是一个山沟子里的小农民 完全指望不上 陈东却很坚持 那怎么行 咱现在好歹也是生意伙伴 一根绳上的蚂蚱 遇到事了 要就让你一个女的在前面蹦的 我就真不是男人了 姚宇露心中一暖 这些年来在生意场上 从来都是她一个人冲锋陷阵 从来没人帮过她 现在这个男人竟然愿意站出来 跟她一起抗事 这让姚宇露真有些感动 姚宇露沉东刚到楼下 就看到几个身穿制服的人 正站在大厅 姚宇露一眼认出 为首的一个男人名叫朱浩 是卫生局的一个队长 平日里没少在店里吃白食 哟 这不是姚总吗 几天不见 姚总的身材真是越发动人了 朱浩没事人一样 跟姚宇露打着哈哈 目光还不住地在姚宇露身上打量 她基于这个漂亮的女老板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姚宇露笑脸相迎 朱队 这什么情况 怎么把风条都带来了 朱浩皮笑肉不笑 有人举报 你们店里的黄金飘香鱼 涉嫌违规 使用激素香精 用以达到肉质警示 自带香味的效果 所以我现在通知你 你们仔细东来大饭店 即日停业整顿 姚总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也是公事公办 你可别生气啊 哈哈 此话一出 现场的食客们 顿时炸开了锅 怪不得那黄金飘香鱼这么好吃 难道真是使用了激素香精 那不是害人吗 朱队 我们仔细东来的食材 向来都是很有保障的 我敢保证 从来都没使用过任何的激素 这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姚宇露也急了 黄金飘香鱼 好不容易才积攒起来的人气 要是真被扣上了 乱用激素香精的罪名 那就彻底完了 朱浩嘴角一勾 我也希望 这只是一个误会 毕竟姚总人长这么漂亮 应该也干不出那种黑心的事情来 要不 姚总跟我回去一趟 咱们找个地方 好好说道说道 朱浩说着 大手很不老实地 搭在姚宇露的肩膀上 笑容里说不出的猥琐 姚宇露也不傻 自然听出了朱浩的暗示 这家伙 竟然想让自己陪他上床 来换取紫气东来的清白 姚宇露心中一阵恶心 恨不得一巴掌扇过去 可他也知道 要是真这样做的话 紫气东来铁定会被关停 那他这些年的努力 就彻底白费了 正当姚宇露 不知该如何抉择时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把你的脏手 从他身上拿开 朱浩吓了一跳 本能地把手缩了回去 可当他看到面前出现的 就只是一个 穿着破烂的香巴老石 顿时面色一宁 你他妈谁啊 我跟姚总怎么说话 跟你有关系吗 陈东轻哼一声 当然有关系 因为那黄金飘香鱼 就是我送的货 朱浩不屑一笑 我还当是什么人 原来就是一个臭养鱼的 养鱼的怎么了 我凭本事吃饭 不像某些人 吃人饭不干人事 朱浩瞬间暴怒 你他妈说什么 你说谁不干人事啊 陈东耸了耸肩 谁接话 我就说谁了 你朱浩暴跳如雷 姚宇露也是气得想打人 这个陈东连朱浩都敢骂 这不是诚心帮到忙吗 朱队长 您别生气 陈东他不会说话 我替他给您道歉 来 您喝杯茶先消消气 姚宇露将茶杯双手奉上 这时 一个娇媚的声音响起 还喝什么茶啊 竟然把人家朱队长 弃成这个样子 我看你这点也别干了 说话间 一个打扮时尚的青年 笑容得意地走了进来 姚坤 你来这里干什么 依依 到这青年 姚宇露就一脸不悦 随后 姚宇露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举报我的人是你 姚坤装起了傻 什么举报 姐 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别叫我姐 我没你这种下三滥的地点 姚宇露现在基本上能够断定 今天的事情 肯定就是姚坤在搞鬼 陈东在一旁都听猛了 这姐弟俩的关系 有点复杂 姚坤一副魂不在意的样子 随便你怎么说吧 我今天来 就是看热闹而已 朱队长 您堂堂卫生局队长 这小子竟然敢 对您出言不逊 您可不能轻饶了他 朱浩脸色一沉 小子 你不是说 你是黄金鱼的供货商吗 那正好 我怀疑是你才是 违规使用了激素香精的人 现在就把你移交给警方 还有这家店 也一并给我封了 陈东面色一沉 无凭无据 就往我头上扣帽子 人家好好的店 也说封就封 真以为手里 有点权力 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抱歉 有权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我要抓你就抓 要封店就封 就凭你一个乡八老 还能把老子怎么着 哈哈哈哈 朱浩一脸得意 很是嚣张 只是 他这话刚说完 啪 他的脸上 怎么着 这么着呗 朱浩直接被打猛了 不止是朱浩 现场所有人全都猛了 姚宇露更是惊得 下巴都快掉在了地上 他现在简直后悔死了 竟然连朱浩都敢打 自己的店怕事 永远也别想再开张了 这个陈东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啊 你你竟然敢打我 朱浩瞪大了眼珠子 陈东冷横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 吃人饭不干人事的东西 曾经的陈东 身为特战兵王 一心保家卫国 为的就是百姓安居乐业 如今 这朱浩竟敢仗着权势 对百姓胡作非为 陈东绝不答应 朱浩彻底暴怒 反了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朱浩一声令下 七八个手下做事 便要朝陈东围了上来 姚宇露心如死灰 这次真的是 捅了大麻烦了 可就在这时 一声怒喝忽然响起 都给我住手 话音落罢 一个穿着得体 满头银发的老者 便走了出来 正是孟怀康 老局长 宁宁怎么在这儿 朱浩吓了一跳 孟怀康不仅是怀成名医 当年还是卫生局一把 前些年虽然已经退下来 可却逃离满天下 就连现任的卫生局 一把田晓明 都是他的徒弟 朱浩自然不敢怠慢 孟怀康面色铁青 我要是不在这儿 还不知道你朱浩队长 有这么大官威呢 朱浩下的身子一个哆嗦 赶忙攻下身子 声音打战地道 孟偶 你可能没看到 刚才是这小子 先对我动手的呀 孟怀康冷哼一声 我是没看到 我只看到你仗着手里的权力 欺压百姓 孟老 我冤枉啊 我们也是收到了群众举报 说这家店的黄金飘香鱼 违规使用了激素香精 才会过来调查的呀 是吗 那你们事先调查清楚了吗 取证了吗 化验了吗 能确认举证属实吗 这面对孟怀康的接连发问 朱浩无言以对 孟怀康义正词言 什么都没有做 上来就要封店抓人 看来我要给田晓明打个电话 问问他是怎么教的 能教出你这么好的下属 扑通 朱浩下的双腿一软 竟是直接跪在了地上 孟梦啊 我知道错了 这次的确是我工作疏忽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也难怪朱浩下成这样 要是真让孟怀康打了这个电话 那他身上这身皮 肯定就穿不成了 孟怀康背着双手 看都不看 你该道歉的 不是我 朱浩赶忙转头 跪向了陈东跟姚宇路 姚总 刚才是我没调查清楚 我向你们道歉 姚宇路有些惶恐 朱队 您这也太客气 陈东轻横 我看要是没这位老先生 他啥时候 也不会对咱小老百姓这么客气吧 你现在一句道歉 就完了 那我们黄金飘香鱼的名声 谁来挽回啊 你一个卫生局的队长说 我们使用激素 今天要是 就这么迷迷糊糊的过去 那我们 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姚宇路心中咯噔一下 的确 他怎么没想到 这个陈东看上去大大咧咧的 没想到 却是粗中有戏 孟怀康面带笑意 小兄弟 那以你的意思 这件事该如何解决 陈东 很简单 现在拿着我们的黄金鱼 去卫生局化验 还我们一个清白 朱浩眼中闪过一抹促霞 好 这是你自己说的 可别后悔 说吧 朱浩立刻便让人去仓库 还有厨房取样 直接送回了卫生局夹集化验 姚坤坐在一旁等着看好戏 什么黄金飘香鱼 他才不幸 没添加违规的东西 只要查出点不对 那姚宇露就彻底完了 不只是姚坤 在场的那些时刻们 基本上也都没走 都想看个结果 这么多人看着 姚宇露心中没底 凑到陈东跟前低声道 你的鱼 确定没问题吧 陈东一脸轻松 放心 虽然我给你的手 不过每次的质量 还是很有保障的 姚宇露翘脸一红 这家伙 又在内涵自己 半个小时后 化验报告送了回来 看到结果 朱浩愣住 报告显示 黄金飘香鱼中 没有检测出任何违规成分 不仅如此 黄金飘香鱼 所蕴含的各种矿物质 以及微量元素蛋白质等 都远远高于普通鱼肉 评价结果 是特优积 姚宇露抢过化验报告 看了眼 顿时激动不已 大家都看看 我们家黄金飘香鱼的评价结果 可是少有的特优积 以后 大家可以放心食用了 众人看着白纸黑字上的结果 顿时炸开了锅 看来这黄金飘香鱼 真的是好东西 陈东一脸得意 这样结果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姚总 这化验结果可是个好东西 咱要把它裱起来 以后就挂在大厅里 让所有人都看看 姚宇露点头 本来是一次舆论危机 如今却成了宣传手段 这个陈东 还真是有点脑子 一旁的姚坤 却是早已傻眼 竟然真的没有添加微镜品 那这飘香鱼 是怎么样这么好的 这不科学啊 孟怀康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行了 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 以后要是再让我找你乱来 我绝不轻饶 多谢孟老 朱浩如蒙大赦 带着人落荒而逃 举报事件宣告结束 众人又重新落座 继续吃饭 姚宇露则是激动地 来到孟怀康面前 孟老 刚才真是多谢您了 今天要不是孟怀康 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呢 陈东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谢过孟老 要不是孟老帮忙 你现在说不定都进去蹲耗子了 陈东也很识趣 眼前这位老爷子秉公执法 替老百姓说话 确实应该好好谢谢 孟老 天底下当领导的 要是都跟你一样就好了 我陈东谢谢了 陈东恭声感谢 孟怀康却是赶忙上前搀扶 小兄弟客气了 要说感谢 应该我感谢你才对啊 感谢我 陈东挠了挠头 一头雾水 咱们好像也没见过吧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孟怀康呵呵一笑 你是没见过我 不过 我可见过你呢 说着 孟怀康拿出一张纸递了过来 陈东看了一眼 顿时恍然大悟 眼前这张纸 不正是自己那天 在永康唐大药店 随手写下的方子吗 原来 眼前这个老者 就是那店老板口中的 怀城名医啊 孟怀康笑容和善 我刚好已经在楼上 订好了包厢 不知道小兄弟可否赏光 上去聊聊 有人请客 陈东自然不会拒绝 跟着孟怀康便上了楼 只留下姚宇录 看着陈东的背影 一脸都不可思议 什么情况 这家伙不就是个 养育的小农民吗 怎么会有这么大面子 陈老爹 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包厢里 孟怀康看着面前的陈东 难掩的激动 那天陈东走后 孟怀康就让店老板 调出了监控 查到了陈东的长相 这几天 为了找到陈东 孟怀康可没少下功夫 今天竟然在这家饭店里 遇到实属意外 陈东哪里知道这些 孟老找我 不知所为何事啊 孟怀康指着桌子上 那张写了一半的 单方激动地道 当然是为了 这最后一位要名啊 自从退休后 孟怀康一直都在 潜心研究各种单方 最看重的 就是这补气只可玩 简直已经到了 如痴如狂的地步 然而现在 如此完美的单方 却剩下了最后一位 要没写完 这对于孟怀康来说 就如同尿得舒服时 被人掐住了水闸 瓢得正爽时 被人扫了黄一样 简直白找挠心 寝食不安 陈东一阵苦笑 他没想到 这老爷子 如此极切地找到自己 竟然就只是为了 一个要名而已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一个要名而已 这又何难 陈东说着 提笔便在那单方 最后一个空格上 写下了织母两个字 孟怀康接过单方看了一眼 顿时激动地两眼放光 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普通人根本看不出 这个单方有什么特别 孟怀康却很清楚 这个单方意味着什么 眼前这个单方 各位要之间的搭配 堪称完美 融合在一起 天衣无缝 无与伦比的奇效 糖尿病是世界级的难题 号称不死的癌症 科学发展到现在 其实也没有一个 太好的办法应对 可是以孟怀康的经验来看 这幅方子 对于糖尿病治疗 将会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这药方 简直价值连城 一时间 孟怀康对于眼前这个 穿着寒酸的年轻人 惊为天人 陈老弟能写出 如此完美的单方 不是凡人啊 想必陈老弟的医术 也绝非普通人能够相比 不知陈老弟诗出何处 在孟怀康看来 陈东的出身绝不简单 可陈东的回答 却让孟怀康大跌眼镜 嗨 拿要什么师傅啊 我爸是位村医 我也就跟他学过几天二爷 村医 自己身为怀城名医 诗出名校的人 都写不出的方子 一个村医的儿子 却能写得出来 打死孟怀康也不相信 可既然陈东不愿多说 孟怀康也不好多问 陈老弟 你这方子意义非凡 不知我可否拿来制药啊 太客气了 一个药方而已 你喜欢的话拿去用好了 哪还用付什么钱啊 陈东是根本没太当回事 那怎么行 如此贵重的方子 我绝不能白用 这样是对医术的不尊重 孟怀康很是执拗 这样吧 我先付给你一部分定金 一百万 你觉得怎么样 扑 陈东茶水喝了一半 直接喷了出来 不可思议道 你说多少 一百万 哦 你要是嫌少的话 还可以再商量 陈东激动的心脏狂跳 一百万 对于他一个乡下人来说 绝对是一笔横财了 孟怀康的人品正值 刚才又帮了忙 陈东也不做得起价 直接答应下来 孟怀康喜出望外 陈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 你放心 这一百万只是定金 等这位要上市之后 我每个月给你百分之三十的分成 来 咱俩干一杯 预祝咱们合作愉快 干杯 两人碰杯 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这一顿 可谓是兵主敬欢 一顿酒下来 陈东也不见外 老孟啊 这天也不早了 没啥事 我就先回去了 孟怀康看了眼手表 似乎想到什么 陈老弟 我等一下有个朋友要来 你要是不忙的话 等一下一起喝两杯再走 也不迟啊 朋友 什么朋友啊 不等孟怀康开口 包厢的房门便被人打开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这男人方脸虎目 身上带着一股上位者的气息 气度不凡 孟老 实在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无妨 反正我也没客气 跟陈老弟先喝了几杯 孟怀康笑着向陈东介绍道 陈老弟 这位是咱们淮城警局的 郑国焘正局长 陈东愣了下 警局一把 这在淮城 也算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了 郑局长 这位小兄弟名叫陈东 最近淮城炒得 正火的黄金飘香鱼 就是他养的呢 孟怀康似乎有意想拉陈东一把 很是热情地介绍道 只可惜 郑国焘却显得有些冷淡 孟老 我今天约您前来 是有钥匙相伤 无关紧要的人 还是不要再得好 这显然是下逐客令了 陈东心中苦笑 当官的就是不一样啊 各个脾气都不小 尽管陈东也没想着 要巴结什么领导 可就这样被人 瞧扁了赶出去 也太没面子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郑局今天过来 是找孟老瞧病的吧 陈东随口道 孟怀康惊讶 没错 郑局说 他最近身体有些不适 所以来找我看看 不过 陈老弟是怎么知道的 陈东没有回答 而是接着说道 我猜 郑局的问题 应该是寝室不安 时常还会伴有头疼吧 这一次 连郑国涛都感到不可思议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了 是孟老告诉你的 孟怀康敢忙否认 我可从来没说过 陈东微微一笑 淡淡道 山根主极恶 你山根横温生智 说明你最近身体有恙 太阳主精神 你太阳发青 此乃精神不振 忧思多虑之兆 寝室不安 甚至头疼 也实属正常 聊聊两句 把孟怀康都给说猛了 郑国涛却是来了兴致 是吗 那你倒是说说 我这病该怎么治 陈东摇淡淡一笑 你这病不用治了 不用治了 郑国涛苦笑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得的是绝症 已经没治的必要了不成 陈东摇了摇头 那倒不至于 之所以不用治 是因为 你根本就没病 没病 这话都把郑国涛给说笑了 你可真有意思 身体是我的 我有没有病自己 还不知道吗 我现在天天头疼的要命 这还不叫有病 那什么才叫有病啊 陈东笑了笑 头疼是没错 可却不是因为病 我关你先天变相 关陆宫有福西灌顶 表示大功成 福德宫更是天地目灵 地阔相朝 表五福俱备 瘦肠健康 按道理来说 你六十岁之前 身体上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现在你的运势 却忽然发生改变 以我看 你这多半是 后天风水的因素造成 难不成是最近 桥迁了新居 或者工作环境发生了改变 郑国涛却是吃笑连连 我算了明白了 说了一大堆 原来就是个神棍而已 什么头疼不是病 什么风水运势的 简直一派胡言 孟怀康试探道 郑菊 你别生气 我看陈老弟 不像胡言乱语的人 郑国涛却是一点不给面子 怎么不是胡言乱语 告诉你吧 我一没乔迁新居 二没变工作环境 你就算想护弄人 也该先调查清楚再说 没有 不应该啊 陈东陷入沉思 他所说的这些 都是他蚂蚁地象中的神通 绝不会出错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隐情 郑国涛却是早已失去了耐心 好了 一个江湖骗子 敢骗到我这里 你还真是狗胆包天了 看在孟老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赶紧给我滚 陈东一阵无奈 明明一片好心 却被人当成了骗子 这年头当的好人也太难了 我最后还是要劝一句 你家里或者单位 肯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影响了你的身体运势 最好还是找个大事什么的看一下 要不你的头疼 只怕会更严重 再不滚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 陈东哪敢再废话 直接脚底抹油开溜 证据 陈老弟他不像是会胡来的人 而且 我给你把麦的时候 也的确没看出有什么异样 我觉得 郑国涛一阵无语 孟老 你好歹也是怀成响当当的名医 怎么也信那种鬼话 好了 不要再说了 你还是赶紧给我再换副药吧 上次的啊 好像不太管用 孟怀康怕出郑国涛眉头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被郑国涛当成骗子 陈东原本还有些郁闷的 不过看了眼手里 那张百万存款的银行卡 陈东的心情顿时就好了不少 一百万 这么多钱 该怎么花才好 想了想 陈东觉得 有机会 还是先给母亲还有妹妹 买几身漂亮衣服 才是正事 他吃傻这三年来 母亲跟小妹 一直对他不离不弃 如今他有了点钱 自然是要让他们再过苦日子 陈东刚要下楼 却被忽然窜出的姚宇露 按在了墙上 你面子可真大 连孟老都请你吃饭 老实交代 孟老找你到底 想干什么 姚宇露审犯人一样看着陈东 摆出的却是一副 壁咚的姿势 尤其是 身前那两团饱满 几乎快要贴在了 陈东的胸口上 陈东随口道 其实也没啥大事 老孟花一百万 买了我两个字而已 姚宇露一阵无语 你骗鬼呢 一个字五十万 你当自己是王羲之 还是颜真卿啊 你爱信不信 反正我没骗你 说实话 这种事 陈东自己都不信 孟老的事就算了 我问你 你到底什么时候 给我增加黄金鱼的供应量 姚宇露一份填膺 身子贴得更近了 陈东看了眼姚宇露那傲人的胸口 饶有意味道 怎么 我要是不给你加量 你是不是真打算 把自己当成奖励 送我床上去啊 姚宇露翘脸一红 脱口出道 你想得美 我那是为了骗你加量 才能要说的 话说出口 姚宇露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赶忙捂住了嘴 可惜为时已晚 陈东姚宇露的样子 给逗乐了 这女人竟然把心里话 都给说出来了 这也太傻了点吧 凶大无脑 这话说的果然没错啊 对了 你跟你爹 到底什么情况 姚宇露表情一致 变得严肃起来 这不关你的事 反正我需要更多的黄金鱼 你就说 这忙你到底帮不帮吗 陈东也不傻 看姚宇露这副急切 想赢的样子 就知道 黄金鱼对他来说 肯定很重要 行吗 我回去想想办法 这两天给你消息 真的吗 他好了 姚宇露大喜 激动地一把将陈东抱住 一时间 两股充实的感觉 瞬间传到陈东的胸膛 让他不由得一阵心神荡漾 这个女人 果然够大 只可惜 还没等陈东感受真切 姚宇露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 赶忙缩回了身子 没了那两股充实 陈东顿时感觉有些怅然若失 姚宇露拍了拍陈东的肩膀 安慰道 不用太失落嘛 只要你听解的话 多替解做事 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说吧 姚宇露消散离开 看着姚宇露离开时 突凹有志的欠影 陈东一阵付费 老子 这是被调戏了吗 揣着一百万的银行卡 陈东骑着自己的破三轮 便回了村子 钱越挣越多 母亲许凤卿的病也越知越好 喝了这些天的健体汤后 甚至不用拐杖都能站起来了 生活正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这让陈东的心情很是惬意 一路上见了村民 还一一打招呼 只是那些村民们可不这么想 脑子不好使 还能整天乐呵呵的 还真是傻子有傻福啊 傻东 回来了 落过一个门口时 一个女人冲陈东抛了个媚眼 这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 穿着很是宿静 浅灰色的粗布裤子 白色的唇棉衬衣 这一身打扮 在农村来说 实在是太普通了 然而 这女人的身材 却是好到爆表 尤其是身前那一对高耸 像急了过年时 蒸的大白面馒头 还有她那粗布裤子下的翘臀 也是颇为丰满 像急了农村磨面的末盘 如果要用一个词 来形容这个女人 再也没有什么 比著名作家莫言的 那本风乳肥臀 更为贴切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女人的长相 也是万里挑一的好看 五官精致 肤若凝枝 一双桃花眼 更是妩媚动人 只可惜 这女人命不是太好 是个进门第一天 就死了老公的寡妇 据说到现在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甚是可怜 春梅沈 陈东应了声 刚要骑着走 却被薛春梅 一把拉住了手 急着走干嘛 跟我进来 沈子找你有点事 没等陈东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被潘春梅 从三轮车上拽了下来 拉进了屋 屋子里略显破旧 可却收拾得很干净 玻璃瓶子里 还插了不少的野花 散发着好闻的芬芳 这个女人虽然一个人过 可还是很讲究的 傻东 来 吃冰罐 潘春梅递过来一根老冰棍 竟然是从衣灵里拿出来的 上面 还残留着一丝余温 显然是暖了 有阵时间了 这一番操作 把陈东都给看梦了 这潘寡妇 还真是一高人胆大 也是 不够大的话 也加不住不是 陈东撕开了老冰棍的袋子 尝了口 味道甘甜 清凉解渴 就是稍微有点温 春梅婶 你找我有啥事啊 陈东一边吃着老冰棍 一边随口问道 刚说出口 潘春梅却是一步上前 一把将她按倒在了沙发上 一时间 两股巨大的压迫感迎面来 就压得陈东喘不过气来 离得如此近的距离 陈东都能清楚地 看到那衬衣高耸的扭扣 因为无法承受那巨大的重量 而摇摇欲坠 眼看就有随时崩开的可能 陈东不由地咽了口唾沫 之前 他本以为摇雨露的已经够大了 现在才终于知道 一山还比一山高这个道理 在潘春梅面前 摇雨露的 完全就是个小妹妹 春梅婶 你你这是干啥啊 陈东有些惊魂未定 潘春梅一双桃花眼 炽热地看着陈东 像是要喷出火来 傻冬子 跟沈子还在这里装什么傻呀 我给你好吃的 你给沈子搓澡 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 潘春梅的嘴角带笑 漂亮的脸蛋上 泛着春意 搓澡 陈东脑子里嗡的一声 瞬间后之后崛起来 他这才想起 之前他吃傻的时候 潘春梅确实时不时地 就会把他带到家里来 然后用各种好吃好玩的东西 来哄骗他搓澡 还告诉陈东 说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 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 要不然 以后就再也不给陈东好吃的了 之前的陈东吃傻 自然是不明白 这其中的道道 现在想来 这潘寡妇 完全就是私春难耐 然后拿自己来解渴呀 事实也的确如此 潘春梅毕竟是个女人 自然也有自己的正常需求 俗话说得好 女人三时如狼 四时如虎 五时坐在地上能稀土 现在的潘春梅 正处于如狼似虎的年纪 可直到如今 却还是个完毕之身 平日里连个对他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 躁动是难免的 可偏偏潘春梅还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再加上丈母娘家管的野言 不许他再嫁 所以这些年 他就一直一个人过 没再找过 要不然 以潘春梅的条件 只怕十里八乡的男人 都要把他家的门槛给踏烂了 既要解决需要 又不能坏了名声 潘春梅这才想到了陈东 一来 陈东是个傻子 对潘春梅的话言听计从 二来 陈东为人憨厚老实 不会把这些丑事给说出去 还有一条就是 陈东的长相 其实还挺没清目秀的 若不是吃傻不修蝙蝠 陈东绝对算得上帅哥一枚了 这几条加起来 就让陈东 成为了潘春梅的不二人选 不过 潘春梅也是有底线的 他之前跟陈东 虽然该玩玩该闹闹 可也就只是局限于表面而已 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生 也正因如此 陈东此刻清醒过来后 心中对于潘春梅 也是有些佩服的 格学挠痒 只会越挠越痒 可即便如此 潘春梅却从来都没有 越过那最后的红线 这说明 这个女人 其实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她只是 没有办法 潘春梅并不知道 如今的陈东 已经不是之前的傻子 而是一个正常男人 他此刻却还在用之前 那种哄孩子一样的办法 引诱着陈东 傻东 沈子把热水都打好了 就等着你个小撮早工上班了 来 快点沈子进来 潘春梅说着 便自顾自地先进了礼屋 他背对着陈东解开扣子 陈东远远地便看到一张 洁白无瑕的美背 展现在了眼前 一时间 陈东血脉喷张 全身的血液 全都朝着头顶汇聚而去 下一刻 陈东只觉得鼻子一热 一股鲜血 竟是不受控制地流淌了出来 陈东吓了一跳 赶忙用手按住 沈子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吧 陈东直接脚底抹油 仓皇地跑出了院子 哎 你个傻东 潘春梅已经完全做好了心理准备 却没到这傻子 竟然临阵脱逃 他捂着衣服就要追出门去 却远远看到 陈东骑着电三轮 早就跑得没了人人影 一时间 潘春梅只觉得心中空落落的 潮红的脸蛋上满是幽怨 这年头 真是连傻子都知道 偷奸耍滑了 吃了我的东西竟然不干活 被我抓到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陈东骑着三轮车 一直跑出了老远 见潘春梅没追上来 这才长松了口气 直到此刻 他脑海中还满是潘春梅 那充满诱惑的背影 至于之前他吃傻时 与潘春梅独处时的那些景象 更是想都不敢再想 再想下去 陈东真有可能会把持不住 掉头重新回去找潘春梅了 不过仔细想来 陈东对于潘春梅 还是很同情的 这些年来 都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的确也挺可怜的 脑子想着 这些有的没的 陈东不知不觉间 已经到了家门口 刚要进门 却跟跑出来的夏清浅 撞了个满怀 抬头一看 夏清浅竟然眼中带泪 很是伤心的样子 陈东赶忙关切道 清浅姐 你这是怎么了 谁让你不高兴了 一看到陈东 夏清浅就像是看到了 救命稻草一样 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 傻东 我家出事了 出事 出什么事了 夏清浅啜气地说道 刚才桂花婶子打电话 说我妈还有城里 一起打工的几个工友 被人给打了 现在已经被送进县医院了 陈东心中一紧 夏清浅的老爸夏梁 才是个毒鬼 他一家都靠着他母亲 一个人在城里打工赚钱 才能勉强糊口 清浅姐 你先别急 既然婶子 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那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碍 这样吧 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夏清浅点了点头 抹了把眼泪 便坐上了车 陈东的三轮车 为了拉鱼 是经过特殊改造的 后面的斗子 整个都是水箱 是没法做人的 夏清浅也只能跟陈东并排 坐在了前面的座椅上 一路上道路颠簸 夏清浅只能紧紧地抱着陈东 他那身前的饱满 不可避免地贴在陈东的胳膊上 随着道路的颠簸 不停晃动 如此感觉 着实让人有些浮想连偏 不过 夏沈现在还在医院 情况危急 陈东哪里还有心情去想这些 只顾着把速度拧到底 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城里赶去 四十分钟后 陈东跟夏清浅 终于来到了医院 见到了夏沈 夏沈躺在病床上 头上绑着绷带 鲜血都溢了出来 所幸伤势并不是很严重 只是皮外伤 妈 这到底咋回事 好端端的他们凭什么打人 一看到母亲这副样子 夏清浅的眼泪 巴达巴达便流了下来 病房里还占了几个 农民工打扮的人 都是夏沈一个工地干活的 听到夏清浅问话 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 还不是那个谭心旺 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开发商 我们给他干了大半年的活 他一直拖着不给工钱 你妈跟我们去要钱 结果连同好几个工友 都被谭心旺找人给打了 竟然还有这种事 夏清浅气得不轻 陈东也是眉头皱起 这种事就没人管管吗 怎么没报警 一个男人叹了口气 很是无奈 你不知道 那个谭心旺背景大得很 上面有的是人给他撑腰 就算是报了警 也没人管的 陈东脸色一寒 难道这个姓谭的 还能指手遮天了不成 男人苦笑 不说指手遮天也差不多 你不在城里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在这怀城 有钱有权 不胜有谭 这谭心旺一家 在城里头势力大得很 就咱这些小老百姓 根本就得罪不起啊 其他几个民工 也都是摇头叹息 深以为然 陈东气愤不已 看来这个姓谭的 确实不是省油的灯 不过 就算他再怎么猖狂 也不该吞了夏沈他们的血汗钱 今天天色已晚 夏清浅又担心夏沈的伤势 陈东晚上便陪着夏清浅 在病房里给夏沈守夜 原本遇到这种事情 夏清浅一个小女生 完全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不过因为 有陈东在一旁陪着 夏清浅的情绪才算稳定 没多久就靠在陈东的肩膀上 睡着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夏清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才发现自己 还靠在陈东的肩膀上 甚至还把陈东当成布娃娃 给抱了一晚上 清浅姐 你醒了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沙东 你该不一晚上都没睡吧 哦 我看清浅姐睡得香 就没喊你 夏清浅一阵心疼 这家伙怕耽误自己休息 竟然一晚上没睡 真是个傻子 这时 一个护士在门口喊了句 十四床 你们的住院费 已经欠五千多了 赶紧把钱交一下 夏清浅顿时面露难色 他现在到哪弄这么多钱啊 陈东看出了夏清浅的为难 宽慰道 清浅姐你先别急 信弹的打伤了人 医药费应该让他们出才对 夏清浅叹了口气 话是这么说 可是 陈东淡淡一笑 清浅姐放心 我才用不了多久 信弹的便会主动过来 把钱交上的 清浅苦笑 那个信弹的 就是一个恶把 让他主动交钱 除非太阳打西便出来吧 陈东也没多说什么 跟夏清浅安排了两句 便直接下了楼 刚到楼下 陈东就接到了孟怀康的电话 说是郑国涛的病 昨天晚上突然严重 想找他过去治病 陈东随便敷衍了两句 便直接挂了电话 他昨天就跟这个郑国涛说过情况 结果却被对方荡成了骗子 陈东也懒得管对方的闲事了 而且 陈东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谈心旺打了人 陈东今天就要 找他有个交代 出了医院 陈东骑着自己的电三轮 直奔锦绣华亭工地而去 半个小时后 陈东来到锦绣华亭 此刻 工地已经暂时停工 工地大门紧锁 陈东用力拍打铁门 没多久 一个保安队长 带着几个手下 便走了出来 这保安队长 一副吊锒铛的样子 手臂上还纹着大青龙 一看就知道 是从道上找来看场子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保安队长绰号大威 是淮城黑水帮的一个小头目 最近那些工人要杖要得凶 谭兴旺就把大威他们 找了过来平视 拍拍拍 拍你麻痹呀拍 大威嘴里叼着烟 冲着陈东张口就骂 奶来的土包子 没事赶紧滚 陈东还怕这些人躲着不见 既然有人揭察 那就好办了 谭兴旺呢 让他出来见我 陈东吐了口烟圈 随口道 大威痴笑出声 草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让旺哥见 我知道了 你又是跟昨天那几个香巴佬一样 来要钱的是吧 告诉你 有老子在 你们这些傻逼一分钱 都别想拿到 赶紧滚 再也不滚老子 打断你的狗腿 说吧 大威骂骂咧咧地转身 就要离开 还没走出两步 一根烟头精准地 打在大威的后脑勺上 昨天就是你们这几个混蛋 打伤了下沈他们是吧 连女人都打 你们还是不是人啊 现在让谭兴旺滚出来见我 我心血还能放你们一马 大威怒急返校 妈的 想见旺哥是吧 行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再把你的遗照交给旺哥 身后七八个壮汉挥舞着拳头 便朝着陈东冲去 可这几个人刚到跟前 陈东一脚踹出 便将最前面的一个壮汉 踹飞了十几米远 紧接着 陈东身形如龙 拳脚朝着剩余几人碾压而去 只两个呼吸间 七八个壮汉便被陈东放倒在地 爬都爬不起来 大威吓得嘴里的烟都掉在了地上 转身就要跑 陈东哪会给他机会 一步踏出 便将大威踹倒在地 大威摔了得狗啃尼 满嘴是险 怎么样 我现在配见谭新旺了吗 大威哪还敢废话 立刻便给谭新旺打了电话 陈东把大威当成的垫子 坐在了屁股底下 抽着烟等谭新旺上门 没多久 便见一辆奔驰车缓缓驶来 后面还跟着几辆面包车 哗啦啦 面包车车门打开 二三十个壮汉拎着棍子跳下车来 奔驰车里也下来了一个 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 大威喜出望外 旺哥 谭新旺一脸不耐地看了眼大威 忍不住骂道 这么多人连个农民宫都摁不住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还不如养几条狗算了 大威一脸无辜 不是啊旺哥 这小子打架厉害得很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给我闭嘴 还嫌不够丢人吗 就你还他妈黑水帮的金牌打手 我大哥也是瞎了眼 才把你塞到老子这里来 谭家有三兄弟 谭新旺是老二 老大谭新虎是怀城黑水帮的老大 这大威就是从黑水帮那边抽掉过来的 老三谭新兵 则是承熙治安所的一把 这三兄弟 一个从商 一个从事 还有一个混社会 可谓是强强联手 在怀城基本上没人敢惹 可今天 陈东就惹定了 你就是谭新旺啊 下婶他们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辛辛苦苦给你干活赚点血汗钱容易吗 你不仅不给工钱 还让人打他们 你这干的 也太不是人事了吧 谭新旺被陈东的话逗笑了 草 你他妈谁啊 是在叫老子做事吗 陈东微微一笑 谦虚道 你要是真不懂该怎么做事的话 我倒是真可以好好教教你 现在就让人 把下婶他们的工钱结了 再赔给他们一些医药费 今天这件事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要不然 咱们就要好好说道说道了 扑哈哈哈哈 谭新旺像是听到了天大笑话一般 捂着肚子大笑起来 就连他身后的那些打手 也都哄笑不已 看着陈东的目光 都像是在看着一个傻逼一样 好半天 谭新旺才好不容易止住笑 看着陈东不屑道 草 你怕不是个傻子吧 什么话都敢乱接啊 陈东笑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傻子 他们都是这么叫我的 谭新旺一阵无语 彻底失去耐性 少在这根老子装魂 告诉你 趁早给老子滚蛋 不然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陈东轻哼一声 工钱还没有回来 我是不会走的 谭新旺不由骂了一声 被几十个人围着 还想着要钱 这货怕不真是个傻子吧 这时 警笛声大作 两辆治安车远远驶来 谭新旺得意一笑 看来 这次你就算想走也走不了 你不是想要工钱吗 等你从里面出来了 要是还赶来 老子就给你 谭新旺这话意味深长 陈东听出了点什么 车门打开 一个大高个 带着几个工作人员 静止来到跟前 哥 大高个冲谭新旺喊了声 陈东眉头一挑 他现在算是明白这谭新旺 为何会如此嚣张了 原来是有个好兄弟荡考山 谭新兵看向陈东 一脸不耐地道 就是你惹事啊 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陈东苦笑 这兄弟俩包庇起来 还真是人都不卑啊 乡下人怎么了 乡下人也不是天生 就该被人欺负的 这工弟拖欠工资还打人 到底是谁惹事啊 工弟打人我没看见 我就看见你 在这故意伤人了 谭新兵摆出一副 义正词严的样子 好了 别废话了 先跟我们回去再说 谭新兵二话不说 直接给陈东靠上了 一旁的谭新旺 满脸得意 小子 你不是要教我做人吗 你还是自己先进去学学 该怎么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吗 哈哈哈哈 陈东也不生气 看向谭新兵道 别怪我没警告你 让我进去容易 想请我出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谭新兵吃笑 你就算想出来 也没那么容易 说吧 谭新兵压着陈东 便上了车 看着车子离开的背影 谭新旺摇头苦笑 还真是个傻逼 二十分钟后 陈东便被带进了治安所 铁头 给你送了个新人 记得替我好好管教管教 丢下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谭新兵便把陈东推进了进去 此时 狭窄的拘留房里 严严实实地蹲了十几个人 为首的是光头壮汉 正是谭新兵口中的铁头 铁头平日里 没少受谭新兵照应 这次是在外面犯了事 才进来躲两天清静 此刻听到谭新兵的安排 自然就明白了一切 小子 行啊 连兵哥都敢得罪 那可就怪不得哥几个了 铁头带着那十几个人 不怀好意地围了上来 陈东一脸轻松 我劝你们 最好别找我麻烦 要不然我保证你们会后悔 众人轰然大笑 铁头也是 乐得合不拢嘴 拍着陈东的脑袋调笑道 小子 都进来了你 还跟老子装什么装啊 信不信老子 咔嚓 铁头一句话还没说完 手就被陈东一把擒住 瞬间掰得骨折变形 啊 我的手 铁头疼得满地打滚 陈东嘲弄道 你头确实够铁的呀 得罪谁不好 非要得罪我 你说 你是不是活该 铁头暴怒 都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上 铁头一声令下 那十几个壮汉 一无风地朝陈东冲了上去 紧接着 拘留房里传出一阵阵惨叫之声 半分钟之后 整个拘留房的地上 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 就剩陈东一个人还站着 铁头整个人都傻了 这位爷 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过江龙啊 另外一边 谭心斌哼着小曲 便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至于那个陈东 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可还没等他坐下 坐机却是忽然响了起来 是局里那边打来的 看号码 竟然还是局里一把的办公室 谭心斌不敢怠慢 赶忙按下了接听键 谭心斌 我看你这个负责人 真是当到头了 谁都敢抓 这一声怒吼 吓得谭心斌 电话差点掉在了地上 谭心斌听出 这是一把办公室主任的声音 绝对非同小可 李主任 您这话我有点听不明白啊 我抓谁了 谭心斌怯生怯气地说道 哼 你刚才抓了什么不该抓的人 自己还不清楚吗 我谭心斌脑子里灵光一闪 忽然想到了什么 自己刚刚抓的 不就只有那个农民工了吗 难道是他 李主任的声音再次传来 谭心斌 别怪我没提醒你 那个人是郑局的贵客 半个小时内 郑局就要见到他 要是半个小时内 他还没出现在郑局家里 你这个负责人 也就不用干了 李主任说吧 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谭心斌一脸猛逼 郑国焘的贵宾 区区一个小农民工 真有这么大的来头吗 下一刻 谭心斌猛然惊觉 不好 自己可是让铁头 好好教训那个小子的 他要真是郑国焘的贵宾 那可就麻烦大了 谭心斌顾不得多想 扔下地方赶忙朝拘留室跑去 可等他赶到拘留室看到 却是意料之外的场景 屋子里十几个壮汉 躺在地上惨叫连连 而那个小农民工此刻 却坐在铁头的身上 悠哉悠哉地抽着烟 这一幕 把谭心斌都给看待了 这小农民工 竟然这么能打 谭心斌深吸了一口气 打开牢门故作平静 陈东是吧 你的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次就是个误会 你可以走了 陈东呵呵一笑 走 我为什么要走啊 这里管吃管住 还有这么多兄弟陪我玩 我超喜欢这里的 我以后就在这里住下了 哪都不去 屁股下的铁头 他们顿时叫苦不迭 这位爷才进来十分钟 就把他们搞成了这样 要是只能让他在这里 长住下去 那他们还不得被折腾死啊 谭心斌勃然大怒 孝子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信不信我真让你把牢底做穿 陈东洒然一笑 是吗 我不信 你谭心斌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你抓我进来的时候 我就说过吧 让我进来容易 可再想让我出去 就没那么简单了 陈东吐了口烟圈 很是轻松 孟怀康之前就急着找他 给郑国涛看病 看谭心斌这副样子 陈东就知道 肯定郑国涛找到这里来了 现在骑虎难下的是谭心斌 陈东自然不及 要不是因为忌惮郑国涛 他恨不得亲自动手 狠狠地教训教训这个小农民工 让这家伙知道 跟他谭心斌作对 是个什么下场 可眼下 谭心斌只能忍 要不然他保不住的 可就不仅仅是所长的位置 甚至连身上这身体都可能被扒了 把满腔的怒火 生生吞了回去 谭心斌脸上取而代之的是 善笑的表情 陈东 不 东哥 刚才都是我的错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哈哈 为了把这尊大神请出去 谭心斌也是拼了 地上的铁头等人都看傻了 这可是谭心斌啊 承熙治安的一把 谭家三兄弟之一 如今却对一个小农民工 卑躬屈膝 竟然还口口声声 喊对方东哥 这这也太夸张了吧 要不是亲眼所见 铁头简直不敢相信 见谭心斌服软 陈东满意一笑 这才对吗 求人就该有个求人的样子 就你那点本事 吓唬吓唬别人可以 在我这里 可不好使 谭心斌忍着怒意 笑着点头 你说的是 那现在 你可以跟我出去吗 我们证据那里可还等着呢 陈东翘起二郎腿 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其实 想让我出去也简单 把拖欠下审他们的工钱 全都结了 另外 还要承担他们的医药费 以及每个人 一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 怎么样 能办到吧 谭心斌赶忙答应 好 我明天 就让兴旺地产 把钱给他们结庆 不是明天 是现在 陈东纠正 我就在这里等着 兴旺地产什么时候 把钱送来 我就什么时候出去 还有 让那个谭心旺 也就是你那个好兄弟 亲自来送 谭心斌眼中 顿时寒忙闪过 冷声道 小子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陈东面色陡然一冷 你跟你们兄弟狼狈为奸 欺负下审他们的时候 就没想过 你们有多过分吗 一股磅礴的威压 陡然而出 竟是吓得谭心斌 都打了个寒战 谭心斌忽然意识到 眼前这个小小的农民工 为什么能让郑国涛 都奉为贵宾 这个人只怕 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谭心斌不敢节外生枝 只好点头 好 我现在就让我哥送钱来 十几分钟后 谭心旺果然带着银行卡 来到拘留室 一路上 谭心斌已经把情况 跟谭心旺说过了 就连谭心旺也不敢怠慢 毕竟 他就算再强横 也不敢触振国涛的眉头 所有的钱都在卡里了 你说好 谭心旺将银行卡双手奉上 此时的他 早已没了之前的嚣张跋扈 老实得很 陈东接过银行卡淡淡一笑 怎么样谭心旺 这次知道该怎么做人了吗 陈东之前就说过 要教谭心旺怎么做人 现在 让谭心旺亲自送钱过来 也算是履行诺言了 陈东拿银行卡 拍打着谭心旺的脸 接着道 没关系 这次要是没学会 我下次继续教你 啪啪啪 谭心旺的脸 被打得清脆作响 气得谭心旺咬牙切齿 却连个屁都不敢放 陈东懒得再废话 揣上银行卡 便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铁头他们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惊的眼珠子 都快掉下来了 逼得谭心旺喊大哥 还打了谭心旺的脸 甚至连郑国焘 想见他都要等着 蹲个耗子 都能蹲到这个份上 这位爷才是真的爷啊 妈的 这小子也太狂了 竟然敢欺负到 咱兄弟的头上 老子非弄死他不可 陈东一走 谭心旺就气得直跺脚 谭心旺赶忙劝说道 二哥 虽然是从长计议的好 谭心旺这才强压住怒火 郑国焘的座上宾 他确实也不敢随便碰 好吧 先让人摸摸他的底子再说 要只是虚张声势的话 一定要让他好看 陈东这边刚走出治安所 便看到孟怀康已经在那里等候 陈老爹 你可算出来 郑局那边都快急死了 孟怀康满脸焦急 陈东随口问道 郑局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你的话应验了 昨天大半夜 郑局的头疼突然严重 头疼欲裂 我给他开了好几次指藤药 都无济于事 现在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求助于陈老弟了 陈东叹了口气 行吧 郑局现在人在哪 带我过去 孟怀康开车 没二十分钟 就把陈东带到了郑国焘的家中 这是一个独栋别墅 看上去有些年头 并不像是新签的 看来郑国焘之前的确没撒谎 他最近确实没瞧签过新居 而且 陈东也专门看了眼 这栋别墅的风水还是可以的 至少没有到了可以施主的程度 那郑国焘的风水病到底因何而起 刚一进门 就听到卧室里传来一声声痛苦的哀嚎 疼 疼死我了呀 谁来救救我呀 妈呀 病床上的郑国焘 疼得满地打滚 哭爹喊娘 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能想到 平日里威风八面的警局一把 一天时间 净狼狈成了这番模样 事实上 这也怪不得郑国焘 他现在的感觉 就像是有人在拿电钻 对着他的脑袋开炉一样 这种痛苦 的确不是普通人能够忍受的 陈先生 你终于来了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呀 陈老爹 郑国焘看到陈东 就像是看到唯一的救命稻草一样 抓着腿不肯撒手 陈东叹了口气 郑菊 我昨天就说了 你家这风水有问题 你还说我是骗子 怎么样 这回信了吧 信了信了 我全都信了 郑国焘现在头疼欲裂 哪有心情跟陈东理论 一个劲的连连点头 陈先生 昨天都是我不好 我跟你道歉了 孟怀康有些于心不忍了 陈老爹 郑菊他已经知道后悔了 要不你还是先想办法治治他的病吧 陈东点头 这个好办 郑菊的病本身就是 受了风水的影响才会如此 只要能找出这风水局中的煞气之源 郑菊的病情便会有所缓解 煞气之源 孟怀康愣了下 可究竟哪里才是煞气之源呢 陈东没有多说 而是闭上双目 仔细地感受起来 以陈东如今的修为 对于气息的感应已经超乎常人 想要查出这别墅里的煞气之源 并不是难事 事实上 这还是陈东的修为太浅 要是陈东画龙爵的修为 能再进一步修炼出黄金龙铜的话 那根本连感应都不需要 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根源 随着陈东闭目感应 整个别墅的气息净收脑海 几分钟后 陈东猛地睁开双眼 静止来到了客厅里摆放的一块景观石跟前 这景观石通体碧绿 看上去橙色十分不错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块好料 肯定值不少钱 连孟怀康也觉得 陈东是不是搞错了 陈老弟 我看这石头橙色不错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陈东笑了笑 有没有问题 可不能光看外面 说着 陈东一掌打出 面前的玉石竟是直接被拍得粉碎 死 孟怀康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连郑国焘也是一阵心惊 一掌拍碎石头 这个陈东的力气 未免也太惊人了 这里面怎么是黑色的 孟怀康惊呼出声 果然 这玉石碎裂之后 能够清楚地看到 里面竟是乌黑的颜色 而且还有着某种粘稠的液体 像是熬好的沥青一样 还散发着难闻的恶臭 这什么东西 陈东却是面色凝重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石油 什么 孟怀康 郑国焘 都是吓了一跳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这石油便是从尸体里提炼出的油脂 阴邪至极 却没想到 竟然会出现在这样一块 外表华丽的玉石之中 陈东分析到 玉石本是镇宅幸运的好东西 玉石所在 便是宅中风水中心 如今却被人以这石油霸占 便是彻底坏了风水根基 整个风水都被石油的煞气氢染 郑菊的身体会受到影响 也是情理之中了 也幸亏发现得及时 要不然长此以往 只怕郑菊必然活不过一个月 郑国焘 孟怀康听了 都是一阵胆寒 这种事情 他们都是第一次遇到 陈东又想到什么 问道 郑菊 这块石头的主人怕是 想置你于死地啊 不知是何人所送 郑国焘震了下 却是摇头 这个我也不知道 半个月前是我的生辰 不少亲朋前来祝寿 事后我才发现 这块玉石夹在礼物中间 我看着橙色不错 这才摆在了客厅里 没想到竟然 陈东叹了口气 看来必然是郑国焘 得罪了什么仇家 所以才会遭此一劫 不过陈东也只管治病救人 至于调查幕后歹徒 那就不是他该管的了 这时 孟怀康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郑菊 你头不疼了吗 郑国焘也猛然惊觉 是啊 自从刚才玉石碎裂 他的头疼确实缓解了不少 至少已经在忍受范围 陈先生真乃神人啊 郑国焘多谢陈先生大恩啊 之前郑国焘只觉得 什么风水之类的 都是骗人的 今天才知道 是自己的见识太过浅薄了 时由时已破 郑国焘的病情已无大碍 陈东给他开了几副滋养的中药 便直接直接回了医院 刚到病房 夏清浅便激动地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沙东 真让你说对了 那个谭心旺 真把我妈的医药费给交上了 陈东哑然失笑 什么谭心旺 明明是自己刚才在楼下交的钱 不光是医药费 你看 夏沈他们的工钱也有着落了 陈东将银行卡递了过去 夏清浅接过银行卡 激动地两眼放光 随即却又意识到了不对 沙东 这些钱 该不会是你 去找谭心旺要来的吧 陈东哈哈一笑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刚才我在走廊里 碰到谭心旺的人了 他们说 为昨天的事情道歉 还让我把这张银行卡 烧给夏沈的 夏清浅苦笑 原来如此 他竟然觉得 傻东有能力 从谭心旺那里要来钱 真是一响天开了 夏沈拿到银行卡后 第一时间 便把钱分发给了那些工友们 众人拿到钱之后 别提有多激动 说实话 经过了昨天被打的事情后 他们对于要回工前 基本上已经不抱希望了 现在只觉得跟做梦一样 住了两天医院 夏沈的病情 已经没什么大碍 下午就出了院 跟那些工友们 直接赶往了新的工地 跟夏良才那个毒鬼相比 夏沈实在是能干得多 陈东骑上电三轮 便带着夏清浅回村 路上 夏清浅紧紧地 挽住陈东的手臂 伴随着道路的颠簸 陈东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夏清浅的波涛荡漾 说实话 夏清浅的并不是很大 至少跟潘春梅是没法比的 可即便如此 夏清浅的长相 毕竟摆在那里 如此青春的小女生 这般亲密地接触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都不可能没有想法 就连陈东此刻 也是不由地浮想连翩起来 只觉得身上有些燥热 脸颊也变得通红 夏清浅察觉到了不对 沙东 你脸咋那么红 该不会是吹感冒了吧 陈东连忙摇头 我我没事 怎么没事 红成这样 肯定是发烧了 来跟解碰碰头 夏清浅不由分说 抱着陈东的头 就碰在自己额头上 零距离接触 一股清新的百合香味 传入陈东的鼻息 这种近距离接触的感觉 让陈东的心神 都是一阵荡漾 尤其是从陈东的角度 刚好能够清楚地看到 夏清浅领口中的紧致 这让陈东不由想起 那天夏清浅醉酒之后 与自己发生的那些事情 一时间 陈东呼吸都变得急促 就在这时 前方路面一个大坑 光荡 三轮车一阵剧烈颠簸 竟是将夏清浅 都给甩了出去 啊 夏清浅吓得惊呼一声 好在陈东反应够快 一把拦住夏清浅的腰身 将他声声拽了回来 夏清浅一个亮枪 一屁股直接坐在了陈东的腿上 陈东心中暗到了一声不吼 夏清浅也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一张俏脸顿时羞得通红 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一直以来 夏清浅也只把陈东 当成了一个不惊人士的傻弟弟看待 所以 平日里也并没有在意太多 此刻他才意识到 陈东虽然吃傻 可他毕竟还是个男人 傻东 姐没事了 你你放解下来吧 夏清浅低着头 声音小的几乎听不清 陈东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让夏清浅坐回到了旁边 经过了这一闹 这一路上夏清浅安静了不少 不过为了不掉下车 还是只能紧紧地抱住陈东 四十分钟后 终于到了村口 那个 堂里的鱼该喂了 我去看看 说吧 夏清浅红着脸 陶也是地跑下了车 看着夏清浅落荒而逃的背影 陈东尴尬地挠了挠头 随后 陈东骑着车便进了村 刚到家门口 陈东就听到 里面传来一阵吵闹 进门一看 便看到几个半大小伙 正在院子里闹事 为首的一个 打扮阳气的青年 陈东认识 正是二叔陈明里家的儿子 陈强 这个陈强 据说在城里做生意 赚了点小钱 平时回村子里 都是一副鼻孔朝天的架势 15和6的 尤其是在陈东 他们一家面前 陈强更是眼高于顶的 根本就不拿陈东 他们放在眼里 你们几个赶紧把屋子里的东西 都给我扔出去 从现在开始 这里就是我家了 陈强一声令下 那几个半大小伙 直接就冲进了屋子里 许凤琴拄着拐杖走了出来 陈强 你这是要干什么 这是你大伯留给我们的房子 什么时候成你的了 你们都快给我停下 许凤琴气愤地大喊 却根本没人理会 陈强一脸嘲弄 冷哼道 老娘妈 我之前看在我大伯的面子上 才喊你一声伯母 现在大伯都死了 你还非赖着我们陈家的家产 你也太不识抬举了 许凤琴愤怒不已 陈强 我们一家 对你可不博 你小的时候 发高烧电量不在家 是我抱着你 跑了十几里路去隔壁村子 找了你大伯 才保下了你的命 你现在就是这样回报的吗 陈强一脸不屑 草 都什么沉芝麻烂骨子的事了 谁他们还记得 再说了 就算要谢 我也应该谢我大伯才对 你就跑跑腿而已 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许凤琴气结 你什么你 告诉你 这宅子老子 可是要留着结婚用的 你这一身病的 还是赶紧搬出去好 可别再死在屋子里 让老子的心房染了晦气 许凤琴气得要吐血 他没想到 这陈强竟如此狼心狗肺 陈强却没再废话 喊了两个人 抬着许凤琴便要 把他扔出院子 刚好陈东赶到 一把推开的那俩人 将许凤琴扶吻 哟 傻子回来了 咋样 今天又去哪个粪坑里 玩泥巴了 哈哈 陈强嘲笑 陈东面色沉冷 冷笑道 看来你爸妈回去后 没跟你说啊 既然还赶来我家捣乱 就不怕我爸在天之灵惩罚你吗 陈强嗤之以鼻 事实上 陈明里上次回去后 就把陈明汉显灵的是说了 可陈强压根就不信 什么大伯显灵 完全就是些骗小孩子的把戏 也就你这种傻子 才信这种鬼话 死都死了 还显灵个屁啊 你要是真有本事 让我大伯从棺材里爬出来 让我渐渐啊 哈哈 陈强一脸不屑 只当陈东式的大傻子 陈东淡然一笑 陈强 人在坐天在看 我劝你还是不要那么嚣张 要不然 陈东话说了一半 却是忽然停了下来 目光像是被什么吸引了一样 陈强被看得不自在 骂道 傻逼 你看什么呢 怎么不说话了 陈东抬起手指着陈强 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我爸 咋咋在你背上趴着呢 你你说傻 陈强头皮一阵发毛 陈东激动地要跳起来 我爸呀 他现在就在你身后趴着呢 他一定是看到你欺负我妈 要来教训你了 怎么 你们都没看到吗 那几个半大小伙 吓得面色惨白 纷纷摇头 陈强硬着头皮善笑道 你你他妈骗傻子呢 你觉得 老子会信你这些鬼话吗 陈东此刻 却像是受到了更大的惊吓一般 捂住了自己的眼 不好 我爸生气了 他说 让你给我妈跪下道歉呢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你再不走 我爸真饶不了你 陈强看着陈东 宛如看着一个智障 草 你少他妈吓唬人 告诉你 老子不吃这一套 这房子 老子今天要定了 你爸要真有本事 就让我跪个试试 陈强话刚说完 脸色却是陡然一变 他只感觉 肩膀上忽然多出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就仿佛是有座大山 突然压在了他的背上一样 还没等陈强反应过来 扑通 陈强双腿易软 竟是重重地跪在了许凤琴的面前 卧槽 那几个半大小伙 吓得眼珠子 都快掉在了地上 陈强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老子还不信了 陈强强撑着 就要重新站起来 陈董好心劝说道 陈强 我劝你还是别乱动 你这样会激怒我爸的 放他娘的屁 给老子闭嘴 老子刚才那时不小心 陈强说着 就要起身 然而 还没等他站直身子 那股压力再次袭来 扑通 陈强再次跪在了地上 力道比刚才还大 膝盖几乎都要碎脸 鬼 鬼啊 那几个半大小伙 再也扛不住 吓得撒鸭子就跑 陈强也是吓得头皮发麻 浑身不由地颤抖起来 他没想到 陈明翰显灵的事情 竟然是真的 大伯 我知道错了 我刚才那是跟大伯母闹着玩的 您可千万别当真啊 陈强拼命地磕起头来 看着陈强这副怂样 陈东不禁一笑 哪有什么显灵 刚才他只不过 是对陈强是以真气威压 才逼得他下跪 陈强他们也是做贼心虚 才会相信 我爸说了 以后再敢找我妈麻烦 他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听清楚了吗 陈强连连点头 听听清楚了 行了 滚吧 陈强如萌大射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东子 你刚才真看到你罢了 许凤琴情绪很是激动 陈东笑着点头 是啊 我爸刚才还说 让你好好养病 以后好好过日子呢 此话一出 许凤琴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气不成声 看到许凤琴这副样子 陈东的鼻子也是不由一酸 他后悔 自己为什么没能早点清醒 要是能早点清醒 兴许养父就不会死 陈东暗自发誓 一定要替陈明翰 好好照顾好母亲跟妹妹 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给许凤琴熬好了今天的药后 陈东便去鱼塘那边 把夏清浅替换了回来 前两天 陈东就已经重新进了 几百条鱼苗进来 分替养制在了鱼塘里 看着塘里的那些鱼 陈东陷入沉思 他昨天已经答应 姚宇璐要提升黄金飘香鱼的产量 可他现在的修为有限 每天能炼制出的鱼石要高 就那么点 提升产量谈何容易 片刻之后 陈东忽然眼前一亮 鱼石要高就那么点 能产出的黄金鱼数量确实有限 可要是想多赚钱的话 也不一定非要用黄金鱼啊 随着这个想法冒出来 一个完美的计划 在陈东的脑子里很快形成 第二天早上 陈东骑着电三轮来到紫棋东来 陈东 昨天为什么没有供货 你知不知道 客人都快把我房顶给掀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刚到地方 姚雨露便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 陈东昨天一直在城里处理下省工钱的事 自然是没时间给姚雨露供货 陈东赶忙道歉 昨天我是有要紧事才耽搁了 不过你放心 我今天不禁把昨天的货不及你 而且以后 我每天都能给你供更多的货 姚雨露眼前一亮 真的 陈东打开水箱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雨露凑到跟前看了一眼 随即面露狐疑 只见这小小的水箱里 满满当当地有着几十条鱼 散发着扑鼻的分香 除了十几条黄金鱼之外 其他鱼的外形显然不太一样 这些鱼的鳞片并不是金黄色 而是通体银白 我把每天黄金飘香鱼的数量减少了两条 不过每天却能增加十条白银飘香鱼 这就是陈东想到的办法 把那些鱼食要高分出来两条的数量 刚好能养出十条白银飘香鱼 姚雨露有些没底 那这些白银飘香鱼的口味 跟黄金的能比吗 陈东如实道 口味肯定是要差一点 不过也差不到哪里去 最主要的是 你可以借助白银飘香鱼 打开中层消费群体的市场 你想 你那黄金飘香鱼 1888一条也太贵了 普通人也就只能凑个热闹而已 可你要是把白银飘香鱼的价格砍掉一半 销售额却能增加将近一倍 还能让普通消费者有机会参与 这样对你店里的生意 绝对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陈东的一番说辞 让姚雨露不由有些兴奋 他是个生意人 自然比陈东一个小农民会算账 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旦白银飘香鱼上市 必然能带动中层消费群体进入饭店 这绝对会对饭店的生意 产生辐射性的影响 销售额必定比丹麦黄金鱼提升许多 看不出来 这傻子还挺会做生意 尽管心中高兴 可姚雨露表面却不愿表现出来 他故作不懈地埋怨道 什么白银飘香鱼 你这不就是把每次的质量下调了而已吗 完全是偷工减料 陈东调笑道 你就说你满不满意吧 姚雨露俏脸一红 知道陈东这又内涵自己 满意个屁 你什么时候能保质有保量 才算让我满意 陈东砸吧砸吧嘴 要的次数多 还要求持久 你这需求也太旺盛了点啊 把姚雨露这边安排停荡之后 陈东骑着三轮车便来到了城里最大的德润广场 他最近赚了钱 口袋里还揣着孟怀康给的二百万 底气十足 想着给老妈还有妹妹添几件新衣裳 到了地方 陈东一眼就看上了一家装修还算高档的女装门店 陈东把三轮车停在门口 便静止走了进去 一进门 陈东就被眼前的景象惊艳到了 明亮的灯光 高档的装修 漂亮的衣柜上 挂满了各种琳琅满目的女装 不管是布料还是做工 都给人一种很高档的感觉 只是这店里的几个店员 却都是高冷得很 看到陈东进门 竟没有一个人上来迎接 陈东来就是买衣服的 也不在意这些 他来到了少女系列的衣柜前 一眼就相中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这款式 妹妹穿上肯定漂亮 可正当陈东准备看看这衣服的布料时 身后一个染着黄毛的女店员 却是忽然开口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都是高档女装 不买的话 请不要乱碰 声音里满是高冷 傲慢两个字 都快写在脸上了 陈东不禁苦笑 你衣服就算再高档 我也要先看看吧 不看怎么知道好不好呢 黄毛女店员翻了个白眼 不耐烦地道 你这人还真有意思 既然你不识台卷 那我就直说了 我们店里的衣服都贵得很 你买不起 我劝你 还是去那边的步行街买吧 那里多的是地摊货 比较符合你 跟你家里人的气质 扑哈哈哈哈黄毛店员的话 引得其他几个店员轰然大笑 黄毛女店员也是满脸得意 为自己的机制发言 沾沾自喜 这时 一个穿着超短裙浓妄艳抹的女人 也是吃笑出生 嘲讽道 这年头 还真是什么人都有 骑着个破三轮 都敢逛奢侈品店 真当一是那些烂街货 什么人都买得起啊 拽了句阳文 都让这超短裙女人 自视甚高 他身旁带着大金表的男朋友 也是笑容轻蔑 脸上说不出的优越感 听到这黄毛女店员 还有超短裙的话 陈东不由得一阵苦笑 这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狗眼看人低的人还这么多 陈东也懒得跟他们废话 他是来消费的 又不是找气兽的 既然这家店看不起人 那他大不了换家店好了 陈东朝那黄毛店员一笑 行吧 那助你们店 尽早裁员广进 随后 他又看向那超短裙女人 也助这位美女 早点找到一个对口专业 日镜斗金 天天都能忙得四脚超天 丢下这番颇有内涵的话 陈东二话不说 便直接离开 只留下那两个女人 细细品味 只是 陈东这边刚走到门口 却刚好遇到一个 留着短发的女店员 搬着沉重的货物往里进 陈东好心 随后便帮了一把 刚要走 那短发女店员却追了上来 多谢先生帮忙 您是来看衣服的吗 请问您看上哪件了 我可以帮忙介绍 这短发店员笑容可具 态度清和 跟其他那几个女店员截然不同 陈东刚要婉拒 却听到黄毛女店员不屑道 刘慧 你什么眼光啊 没见他神妖打扮吗 还是骑三轮车来的 你觉得他这种人 买得起咱们店里的衣服吗 其他几个女店员 也是出言教育 就是 还是没惊讶 不知道接待这种客人 纯粹浪费时间吗 这刘慧意识有些为难 陈东却是来了兴致 行吧 我的确是要买衣服 你带我看看吧 好 刘慧带着陈东 便重新回到了店里 超短群女人翻了个白眼 似乎跟陈东这种人 逛一家店 完全就是对她的侮辱 老公 人家看上这件上衣了 你就买给人家好不好 超短群女人 唯一在大金表的怀里 撒起娇来 大金表看了眼价格 也是有些大跌眼镜 可出门在外 还是面子更重要 更何况是当着一个乡下人的面 好 买了 大金表大手一挥 豪至千金的感觉 超短群女人 激动地一把抱住大金表的头 狠狠地亲了一口 谢谢老公 老公放心 等一下到了酒店 我一定好好伺候你 嘻嘻 大金表一阵躁动 一只大手一把拦住女人的腰身 眼睛还挑衅地 瞥了眼一旁的陈东 脸上的优越感更渗亡 陈东懒得搭理这对狗男女 他指了指超短群女人手里的衣服 这件衣服 怎么 你还想买这件 告诉你吧 这件衣服要三千九百九十九 你买得起吗 不等陈东说完 超短群就不耐烦地比一道 黄毛女店员 也跟着阴阳怪气地附和道 三千九百九十九 已经是我们店里比较便宜的了 就这只怕 也要顶你两个月工资了吧 早就说 步行街那边地摊货 才更符合你这种人的气质 陈东淡淡一笑 不急不慌地说道 哦 你们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这架子上的衣服 除了这件没品味的 其他我全要了 什么超短群女人傻眼 以为自己听错了 黄毛女店员的笑容 也僵硬在了脸上 半天才反应过来 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这么多衣服 要多少钱吗 陈东一脸随意 多少钱 算算不就知道了吗 刘慧有些没反应过来 先生 您您说真的吗 当然 你赶紧算 我还急着走呢 对了 还有那边衣架上的几套中年女装 也给我一并打包了 陈东这架势 跟菜市场买菜一样 刘慧不敢怠慢 赶忙按照尺码 将两个衣架上的衣服 全部打包算账 先生 给您算好了 这些衣服加起来 一共二十三万吧 听到这个数字 黄毛女店员扑吃笑了出来 这回装大了吧 二十多万 把你卖了 怕是都不值这么多钱吧 哈哈哈哈 陈东冷笑一声 我还当是多少 这么多衣服才二十多万 很便宜了 说着 陈东把卡随手 递给了刘慧 黄毛女店员吃笑 还装 我倒是要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超短裙 还有其他几个女店员 也都等着看陈东出丑 两分钟后 刘慧拿着银行卡 双手颤抖地 递到陈东跟前 支付成功了 多谢先生光临 黄毛等一众女店员 全都傻眼了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一身 穷酸的香巴佬 竟然真能拿得出 二十多万买衣服 这也太豪横了 黄毛女店员 赶忙善笑着上前 先生 我们店里 还有很多好看的衣服 您的家人肯定需要 先生 我们这里还有 刚到的限量款 您要不要看看 先生 我的业务能力是最好 请让我来为您服务吧 其他店员 也都是疯了一班 挤到陈东跟前 也难怪 他们会如此激动 二十多万的销售额 光提成就两三万 这种土豪 他们自然不愿错过 只可惜 陈东压根不给他们机会 不好意思 你们介绍的衣服 不符合我的气质 说吧 陈东转身就走 这时 身后却又传来那 不屑 切 不就是个爆发户吗 装什么装 就这种土包子 穿再好的衣服 也还是个农民 陈东本来已经不打算 跟着超短裙计较了 可听到这话 顿时就不乐意了 农民怎么了 就你们这些人 网上数三代 哪个不是农民 随后 陈东又看向一旁的大金表 兄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命根子那里最近 应该时常会感觉 震震扫痒 就算是经常清洗 也无济于事吧 大金表表情惊讶 显然是被陈东说中了 你有没有发现 臊痒的情况 最近已经越来越严重 尤其每次 跟你身旁这个女人同房之后 大金表陡然一惊 你的意思是 陈东叹了口气 兄弟 恭喜你 你中招了 洗涤没毒一身 我劝你 等会儿也别去酒店了 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别耽误了治疗 说吧陈东骑上三轮 潇洒离去 身后的门店里 大金表跟超短裙 早已破口对骂 打得不可开交 半个小时后 陈东骑着电三轮 来到了淮城一高 妹妹陈小蝶 还在上高中 因为离家远平时 都是住校 就算是周末 她也要坚持 在城里打零工挣钱 平日里很少回家 现在正是中午吃饭时间 陈东来到教室门口 便看到空旷的教室里 一个女生 正低头认真地写着作业 陈东一阵欣慰 自己这个妹妹 实在是太懂事了 不仅成绩一直全校第一 平时还在城里 打工赚学费 真是让人心疼 陈东不敢打扰 就站在门口远远看着 一直过了快二十分钟 陈小蝶写完了一整章题目 抬起头来 才终于看到门口的陈东 哥 你怎么来了 陈小蝶满脸喜色 欢呼雀跃地跑了出来 陈小蝶长相清秀 大眼睛 美人间 留着长长的马尾 气质清纯 尽管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她平日里 只能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 却也丝毫不影响 她成为班里 不少男生暗恋的对象 甚至还有好事的男生 把她列为了 怀成一高四大校花之一 只可惜 陈小蝶一心扑在学习上 对于这些根本就不关注 偶尔有男生的表白 也都被她毫不留情地 上报给了老师 哥今天来城里送鱼 刚好顺路 来给你送几身新衣裳 陈东将几个袋子递了过去 来 看看喜不喜欢 陈小蝶打开袋子看了一眼 顿时惊喜万分 哇 这衣服也太好看了 不过这么好看的衣服 肯定要不少钱吧 陈东一脸随意地道 嗨 都是地摊货而已 用不了几个钱的 陈东很清楚 这个妹妹的性格 要是让她知道 这几件衣服要好几万 肯定不会要 真的吗 陈小蝶半信半疑 可也没必要买这么多吧 要不给我留一件就好 其他的还是退了吧 地摊上买的东西 找谁退去 你放心 哥最近卖鱼赚了点钱 这几件衣服 你就放心穿 告诉你 哥现在本事越来越大了 等以后哥赚了大钱 再给你买更好的 陈小蝶笑着点头 哥你对我真好 陈东揉了揉陈小蝶的头 宠溺道 傻丫头 我就你这个妹妹 我不对 你好对谁好 陈小蝶满脸幸福 那我现在能不能 就去试试新衣服 陈东苦笑 这丫头 刚才还说要退掉 这会儿 却又急着试新衣服了 也是 这世上哪个女生 会不喜欢漂亮衣服呢 十分钟后 陈小蝶换上新衣服 从洗手间里走了回来 当陈东抬头 看到陈小蝶的那一刻 整个人瞬间被惊艳到了 此刻的陈小蝶 一身白衣圣雪 裁剪精致的长裙 将她那含苞带放的身姿 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她整个人身上 都散发着青春的朝气 宛如从童话故事里 走出的白雪公主 哥 怎么样 还行吗 陈小蝶拎着裙摆 在陈东面前转了个圈 陈东拍手称赞 这件衣服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我妹穿上这身衣服 完全就是清国清城的大美人啊 陈小蝶翘俏脸一红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陈东认真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早知道你换上新衣服这么漂亮 就不给你买了 为什么 陈小蝶不解 穿这么漂亮 万一被哪个国家的王子看上 拐跑了怎么办 讨厌 陈小蝶笑称 兄妹俩有说有笑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却从身后响起 一只镶下来的土鸡 真以为穿件漂亮衣服 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只可惜 土鸡就是土鸡 就算穿得再漂亮 也改变不了身上的土腥味 永远也别想变成凤凰 原本开开心心的陈小蝶 听到这话 顿时收敛了笑容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怯懦与自卑 陈东脸色一沉 目光冰冷地转头看去 便看到身后几个 穿着大胆的女生 正一脸得意地冲着他们嘲笑 为首的是一个烫着卷发 一身名牌的丰满女生 这女生长相还算有点漂亮 不过也要看跟谁比 在陈小蝶面前 她完全就是雍之俗粉 普通的不值一提 这女生名叫曹倩 也正因为嫉妒陈小蝶的长相 所以她平日里 没少对陈小蝶排挤 陈东双眼一咪 冷声道 是谁允许 你这样跟我妹说话的 妹 曹倩看了眼陈东 顿时吃笑出声 我知道了 你就是陈小蝶 那个傻子哥哥吧 也不知道你们爹妈 是怎么生的 一个傻子哥哥 一个土鸡妹妹 真是笑死人了 曹倩身后那几个女生 也都是跟着哄笑起来 陈东轻哼一声 好笑吗 我看你这种嫉妒我妹的人 才更好笑吧 曹倩冷笑 你有病吧 我嫉妒她 她有什么值得我嫉妒的 陈东一脸得意 很多呀 比如我妹比你懂事 还比你漂亮 对了 我妹成绩还很好 每次都是全年级第一 请问你是第几呀 曹倩差点被噎死 学习好又怎么样 还不是这乡下来的土鸡 陈东淡淡一笑 我妹学习这么好 现在不过是韬光养晦 早晚有一天 会变成真正的凤凰 一飞冲天 不像某些人 乍看上去像凤凰 不过也只是鸡屁股上 插了几个毛而已 那才是真正的土鸡 不好好学习的话 将来还可能会变成野鸡 叫花鸡 下蛋攻击 扑齿 陈小蝶一个没忍住 直接笑出声来 你你们 曹倩气得浑身颤抖 行 咱们走着瞧 曹倩气急败坏地进了教室 陈小蝶笑得合不拢嘴 哥 你什么时候这么能说了 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之前的陈东呆头呆脑的 一脸憨傻 可是现在竟然能把曹倩 这种牙尖嘴利的女生动 对得无言以对 这让陈小蝶很是意外 陈东神秘一笑 实话告诉你吧 你哥的脑子 现在慢慢开始恢复正常了 真的吗 陈小蝶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陈东揉了揉他的头 放心吧 咱们的日子以后肯定会越过越好的 陈小蝶连连点头 眼泪彻底止不住了 可就在这时 借过 还没等陈小蝶反应过来 一杯可乐直接洒了他一身 身上的新衣服瞬间就被染红了 曹倩看着陈小蝶一身的可乐 一脸的幸灾乐祸 真是不好意思 把你的新衣服弄脏了 你放心 到时候把发票给我 多少钱我招单赔给你就是了 哈哈 那几个跟班也都是眼嘴窃笑 你们陈小蝶委屈地直流眼泪 陈东的面色也是冰冷下来 他原本念在这个曹倩 还只是个学生的份上 并没打算跟他一般见识 没想到对方竟然蹬鼻子上脸 哟 怎么还哭了呢 不就是一件衣服 有必要这么心疼吗 哦 我忘了 你们家穷 买件新衣服跟过年一样 是挺不容易的 来来来 我这里有几百块钱 赔你衣服绰绰有余了 多的就当赏你了 哈哈 曹倩拿出几张百元大钞 就要往陈小蝶身上塞 却被陈东拦住 赔钱就免了 有这点钱 你还是拿去给自己看病吧 啪 陈东把钱拍回到了曹倩手上 没人注意到 一股真气已经导入曹倩的掌心 曹倩失笑 该去看病的是你这个傻子吧 我哪有什么变 陈东微微一喜 是吗 话音刚落 噗 一个响亮的屁声在走廊里回荡 同时一股臭气瞬间弥漫开来 那几个女生眼神怪异地看向曹倩 陈东赶忙捂住鼻子 一脸嫌弃地道 卧槽 这么臭的屁 你还说自己没病 曹倩一脸尴尬 你胡说 又不是我放的 可话还没说完 噗 又是一声臭屁 响声震天 就算笼子都能听出 声音是从曹倩身上传来的 几个女生纷纷捂住鼻子 后退了一步 卧槽 这味道妹子 你昨天吃的是屎吗 能放出这么臭的屁 陈东把陈小蝶往后拉了拉 大惊小怪地道 你胡说 我 噗噗噗 又是接连几声巨响 这次连楼下楼上的同学都听到了 纷纷议论起来 我去 刚才什么声音 怎么这么臭 是谁在走廊上随地大小编了吗 那几个女生 也是离得更远了 曹倩 你怎么搞的 吃坏肚子了吗 陈东也是朝曹倩竖起了大拇指 连环屁啊 佩服佩服 我 噗噗噗噗 曹倩刚说了一个字 屁声跟鞭炮一样 想个不停 那几个女生被熏得受不了 一个女生惊讶地指着曹倩的屁股后头 曹倩 你衣服上 走廊里其他同学也都注意到了 曹倩白裤子上的那一片灼黄 你们快看 曹倩是不是拉裤裆了 天哪 还真是啊 我靠 这也太恶心了吧 众人纷纷退避 脸上说不出的嫌弃 曹倩也感受到了什么 羞愧难当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噗噗噗 呜呜 曹倩彻底绝望 哭喊着便跑出了人群 所过之处又是屁声连天 看着曹倩落荒而逃的背影 陈东得意一笑 他刚才用真气点了曹倩肠道的穴道 这并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任何影响 反倒会有助于肠道蠕动消化 唯一的缺点是 接下来的三天里 曹倩可能都要不停放屁了 敢欺负我陈东的妹妹 这就是惩罚 离开淮城一高后 陈东骑着电三轮便返回村子 临走前 陈东还不忘提醒陈小蝶 那个曹倩以后 要是再敢欺负他的话 一定要告诉他 他一定替他报仇 骑着电三轮 陈东一路回到了青山村 今天买的这么多衣服 除了小蝶跟母亲的 陈东还给夏清浅买了几件 这个时候 夏清浅应该还在鱼塘那边忙活 只是 陈东刚来到鱼塘边 便看到那里停着一辆三菱越野车 陈东一眼认出 这正是张魁的车 这时 鱼塘小屋那边 忽然传来夏清浅的尖叫 不好 陈东心中咯噔一声 赶忙朝着小屋跑去 与此同时 鱼塘小屋里 夏清浅被五六个男人 堵在了屋子里 为首的正是张魁 张魁一脸阴狠 都是你个浪货 害得老子 被拘留了这么多天 你他妈不是喜欢报警吗 有本事 再给老子报个试试 夏清浅躲在角落 吓得面色惨白 张魁 你不要乱来 你们再过来 我就喊人了 张魁得意一笑 好啊 你尽管喊 刚好等会儿 把村子里的人都招来了 让他们都看看 你是怎么被割几个给轮的 身后那几个男人 一个个笑容猥琐 今天来的时候 张魁就说过了 要把夏清浅拿出来 跟他们一起分享 此刻 看着面前长相青春 身材恶弄的夏清浅 这几个人只觉得口干舌燥 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夏清浅被张魁的话 吓得花容失色 张魁 你们这样做 可是犯法的 咋的 你还想告我呀 张魁一脸不屑 行啊 等会儿割几个 多给你拍几张照片 再留几个视频 看你还敢不敢告 夏清浅毕竟是个女人 一想到等下可能发生的事 她怕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求求你们 放过我吧 夏清浅越怕 张魁却是越发的兴奋 放心 哥几个平时没少锻炼 那方面的功夫都好得很 有你想受的 等会儿把我们都伺候舒服了 哥几个自然就放过你了 废话少说 你们都先出去 老子要第一个来 张魁一脸猥琐地 朝着夏清浅走了上来 口水都快流了下来 其他几个人 都是一脸坏笑的 到外面排队等候 看着张魁一步步走来 夏清浅心中一片绝望 用力地蜷缩着自己的身体 张魁一个猛虎扑时 做事就要朝夏清浅扑来 可就在这时 咚咚咚 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张魁一阵不耐烦 急个屁啊 老子裤子都没脱呢 哪那么快 都给老子等着 不等张魁继续 身后的房门 却是被人一脚踹开 草 没听到老子的话吗 老子是你 张魁回头 看到的却是 陈东那张阴沉的面容 陈东身后 外面那几个男人 早已被陈东放倒在地 陈东没有任何废话 接着一脚踹出 正中张魁当下 咔嚓 一声脆响 张魁只觉得 一阵剧痛传来 瞬间腾出了一身的冷汗 捂着 这一次 张魁就算不死 也彻底废了 你个傻子竟然敢打我 张魁气得咬牙切齿 老子打的就是你这种人渣 陈东从地上 拎起一根棍子 照着张魁身上 便砸了过去 打得张魁鼻青脸肿 抱头鼠窜 疯了疯了 傻东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跟你没完 张魁带着那几个手下 连滚带爬地跑出了村子 陈东扔掉棍子 来到夏清浅跟前 清浅姐 你没事吧 傻东 你可算来了 嗚嗚 夏清浅抱住陈东 大哭起来 看到夏清浅衣衫好 陈东才松了口气 不过这次的事情 的确是把夏清浅吓得不轻 陈东心中盘算着 一定想的办法 就算自己不在村子里 也能保障夏清浅的安全才行 思来想去 陈东觉得 还是养条狗比较靠谱 农村的狗用处比较大 既能看家护院 还能保护主人 关键是对主人足够忠诚 无所畏惧 要是能训好的话 不仅夏清浅的安全能有保障 就连鱼塘的看护 也能省不少力气 第二天早上 陈东送完了鱼 便骑车来到猫狗市场 结果转了一圈 陈东也没相中一条好犬 毕竟城里这边宠物狗比较多 大型犬本就很少 陈东想要的 又是那种长成的成年犬 确实不太好找 说来也巧 刚出猫狗市场没多远 陈东远远就看到几个 穿着厨师服的人手 拿网都铁锤 追着一条大黄狗 迎面跑了过来 给老子站住 看老子 等会儿不活播了你 那群厨子边追边喊 不知是被三轮车的鱼心味吸引 还是怎么的 那条大黄狗 跑到陈东跟前 忽然停了下来 那几个厨子 气喘吁吁地 将大黄狗围在了中间 草 你不是挺能跑吗 再给老子跑个试试 把这狗东西给我抓起来 回去就给它炖了 一个厨师长模样的胖子 骂骂咧咧咧道 几个厨子拿起网都铁锤 做事就要朝那大黄狗围了上来 大黄狗下的蜷缩在陈东脚边 浑身发抖 一双眼睛时不时看向陈东 似乎在向陈东求助 陈东心中苦笑 自己刚想买条狗看家 这货就送上门来了 跟自己还真是有缘啊 老板 这么好的狗杀了 是不是太可惜了 陈东笑着道 厨师长看陈东一身乡下人打扮 根本懒得废话 我们狗肉店里养的东西 想杀就杀 想吃就吃 你管得着吗 陈东嘿嘿一笑 这样吧 我看这狗挺可怜的 要不你卖给我得了 也省得你们费功夫了 你看咋样 厨师长眼前一亮 反正他就是个卖狗肉的 怎么卖不是卖 行啊 既然兄弟你喜欢 那我就该卖给你好了 一千二百块 狗你拿走 陈东吃笑一声 心说这老板可真够黑的 刚才他才在猫狗市场里问过的 最好的一条哈士奇人家才要一千 这样一只普通的土狗 竟然要一千二百 摆明是想坑他 那算了 你们先宰着 等会儿炖好了 我花五百 去吃县城的就行 说完 陈东骑着三轮二话不说 直接就走 脚边的大黄狗都傻眼了 不是说好药就自己的吗 怎么改炖了 那厨师长也有点急了 本来看对方是乡下来的 又主动送上门 想着能坑一下的 没想到对方压根不买账 哎 你别走啊 你要是真心买 价钱咱还能再聊聊 这样吧 你开个钱 差不多我就慢 陈东看了眼地上的大黄狗 这货也眼巴巴地看着陈东 小眼神还挺可怜 陈东苦笑一声 看来这家伙是认定自己了呀 两分钟后 陈东留下四百块钱 便带着大黄狗离开 回到家 许凤琴夏清浅 看到大黄狗都很是喜欢 高兴之余 夏清浅还给大黄狗起了个傻兮的名字 傻兜 傻兮 绝配 傻兮也很会来事 围着许凤琴跟夏清浅 一个劲的摇尾巴 时不时的还点起钱找 朝着许凤琴 他们拜年 只把许凤琴跟夏清浅斗得合不拢嘴 一旁的陈东 却是有些犯难 这货卖萌什么的 似乎挺在行 看家护院 勇斗歹徒 靠谱吗 接下来两天 傻兮彻底成了家里的猛宠 尤其是夏清浅 走到哪里都带着他 甚是喜爱 这天晚上 陈东跟往常一样 来到鱼塘边 修炼化龙爵 随着真气在体内运转周天 陈东立刻察觉到了异常 今天的真气 似乎比之前浑厚得多 要突破了吗 陈东惊喜 他赶忙运起全身的功力 以化龙爵 导引体内真气运转 一个小时之后 一股磅礴的真气 从陈东体内 轰然蹦射 呼 真气卷起强烈的气流 将水面都给掀起阵阵连衣 陈东睁开双眼 惊喜万分 真的突破了 他化龙爵如今的修为 已然迈入到了第二重 无论是肉身强悍程度 还是身手实力 如今的陈东 都要比之前强了一个等级 不过 陈东现在最关心的 却还是鱼石要高 修为提升后 可以调动的真气 也比之前多了一倍 如此一来 岂不是就能熬制出 更多的鱼石要高 那黄金飘香鱼的数量 自然也水涨船高 陈东想起姚宇露之前 那旺盛的需求 不禁自满一笑 女人 这次总该能满足你了吧 第二天早上 陈东骑着电三轮 来到紫棋东来 姚宇露早早地 就等在了门口 一看到陈东 姚宇露就没好气 你个短手快 一大早就喊我起来 到底什么事啊 自从陈东没办法 满足姚宇露的需求后 这个女人 就给陈东起了这么一个外号 以滋鼓力 陈东得意一笑 以后别再叫我这个名字了 从今天起 我就能天天 让你满足了 陈东说着 打开水箱 看到水箱里 那树木翻倍的黄金白银飘香于 姚宇露惊喜的两眼放光 这么说 你以后每天都能给我提供这么多货了 陈东一脸得意 保证量大管保 怎么样 是不是要爱上我了 陈东 你真是太棒了 姚宇露一把将陈东抱住 身前的两团饱满 紧贴在陈东胸口 搞得陈东一阵心神荡漾 早知道满足了这个女人 还有这等好事 她肯定更加卖力啊 一旁的经理王成 还有那些后厨的人看到 眼前这一幕 一个个都是艳羡不已 要知道 他们老板可是怀成出了名的大美女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想要追她 却都被她给无情拒绝了 如今 她却主动对这个送鱼的小农民 投怀送抱 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过了好一会儿 姚宇露也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 赶忙将陈东推开 陈东调笑道 哎 怎么不抱了 我身子都没暖热呢 去死 姚宇露一巴掌打了过来 踩着高跟鞋便上了楼 没走两步 又听到姚宇露的声音 跟我上来 陈东随口道 先等会儿 我还没跟他们点好数呢 有奖励 姚宇露悠悠然道 听到这话 陈东一个机灵 这女人刚才才报了自己 这会儿又说有好事 该不会是要 陈东好歹也是个男人 色字当头 他哪还顾得着给予点数 扔下三轮车跑冲上楼 进了办公室 便看到姚宇露正义 坐在办公桌上 他随手一扯 风衣腰带便被扯开 里面露出来的 竟然是一件黑色针丝睡衣 睡衣很短 一摆下一双白细的眉腿 晃得陈东心神荡漾 深V的领口还带着蕾丝 衣领中那一抹白蜜 更是让人一不开目光 饶视陈东心智再怎么坚定 此刻也是不由得咽了口口水 果然让他猜对了 这女人 还真打算要用那种方式 来奖励自己啊 了解 你咋不早说还有这好事呢 早知道我来的时候 就先洗个澡了 陈东低着头一脸娇羞 姚雨露听出了陈东的意思 顿时翻了个白眼 他之前还在睡觉 就被陈东一个电话 喊了下去 这会儿 屋子里有点热 才脱了风衣 没想到 这都能被这色胚给误解 你想什么呢 我说的奖励 是这个 姚雨露说着 便拿出了一把钥匙递了过来 这啥意思啊 陈东不解 以后你要送的货会越来越多 那辆电三轮肯定不行了 这是我店里那辆50小卡的钥匙 虽然车子旧了点 不过也够你用啊 就这 陈东顿时一阵无语 合着这女人说的奖励 就是一辆卡车啊 还是他们二手的 就这又是坐桌子上露大腿 又是穿睡衣给暗示的 这跟诈骗有什么区别 怎么 你不想要啊 那算了 我自己留着好了 姚雨露说着 就要把钥匙收回去 陈东赶忙拦住 别 我要还不行吗 二手车 他也是四个轮啊 总比自己那辆三蹦子强 看到陈东这副失落叹气的样子 姚雨露就只觉一阵好笑 他哪里不知道 这家伙想要的奖励是什么 只可惜 他可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不过 稍 给点甜头 还是可以的 姚雨露随手退掉身上的风衣 黑色针丝睡衣下 恶娜的身材展露无遗 他踩着脸部走到陈东跟前 不等陈东反应 点起脚尖 便在陈东的脸上亲了一口 陈东眼前一亮 湿润的红唇贴在脸上 鼻子里满是女人身上的香风 这种感觉还真不赖 片刻之后 姚雨露收回身子 脸颊羞红地道 怎么样 这样总行了吧 脸上余味未消 陈东心满意足的巴达巴达嘴 还行吧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姚雨露翻了个白眼 自己还是第一次送男人相吻 这家伙得了便宜 还卖乖 行了 要是没啥更深层的交流 我就先走了 说吧 陈东手指摇着车钥匙 便下了楼 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姚雨露冷哼了一声 一张绝美的面容上 泛着哭笑不得的表情 这家伙打扮得土了巴基的 说起话来 还流里流气 像这种那男人 平日里姚雨露平日里 连看都不会正眼看一下 可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这个男人 非但没让他觉得反感 反倒是让他觉得很舒服 甚至有种想主动奖励的冲动 难道 这就是 所谓的男人魅力吗 离开紫气东来后 陈东开着那辆武林小卡 就赶回了青山村 不得不说 四个轮子开起来 确实比那辆三蹦子舒服得多 不仅能拉更多货 速度也快得多 最主要的 车里还带空调 这以后每天再出来拉货 就不用再被太阳暴晒了 行驶在回村的路上 不时地会遇到村里的人 那些人看到是陈东开的车 都是纷纷惊讶 这年头 即便是在农村 汽车也已经不再是什么西汉物件 青山村里不少家也都买了车 不过一个傻子 竟然都能开得上汽车 这就比较稀奇了 这一路走过来 众人对于陈东 都是嘖嘖称奇 这傻东行啊 都换上卡车了 听说他攀上了城里的关系 这鱼塘的生意 是越来越好了 这年头 连傻子都能发大财了呀 消息传播得飞快 陈东这边还没进村 他换上卡车的事 就已经通过手机 传遍了半个村子 傻子开汽车 这在青山村 也算件大新闻了 对于这些事 陈东丝毫没放在心上 他回村之后 第一时间便来到了自己的鱼塘 现在鱼塘就是他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自然是要上心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今天甚至还在城里 买了几个监控摄像头 这样一来 他即便出门在外 鱼塘这边的一举一动 也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只是 陈东这边刚到鱼塘 便看到大黄口 傻西正抱着一口大锅 舔得尽兴 那可是 他熬制于食药膏的锅 那锅里原本还粘着一些药膏的残渣 可是此刻整个锅底 都被舔得干干净净跟心的一样 几乎都能照出人影来 你个傻狗 得亏你不是个男人 你要是个男人 肯定肯定不愁没人包养 不过陈东还有些奇怪 这傻西明明早上喂得饱饱的 按道理 不该缺吃的才对 怎么还非逮着个锅底舔得没完 随后 陈东脑子里灵光一闪 不 这傻西不是饿了 这货是知道 这鱼食药膏是好东西 所以才拼命地舔啊 一个想法 在陈东脑子里浮现 这些鱼吃了药膏之后 都能发生改变 那如果给傻西吃点 这些药膏 会不会起到什么 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嗯 先观察观察再说 把监控摄像头装上 陈东便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 陈东来到鱼塘 傻西就摇着尾巴跑了过来 一看到傻西 陈东就眼前一亮 眼前的傻西 身体明显比昨天壮实了一些 不仅如此 连毛发也都变得光亮了不少 看来 药膏对傻西真的有好处 陈东一乐 竟然有好处 那以后 就让他做一条忠实的田狗好了 陈东倒是有点期待 随着不断吃食药膏 傻西的身上 到底能发生什么 更让人惊喜地转变 又给傻西留了点药膏后 陈东把今天的余装上车 便进了城 与此同时 董鹏家小别墅的落地窗前 一身黑色透视睡衣的马翠红 看着那辆走远的武林小卡 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世道还真是变了 连傻子都能开得上汽车了 身后只穿着大裤衩的董鹏 一脸不屑地凑了过来 这有傻 傻人有傻福呗 行了 管他的傻子干嘛 趁现在时间还早 咱们再来一次 董鹏说着 就要把马翠红往床上拽 却被马翠红一巴掌打在头上 来来来 来个屁的来 一个傻子 都快比你能挣钱了 你还好意思 你别忘了 咱俩的事他可是都知道了 上次他害得我跟小丽丢了那么大的脸 这个仇 你就不知道替我抱抱 整天就想着床上那点事 真是惊虫上脑了 董鹏捂着头 一脸都委屈 我也想替你报仇啊 可上次傻东的女朋友 一看就不简单 咱别真得罪了硬茬子 那可就不太好了 马翠红简直恨铁不成钢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你要是女人 长得漂亮又开豪车的 你会看得上一个 整天拉里拉遢 脑子有病的傻子吗 董鹏摇头 那肯定不会啊 那不就得了 依我看 上次那女的就是装的 说不定就是那傻东 马翠红在城里逛的姚简 来要前十 顺便替他撑个面子而已 你还真信了 还女朋友 从那次以后 你见那女的再来过吗 马翠红说的头头是道 跟真的一样 董鹏也才反应过来 好像确实没有 那你还怕个什么 我可告诉你 这个丑你必须给我报了 要不然 以后你就别来找我了 马翠红说着就要走 董鹏赶忙从后面一把抱住 别啊 不就是对付一个傻子吗 其实我早就有主意了 真的 说来听听 董鹏示意马翠红付而过来 可随即却一把 将马翠红按到了地上 咱们边玩边说 嘿嘿 一时间 屋子里迷情的声音 四处回荡 一个小时后 送走了马翠红之后 董鹏便拨通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打给张魁的 都是一个村的 董鹏自然很清楚 张魁跟傻东的那些过节 而且 董鹏之前没少去张魁的 肠子里赌博 跟张魁也是熟得很 找陈东报仇的是 再没有谁比张魁更合适了 一番利诱之后 张魁那边立刻满心欢喜答应下来 鹏哥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 先是被陈东害得关掉了赌场 上次又被陈东打 张魁早就想着 要找陈东报仇了 现在不仅能报仇 还能从董鹏那里 捞到一笔好处费 张魁自然不会拒绝 当天半夜 天已经彻底黑透 整个青山村都笼罩在夜色之中 一片寂静 玉米地里传来一阵 嘻嘻嘻嘻的声音 张魁带着两个人 鬼头鬼脑地从玉米丛里走了出来 一个个手里 还揣着一个药瓶 百草窟 上次他们就是用这药 把陈东的鱼全都给堵死的 而这次 他们为了报仇 甚至还加大了伎俩 挤瓶子下去 保证 能让这堂里的鱼 全部死绝 动作快点 一个火口都不给他留 张魁招呼着 两个手下就要动手 就在这时 汪汪汪 一阵狗叫声响起 一双忧虑的眼睛 从黑暗的小屋里探出头来 我的妈 那什么玩意儿 两个手下吓得转身就要逃 张魁不耐烦地骂道 草 还有没有点出息 一条土狗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两个手下看清只是一条狗时 才长松了口气 汪汪汪 傻戏认定 张魁他们不是好人 冲着他们大叫不止 草 叫什么叫 再叫老子弄死你 汪汪汪 傻戏叫得更凶 妈的 傻逼狗宰子 想死 老子成全你 张魁起了杀心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根火腿肠拨开 然后又歹毒地将白草枯抹在了上面 扔到了傻西面前 傻狗 快吃 然而 傻西走到跟前 却只是闻了闻 并没有品尝的意思 奎哥 一定是沾上土了 他嫌弃 一个手下自以为聪明地分析道 妈的 还挺讲究 张魁骂了句 只能又从身上拿出了最后一根火腿肠 同样是拨开抹上了白草枯 只不过这次张魁学聪明了 并没有把火腿肠直接扔过去 而是拿在了手里 傻狗 这有好吃的 香着呢 不断引诱着 这一次 傻西眼前一亮 果真是朝着张魁走了过来 鼻子凑到 那火腿肠跟前闻了起来 他似乎被美味所吸引 终于张开了嘴 张魁心中大喜 草 你这傻逼狗崽子 果然跟你主人一样傻 赶紧吃吧 吃完了好上路 然而 还没等张魁高兴起来 哇 一股剧痛传来 傻西这一口 并没有去吃火腿肠 而是直接咬在了张魁的手上 新红的鲜血 瞬间流了一地 哎呀呀 疼得跳了起来 他拼命地甩手 可傻西咬得很紧 根本甩不掉 一旁那俩手下 都快吓傻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老子打死他 张魁怒吼 一个手下 从旁边抄起一根棍子 朝着傻西头上 便砸了过来 可傻西的反应却是极快 眼看棍子 打来立刻松口 那一棍不偏不倚 直接打在了张魁的手臂上 咔嚓 空气中传来 骨头碎裂的声音 哎呀 你他妈眼瞎呀 往哪打呢 先是被咬 现在又被自己人打断了手 张魁简直太惨了 还没等那手下道歉 傻西却是猛地 从身后扑了上来 哇 这一口 结结实实地咬在了 那手下的屁股上 那人的裤子 当即就被鲜血染红 妈呀 疼死我了 呜呜 那手下疼得哭爹喊娘 傻西毫不留情 一口撕下一块 血淋淋的布料之后 目光直勾勾地 看向了那最后一个人 那人见识了傻西的手段 吓得双腿打颤 一只直接撞在了树上 脑袋都刻出一个大包 尽管如此 他一刻也不敢耽搁 爬起来便继续连滚带爬地 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张魁跟另一人 也都彻底怕了 一蹶一拐地跟着逃跑 就这傻西也没放过他们 一直追出了二里的 这才停下 家里的陈东 也已经收到了监控摄像头 发出的警报 他披了件衣服 便立刻赶往了鱼塘 看到鱼塘边满地的血迹 陈东着实给吓了一跳 不过在掉跃了 刚才的监控录像后 陈东却是乐得合不拢嘴 扔在地上的火腿肠不吃 专门引诱张魁 把手送上门来 这根本就是诱敌深入 请君入问啊 我那个乖乖 陈东看了眼 傻西不由地砸吧砸吧嘴 你这狗可真行啊 都他妈懂兵法了 这么聪明的土狗 陈东还是第一次见 看来那药膏 真是没白吃 傻西养着个头 脸上的表情 也是说不出的得意 说起来 这次真是多亏了傻西 要是真让张魁那个 混蛋得逞了 这一堂的鱼 肯定又要打水漂了 为了奖励傻西 陈东专门拿出了 两条黄金鱼的药膏量 来犒劳 把傻西高兴得直咬尾巴 把鱼堂边的血迹 稍微打扫了一下 陈东便又继续回家睡觉了 有傻西在这里看守 鱼堂这边陈东 是彻底放心了 回龙觉 一直睡到天亮 睡得正香的时候 陈东忽然听到 隔壁夏清浅的房间里 传来了一声尖叫 陈东陡然惊醒 他脑子里浮现出的 第一个想法就是 该不会张魁那混蛋 兽性大发 竟然跑到家里 来找夏清浅麻烦了吧 陈东顾不得多想 衣服都没来得及 穿便跑了出去 来到夏清浅房里 却没有其他人 只有夏清浅一个人 躺在床上 此时的夏清浅身上 只穿着内衣 脚好的身材 展露无遗 不过陈东却顾不得 去欣赏这些 他一眼看到 夏清浅面色痛苦 额头上还渗出了 密密麻麻的汗珠 似乎很难受的样子 清浅姐 你怎么了 陈东来到跟前 关切地问道 夏清浅表情越发痛苦 声音道 虫虫子 我的腿刚才被虫子咬了 疼死我了 虫子 陈东愣了下 随即在一旁的墙角里 看到了一只 通体红色的小昆虫 这是黑寡妇蜘蛛 陈东陡然一惊 这种蜘蛛 号称世界十大毒虫之首 毒性极大 被他咬了之后 不出五分钟 就要丧命 仅仅一滴毒液混进水里 就足以让十几个人 短时间休克 不过这种毒虫十分少见 一般也只会生活在丛林中 没想到这么倒霉 被夏清浅遇上 陈东二话不说 一脚将那黑寡妇踩死 以免他再出来祸害人 而此时 夏清浅还在痛苦地呻吟着 疼 傻东 解好疼啊 快救救我啊 陈东赶忙掀开夏清浅的被子 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只见夏清浅的小腹之上 那被黑寡妇咬到的地方 已经有些发黑 周围的地方 也已经红了一大片 这是毒性在迅速扩散的表现 必须要尽快替夏清浅解毒 要不然不出五分钟 夏清浅必死无疑 陈东当然可以用银针解毒 可这个结果眼 他哪有时间去找 眼下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嘴把毒液全都吸出来 只是 那中毒的位置 着实有些敏感 刚好就在夏清浅小腹之上 这让陈东一时有些为难 这时 床上的夏清浅 解快不行了 快救救解啊 眼下这种情况 哪里还容得了陈东多想 他一咬牙赶忙爬了上去 开始替夏清浅吸取毒素 陈东也知道情况危急 他不应该去想其他 可无奈他与夏清浅此时的状态 都实在是太过暧昧 耳边还不时传出夏清浅痛苦的声音声 鼻息间 也都是夏清浅身上 那清新的百合芬芳 这种情况下 陈东就算是想镇定都难 别说陈东 就连夏清浅此刻痛苦之余 也只觉得口干舌燥 脸颊火热 他也就只是一个不惊人士的女人而已 这种事情 同样会让他浮想连篇 好在眼下正是解读的危机关头 两个人就算再心缘一马 也都不敢节外生枝 半个小时后 随着陈东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液 宣告夏清浅体内黑寡妇的毒素 已经全部被吸取干净 此时的夏清浅 身上痛苦的感觉 才终于得以缓解 小腹上的毒素印记 也已经消失不见 清浅姐 你感觉好些了吗 陈东关切地问 夏清浅虚弱地点了点头 姐好多了 傻东 多亏你救了姐 真是太谢谢你了 说话间 夏清浅的目光落在陈东身上 这时才注意到 此时的陈东身上 也就只穿了一个裤衩而已 他那一身强壮的体魄 健壮的身躯 几乎毫无保留地 展现在了夏清浅的面前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 男性荷尔蒙的气息 竟是让夏清浅都有些着迷 事实上 此时的陈东也是有些走神 眼前的夏清浅指着片缕 头发凌乱 全身上下香焊淋漓 就像是一朵半开的花朵 有种说不出的诱惑力 陈东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面对如此充满诱惑力的大美女 说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不过陈东的心智还算坚定 这几年 他一直都清浅姐清浅姐地叫着 暂时他还不想改变 跟夏清浅之间相对单纯的关系 眼看着夏清浅眼神迷离 有些快要到失控的边缘 陈东赶忙道 清浅姐 既然你已经没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陈东说完 起身便要离开 夏清浅俏脸之上 闪过一丝不舍 刚要开口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清浅 你 在哪呢 快给我出来 院子里突然传来喊声 竟然是夏良才的声音 陈东跟夏清浅相视一眼 结实一惊 两个人眼下穿成这个样子 共处一室 这要是被人看到的话 只怕是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了 夏清浅很快反应过来 傻东 快躲被窝里来 啊 啊什么啊 快上来 夏清浅根本不给陈东考虑的机会 一把抓住陈东的手 便将陈东拽了进来 还顺手将他给蒙在了里面 一时间 陈东只感觉眼前一黑 便什么都看不到了 手一抖 不小心竟碰到了夏清浅身前的柔软之上 吓得夏清浅身子一抖 你你别乱动啊 夏清浅轻声道 对对不起 陈东吓得缩了缩身子 鼻子却又不小心紧贴在了夏清浅的身上 阵阵芳香 让陈东忍不住的心愿一马 鼻血都快流了出来 刚要再调整身形 却听喷的一声 房间的门已经被人推开 夏凉才不由分说便闯了进来 看到夏清浅还在床上 夏凉才顿时有些尴尬 赶忙背过身去 这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咋还没起呢 赶紧穿件衣服 夏清浅穿上衬衣 扮作起身来 爸 你找我啥事啊 夏凉才一脸不悦 你说啥事 你到底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夏清浅脸色一寒 你都要把我卖了 我还跟你回去干嘛 再给你当筹码 还让你继续去赌吗 夏凉才脸色一缓 愧疚地说道 我知道 之前的确是我不好 可你这次必须跟我回去 你一个黄花大闺女 整天住在别人家里算咋回事 你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说你了吗 都说 你要跟傻东那个傻子当媳妇呢 夏清浅很是倔强 那要怎么样 傻东至少人老实 总比张奎那种赖皮狗要强得多 夏凉才瞪大了眼珠子 一个傻子能有什么好的 等等 你这么听那傻子说话 该不会是已经跟他那什么过了吧 夏清浅自然听出夏凉才话里的意思 顿时翘脸一红 爸 你说什么呢 我们才没有 这话说出来 夏清浅自己都有些底气不足了 因为他忽然想到 要是此时夏凉才没来 说不定他跟傻东真擦枪走火了 也说不定 夏凉才听到夏清浅的话 也是有些将信将疑 最好没有 清浅 我可提醒你啊 这女孩子的第一次可都重要着呢 你可不能随随便便就 夏清浅耳根子一阵火热 羞愤道 爸 你乱说什么呢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赶紧出去 那你打算啥时候跟爹回家啊 夏凉才不甘心地问 夏清浅认真道 你什么时候能有出息点 什么时候能不再赌了 我就跟你回去 夏凉才正了正 半天才巴唧巴唧嘴 底气不足地道 那啥 跌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说吧 夏凉才背着手 信信然地走了 夏清浅 简直恨铁不成钢 借个赌的勇气都没有 自己这个爹 真是太不争气了 等听到夏凉才出了院子 夏清浅这才赶忙掀起被子 傻东 你还好吧 陈东满脸羞红 我我好着呢 那什么 清浅姐 没啥事我就先走了 说吧 陈东跳下床 撅着屁股拱着身子 便跑出了屋子 看着陈东姿态怪异的样子 夏清浅许久才反应过来 翘脸顿时一阵羞红 这傻东怎么这么容易就 话说了一半 夏清浅脑子里 又不禁浮现起了 刚才陈东替他解读时的情景 除了一阵心神不宁外 夏清浅的嘴角 还不由得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其实 除了有点呆傻之外 这个家伙各方面还都挺好的 身子也挺壮盛 要是真的能给这个男人当媳妇 或许也是见挺幸福的事 这个念头刚一浮现 连夏清浅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夏清浅啊夏清浅 你想什么呢 难道是撕穿了不成 夏清浅一阵自责 羞地把自己蒙在了被窝里 半个小时后 小院的大槐树下 夏清浅做好了饭菜 便喊陈东跟许凤卿来吃 经过了这些天 服用解鱼健体汤 许凤卿的身体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连走路都不需要主拐杖 再继续吃个两三天 应该就能够痊愈 清浅的阳光透过树叶 撒在饭桌上 三个人就这样坐在树荫底下吃饭 也别有一番惬意 只是 夏清浅目光每次落在陈东身上时 总会不自觉地想起 刚才俩人在屋子里发生的那些暧昧场景 心跳也会不由地加速几分 陈东也是有些尴尬 刚才他在夏清浅屋子里受到了刺激 回去后 许久那种躁动的心情才平复下来 这俩人看似个吃个的 实则各有心思 沈子 我吃好了 先去洗碗了 夏清浅随便扒拉了几筷子 就赶忙端着锅碗逃去了厨房 许凤晴是过来人 如何品不出来点未来 东子 你跟清浅 是不是好伤了 陈东立刻矢口否认 妈 你乱说什么呢 没有的事 许凤晴却不买账 还想骗妈呢 妈可啥都看见了 今儿早上你 可是光着身子 从清浅房间里出来的 昨晚上睡起了吧 扑 陈东嘴里的饭 差点没喷出来 妈 你你误会了 我们没有 许凤晴玩味一笑 咋的 还不好意思了 你跟清浅俩人 都是气盛的年纪 发生点什么 也很正常 不过妈可要提醒你啊 清浅可是个好姑娘 咱乡下人 把名声看得重得很 所以啊 你们以后在那啥的时候 可一定要注意 做好安全措施 这要是不小心怀上了 那可就不好了 母亲大人的关怀 让陈东羞愧难当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妈 您先吃 我吃饱了 要赶紧送货去了 陈东知道 这种事越描越黑 赶忙脚底抹油开溜 走出老远 身后却还传来 许凤晴的唠叨 记住 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啊 陈东一个亮呛 差点没栽到 这老太太 咋啥都管啊 看来这要是不能再喝了 与此同时 小别墅那边 董鹏正在吃早饭 张魁便带着他 那两个手下走了进来 一个个身上遍布血痕 打着绷带 别提有多惨了 你们这什么情况 不是让你们去给鱼下毒吗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鹏哥 别提了 我们太难了 张魁一脸苦涩的 把昨晚被狗咬的事给说了一遍 听了张魁的讲述 董鹏顿时一阵无语 张魁 我看你平时吹得挺牛逼的 赌场都开起来了 竟然连条狗都干不过吗 不是啊 鹏哥 那狗 感觉快成精了呀 一想到昨天晚上 被那条恶犬支配的恐惧 张魁就有些双腿打颤 董鹏大手一挥 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钱我可都给你打过去了 你就说 这事儿还能不能办吗 张魁连连点头 能办能办 鹏哥放心 我在城里认识一个大哥 那可是真正干大事的主 我都跟他联系好了 今天就要 让陈东那傻子 赔个底朝天 董鹏得意一笑 好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中午 陈东送完货后 开着武林小卡 就出了城 快到青山村的山路上 陈东远远地看到 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 刚要开过去 却见面包车的车门忽然打开 一个中年妇女从车里窜了出来 还好陈东反应够快 猛打方向盘 同时一脚刹车踩到底 武林小卡在距离那女人 还有一米远的地方 急停下来 可还没等陈东松口气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那中年妇女 先是惨叫一声 然后竟是自己朝着 陈东车头上撞了过去 这一番骚操作 直接把陈东给看猛了 赶忙跳下车来 大姐 你这啥意思啊 你说啥意思啊 你撞了人 还想赖账啊 中年妇女指着自己腿上的血 凶狠地骂道 陈东苦笑 大姐 你就算想碰瓷 也麻烦你 挑辆好点的车啊 我就一开五菱的 你觉得我能有几个钱啊 中年妇女被陈东点破 却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你说的没错 老娘就是碰瓷的 你这车里没行车记录仪吧 就算报警 你能说得清吗 不用你报警 你现在赶跑 我立马自己报警 告你肇事逃逸 非把你送进去 做个几年老你信不信 中年妇女很是嚣张 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陈东也没想到 这年头碰瓷的 都这么懂法了 那你到底想咋样啊 陈东问 中年妇女坐在地上 十分强势地道 还能咋样 当然是赔钱了 告诉你 今天不赔个十万八万的 你别想走 话音刚落 一旁的面包车里 跳出来几个壮汉 都是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 陈东砸吧砸吧嘴 乖乖嘞 这还团伙做啊 小子 废话少说 赶紧给钱 为首的一个长矛壮汉 恶狠狠地喝道 陈东点了点头 好 你们人多我得罪不起 我认灾还不行吗 说吧 陈东便去上车拿钱 中年妇女 还有那长矛壮汉等人 相识一眼 都是一脸的得意 他们也没想到 这一单生意 竟然这么容易得手 只是 还没等他们高兴起来 嗡嗡嗡 武林小卡 忽然传来一阵 隐情的轰鸣声 把地上的中年妇女 吓了一跳 小子 你想干啥 长矛壮汉怒吼 陈东玩味一笑 你们不是想讹钱吗 十万八万的多美金啊 我给你们一百万 到时候烧给你们 说着 陈东一脚由门踩到底 嗡 武林小卡猛地窜出 直接便朝着前面的中年妇女 对了过去 那中年妇女 本以为陈东是在吓唬她 可眼看车子 都到了跟前 还没有任何刹车的意思 中年妇女彻底急了 她顾不得在装瘸子 连滚带爬地跳了起来 就在她躲开的同时 武林小卡 以极快的速度 从她身边呼啸而去 看着武林小卡 绝肠去的背影 中年妇女吓得面色惨白 这家伙 还真是个傻子啊 看着后视镜里 早已不见了中年妇女的影子 陈东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碰瓷碰到她头上来了 真牛逼 就别躲了 这种小事 陈东压根没放在心上 把车停在鱼塘后 便直接回了家 可刚到家没多久 便听到院子外头 传来一阵喧闹 傻东在哪 给老子滚出来 话音刚落 便见几个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正是之前的长毛壮汉等人 身后还抬了张单架 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的中年妇女 此刻跟快要死了一样 躺在单架上 你们是谁 找东子啥事啊 许凤琴不解的问 长毛壮汉 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你这个傻儿子 壮人逃逸 今天必须让他给个说法 要不然老子跟你们没完 壮人逃逸 许凤琴吓了一跳 这些人一进村子就大张旗鼓的 半个村子的人都被惊动了 此刻听到长毛壮汉的话 都是议论纷纷 陈东看着长毛壮汉他们 双眼却是微微眯起 之前他就有所怀疑 路上的车那么多 长毛壮汉他们 非要逮着自己一辆二手小破车碰瓷 本就有些说不过去 现在 自己前脚刚进村子 长毛壮汉他们后脚就直接找到家里来 明显是早就知道自己住在什么地方 这要说 不是早就预谋好的 陈东都不相信 行啊 这年头碰瓷的都这么理直气壮了 刚才不跟你们计较 竟然还找到家里来了 咋的 你们这碰瓷团队 还管上门服务呗 村里人听到这话 都是扑斥一笑 感情这些人是碰瓷来的 徐凤琴好声好气地道 小伙子 你说 你们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 干嘛非要干这一行呢 听沈子一句话 趁年轻 还是赶紧找个正经工作吧 长毛壮汉一听 顿时就不乐意了 啥意思 碰瓷就不是正经工作了 我呸 神特了碰瓷 老子不是碰瓷 老子女人被你傻儿子撞了 今天就是来找他算账的 中年妇女也坐不住了 指着自己的腿说道 说我们碰瓷 你们见过碰瓷的 专门把自己腿磕断的吗 就你这个傻儿子 那心可是真狠啊 刚才要不是我躲得快 都要被他给活活撞死了 众人看到中年妇女 那满是鲜血的酷腿 都是一脸狐疑 难道这些人真不是碰瓷的 就连许凤琴也有些拿不准了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时 董鹏跟马翠红也挤出了人群来看热闹 哟 这撞得可真是够狠的啊 我早就说过 陈家这个傻子有问题 上次非礼了我家小丽不说 这次还肇事逃逸 咱青山村可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怎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啊 马翠红趁机落井下石 一旁的董鹏也是面露得意 陈东心中冷哼一声 他之前还不确定是谁在害自己呢 现在事实已经很明显了 马闪 你不断往我身上泼脏水 不就是怕我把你跟董鹏的丑事说出来吗 本来我还不想多说的 可你这样三番两次找我麻烦 我在憋着 你还真当我是个人人都拿捏的软柿子了 马翠红一听这话顿时极了 你你胡说什么呢 我跟董鹏哪有什么事啊 董鹏也吓得坑坑巴巴的 就是 你你个傻子 可别血口喷人啊 陈东冷笑 我血口喷人 你们那天在山里的草丛子里 干的什么好事 自己还不清楚吗 用我把那天的细节 都说给大家伙听听吗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村里人最热衷的 就是这种花边新闻了 更何况 这还是村长夫人的 事实上 村里不少人也都觉得 马翠红平日里跟董鹏走的 的确是有些近了 只是俩人毕竟是差了一半 所以大家也都没往那方面想 如今陈东一语点破 村里人顿时就有些恍然大悟了 饶视马翠红脸皮在后 此刻也有些急了 你个傻子乱说什么呢 信不信我撕赖你的嘴 你们都别听他的 他分明是报复我说他非理小利 根本就是造谣 董鹏也是 吓得不行 他家里是有点钱没错 可刘洪伟毕竟还是一村之长 这话要是传到刘洪伟耳朵里 那他的日子可就真不好过了 董鹏赶忙朝那长发壮汉 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们继续讹前 借此插开话题 长毛壮汉会议 猛地一拍大门 怒吼道 草 我媳妇人还在这躺着 血还流着呢 你们还有心情在这里 聊这些乱七八糟的 小子 老子警告你 赶紧给钱 十万块 少一个子 信不信老子把你家房子给点了 长毛壮汉拿出打火机 做事就要放火 许凤晴被长毛壮汉这架势给吓了一跳 赶忙道 小伙子 别冲动 咱有话好好说啊 有什么好说的 赶紧给钱 许凤晴一脸苦涩 我们家 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们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啊 马翠红起哄道 怎么没有啊 你傻儿子那女朋友 上次刚来过 又是名牌又是豪车的 找他要啊 他肯定有钱 村里人纷纷点头 有钱还在这里装穷 现在就给那女的打电话 让他半个小时内 送十万块钱过来 要不然 你这傻儿子 就等着挨揍吧 长毛壮汉气势汹汹 眼神里满是威胁 许凤晴下的不敢说话 陈东却是笑着站了出来 他看着那长毛壮汉冷声道 你还知道我是个傻子 那你知道 当傻子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 长毛壮汉痴笑一声 老子又不是傻子 怎么知道 不如你来跟我说说 你们这些当傻 的 有啥好处啊 陈东笑而不语 随即走进了厨房 等他出来的时候 手里已经多了一把 明晃晃的菜刀 告诉你吧 当傻子最大的好处就是 杀人不用坐牢 说着 陈东拎起手里的菜刀 直接就朝那长发壮汉 冲了过去 杀人了 杀人了呀 陈东一刀砍了个空 把木门上都批出了一个大口子 他没有停留 抬刀就要再砍 长发壮汉他们 在碰瓷 这一行混迹多年 也从来没见过这种架势 吓得撒鸭子就跑 就连单架上装瘸的中年妇女 此刻也是再次起身跑路 这个傻子的尿性 他是见识过的 疯起来真有可能会杀人的 村里那些人 也都被陈东此时疯狂的样子 给吓到了 只是很快 他们就察觉到了不对 那个被撞瘸了的女人 咋突然就活蹦弯跳了呢 原来还真是碰瓷的 陈东见目的已经达到 便把手里的刀扔到了地上 怎么样 现在大家该知道 这都是些什么人了吧 长毛壮汉他们此刻 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顿时恼羞成目 妈的 敢耍老子 干他 长毛壮汉一声令下 身后四五个壮汉 立刻朝着陈东冲了上来 一个村民站了出来 咋的 几个外人也敢欺负 海门青山村的人了 拦住他们 这村民名叫赵衡 是陈东家的邻居 平时对陈东一家 一直都很照顾 村子里的人还是很团结的 尤其是面对外来人的时候 随着赵衡一声招呼 十几个村民便把长毛壮汉 他们给围住 长毛壮汉他们就被暗倒在了地上 赵衡冷哼 看你们还敢欺负人 现在知道 海门青山村的厉害了吧 就是 敢在我们青山村 欺负老实人 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我们青山村的人 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邻居张婶 也是面色铁青的数落 看到赵衡张婶他们 如此替自己出头 陈东心中顿时一阵感动 大家对他实在太好了 陈东再次下定决心 以后 有机会 一定要回报青山村 让青山村的所有村民 都能跟着一起过上好日子 此刻 长毛壮汉看着赵书张婶他们 眼神里满是凶狠 草 我看你们这些乡巴佬 真是他妈活腻了 连老子都敢打 行 老子现在就打电话叫人 你们都他妈丢等着 说着 长毛壮汉拿出手机 就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大哥 我们生意被搅黄了 还被几个泥腿子 给打了 你快带人过来吧 好的好的 我们就在这等着你 挂了电话 长毛壮汉的底气 顿时足了起来 我大哥马上就带人过来 你们他妈不是牛逼吗 等会儿都给老子等着 看老子怎么弄你们 草泥马的 谁跑谁是孙子 长毛壮汉冲着众人怒骂 气焰很是嚣张 村民们看到长毛壮汉这副架势 都有些心里没底了 他们也都只是普通村民 对付几个地痞无赖什么的 他们还能应付 可要是对方真是什么道上混的 那可就麻烦了 看到村民们发虚 长毛壮汉他们气势更凶了 怎么样 现在知道后悔了 早他妈干嘛去了 告诉你们 等会儿我老大来了 保准让你们 让你们个锤子 没等长毛壮汉话说完 陈东一脚将他踹一番在地 赶来我们青山村找麻烦 你算是找错地方了 不是叫什么大哥吗 我倒是要看看 你大哥能有多厉害 长毛壮汉眼里满是怒意 却也不敢说话 就等着看陈东被收拾 二十分钟后 远处传来声音 五六辆面包车开进了村子 大哥 是我大哥来了 长毛等人喜出望外 小子 你们都给我等着 看我大哥怎么收拾你们 面包车直接开到众人面前 哗啦啦 车门打开 二三十个纹着纹身的金状汉子 拎着木棍 凶神恶煞地从车上跳了下来 村民们都被眼前这阵仗给吓到了 这些人 还真是道上昏的啊 这次麻烦大了 只有马翠红董鹏俩人脸上犯着得意 等着看陈东的好戏 为首的一个光头壮汉 鼻子上戴着墨镜 双手插在口袋里 一派大哥风范 哪个不知死活的 敢打老子的人 给老子站出来 长毛跑到跟前 指着陈东叫嚣道 大哥 就是这个大傻逼 就因为他我们才挨了打 你可一定不能轻饶了他 光头壮汉抬眼看去 可当他看清陈东长相时 瞳孔顿时一缩 扑通 光头壮汉双腿一软 竟是直接跪在了地上 大哥 我知道错了 求求您放过我吧大哥 光头壮汉不由分说 对着陈东便磕起头来 陈东一头雾水 你是 光头壮汉摘掉墨镜 脸上满是讨好的善笑 大哥 是我啊 铁头 小铁啊 您忘了 咱们前几天才在 城西拘留所里见过的 这一幕 把长毛他们全都惊呆了 那些村民们 也都只觉得 跟见了鬼一样 这个牛逼哄哄的 道上大哥 竟然给陈东下跪 这到底什么情况 长毛一脸猛逼 大哥 您这是干啥呀 怎么给一个傻子磕头啊 傻你麻痹 我看你他妈才像的大傻子 铁头气得一巴掌 打在长毛头上 差点没把长毛打晕过去 也难怪铁头如此激动 别人不知道 铁头可是清楚得很 他当初在拘留室里 可是亲眼看到 城西所长谭心兵 是如何一口一个东哥的 向这位爷服软的 他也亲眼看到了 兴旺地产总裁谭心旺 是如何被这位爷扇了耳光 却连个屁都不敢放的 就连怀城警局一把郑国掏 都要封这位爷为做上宾 像这种大人物 过江龙 哪是他区区一个小混混 能得罪的起的 铁头不断磕头 大哥 这次都是 我没管好手底下的人 给您添麻烦了 求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把我当成个屁给放了吧 求求您了 一旁的众人全都看傻了 尤其是青山村的那些村民们 此刻一个个眼珠子 都快要掉下来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东在青山村待了三年 被他们一口一个 傻东的叫了三年 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原来他们眼中这个傻子 竟是如此手眼通天 长毛还有中年妇女 他们看到铁头这副架势 此刻哪里还敢站着 全都跟着跪了下来 陈东自然也已经 认出了眼前的铁头 只不过他并不打算承认 一来在实力强大之前 他不能过于高调 二来青山村是他一直生活的地方 他暂时还不希望自己 在村里的状态发生改变 我能有多大本事 能放出你这么厉害的屁啊 这位大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陈东看着铁头苦笑道 铁头反应也是够快 他看到陈东那饶有意味的眼神就知道 对方这事不想让他曝光身份 于是铁头赶忙道 你看这误会闹的 我刚才一急 的确认错人了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一阵无语 合着你上来 就给人行这么大一脸 又是磕头又是求饶的 感情竟然是认错了人 亏他们还差点以为 这傻东真是什么厉害的大人物呢 闹到最后 原来就只是一个误会 董鹏跟马翠红俩人 也都是长输了一口气 要是陈东真是什么 手眼通天的大人物 那他们也害怕 好在最后只是虚惊一场 靠 吓我一跳 长毛抹了把头上的汗 站起身来 老大 既然这傻子你不认识 长毛抹起袖子做事就要动手 却被铁头一脚踹翻在地 教训你大眼 人家这么多村民在这站着呢 你他妈没看到啊 敢在人家村子里闹事 你不想活了是吧 赶紧撤 铁头二话不说 拎着那长毛的脖子 便带着人上了车 一阵呼啸 几辆面包车转眼消失不见 一直开出了村子 铁头终于长松了口气 大哥 刚才到底啥情况啊 长毛再傻 也看出不对劲了 铁头一巴掌 打在长毛的脑袋上 不该问的别问 你就知道 那位也是连谭家兄弟 都惹不起的存在 就够了 长毛傻眼 连谭家兄弟都惹不起 那该是多大的人物啊 铁头他们走后 村民们也很快散去 不过 刚才陈东爆料出来的 关于马翠红跟董鹏的花边新闻 却是成了村民们 茶余饭后的谈资 众人走后 许凤琴把陈东叫到了屋子里 妈 有啥事啊 陈东笑着问 许凤琴上下仔细 打量了一番陈东 许久才终于开口道 东子 我咋感觉你最近有点不太一样啊 陈东苦笑一声 哪不一样了 我不还这样吗 许凤琴摇头 你比以前 聪明了 陈东笑容缓缓将住 心中不禁苦笑 还真是只子莫若母啊 外人察觉不到 可许凤琴这个做母亲的 却是看得真切 一眼就看出了 自己最近不太一样了 没错 我也感觉自己的脑子 比以前灵光了 不过也是时好时坏的 兴许过不了多久 就能变成正常人了 陈东虽然没否认 不过说的也比较委婉 毕竟 他身上的秘密太多 要是全告诉给许凤琴 估计这位农村老太太 怕是会被吓到了 即便如此 许凤琴也是高兴得不行 真是太好了 我们家东子终于要好了 许凤琴激动得泪流满面 陈东眼眶也有些湿润 不光是我 有我在 咱们一家人的日子 都会变好的 许凤琴连连点头 丈夫陈明汉的死 让他机会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而现在陈东的清醒 终于让他重新有了念想 把许凤琴晚上的药熬好之后 陈东便去了鱼塘 到了地方 陈东远远就看到 夏清浅一个人站在鱼塘边 正认真的用网兜捞着水里的杂物 嘴里似乎还在念叨着什么 把我身子都看光好几次了 也不知道那个傻子 到底懂不懂这些 清浅姐你念叨什么呢 陈东在身后喊了一声 这一声着实喊 把夏清浅吓了一跳 啊 夏清浅转头惊呼 竟是一头栽了下去 清浅姐 陈东没想到会这样 第一时间伸手去拉 却还是晚了一步 哗啦一声 夏清浅整个人直接掉到了水里 好在堂里的水不是很深 夏清浅抓着陈东的手 很快就爬了上来 清浅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陈东 很是尴尬 夏清浅赶忙摇头 支支吾吾道 没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当时夏清浅正回味着 早上与陈东 共处一个被窝时的情形 陈东忽然出现在身后 夏清浅做贼心虚 才会吓得掉进水里 此刻夏清浅心里都还在嘀咕 自己刚才的话 到底有没有被陈东听到 清浅姐 你衣服都湿透了 只是下一刻 当陈东目光落在夏清浅身上时 却是有些愣住了 夏清浅今天穿的是一件 白色的雪纺衬衣 还是陈东之前在城里买给他的 布料十分轻薄 尤其是此刻 被水浸湿之后 整个衬衣几乎都变成了半透明状 衬衣下那两团傲然与沟壑 若隐若现 简直让人一不开眼 你你个傻子看够了没有 夏清浅察觉到了陈东的目光 红着脸道 陈东这才反应过来 挠了挠头岔开话题道 清浅姐 你衣服湿了 小心着凉 还是赶紧换一件吧 嗯 那我回家换好了 夏清浅说着就要走 却被陈东拦下 清浅姐 你这个样子回村子里 会不会不太好啊 陈东指了指夏清浅身上 那近乎透明的衬衣说道 夏清浅低头看了眼 翘脸更红了 的确 他现在这个样子 跟只穿了内衣也没什么区别了 甚至比只穿内衣还要更惹眼 那现在该怎么办 夏清浅有些为难 陈东想到了什么 要不这样 趁现在还有太阳 我再点堆火 晾个十来分钟 衣服应该就能干了 夏清浅眼前一晾 这个主意好 随后 夏清浅便进了鱼塘边的小屋 没多久 一只白皙的藕壁 从门缝里伸了出来 傻东 姐的衣服你拿着 哦 陈东应了一声 便伸手去接 只是下一刻 当看到连两件小小的贴身衣物都在其中时 陈东顿时感觉有些热血上头 随后 陈东又想到了很重要的一点 夏清浅把这些衣服全都递出来了 那岂不是说 此刻的夏清浅 衣服直白的画面 浮现在陈轩的脑海中 顿时让陈东浮想连篇 陈东不敢再细想下去 赶忙将衣服接了过来 随后 陈东将衣服用清水涮后 便搭在绳子上亮了起来 随后又升起了一堆火 被每件衣服认真烘干 看着眼前这些独属于女生的衣物 还有空气中那迷人的百合的清香 陈东有些暮眩神迷 几乎要沉溺其中 好在陈东的意志还算坚定 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不让自己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与此同时 小屋里的夏清浅 早已面色飞红 心情紧张 把所有的湿衣服 全都给了陈东 他现在身上毫无保留 完美的身材展露无遗 夏清浅目光死死地盯着门口 真怕陈东会把持不住 忽然就闯了进来 夏清浅甚至开始纠结 那种事情要是真发生的话 自己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是把对方狠狠地臭骂一顿赶出去 还是干脆就顺从了呢 不过 事实证明夏清浅的这些考虑 纯属多余了 十几分钟后 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 几件干衣服递了进来 清浅姐 衣服俩好了 你换上吧 哦 好 看着手里烘干的衣服 不知为何 夏清浅的心中 竟闪过了一丝莫名的失落 几分钟后 夏清浅换上干净衣服走了出来 脸颊上还残留着一抹飞红 你在这看着吧 没啥事姐就先走了 怯生生地说了句 夏清浅落荒而逃 看着夏清浅离开的背影 陈冬不禁一笑 他咋觉得这个姐姐 越来越可爱了呢 夏清浅走后 陈冬便在鱼塘边 继续修炼化龙爵 熬至药膏 等喂完了鱼 天色早已黑了下来 折腾了一天 陈冬也懒得回去 干脆就在鱼塘边的小屋里睡了下来 这小屋夏清浅刚刚还在这里 伴随着空气中 残留着淡淡的百合香味 陈冬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 睡着后 陈冬做了一个梦 梦里 他正在外面晾衣服 小屋里的夏清浅 忽然打开了门 招呼着他进去 正当陈冬梦着这些的时候 忽然只感觉一阵香风袭来 身边传来一股柔软的感觉 傻冬 你想审则吗 一股热气 传到陈冬的耳朵里 吐气如蓝 陈冬以为是在做梦 梦里刚要回答 却忽然意识到了不对 猛然惊醒过来 下一刻 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象时 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他的身旁 不知何时 竟然多出了一个女人 不是别人 竟然是寡妇潘春梅 此时的潘春梅 面色潮红 媚眼如丝 一张漂亮的脸蛋 近在咫尺 春意正浓 春梅婶 你你怎么来这了 陈冬声音颤抖 说实话 他现在对这个女人 真有点怵 潘春梅玩耳一笑 瞧把你给吓的 婶子又不是老虎 还能把你吃了不成 陈冬善善一笑 你的确不是老虎 却比老虎可怕多了 陈冬觉得 以潘春梅如今的需求 自己真要是落到他手里 只怕能把自己 炸得渣都不上 这跟吃人也没什么区别了 春梅婶 这大半夜的 你到我这里来有啥事啊 陈冬坐直了身子 尽量跟这只母老虎保持距离 潘春梅却故意凑近了一些 还不就是为了男女那点事吗 潘春梅说着 一个猛虎扑石 一把便将陈冬压在了 两股充实的感觉传来 陈冬顿时只觉得 身上像是压了两座大山一样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陈冬心中猛然一惊 这个女人怕不是疾疯了吧 竟然要在这里跟自己来争吶 陈冬顾不得多想 赶忙从床上跳了下来 躲到了一边 春梅婶 你别这样陈冬低声劝道 潘春梅却是忽然停下了动作 表情玩味 看来我猜得没错 你果然已经不傻了 啊 陈冬愣了下 装傻道 春梅婶你啥意思啊 我咋没听懂 潘春梅五妹一笑 你就别装了 婶子没其他本事 可对自己的身子 还是很有信心的 之前婶子 让你帮着搓枣的时候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是现在 你却故意躲着婶子 不就是沾上之后 被婶子纠缠吗 而且 白天的事我也听说了 一群碰子的老手 都能被你耍得团团转 我可不信 这是一个傻子能干出来的 说的对吗 傻东子 潘春梅嘴角带笑 笑也如花 陈冬却是哑然失笑 心生佩服 他做梦都没想到 整个青山村 除了母亲许凤秦外 第一个看出自己不傻的人 竟然是潘春梅 看来以后 兄大无脑这种话 也是不能信了 事到如今 陈冬知道再否认 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只得点头道 春梅婶说的没错 我的确已经不傻了 此话一出 潘春梅脸上的表情 瞬间精彩起来 不过随后 他却又想到了什么 这么说来 你之前给我搓澡的时候 岂不是什么都看到 什么都知道了 陈冬赶忙摆手 不是的 我也是最近才清醒不来的 之前发生的那些事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潘春梅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一想到自己之前 对傻东做出的那些疯狂事情 潘春梅就有些羞愧难当 要是当时陈冬 真是处于清醒的状态 那他在陈冬面前 就真的没办法做人了 陈冬自然也看出了 潘春梅的担心 便宽慰道 春梅婶 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 我知道你那都是无奈之举 你毕竟是个女人 这么多年一个人走过来 的确挺不容易的 所以 你在我面前做过的那些事情 我都可以理解 听到这话 潘春梅的眼眶 瞬间就有些湿润了 这么多年了 陈冬还是第一个 真心理解自己的人 随即 潘春梅却是抓住了陈冬的手 拽到了自己胸口上 傻东 既然你知道沈子的苦 就该知道 沈子需要啥 要不 你就帮了沈子这个忙吧 这些年来 潘春梅一直克制 唯一亲近过的人 也就只有陈冬 之前 他一直只当陈冬是个傻子 所以也并没有什么 太过越举的举动 因为他其实也并不甘心 把自己交给这样一个 精神不正常的人 可是如今 陈冬的脑子已经恢复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 正常的男人 而且 他们两个 也已经发展到了那种程度 基本上 就差这临门一脚了 今天 潘春梅 就决定要把这最后一脚 给补上 说话间 潘春梅便要 去解自己的扣子 陈冬下的赶忙闪到了一边 我知道你骨子里 其实是个很干净的人 所以 还请你自重 听到这话 潘春梅不由一愣 动作也僵硬在了那里 眼神复杂 似乎陷入了沉思 春梅沈 我先回去了 趁着潘春梅愣神的功夫 陈冬赶忙便逃离了现场 等到陈冬走远之后 潘春梅这才反应过来 一屁股横横地坐在了床上 漂亮的脸蛋上 满是幽怨 这个傻冬子 你就是块石头 沈子也要给你捂热了 陈冬顶着夜色跑回了家 关了房门心 还在扑通扑通跳着 他也是个正常男人 面对潘春梅那种女人的诱惑说 没想法是不可能的 可他也知道 自己要是真把潘春梅给他啥了 他是要负责的 至少现在 他还没想好 不再多想这些 陈冬重新躺回了床上 只是他现在满脑子都是 潘春梅那张春情四溢的面容 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 陈冬跟往常一样 进城送货 这几天 随着白银飘香鱼的上市 以及黄金飘香鱼 供货数量的翻倍 紫气东来的生意彻底爆火 整个饭店简直人满为患 每天的销售额 都在不断地攀升 照这种情况下去 姚宇露想让销售额翻倍的目标 应该很快就能达成了 我之前就说 只要推出白银飘香鱼 你们店里的生意 肯定能变好 咋样 我说的没错吧 陈冬看着爆满的顾客 也是颇有成就感 姚宇露翻了个白眼 瞧把你能的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把供货量再提升一倍 那样我才服你 还要 陈冬撇了撇嘴 在姚宇露那身前的傲然上 打量了一番道 你们这些城里的女人 需求都这么旺盛的吗 就怕把自己给累着啊 姚宇露听出 陈冬又在内涵她 翻了个白眼 老娘愿意 你管得着吗 总比某些男人 整天当的缩头乌龟 要强得多 陈冬惊得张大了嘴巴 这个女人 还真是越来越敢说了 陈冬刚要再说什么 她的手机却是忽然响了起来 竟然是妹妹陈小蝶打来的 陈冬笑着接通 小蝶 咋想起来给哥打电话了 只是 陈小蝶那边似乎有些奇怪 哥 你你现在在哪 能不能来学校一趟 陈小蝶话刚说完 陈冬就听到 那边有剧烈的敲门声传来 贱人 赶紧把门打开 陈冬立刻意识到了不对 赶忙问道 小蝶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哥 我 不等陈小蝶说完 那边的房门便被人踹开 紧接着电话 就被人给挂断了 小蝶 喂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陈冬目光森然 小蝶真的遇上麻烦了 一时间 一股寒意从陈冬身上汹涌而出 把姚宇露都给吓了一跳 陈冬 你你没事吧 姚宇露见惯了平日里 那个嬉皮笑脸插颗打混的陈冬 这样杀气凛然的陈冬 他还是第一次见 你的车 我用一下 陈冬冷声道 忙交出钥匙 刚要说话 陈冬几个大步竟已经跑出了饭店 伴随着一阵隐情的轰鸣 马沙拉蒂如同一头脱疆的野兽一般 呼啸而去 这一幕 只把姚宇露都给看呆了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 自己的车竟然还能跑这么快 与此同时 怀城一高 这里是一个破旧的仓库 用来存放一些节日庆典的舞台道具 平日里基本上没什么人来 此刻 浑身泥土的陈小蝶 被几个女生拖拽到了仓库里 为首的正是曹倩 上次曹倩被陈冬点了长道穴位 一连放了三四天的屁 最后甚至还住了院 虽然曹倩不知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 可他却很清楚 这件事 肯定跟陈小蝶那个傻哥哥有关 所以 曹倩心中对陈小蝶 一直都心怀怨恨 再加上今天曹倩竟然在男朋友 孙明的书里 发现了陈小蝶的照片 这让曹倩对陈小蝶的恨意 达到了顶峰 早自习刚一下课 曹倩就带着他那几个跟班 来找小蝶的麻烦 你个小贱人 连老娘的男朋友都敢勾搭 不就是穿了身漂亮衣服吗 瞧把你给搔的 曹倩揪着陈小蝶的头发 破口大骂 陈小蝶怯怒的摇头 我没有 还说没有 那孙明怎么会有你照片 你可别告诉我 是孙明偷拍的你 曹倩显然不愿相信这种可能 陈小蝶流着眼泪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曹倩一脸怨毒 还嘴硬 行啊 等下孙明就过来 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话音刚落 几个穿着篮球服的男生 便走了进来 为首的一个身高将近一米九的男生 便是曹倩的男朋友 孙明 他跟身后那几个男生一样 都是笑篮球队的体育生 倩倩 你害我怪什么事 哟 这不是陈小蝶吗 怎么也在这里 孙明有些惊讶 曹倩面带笑意地迎了上去 老公 你来得正好 我在你书里发现了陈小蝶的照片 该不会是你偷拍的吧 孙明愣了下 没想到自己偷拍的照片会被曹倩发现 不过孙明自然不会承认 因为曹倩的家庭背景 足以让他少奋斗几十年 至于陈小蝶 连正眼瞧过他都没有 他又怎么可能为了这种女人出头 倩倩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看上这种途径呢 孙明一把搂住曹倩的腰身 将曹倩身前的傲然紧贴在自己身上 一脸宠溺地道 我的心里 只有你一个呀 我就知道 曹倩对孙明的回答十分满意 他随即看向陈小蝶 目光里满是恶毒 小贱人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陈小蝶拼命摇头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 这个时候还在装可怜 真是一个绿茶表 曹倩面色阴狠 今天 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曹倩看向身旁的孙明 饶友意味道 老公 看来是你太优秀了 才让这件人对你有想法 所以这件事 应该你来解决才对 孙明正了下 点头道 好啊 你想让我怎么解决 曹倩指着面前的陈小蝶冷笑道 很简单 他不是要装白莲花吗 我今天就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究竟有多白 哇塞 倩姐这个主意好了 这次真的有好戏可以看了 身后那几个女生 也都是跟着起哄 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样子 孙明听到曹倩的提议 目光也是陡然炽热起来 说实话 他这段时间对陈小蝶 一直都十分着迷 尤其是陈小蝶 换上了那些高档的新衣服后 他整个人都如同是天上的仙女一般 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出尘的气质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孙明简直做梦都想要一清方泽 如今 既然有这么好一个机会摆在面前 孙明自然不会错过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孙明故作矜持 曹倩脸色一沉 怎么 你不忍心 对这种贱人 还怜香惜玉 明哥 你要是不忍心 要不这个光荣的任务 就交给我们好了 是啊 我们都可以代劳啊 身后那几个篮球队的男生 都是跟着起哄起来 陈小蝶的长相与身材 同样让他们痴迷 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占点便宜 孙明怎会把这么好的机会拱手让人 他叹了口气 得了便宜还卖乖地道 好吧 为了证明我对倩倩你的忠心 就让我亲自动手好了 说着 孙明便直接朝着陈小蝶走了过去 陈小蝶 你可别怪我呀 要怪就怪你 自己没有自知之明 非要给予我 看到孙明一步步走来 陈小蝶惊恐万分 浑身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你不要过来 求求你了 孙明却根本不理会陈小蝶的哭泣 伸出魔爪便要 朝陈小蝶身上抓去 一旁的曹倩他们 纷纷拿出手机 准备记录下 接下来那香艳的一幕 可就在这时 问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传来 一辆宝蓝色的马沙拉蒂 裹挟着漫天尘土 狂暴而来 还没等孙明反应过来 马沙拉蒂 已经冲到了跟前 碰 孙明整个人 直接就被向后撞飞了出去 在场众人全都被这 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吓傻了 一个个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 这时 马沙拉蒂的车门打开 面如寒冰的陈东 从车上走了下来 哥 陈小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目光落在陈小蝶身上的一刻 陈东脸上的寒霜才陡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 无限的温柔 小蝶 对不起 哥来晚了 哥 陈小蝶满心的恐惧与委屈 在这一刻终于得以发现 眼泪如同绝了地一样 抱着陈东便痛哭了起来 当曹倩他们看清 这马沙拉蒂的主人 原来只是陈小蝶的那个傻哥哥时 顿时面露不屑 你还真是个傻子 既然开车撞人 这次你就等着坐牢吧 话说 你们不是兄妹吗 整天搂搂搂搂的 该不会是想搞什么自产自消吧 哈哈 曹倩的话 杀人诛心 哈哈 身后那些男女 也都是跟着轰然大笑 可还没等他们笑出来 陈东陡然出手 啪啪啪啪啪 陈东一巴掌抽出 曹倩连同身后那些男女 每个人都领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瞬间倒地 嘲笑声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震撼 一巴掌扇倒他们十几个人 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你个傻子 竟然敢打我 曹倩怒吼 他从小到大娇声惯养 还从来没人敢对他动手 陈东面色清冷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 还是不够狠 竟然还敢找我妹的麻烦 曹倩冷哼一声 果然是你 上次老娘被你害得那么惨 今天我一定要报仇 还有这个小贱人 有我在 他以后再一高 永远都别想好过 陈东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真是不知悔改 既然你想自找麻烦 那我就成全你 说吧 陈东只见一点 正中曹倩背后的穴道 紧接着 曹倩只觉得双腿一软 竟是直接跪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一种蜿虫啃咬的痛苦 从他的双腿上传来 让他痛不欲生 啊 疼死我了 你个傻逼 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疼啊 曹倩倒在地上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一旁的那些男女 一个个吓得面色惨白 不敢吭声 陈东面色平静 现在给我妹道歉 发誓永远都不再找她麻烦 我还可以放过你 让我跟这个小贱人服软 你休想 曹倩怒吼 一张脸猙獰无比 告诉你 等我治好了腿 就要狠狠报仇 让他再一高待不下去 陈东冷哼 是吗 那只怕你永远也没这个机会了 陈东刚才对曹倩使出的 乃是画龙诀中的幽名龙找手 直接封死了曹倩双腿的穴道神经 陈东很自信 别说是怀城 就算全国 也没有哪个医生能够破解 不再废话 陈东带着陈小蝶便上车离开 我的腿是不是断了 妈呀 疼死我了 呜呜呜 不远处的地上 孙明坐在地上哭爹喊娘 事实上 陈东刚才还是手下留情的 孙明也只是皮外伤而已 却吓成了这样 要说疼 曹倩才是真的疼 快扶我去医院 我要去医院 曹倩大喊 可他扭头才发现 自己那几个跟班 还有那几个篮球队员 此刻早就吓得没了踪影 曹倩心中狂怒不已 陈小蝶 还有那个傻子 你们给我等着 我跟你们没完啊 疼死我了 谁来救救我啊 当天下午 曹倩就被送进了医院 可是 就跟陈东说的一样 曹倩的爸妈 找遍了整个医院 所有科室的医生 却根本没人 能够治好曹倩的腿 甚至 在经过了一番检查之后 医生连曹倩的病因都查不到 说实话 要不是看曹倩疼到尿失禁 甚至几度昏迷 医生们都怀疑 曹倩是不是在故意装病 最后 曹倩爸妈 甚至还带着曹倩 去了省城最好的医院 结果却 样没用 三天后 从最后一个科室走出来 曹倩的爸妈 已经彻底绝望 倩倩 你说 你得罪的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曹母看着担架上 痛苦万分的女儿 心疼得不行 父亲曹良济面色铁青 不管是什么人 把倩倩害成这样 我肯定不会轻饶了她 曹母叹了口气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要想办法 赶紧治好倩倩的病才行啊 曹良济想了想 随后一拍大腿 我怎么把她给忘了 你说的是谁啊 曹母好奇 先别问那么多了 走 带倩倩赶紧回怀城 曹良济顾不得多解释 开车带着曹倩他们 就朝着怀城返回 对于曹倩这边的情况 陈东根本不感兴趣 他只知道 曹倩敢欺负小蝶 受再多的苦也是活该 这几天 紫气冬来的生意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早上 陈东刚把武林小卡 停在仓库门口 就听到头顶传来一个声音 你最近倒是挺守时吗 陈东抬头 便看到打扮精致的姚宇露 沿着楼梯走了下来 今天的姚宇露 一身紧致的黑色长裙 连不清一间 长裙将那恶娜的身姿 完美地展现出来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各方面的条件 都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 一双笔直的大长腿 随着裙摆摇曳声姿 都快把陈东眼睛恍花了 哟 穿这么漂亮 还化了妆 该不会是为了见我 才专门打扮这么好看的吧 陈东这原本只是 嫖笑的画 却是让姚宇露翘脸一红 因为还真被陈东猜对了 连姚宇露自己都不知道为啥 明知道陈东要来 自己就专门起了个大早 不仅换上了一身漂亮衣服 甚至还专门化了妆 此刻被陈东的玩笑点破 姚宇露顿时有些心虚 紧接着她脚下一步踩空 一个踉呛 竟是直接从楼梯上栽了下来 小心 陈东赶忙一步踏出 一把拦住姚宇露的腰身 才将她勉强接住 你怎么搞的 下楼都不看路的 陈东埋怨道 姚宇露翘脸一红 还还不是你 非要开什么国际玩笑 逗老娘笑 陈东一阵苦笑 明明是自己救了她 却还怪自己 这个女人 还真是倒打一耙 你你报够了没有 报够了 就把我放下来啊 姚宇露红着脸提醒道 陈东这时才想起 姚宇露还被抱在怀中 赶忙将她放下 只是姚宇露脚刚落地 却是疼得一声惨叫 咋回事 我的脚 好像扭到了 陈东看了眼 看到姚宇露的脚腕 果然有些水肿 显然是刚才在楼梯上扭到了 都怪你 姚宇露一记粉拳 打在陈东身上 红唇撅得老高 陈东无语 咋啥都怪自己头上 这下好了 要去医院了 姚大美女很不开心 就这点小事 还去什么医院 你做那 我给你按摩按摩就好了 陈东自告奋勇 姚宇露一脸狐疑 就你 能行吗 瞧不起谁呢 告诉你 我技术好得很 不知道有多少富婆 冲着我手上的这点 活想包养我呢 陈东口无遮拦地 吹起牛逼来 姚宇露却是吃笑一声 是吗 我看你能用的 也就只有手了吧 噗 陈东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个女人 跟自己说话 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比试归比试 姚宇露还是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他翘起二郎腿 把脚伸到陈东面前 来吧 让姐瞧瞧你技术有多好 够不够被包养的资格 陈东不由得有些愣神 面前的姚宇露双腿翘起 交叠出迷人的曲线 从陈东的角度看去 他那裙摆下的紧致 若隐若现 让人流连 而这还只是开始 在将姚宇露的高跟鞋脱掉后 陈东更是被眼前的荧幕 给深深地吸引住了 陈东还将一股股真气 不断地导入到姚宇露的脚腕之中 随着陈东手上的动作 姚宇露只感觉整个脚腕 都变得异常舒畅 尤其是伴随着真气的涌入 姚宇露感觉整个人 都变得轻飘飘的 整个心神都是前所未有的舒畅 几乎要上天 二姚宇露不禁发出了一声畅快的声音 这一声交喘 把陈东都惊得虎曲一阵 心神不宁 姚宇露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声音太过暧昧 背驰赶忙咬住红唇 强忍着那种舒畅 不敢再发出声音 只是 她的表情却还是出卖了她 似乎是在宣告着 她此时的身心 究竟是有多么的高潮迭起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东手上动作忽然停了下来 原本还在享受的姚宇露顿感失落 你你怎么不暗了 陈东一阵无语 还安 我真怕你受不了啊 行了 你起来 看看好了没 姚宇露试探着起身 随即面露惊喜 真的不疼了 这也太神奇了 陈东一脸得意 这有啥神奇的 告诉你 哥们儿我会的花活还多着呢 以后 你要是再有什么需要 或者你认识的那些富婆里 有谁需要的 我绝对乐意笑了 姚宇露翻了个白眼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嘴上这么说 姚宇露心中却是不由惊叹 这家伙按摩的手法 确实不一般 要是以后再有机会 一定要骗他再试一次才行 正当两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一个声音却是忽然响起 怪不得宇露店里的声音 能这么好 原来是有高人相助啊 一辆霉红色的奔驰大G 停在二人面前 车门打开 走出的却是一个 身穿旗袍的妩媚女人 眼前这个女人 应该有四十出头的年纪 可无论身材还是皮肤 都保养得极好 让他看上去 足以与二三十岁的少妇媲美 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身上 留下斑驳 反倒在年龄的加持下 让他整个人 更多了一种年轻女人 无法拥有的独特韵味 而且 他的长相属于唇欲的那种 紧致惹火的身材 在藏青色旗袍的包裹下 显得曲线玲珑 披肩的波浪长发 有着说不出的春意 就连他那红唇倾起肩 似乎都在诉说着 妩媚与诱惑 像极了那个著名的电影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女主角 玛莲娜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性感的味道 随着这个女人的出现 那些负责邂惑的后厨人员 一时间全都看待了 就连陈东 目光在落到这女人身上时 也是有些移不开了 这个女人 确实够玩 而姚宇露 在看到眼前这个女人后 表情却是出奇的难看 谁让你来这里的 姚宇露声音冰冷 眼神中对眼前这个成熟女人 说不出的厌恶 成熟女人淡然一笑 瞧你这话说的 我自己的店 怎么就不能来了 是吧 我的好女儿 女儿 陈东愣住 眼前这个成熟女人 竟然是姚宇露的母亲 虽然都挺漂亮的 可怎么看都不太像啊 反倒是上次那个姚坤 跟这个女人长相上 倒是有几分相似 成熟女人的话 让姚宇露像是吃了死苍蝇一样恶心 卢妙彤 你别恶心我了成吗 你只是我的后妈 我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还有 一个月的时间还没到 这家店还是我说了算 请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陈东愣了下 后妈 一个月还没到 这信息量有点大啊 卢妙彤我二一笑 性感撩人 我的好女儿 你别怕嘛 我来这里 又不是来抢你饭店的 说着 卢妙彤那白皙纤细的御手 轻轻地搭在了陈东的肩头 我来这里 只是来找他而已 卢妙彤的红唇 几乎贴在陈东的脸上 一股温热的芬芳扑面而来 沁人心脾 找我 陈东苦笑一声 咱俩好像不熟吧 没笑道 没关系 以前不熟 深入交流一下 慢慢不就熟了吗 怎么样 陈先生 咱们要不要找个僻静的地方 好好聊聊 卢妙彤御手顺着脸颊 滑落到陈东的胸口 饶视陈东心智还算坚定 此刻都被他聊得有些心神不宁了 陈东心中不禁惊叹 这个女人 还真算得上一个妖精了 姚宇录看到卢妙彤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就对陈东展开如此疯狂的攻势 顿时有些急了 卢妙彤 你到底要干什么 卢妙彤眼嘴一笑 怎么 吃醋了 放心 我就借你男人聊几句而已 又不会把他给吃了 陈先生 你敢来吗 卢妙彤欲指 轻挑着陈东的下巴 笑容里说不出的魅惑 陈东淡淡一笑 随口道 你一个女人都不怕 我有什么好怕的 想去哪聊 我随时奉陪 卢妙彤很是满意 那好 咱们上车再说 陈东 不要去 姚宇录立声 戒备心十足 陈东一脸轻松 盛情难缺啊妖剪 他就回来 说吧 陈东被卢妙彤挽着手 直接坐进了奔驰大剧里 放心吧雨露 你的男人 妈用完了 就给你送回来 哈哈 伴随着卢妙彤撩人的笑意 奔驰大剧绝承而去 看着奔驰大剧离开的背影 姚宇录气地握紧了双拳 咬牙切齿 陈东 你个没出息的大色狼 十分钟后 奔驰大剧停在了湖边的一个僻静处 这里植被繁茂 人际罕至 十分幽静 美女 咱到底要聊傻啊 非要找这么偏僻的地方吗 陈东装出一副恋爱小白的样子 明知顾问道 卢妙彤解开安全带 那身前原本被束缚的山鸾 顿时呼之欲出 那是当然 有些坏事 可是不能随便被人看到的 卢妙彤的指尖 像是走路一样 一寸一寸地在陈东的腿上移动 直聊得陈东心痒难难 正当陈东享受之时 卢妙彤另一只手 却是将一张银行卡 直接塞进了陈东的裤腰里 陈东愣了下 苦笑道 美女 这啥意思 你还想包养我呀 你可真可爱 怪不得语彤会那么喜欢你呢 卢妙彤只肩服过陈东的脸颊 这卡里有五百万 只要你把这份合同签了 这钱就是你的 卢妙彤将一份 事先准备好的合同 递到了陈东面前 陈东随手翻开看了几眼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果然 跟他想的一样 这是一份黄金飘香鱼的供货合同 不过合同里明确说明 所有的黄金飘香鱼 给其他人 这里说的其他人 自然也包括姚与录 事实上 陈东一开始就料到 卢妙彤找他并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卢妙彤就是想来个府邸抽薪 从根本上斩断姚与录的货源 这样一来 紫气东来的营业额翻倍的目标 就无法完成 姚与录 必输无疑 这个女人看上去性感撩人 可实际上手段果敢 蛇仙美人 绝对不简单 以后你的货 我们紫气东来 会继续照单全收 可你却能多赚到五百万 怎么样 陈先生 这个买卖 很划算吧 卢妙彤笑容可人 媚眼如丝 显然是吃定陈东不会拒绝 陈东看着手里的合同 笑了笑 你说的没错 这个买卖确实很划算 只不过我个人贪心得很 五百万就想收买我 是不是少了点 卢妙彤正了下 随即撩人一笑 确实少了点 那如果再加上我呢 说话间 卢妙彤忽然站起身来 紧接着 他竟是来到副驾驶位上 不由分说 直接骑坐在了陈东身上 陈东被卢妙彤 这突如其来的招数给吓到了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如此大胆 卢妙彤一双偶臂 搂着陈东的脖子 红唇在陈东耳边轻声呢喃道 只要你同意在这合同上签字 不仅这五百万 连我今天都是你的 任由你随意使用 你觉得怎么样 感受着耳边的吐气如蓝 陈东浑身的汗毛 都要竖起来了 这个女人 也太风骚了 身为一个正常男人 陈东现在最直接的念头 但是陈东却也清楚 上床容一下床男 要是他真把卢妙彤给办了 那日后 只怕就没办法跟姚宇录交差了 陈东善善一笑 阿姨 你这是干啥 都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学小孩子 总喜欢往人腿上坐呢 什么 卢妙彤一时没反应过来 陈东却是抱起卢妙彤的大腿 将他重新放回到了驾驶位上 要是先认识的是你 我今天兴许就答应了 只可惜 我现在已经是姚宇录的人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一夫不是二妻 呸 一夫不是二主 所以 今天咱俩还是算了吧 你先忙 我先告辞了 说吧 陈东直接下车走人 留下卢妙彤 失神地愣在那里 事实上 卢妙彤也是心里 斗争了许久 才下定决心 要对陈东使出美人计的 没办法 他太想要得到紫气东来了 他本以为以自己的美色 再加上金钱的诱惑 轻而易举 就能把这个飘香鱼的供应商 给拿下来的 没想到竟然会失败 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卢妙彤目光冰冷下来 他还真是小看了 这个乡下来的小农民 二十分钟后 陈东回到紫气东来 远远就看到 姚与录正气鼓鼓地站在那里 陈东笑呵呵地迎了上去 姚姐 你站着干啥 该不是在等我吧 话刚说完 耳朵便被姚与录一把揪住 你个不要脸的 还敢回来 疼疼疼 疼死我了 陈东嗷嗷直叫 姚与录里都不理 揪住陈东便上了楼 一旁的王成他们 看到这一幕 都是不由撇嘴 这咋看 咋像是夫妻间打情骂操啊 陈东被姚与录揪着耳朵 拽进了办公室 姚姐 你快松开啊 我耳朵都要被你揪掉了 揪掉了才好 你这种银棍耳根子软得很 随便一个女人 都能把你勾搭走 要耳朵有什么用 陈东疼得急了 你个凶大无脑的 老子那叫深入敌营 缓兵之际懂不 缓兵之际 姚与录愣了下 陈东趁机挣脱 疼得呲牙咧嘴 你妈 这女人下手真是够狠的 耳朵都快被揪掉了 所以 你不是去投奔那个狐狸精的 他找你到底 要干什么 姚与录好奇道 陈东摆起了谱 咋的 不揪我耳朵了 你就是这样对待功臣的吗 姚与录自知理亏 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好陈东 你快请坐 姚与录掺着陈东的手臂 将他扶到了沙发上 水呢 陈东扬了扬手 姚与录略显不耐 不过还会笑着 将茶杯双手奉上 请喝水 陈东抿了口 还不满足 就没有点按摩服务什么吗 姚与录翘脸一寒 你差不多得了啊 需不需要 我再帮你按摩按摩耳朵 陈东一听 赶忙见好就收 倒是不必 姚与录在陈东面前坐下 双腿交叠在一起 又吸引了陈东一波目光 这女人虽然比不上卢妙同风骚 不过盛在年轻 身材也高调许多 尤其是这一双大长腿 绝对加分不少 说吧 那个老狐狸精 找你到底想干什么 陈东随口道 不干什么 就是想睡我而已 什么 姚与录一惊一乍的 陈东随即便把卢妙同之前 开出的条件 以及卢妙同是如何 骑在自己身上 企图勾引自己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给讲述了一遍 姚与录听后 顿时羞红了脸 为了抢走饭店 竟然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 这个女人还真是不要脸 陈东砸吧砸吧嘴 你不知道那女人有多 身材多有料 就这么风骚的女人 我都给拒绝了 现在你该知道 我为了你损失有多大了吧 姚与录满意地笑了笑 放心吧 我以后好好补偿你就是了 陈东眼前一亮 补偿 难不成你也打算要 姚与录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话 太容易让人想歪了 赶忙纠正道 你想什么呢 我说的补偿 可不是那种补偿 陈东叹了口气 惋惜道 那我不是亏待了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从了你那个后妈得了 至少还能舒服舒服 你姚与录羞愤得满脸通红 刚要发火 却听陈东接着道 现在 你应该能说说 你跟你这后妈之间 到底怎么回事了吧 姚与录不再隐瞒 便合盘拖出 原来 卢妙彤是姚与录老爸 当年找的小三 上次那个姚强也是 他跟卢妙彤生的 几年前 姚与录的爸妈意外死亡 只留下一些房产 以及这家紫器东来大饭店 却没有任何的遗嘱 后来 卢妙彤带着姚强来争夺家产 姚与录就陷入到了 十分被动的局面 双方互不退让 最终在姚家长辈的主持下 双方定下了一个赌约 只要姚与录 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让紫器东来的营业额翻倍 饭店就是他的 如果失败 饭店就要落入 卢妙彤跟姚强的手中 陈东听了唏嘘不已 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惨 怪不得他之前 甚至不惜把色药的手段 都使出来了 就为了让自己 能多给他供点货 原来他是极着想赢啊 陈东还是挺同情这个女人的 原本应该是属于他的东西 如今却要被一个 破坏了父母感情的小三抢走 换谁也不答应 陈东 我现在只有靠你的黄金飘香鱼 才能扳倒卢妙彤那个狐狸精 所以 你一定要帮我 姚与录顿了顿 又接着脸色羞红地说道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那个女人答应你的 大不了大不了我也给你 说着 姚与录竟是要 直接掀起自己的裙摆 以表成心 看着眼前的春光乍蟹 陈东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做梦都没想到 姚与录竟然会在自己面前 做出这种事 喂 你干嘛呀 陈东反应过来 赶忙将姚与录的裙摆 按了下去 你不是想姚与录诧异 陈东一愤填膺 我想什么想 姚与录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难道我陈东在你眼里 就是一个金虫上榜 趁人之危的色狼吗 姚与录眨巴着疑惑的大眼睛 你不是吗 陈东 陈东气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告诉你 我这个人没太多优点 可最起码的底线还是有的 我既然是先跟你签的合同 那我就会遵守合同 只给你供货 你放心 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 姚与录听到这话 眼眶顿时湿润了 他真是万分庆幸 黄金飘向于的供应商是陈东 要是换成其他男人 他可能真的 要靠牺牲肉体 来换取胜算了 陈东 你对我真好 姚与录 姚与录一把将陈东抱在怀中 身前那两团柔软 紧贴在陈东身前 让陈东有些欲罢不能 看到姚与录这副样子 陈东无奈摇头 他很清楚 姚与录表面看上去大大咧咧的 可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 他刚才之所以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来 完全就是为了保住这家饭店 也并不是因为 这家饭店有多值钱 更多的 应该是想保住自己爸妈 留给自己的家业 至少不要让这份家业 落到一个破坏了他一家幸福的小三手里 这样 才算是给死去的爸妈一个交代 好生安慰了姚与录一番之后 陈东这才离开 来到楼下 后厨的人早已卸完了车 陈东刚要上车离开 手机却又忽然响了起来 陈老弟 我这边有点事 想请你帮忙 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啊 电话那头传来孟怀康的声音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这边有个比较棘手的病人 想请陈老弟出手 陈东苦笑 老孟 你可是咱怀城的名医啊 还有你治不了的病吗 孟怀康一阵惶恐 陈老弟 你这话可真是折杀我了呀 有你在 我哪里还敢称什么名医啊 最多也就算个医学界的小学生而已 陈东呵呵一笑 好吧 你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去 与此同时 人民医院病房走廊里 看着孟怀康笑脸盈盈地挂掉电话 一旁的曹良记早已惊讶得无以复加 堂堂怀城名医 永康集团的首席顾问孟怀康 在对方面前 竟然将姿态摆得如此之低 还自称是医学界的小学生 电话那头的人 该是一个怎样厉害的人物 孟老 您说的 这位陈医生 真有这么厉害吗 曹良记有些将信将疑 孟怀康轻哼一声 那还用说吗 我这陈老弟的医术远在我之上 如果说整个怀城 还有谁能治好你女儿的病 那绝对非他莫属了 说实话 要不是看在跟曹家老先生 有些交情的份上 孟怀康真不想动用自己的人情 去麻烦陈东 一听说女儿有救 曹良记顿时喜笑颜开 赶忙冲进了病房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给了老婆跟曹倩 曹倩听了 也是大喜过望 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 那个陈东 还敢说 除了他全国都没人能治好自己的病 真是吹牛 这不是被自己找到了吗 高兴之余 曹倩还发了条朋友圈 告诉所有人 他已经找到了一位神医 马上就能治好他的病 还说让陈小蝶洗干净脖子等着 等他回去之后 就要复仇 二十分钟后 陈东开车来到医院 刚要上楼 就接到了妹妹小蝶的电话 曹倩那几个死党 把曹倩朋友圈的信息 截图给了陈小蝶 陈小蝶一听说 曹倩马上就能治好病 还要回来报复 顿时心生胆怯 第一时间 就给陈东打来了电话 陈东听了一阵狐疑 他对自己那幽名龙着手的实力 还是很自信的 除了自己之外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解 可曹倩那么自信的样子 却又不像是假的 下一刻 一个大胆的念头 浮现在了陈东的脑海之中 该不会这要巧吧 小蝶 你知道那个曹倩 现在在哪里住院吗 好像就在淮城人民医院 他朋友圈照片上有的 我看一下 没错 骨科住院部 三十六床 陈东顿时哑然失笑 还真是 小蝶你放心 我保证 从今以后 曹倩再没机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都这个时候了 那曹倩还敢扬言报复 简直自寻死路 挂了电话 陈东便直接上了楼 刚到走廊 孟怀康带着曹梁记 曹母便迎了上来 您就是陈医生吧 孟老说 您的医术整个怀城也无人能及 没想到这么年轻 真是年轻有为啊 曹梁记满脸奉承地道 陈东淡淡一笑 老孟也太高抬我了 我哪有那么厉害 陈医生 我女儿已经得病好多天了 现在还在病床上 疼得直打滚呢 麻烦您赶紧进去给她瞧瞧吧 曹倩母亲急切地催促道 陈东却是一副慢条思理的样子 这个嘛 不用看了 我已经心里有数了 心里有数 曹母愣了下 可是您还都没有见过我女儿 怎么救 陈东开口道 老孟没跟你们说吗 我这个人看病 手段不太一样 我虽然没见过你女儿 可看你们二人的面相 掐指一算 就已经知道 她到底什么情况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女儿的病 应该是出在腿上吧 而且还是双腿 曹梁记跟曹母 都是惊大的双眼 宁宁是怎么知道的 孟怀康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件事 她在电话里 可根本没提过 陈东得意一笑 我不仅知道这些 我还知道 你女儿的病 已经得了整整三天 便寻名医也无处可解 是也不是 曹梁记他们 佩服得简直无体投地 神了 甚是神了 连病人都没见一面 就能洞穿一切 这才是真正的神医啊 女儿 这次有救了 曹梁记再也没有任何的怀疑 一把抓住了陈东的手 陈医生 您可真乃神医啊 求求您 一定要治好我女儿的病啊 陈东淡淡一笑 其实 想治好你女儿的病 并不难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 我这治疗方式有些特殊 我怕你们会难以接受 曹梁记赶忙道 陈医生放心 只要能治好我女儿的病 无论是什么方法 我们都愿意尝试 没错 我们都听陈医生的 曹母也跟着附和 陈东点头 那好 那现在就让你女儿 自扇一百个耳光吧 什么 曹梁记夫妻俩彻底傻眼 就连孟怀康也是一脸惊讶 有些不敢相信 陈医生 你你是在开玩笑吧 曹梁记苦笑 打耳光能治病 他活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听说 陈东轻哼一声 你觉得我像是 在跟你开玩笑吗 我可以保证 只要你女儿 自己扇自己一百个耳光 他的病绝对要到病出 而且星成才灵 要是力气不够大的话 可是没有用的 话我就说到这里 至于信不信的 就随便你们了 曹梁记夫妻俩相识一眼 终于下定了决心 随后 他们二人便跑进病房 将陈东的治疗方法 告诉给了曹倩 删耳光就能治我的病 这也太荒唐了吧 曹倩根本不信这种鬼话 怎么就荒唐了 这位神医 可是孟老介绍的 而且 孟老自己都亲口承认 这神医的医术 远在他之上 神医说的话 还能有假 曹梁记一本正经 是啊倩倩 你就信我们这一次吧 反正删几个耳光而已 又不会少块肉 等你的病治好了 咱们就去找那个小贱人报仇 把所有的气 全都撒在他身上 曹母也恶毒的寻寻善诱 曹倩原本是压根 不信这些歪门邪道的 可眼下他已经疼了三天 找遍了那么多名医都没有用 只能病急乱投医了 好 我删 曹倩心一横 一巴掌直接删在自己脸上 倩倩 医生可说了 星辰才灵 你力气稍微再大点啊 曹母好心提醒 无奈 曹倩只能加大了力道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 删在自己脸上 啪啪啪啪 一时间 走廊里都回荡着清脆的打脸声 三十多下之后 曹倩的脸就被打肿了 可为了能治好病 为了能找陈小蝶 还有陈东报仇 曹倩还是咬牙坚持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 陈小蝶 等我好了 就把这所有的耳光 全都扇到你的脸上 还要把你扒光了 扔到操场上 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剑逼样 还有你那个傻哥哥 我要打断他的狗腿 让他一辈子都只能跪在地上 你们都给我等着吧 心中怀揣着这些暴腹 曹倩不断地打着自己耳光 五分钟之后 一百个耳光终于打完 曹倩的一张脸 早已肿得跟猪头一样 爹妈都快认不出来 可他的腿 却仍旧没有剑好 这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用啊 曹母傻眼 曹良记二话不说 直接来到外面找陈东 陈东坐在走廊的座椅上 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一百个耳光 打完了 曹良记点头 是啊 已经打完了 可好像根本没用啊 陈医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东气定神贤 别急 还有最后一步没有完成 你让你女儿来见我吧 我亲自给她治 曹良记文言大喜 赶忙跟曹母一起扶着曹倩 便从病房里走了出来 倩倩 你快看 这位就是那位陈神医 曹良记笑着介绍 然而 曹倩看到面前的陈东后 却是瞪大了双眼 怎么是你 陈东嘴角上扬 人生何处不相逢 不是吗 曹良记夫妻愣住 倩倩 你跟陈神医认识 曹倩气得破口大骂 屁的神医 他就是那个 把我害得这么惨的混蛋 什么 曹良记夫妻俩 彻底傻眼 就连孟怀康 也是张大的嘴巴 这也太巧了 陈东看向曹倩 我之前就说过 你的腿除了我 没人能治 怎么样 现在你信了吗 曹倩怒火中烧 你个混蛋 竟然让我自己 删了那么多耳光 我要杀你 陈东冷笑 杀了我 你一辈子都别想再站起来 我曹倩将在原地 陈东面色沉冷 你三番两次欺负我妹 甚至还想让人脱光 他的衣服 当众羞辱 就凭你对他做的那些事 别说扇你耳光 就算杀你 也死不足惜 说话间 一股森然的气息 从陈东身上狂涌而出 竟是吓得曹倩一个哆嗦 这一刻 他只感觉 陈东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如果有机会 他可能真会毫不犹豫 要了他的命 孟怀康暴怒 竟然还有这种事 曹良记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吗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劳烦陈老弟出手 连我的老脸 都让你们一家人给丢尽了 曹良记不敢反驳 他很清楚 如今想治好女儿的病 只有一条路 扑通 曹良记直接跪在陈东面前 陈先生 都是我教女无方 我替倩倩给你赔不试了 陈先生 我们知道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 曹母也跟着跪了下来 曹倩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陈先生磕头赔罪 曹良记怒斥 曹倩一脸不屑 让我给这个香巴佬道歉 我死也不到 啪 曹良记忌的一耳光甩了过去 难道你还真想 当一辈子瘸子吗 曹倩陡然惊觉 不说残疾一辈子 就凭这每天的痛苦 就不是他能忍受的 曹倩再不敢犯傻 直接跪在了陈东面前 我错了 陈东眼神冰冷 陈先生道 我可以给你治 不过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今天就去办退学手续 从明天起 我不想在淮城 再看到你们一家人 曹良记一家人 都是心有不甘 他们在淮城经营多年 所有人卖家产都在这里 让他们离开 这等于断了他们的根基 可面对陈东的强势 他们也没有其他选择 好 从明天起 我们一家 不会再踏入淮城半步 十分钟后 陈东开着武林小卡 离开了医院 曹倩的病陈东 已经为他治好 也算是看在孟怀康的面子上 给了他一次机会 只能说 经过这青山村三年的吃傻生活 在被如赵叔张审 他们这些热心肠的影响下 陈东的性子 也变得柔软了 要不然 以当年他那特战龙帅的铁蟹手段 曹倩的下场 绝对要比现在惨得多 与此同时 淮城圆亨别院 这里是淮城有名的别墅区 虽然只在淮城这样的小县城 可一栋别墅的价格 也要六百万左右 霉红色的奔驰大巨 在一栋别墅前停了下来 身穿旗袍的卢妙彤 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的身材 还是那般妖艳恶娜 只是脸色却是显得不太好看 妈 你回来了 你找那个香巴佬 谈得怎么样了 您亲自出马的话 肯定手到擒来吧 一进门 儿子姚强 便兴冲冲地迎了上来 卢妙彤将手里的包 随手扔到沙发上 然后整个人也躺了下来 旗袍一侧的开叉 露出一条雪白的眉腿 还是再想其他办法吧 那个乡下小子 拿不下了 姚强很是惊讶 不会吧 五百万都说不通 那小子也太贪心了吧 他到底咋想的呀 卢妙彤叹了口气 他都没好意思跟儿子说 他差点连身子都给了 也没有用 妈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总不能就这样 把紫气东来 拱手让给姚宇璐吧 姚强一脸谄媚地 给卢妙彤倒了一杯红酒 双手奉上 卢妙彤红唇清起 清品了一口红酒 冷笑道 我已经让人估算过了 紫气东来的不动产 加上生意 估值至少也在三千万左右 随着黄金飘香鱼 带动 未来的价值只会更高 这么值钱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让给姚宇璐 那个小野种 那咱们下一步 姚强试探着问 卢妙彤美眸微眯 风情万种 紫气东来的问题 还是出在那黄金飘香鱼身上 只要能截断黄金飘香鱼的供应 那小野种就输定了 你现在就去调查一下 那个姓陈的手里的飘香鱼 是怎么来的 要是我们能掌握黄金飘香鱼的养殖方法 那就更好了 紫气东来现在最值钱的 不就是那黄金飘香鱼吗 要是自己能够生产黄金飘香鱼的话 将来肯定要比仅仅拿到紫气东来一家饭店 要赚钱的多啊 姚强只感觉 似乎已经有无数的人民币 在向他招手了 不再多想 姚强立刻就打电话 开始让人着手调查黄金飘香鱼的事 第二天 青山村 小别墅的楼上 董鹏跟马翠红俩人 正在楼上做着剧烈运动 忽然 别墅的门铃被人暗响 兴致正高的董鹏 不耐烦地骂了一声 草 谁他妈这么没眼力见 这个时候来 马翠红喘着粗气 别管他 没人理他就走了 咱们继续 董鹏刚要继续卖力 门铃却是再次响起 而且是一直响得不停 这一下 董鹏跟马翠红的兴致 彻底被打断了 他骂的谁啊 看老子不骂死他 董鹏穿上条大裤衩 气势汹汹地便下楼开门 房门打开 看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董鹏一脸狐疑 你谁啊 姚强淡淡一笑 不先请我进去再说吗 进什么进 老子认识你吗 就让你进 好事被打断 董鹏正憋了一肚子火 此刻哪还有什么好脸色 没事就赶紧给老子滚 董鹏说着就要关门 却被姚强一把拦住 你他妈还想干嘛 姚强一笑 我这有些有意思的东西 你不如先看看再说 这他妈什么破东西 董鹏接过来看了一眼 下一刻 是十几张照片 而这些照片的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他跟马翠鸿 有在落地窗前的 有在车里的 甚至还有在客厅里的 各种衣服 各种姿势 简直一应俱全 连姚强都忍不住的嘖嘖称赞 不服不行 你们的花样还真是多啊 对了 我们那里还有一些视频版的 这要是拿到网上的话 都够剪成好几部电影了吧 肯定能卖不少钱呢 怎么样 现在还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董鹏吓得一阵腿软 哪里还敢拦 赶忙把姚强领了进来 大哥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好像也从来没得罪过你吧 董鹏怯懦地道 姚强点了根烟 一脸轻松地道 放心 我今天来不是找你麻烦的 而是来给你送财运的 财运 啥意思啊 董鹏不明所以 你们村子里 有个叫陈东的吧 一个养鱼的 董鹏点头 知道啊 我们村里出名的傻子吗 姚强轻哼 他可不是什么傻子 他堂里养的鱼 现在在城里 可紧俏得很呢 有这么厉害 董鹏不敢置信 黄金飘香鱼 虽然在城里 已经打出了名头 可青山村的人 却基本上没人听说过 连董鹏也不知道 董鹏随即又十分不解 不是 大哥 这傻东的事 跟我有啥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因为我需要你来 替我把陈东的鱼汤给抢回来 抢鱼汤 姚强点头 没错 我已经让人查过了 陈东的鱼之所以能那么好 就是跟他的鱼汤有关 确切地说 跟他鱼汤的风水有关 那鱼汤就相当于一个聚宝盆 只要能把鱼汤抢到手 那咱们就能一起发大财 黄金飘香鱼 跟风水有关的结论 是姚强请来调查的人 给出的结论 因为除了这个 他们也想不出有其他可能 而且 青山村里本身就流传着 关于陈东鱼汤 风水好的传闻 事实上 这个传闻 还是从陈东嘴里传出去的 董鹏他们哪知道这些 董鹏就只知道 姚强的话 确实引起了他的兴趣 一个脑袋不灵光的傻东 都能靠着一个破鱼汤 开上小汽车 要是能把鱼汤抓到他手里 那他岂不是真要发财了 董鹏刚要表态 就听到一个声音响起 放心吧 鱼汤的事儿 包在我们身上了 说话间 马翠红沿着台阶便走了下来 他身上一件黑色的镂空睡衣 露出雪白浑渊的大长腿 翘脸潮红 发烧上还残留着香汗 说不出的野性 就连月女无数的姚强 此刻也是有些看待了 他常惯了城里那些 打扮精致的年轻小姑娘 看到眼前的马翠红 却是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哟 原来沈子也在啊 董老爹 你还真是有福气啊 像沈子 这么有味道的女人 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姚强目光肆无忌惮地 在马翠红身上打量着 笑容里也满是猥琐 马翠红毫不在意 男人的目光再猥琐 也不会让他感到难为情 反倒会让他有说不出的成就感 把我夸得这么好 咋的 你也对沈子有意思啊 我看你底子还不错 有机会的话 要不要跟沈子交流交流啊 姚强文言 吓得一个哆嗦 看到姚强表情僵硬的样子 马翠红扑斥笑出声来 手臂大咧咧地搭在姚强的肩膀上 瞧把你吓得 沈子跟你开玩笑呢 哈哈 姚强一阵尴尬 低头看了眼马翠红身前的傲然 心中不禁感慨 这女人 还真是头虎狼啊 马翠红笑得花枝乱颤 身前的风满随之颤动 出一模妩媚 这谁拍的呀 把沈子拍这么好看 不过这照片自己留着就好了 可千万别让外面人看到 要不然 沈子到时候 可要带着你一起出名了 姚强一阵打颤 她现在算是看出来了 想用这种手段来威胁这个女人 怕是不太现实了 这女人哪里还要什么廉耻啊 要是真把她给逼急了 只怕自己都要惹上一身骚 对付这种女人最好的办法 也就只能是用钱了 沈子 既然你都答应了 那鱼塘的事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 等于堂到手了 咱们一起发财 马翠红玩耳一笑 钱不钱的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就是高兴 你说对不对 马翠红说着 轻轻地拍了一下姚强那里 姚强下的一个机灵 那行 没啥事我就先撤了 丢下这句话 姚强落荒而逃 如果是如妙同事风骚 那马翠红就完全是浪荡了 比如妙同还要恐怖 那于堂是陈明汉留给那傻子的 我记得 当初可是跟村里 签了承包合同的 咱们想拿过来 只怕没那么容易吧 姚强走后 董鹏分析道 马翠红不屑一笑 什么合同不合同的 村子里的事 还不是我那口子一句话的事 姚强眼前一亮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只要刘洪伟一句话 拿回一个鱼塘 还不是手到勤来的事 看来这次 咱们真是要发大财了 来 咱们上去再继续玩几次 好好庆祝庆祝 难题迎刃而解 董鹏心情大好 抱着马翠红就要上楼 却被马翠红一巴掌打开 去去去 刚才热乎的时候你不来 现在早没心情了 我还是省点力气 等会回去对付刘洪伟吧 说吧 马翠红上楼换了衣服 扭着大屁股便直接走了 留下董鹏一副怅然若失 十分钟后 马翠红刚回到家 就看到刘洪伟正一个人 坐在那里喝着闷酒 老刘 今儿心情这么好 还喝上酒了 来 我陪你喝几个 马翠红笑盈盈的 就要在旁边坐下 这时 刘洪伟却是啪的一声 把酒杯砸在茶几上 赔个屁的赔 老子自己会喝 马翠红吓了一跳 随即暴怒 刘洪伟你有病啊 吃枪药了你 心里有气 你去村委会撒呀 冲我发什么火呀 刘洪伟怒气冲冲 你说我发什么火 你自己在外面干的什么好事 自己不清楚吗 马翠红跟董鹏的桃色新闻 虽然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了 可也没人敢当着刘洪伟的面说 所以 刘洪伟一直还被蒙在鼓里 直到今天 他在村委会厕所上大号的时候 听到外面有人说起了这些事 有鼻子有眼的 刘洪伟这才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马翠红自然听出刘洪伟说的啥意思 可他 却不是个省油的灯 刘洪伟 你把话说清楚 我干什么好事了 一个傻子说的话你也信 我看你脑子也病得不轻 我一个女人家 被那傻子变得闲话 已经害得不轻了 你身为我男人 非但不相信我 竟然还跟外面的人和欺负我来欺负我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马翠红说着 坐在地上竟是嚎啕大哭了起来 刘洪伟顿时急了 哎 媳妇 你别哭 我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你啥意思啊 咱俩天天睡一张床上 我有没有在外面偷人 你还不知道吗 偷了人我 还能天天晚上找你啊 我怎么那么大劲呢 这 刘洪伟无言以对 可是你最近跟董鹏那小子 走得确实有点近啊 马翠红立刻就来近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知道我为啥跟他走得近吗 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好闺女 为了文丽 要不然呢 咱们整个青山村 不就属彭子家最有钱了吗 文丽就上了个微笑 将来找工作都不容易 不得找个好男人 结了魂好吃喝不愁吗 刘洪伟恍然大悟 原来 你是为了这个 不然呢 马翠红理直气壮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顶着那么多闲言碎语 就为了给你们老刘家的人 某一个好人家 结果还要被你个混账东西怀疑 我这是造了什么你啊 我干脆死了算了 我 马翠红说着 脑袋就要往茶几上面撞 吓得刘洪伟赶忙拦下 翠红 你别这样 是我不好 都是我听了别人的谗言 误会你了 我该死 我不是人 刘洪伟自己扇起了耳光 马翠红一把拉住刘洪伟的手 打自己干嘛 你可是我的男人 别人不心疼 我可心疼着呢 马翠红说着 有意无意地 便将刘洪伟的手 割到了自己那丰满的身前 刘洪伟心中一阵荡漾 翠红 你可真好 说着 刘洪伟再也按捺不住 一把便将马翠红扑倒在地上 一时间 客厅里捉瞪乱响 一片夫妻和睦的景象 下午 陈东给许凤卿熬好了剑体汤后 便如往常一样去了鱼塘 刚到地方 就看到夏清浅手里 拿着手机 正对着周围拍着什么 清浅姐 你这是干啥呢 陈东好奇地问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不是想着 能拍点短视频 记录一下咱们村子里的景色 传到网上吗 这么说来 清浅姐还是个网红呢 夏清浅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就拍着玩呢 现在没有 不代表将来也没有啊 短视频现在这么火 清浅姐你 又长这么漂亮 将来肯定能爆火网络的 夏清浅被陈东逗得合不拢嘴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好了 等姐有了钱 你要傻姐给你买傻 好 那咱就一言为定 我先来当你第一个粉丝 陈东拿出手机 便对夏清浅点下了关注 正当俩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哗啦哗啦 身后的玉米地里 忽然传来了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陈东跟夏清浅两个人 顿时警觉起来 难道又有人想给鱼塘下毒 陈东示意夏清浅净声 随后便捏手捏脚地 来到玉米地跟前 哗啦 陈东猛地拨开眼前的玉米丛 然而下一刻 当他们看清眼前的景象时 顿时愣住了 眼前并没有什么下毒的歹人 只有两只狗 一只是傻稀 另外一只 则是不知谁家的小母狗 两只狗此刻也是有些猛 他俩刚才正在忙着做运动 没想到 竟然被人抓了个正正 这年头 扫黄都扫到狗身上了吗 小母狗还有些扭泥 可傻稀却是豪放得多 只冲陈东得意地眨了眨狗眼 然后就继续忙活了起来 啊 夏清浅羞愧难当 捂着脸 一头埋进了陈东的怀里 陈东也是彻底无语了 这傻狗跟着自己才几天啊 啥都没学会 就学会泡妞了 你泡妞就泡妞呗 竟然还当着夏清浅的面 搞这种事情 这特别太尴尬了 那啥 竟然傻气能做出这种事情 说明她是条各方面都 比较正常的公狗 清浅姐 咱就先走吧 别耽误傻气谈恋爱了 夏清浅羞得满脸通红 刚才的画面实在是太直观了 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 尤其是跟陈东一起目睹了这种事 简直太难为情了 俩人刚从玉米地里走出来 却见村长刘洪伟 带着村委的几个人赶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马翠红跟董伟 哟 清浅 你这看上去挺文静的 没想到私底下这么玩得开啊 竟然跟一个傻子钻玉米地了 口味可是够重的啊 马翠红一张嘴就不说人话 上来就往夏清浅身上 泼起了脏水 夏清浅羞得满脸通红 翠红沈 你你别瞎说 我们哪有 马翠红失笑 你还有什么解释的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事实 大家眼睛又不瞎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整天有家不回 还天天住在傻东家里头 不是跟着傻子搞破鞋 又是什么啊 马翠红牙尖嘴利 根本就不是夏清浅这种 年轻小女生能应付得了的 三言两语 就把夏清浅说得眼眶泛红 陈东将夏清浅挡在身后 冷声道 马沈 麻烦你嘴巴放干净点 别说我跟清浅姐没什么 就算我们真在谈恋爱 也能怎么样 我们男为婚女为嫁 谈恋爱不也很正常吗 反倒是你 明明已经结了婚 还跟董鹏光天化日之下钻草丛 你这种羽人还好意思说 别人搞破鞋 你连咋这么大呢 老公 这傻子欺负你女人 你都不知道管管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刘洪伟倾咳一声 一脸严肃地道 傻东 你是晚辈 说话给我注意点 还有 翠红是我刘洪伟的女人 当着我的面你 都敢编排她的不是 我看你是根本没把 我这个村长放在眼里啊 告诉你 我今天来就是正式通知你 从现在开始 这鱼塘交给董鹏来承包 你不用干了 陈东皱起眉头 村长 当初我爸可是跟村里 签了承包合同的 合同还有半年才到期 你现在就要让我交出鱼塘 好像不合情理吧 董鹏跳了出来 嘲讽道 傻意思 你个傻子 这是在叫刘村长做事吗 刘洪伟立声道 什么合不合情理的 告诉你 我是村长我说了算 你现在就给我搬出去 这鱼塘跟你再没有半毛钱关系 陈东简直无语 这个刘洪伟被董鹏戴的绿帽子 竟然还跟董鹏站在一边 还真是个冤打头 夏清浅看不下去了 陈生道 村长 我听我爸说 当初你跟翠洪沈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 还是明汉叔给你开药条理 你们这才有了文理 现在明汉叔不在了 你就要 把他留给傻东的鱼塘给收走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忘恩负义了吗 马翠洪破口大骂 小丫头骗子 大人说话 也轮得着你插嘴 刘洪伟干咳两声 冷声道 公是公 私是私 我现在说的是鱼塘的事 你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干嘛 不过 看在陈明汉帮过我的份上 我就把村西头那块荒地给你好了 算是我还你爹人情了 下清浅皱眉 村西头那块荒地之前是开砖窑用的 上面全都是碎石头 根本就不能重点 更别说养鱼了 村长 你这不等于是给了傻东一块垃圾地吗 要饭的还嫌饭馊啊 村长给你们一块垃圾地 那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嫌东西不好 那就别要 董鹏冷哼道 你 陈东拦住下清浅 看着刘洪伟道 好 那块荒地 我要了 别人都以为 陈东能养出黄金飘香鱼 是因为鱼塘的风水 可陈东却知道 那跟风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不管是什么垃圾地 只要有他陈东在 都能变费为宝 董鹏对陈东的鱼塘基于已久 办完了承包手续之后 立刻就让人在鱼塘周围 竖起了铁栅栏 不许任何人进入 甚至连那鱼塘里 本属于陈东的上百条鱼 都给抢走了 傻东 那些可都是咱辛辛苦苦养的鱼 凭什么都给他啊 这也太欺负人了 夏清浅气得不行 陈东却很淡定 算了清浅姐 他想要就给他好了 我倒是觉得 那些鱼落在董鹏手里 对他来说 还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什么意思啊 夏清浅不解 陈东神秘一笑 等着看你就知道了 随后 陈东便跟着刘洪伟 去村委办理村西荒地的事 刘洪伟原本的打算 是把那块荒地送给陈东 让他想 怎么用怎么用就行了 反正也就是一块 不能用的垃圾地 可没想到 却被陈东给拒绝了 你说什么 你要把那块荒地买下来 刘洪伟听了陈东的要求 显得很不可思议 陈东点头 没错 我可以按照最高价格 给村委二十万 刘洪伟还有村委的人相识一眼 都是苦笑连连 看着陈东的目光 也更像看个傻子一样了 本来不需要花钱 就能随便用的地 这小子却非要花二十万块钱去买 这不是傻子是什么 行啊 既然你有这份心 我们也不好拒绝 二十万块 那块荒地就是你的了 只不过 刘洪伟顿了顿 嘲笑道 二十万块可不是个小数目 你拿得出那么多钱吗 陈东想了想 这样吧 我可以先打个欠条 半年之内 我要是拿不出钱来 你们就把地收走 你看咋样 刘洪伟大手一挥 那行 那就办手续吧 二十分钟后 陈东拿着村西荒地的产权证明 从村委走了出来 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 他之所以要花钱买下那块荒地 就是为了解决后顾之忧 现在刘洪伟可以随便收回于堂 还不是因为于堂是村集体的财产吗 自己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 可现在不一样了 自己已经拿到了那块荒地的所有权 谁要是再想抢 那可就要问问法律答不答应了 至于那二十万 陈东当然能拿得出来 不过他一个字都没打算出 他相信 用不了多久 刘洪伟就会求着自己 把那二十万免掉的 于堂那边 看着水里那些活蹦乱跳的大鱼 董鹏简直乐开了花 从现在起 这个聚宝盆就是属于他的了 他第一时间就给姚强打了电话 姚强听了也是喜笑颜开 对董鹏又夸又赞 对了 强哥 那小子又拿了块荒地 好像还打算养鱼啊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姚强不以为然 他再怎么折腾也没用了 随他去吧 现在距离一个月期限结束 还有不到十天 十天 别说是陈东没方法再培育出黄金鱼 就算有方法 也来不及了 光是拿到于堂的建造批文 再到洞宫 怕是都不止十天了 另外 强哥 于堂十年的承包期限 一共要十几万 这钱您好像 说过您来出的董鹏事态地说道 姚强略显不耐 不就是十几万吗 你先垫着不就行了 好了 我这边还有事 先不说了 说吧 姚强直接挂了电话 董鹏气得直骂娘 自己办了事 还要让自己掏钱 这姚强还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好在现在还有这么多黄金飘香鱼在 按姚强的说法 这么多黄金飘香鱼 肯定能卖不少钱了 一时间 这些鱼在董鹏眼里倒映出的 完全就是一打打钞票的模样 从村委出来后 陈东便来到了村西的荒地考察 这块地早已荒废多年 上面布满杂草 还到处都是砖石 说是垃圾地 一点都不过分 陈东知道 姚强略那边的赌局时间紧迫 容不得一天耽搁 于是 陈东第一时间便拨通了姚强略的电话 把这边的情况跟他说了下 姚强略听后顿时焦急起来 那现在该怎么办 鱼塘都没了 那我岂不是输定了 陈东宽慰道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让你输的 你在城里那边 有没有认识的施工队 要实力强一点的 现在就帮我联系一下 你该不会是要重新挖鱼塘吗 可现在临时抱佛脚 根本就来不及吧 而且 据我所知 建造鱼塘是需要批文的 光流程就要一个多月 你这时间上根本就不够啊 陈东自信道 批文的是包在我身上 你就只需要帮我联系施工队就行了 随后 陈东便拨通了郑国涛的电话 一个鱼塘的批文而已 对于郑国涛来说 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两个小时后 几台挖掘机 驮着十几名工人 直接开到了荒地 连姚宇璐也一起跟着过来了 陈东 这位是负责人杨老板 姚宇璐指着一个黑状中年介绍道 陈东没有废话 杨老板 情况姚总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吧 我现在紧急需要一个鱼塘 大概多久能搞定 一般情况 怎么也得半个月啊 最少也要十天 陈东淡淡道 工钱我可以再加十万 杨老板眼前一亮 陈总真是爽快啊 这样吧 五天 五天之内 我保证完工 陈东冷冷道 我加二十万 杨老板咽了口唾沫 咬牙道 那行吧 三天 三天时间一定给您做好 陈东摇头 不 我要明天就能用 明天 杨老板跟见了鬼一样 立刻道 陈总 一天时间 这连清理土食的时间都不够啊 加三十万 杨老板一脸为难 不是 陈总 这也不是钱的事啊 加四十万 这一次 连姚宇璐都瞪大了眼 一个鱼塘建下来 最多也用不了十万 陈东光加钱就加了四十万 这出手也太大了吧 杨老板也是有些欲哭无泪 陈总 这真不是钱的事啊 陈东根本不听解释 十分干脆 五十万 你要是做不了 我就找别人 说完 陈东转身就要走 却被杨老板一把抓住了手 哥 你是我亲哥 你放心 一天时间 这活 我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 姚宇璐 这他妈 就是传说中的有钱能使墨推轨吗 第二天一大早 董鹏便找了辆小卡车 从鱼塘里捞了几十条鱼 便准备拿去卖 董鹏昨天还专门去城里 打听了一下 陈东这些鱼的消息 这一打听不要紧 着实把董鹏给吓了一条 饭店里 一条黄金飘香鱼的售价 竟然都快两千了 这么高的价格 就连他这个青山村首富的儿子 都吃不起啊 怪不得那个傻东 能开得起小汽车 还真是傻人有傻福了 不过 从现在开始 这份福气 就是属于他董鹏的了 守着这么一块风水宝地 董鹏感觉自己将来 就算是成为怀城首富 也是有可能的 把鱼装好后 董鹏哼着小曲 就开着车进了城 他先是直接来到了紫棋东来 准备把陈东铺好的 这条销售线 也一并接过来 只可惜 经理王城 早就被姚宇鹿安排好了 根本就不买账 直接就把董鹏给赶了出去 操 牛逼什么呀牛逼 老子手里 握着这么好的鱼 还愁卖不出去吗 你不要 有的是人要 董鹏骂咧咧地离开 随后便把车开到了水产市场 来来来 瞧一瞧 看一看啊 正宗的黄金飘香鱼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呀 董鹏举着个牌子 便开始大声叫卖了起来 黄金飘香鱼 随着董鹏此话一出 整个水产市场的人都被惊动了 要知道 这段时间以来 黄金飘香鱼的名头 在淮城县城内 早就已经人尽皆知 闻名侠儿 整个淮城的人 没有人不想吃上一口黄金飘香鱼的 可要么是价钱太贵 要么是有钱也轮不到 如今 董鹏竟然号称 自己卖的乃是正宗的黄金飘香鱼 立刻就让整个水产市场炸开了锅 所有人几乎瞬间 便涌到了董鹏的摊位跟前 喂 你说这是正宗的黄金飘香鱼 真的假的 众人好奇道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真的了 董鹏自信满满 紫气东来知道吧 他们家的黄金飘香鱼 就是从我这鱼塘里进的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打电话问问 有人还真的给紫气东来那边的朋友 咨询了一下 得到的是肯定的回复 紫气东来之前的黄金飘香鱼 真的就是来自于这个人的鱼塘 这一下 众人彻底哗然了 要知道 在此之前 那些黄金飘香鱼的活鱼 是根本不对外售卖的 今天既然破天荒地对外出售 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怎么样 现在你们该信了吧 告诉你们 我这鱼绝对是如假包换的黄金飘香鱼 假意赔食 董鹏拍着胸口 自信满满的保证 一百块钱一斤 数量有限 晚了 可就买不到了呀 随着董鹏一声吆喝 那些还在观望的买家们 立刻争先恐吼地涌了上来 我要一条 给我来三条 我要五条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一整车鱼全部卖光 一条不剩 看着手上厚厚的一达现金 董鹏乐得合不拢嘴 半小时时间就赚了这么多 这来钱也太容易了 董鹏二话不说 立刻就开车回了村子 又重新装了一车鱼后 再次回到了水产市场 尝到了挣钱的甜头 董鹏这一次干脆把价钱又抬高了五十 一百五一斤 可即便如此 买鱼的人还是排起了长龙 董鹏心中暗道 这些城里人还真是人傻钱多 眼看第二车鱼马上就要卖完 这时 几辆汽车却是忽然停在了周围 把董鹏的摊位给围在了中间 就是这家伙 卖假的黄金鱼骗人 车上下来几个人 为首的一个肥胖中年 指着董鹏便大骂起来 那些卖家们一听这话 全都愣住了 不会吧 原来这些不是真的黄金飘香鱼啊 董鹏顿时就不乐意了 喂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啊 谁告诉你我这黄金鱼是假的 再敢乱说 小心我告你诽谤啊 告我 我还要告你呢 黄金飘香鱼老子又不是没吃过 真正的黄金飘香鱼 肉质嫩滑 自带芳香 根本就不是你这样的 董鹏正了下 狡辩道 你吃的那都是人家做好的 兴许是你的厨艺不行了 放屁 肥胖中年破口大骂 我刚才已经拿着鱼去紫棋东来问过了 人家说了 正宗的黄金飘香鱼鳞片 都是金色的 下锅之前就有香味 你卖的这些鱼 根本就是最普通的草鱼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众人纷纷大呼上当 董鹏也是一脸呆滞 这怎么可能 我这鱼就是从那鱼塘里捞的 怎么可能会假 肥胖中年 却是彻底失去了耐性 少他妈废话 你不是说假一赔十吗 老子在你这里买了六条鱼 一共花了四千多 十倍就是四万多 赶紧给老子赔钱 我们也要退货 把钱退给我们 赔钱 十倍赔钱 那些已经买了鱼的 也都是彻底暴怒 围着董鹏就开始要钱 一时间董鹏成了重矢之地 董鹏被眼前这阵士给吓到了 十倍赔偿 这么多鱼 至少要几十万了 他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你们都冷静一下 我这鱼真的是正宗黄金飘香鱼啊 你们要是不信 我可以带你们去我鱼塘里看 董鹏一脸苦涩地道 众人却根本不买账 谁要看你那破鱼塘 我们就要退钱 没错 退钱 十倍退钱 不退钱 就拉他去警察局 告他诈骗 一听要抓自己去警局 董鹏吓得顿时腿软 不是啊 我真没那么多钱啊 肥胖中年也不是省油的灯 还敢装穷 真拿我们当傻子了 这么好骗哪 别跟他废话了 揍他 揍他 肥胖中年带头 众人一拥而上 对着董鹏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一直打了十几分钟 众人才纷纷离去 尽管没有十倍赔偿 可董鹏身上跟手机里的钱 全都被他们给刮分了 只留下衣服破烂鼻青脸肿的董鹏 一脸生无可恋地躺在地上 他到现在都不明白 一个鱼塘里捞出来的鱼 他怎么就是假的了 下午 董鹏开着被砸得稀巴烂的卡车 失魂落魄地回到了青山村 这一来一回 他非但没捞着半点好处 连手机里的几万块钱 也被人洗劫一空 医药费再加上修车费 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一次 他真的是亏大了 刚到鱼塘 就看到马翠鸿正一脸兴冲冲地等在那里 上一趟回来拉鱼的时候 董鹏就跟马翠鸿吹嘘过了 说自己一天就能挣十好几万 这不 马翠鸿老早地就守在这里 就等着跟董鹏做地分赃了 鹏子 咋样 这一回又挣了多少 你钱呢 马翠鸿翻遍了董鹏的口袋 也没见着一分钱顿时有些失望 沈子 快别提了 咱们被人给骗了 董鹏随即便把自己的黄金飘香鱼 被认定是假货 还有他被人群殴的事情 给说了一遍 马翠鸿彻底傻眼 他本来还以为自己的生活水平 真能因为这个鱼塘 而上一个台阶的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不是说傻东 能养出那么好的鱼 都是因为鱼塘的风水吗 怎么会这样呢 董鹏气得直白手 别再跟我提什么风水了 我看那傻子 肯定是有别的招 跟什么风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马翠鸿随即想到了什么 对了 有件事儿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听说那傻子找人 把村西那块荒地给改造了 又给建成鱼塘了 什么 董鹏只觉得不可思议 他现在越来越有种 被人给坑了的感觉了 走 去看看 十几分钟后 董鹏跟马翠鸿来到村子西头 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了 原本堆满杂草砖室的荒地 一夜之间竟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占地宽广 极为现代化的鱼塘 甚至连所有的建筑垃圾 都已经被清理一空 这一幕 简直跟变魔术一样 这这怎么可能啊 马翠鸿之前 也就只是听人说说而已 此刻真正看到这荒地一夜 变鱼塘的景象 也是吃惊不小 董鹏面色阴沉 这当然不可能 昨天才买下来的地 今天就改造成鱼塘 这么短的时间 哪有机会半批文 董鹏自小跟着老爸做生意 对于这些流程 要是想要变成鱼塘 那必须是要有批文才行的 董鹏可不觉得 陈东一个傻子能懂这些 他怕是连批文是啥都不知道吧 董鹏觉得 自己这回终于抓住了陈东的把柄 沈子 你现在就把这傻子没有批文 就煽动土地的事 告诉给村长 让他过来查 马翠鸿也差不多明白了其中的道道 点头得意地道 行 这次一定让那傻子栽得大跟头 二十分钟后 马翠鸿带着刘鸿伟 以及村伟的人 便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 刘洪伟他们也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内 陈东竟然能搞出这么 大的阵仗 这也太快了 快到连他们都还没反应过来 都给我停下 刘洪伟冲着正在进行 收尾工作的工人们 一声大吼 哟 刘叔来了 怎么 您是来我这里知道工作的吗 陈东笑盈盈地赢了上去 我指导个屁 刘洪伟气得大骂 指着面前的鱼塘嘴里 放起了机关枪 谁让你随便动地的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就擅自改变耕地属性 你知道 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这是违法懂吗 你这整个鱼塘 都属于违剑 知道不 你个法麻 刘洪伟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来就对着陈东 一阵狂轰烂炸 还没等陈东开口 刘洪伟便冲着身后 那些村委的人呵斥道 你们都还愣着干嘛 村里的违剑该怎么处理 还用我教你们吗 赶紧都给我拆了 周围看热闹的村民听到这话 都是不由地撇了撇嘴 他们再没见识 也能看得出来 陈东建造这么大的鱼塘 肯定是要花老鼻子钱了 花了这么多钱建好的鱼塘 要是真给拆了 那损失可就太大了 一旁的董鹏马翠红 却是暗自得意 让陈东赔得抵朝天 这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只是 那些村委的人刚要动手 却听陈东忧悠然道 刘叔 不是我说你啊 你身为一村支掌 说话办事 都要有理有据才行啊 是谁告诉你 我这鱼塘没有批文呢 刘洪伟表情一致 你有批文 他有个屁的批文 前前后后才一天时间 他要是能办得下批文来 我宁愿把村里 所有汉色的屎都给吃了 董鹏第一时间跳出来赌咒 刘洪伟伸出手来 你不是说有批文吗 批文在哪 拿出来给我看看 这个嘛 陈东有些迟疑 刚要说什么 就听一阵汽车的轰鸣声 从远处传来 一辆宝蓝色的马沙拉蒂 急迟而来 掀起漫天尘土 陈东微微一笑 你不是想看批文吗 批文来了 直直地停在刘洪伟面前 身材强眼的姚宇露走下车来 将手里的批文 直接扔到刘洪伟的脸上 刘洪伟看了一眼 顿时愣住 还真是耕地改造的批文 事实上 这批文也是半个小时前刚批下来的 姚宇露第一时间从城里送了过来 只怕上面的印尼都还没干透呢 于棠却是昨天就开始施工的 没错 陈东这就叫先斩后奏 董鹏马翠红 看着刘洪伟手里的批文 也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改造完成了 这傻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 能够做到这些的 真的还是一个傻子吗 董鹏马翠红的心里 第一次有些怀疑了 刘叔 我这批文 没问题吧 刘洪伟正了下 尴尬点头 没没什么问题 那就好 陈东拿回批文 看向董鹏 我记得某些人刚才可是说 我要是能拿到批文 他就要把村里所有汉策的屎 都给吃了呀 来吧 董鹏 你打算从哪家开始吃啊 此话一出 围观的众人顿时起哄 鹏子 大观宝 鹏子 别听他的 从俺家先吃 俺家的软和 不个牙 村民们听着这些众口的玩笑话 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董鹏气得脸色发青 老子开玩笑而已 你们怎么都跟着傻子一样 还真信了 要吃 你们留着自己吃去 说吧 董鹏羞愤地离开 身后那些村民的笑声 却经久不息 董鹏这边还没走出多远 刘洪伟却又追了上来 董鹏啊 傻东之前那鱼塘 已经划到你名下了 那十年的租金 你是不是也该给了呀 董鹏表情一僵 随即愤恨地道 什么租金 那破鱼塘 你爱承包 给谁承包给谁吧 老子不要了 董鹏原本就是冲着 黄金飘香鱼去了 现在那鱼塘养出来的 根本就是普通的草鱼 卖都难卖出去 董鹏才没那闲工夫伺候 什么 不要了 刘洪伟傻眼 你什么意思啊 昨天不是说的好好的 你要承包鱼塘吗 我为了把鱼塘转给你 可是连陈明汉的情意都不顾了 最终却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反正我现在是一分钱都没了 你要是想动我的租金 那你就等着吧 说吧 董鹏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日你老母留红尾气的直骂娘 当天下午 施工队便从附近的河里引来了水 新鱼塘彻底投入使用 陈总真是个豪爽之人啊 以后陈总要是再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开口 我一定随叫随到啊 杨老板乐得合不拢嘴 这也难怪 干个工程 还能平白多拿五十万 换谁都高兴 一下子多给了他五十万 陈东 你这次亏的可是有点大啊 看着杨老板离开的背影 姚宇露替陈东感到不甘 陈东却是淡淡一笑 只要有黄金飘香鱼跟紫砺东来在 我们将来必定是要赚大钱的 区区五十万 又何必放在心上 这话听得姚宇露争大了美眸 要不是亲耳听到 他都不敢相信 这能是一个山沟里的小农民 能说出来的话 据姚宇露所知 在培养出黄金飘香鱼之前 陈东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 他想象不出 这种出身贫寒的人 怎么能有如此的魄力 如果姚宇露知道陈东吃傻钱的身份 应该就不会有这种疑惑了 对于曾经屹立豪门之巅的东少爷来说 五十万 如指 那五十万 咱俩一人一半吧 姚宇露突然说到 陈东略显惊讶 你这么精打细算的女人 竟然愿意替我承担一半的钱 老实说 你是不是缠我的身子 姚宇露顿时翻了个白眼 就你那破身子 看你又穷又可怜的 想着接济接济你吗 既然你不领情 那就算了 陈东赶忙拦住 别啊 你就当我刚才的话是放屁 跟谁过不去 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啊 姚宇露苦笑一声 这家伙 还真是一会儿英雄一会儿狗熊的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了 姚宇露刚要上车 却又忽然想起了什么 那什么 看在上次你拒绝了卢妙彤 站在我这边的份上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算是对你的奖励了 姚宇露从车里拿出了 巴掌大的小盒子 递给了陈东 不知为何 他那一张翘脸 此刻明显有些飞红 陈东简直受宠若惊 不是吧 你竟然还给我准备了礼物 对我都这么好了 还说不是藏我身子 去死 姚宇露直接给气笑了 不过我倒是好奇 你能给我准备什么礼物 话说这盒子也太轻了点吧 到底什么东西啊 陈东说着就要把盒子打开 却被姚宇露一把拦下 别 你你有点意识感好不好 好歹也要等我走了再看吧 还有这规矩呢 陈东挠了挠头 尴尬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懂 哈哈 一定要等我走了再打开啊 而且只能你自己看 姚宇露再三叮嘱 随后 姚宇露便坐上了自己的马沙拉地 转眼绝尘而去 都走远了 还看呢 夏清浅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上来 陈东被吓了一跳 清浅姐 你走路怎么也没个声啊 夏清浅轻哼一声 我又不是鬼 走路怎么可能没声 我看 是某些人心里有鬼 只想着漂亮女友 把我都给忽略了吧 夏清浅话里 明显带着醋意 陈东赶忙到 清浅姐你误会了 那女人就只是我的买家而已 哪是什么女朋友啊 真的 夏清浅将信将疑 当然 陈东一脸笃定 再说人家 可是城里人 大老板 也没可能看得上我这种小农民啊 夏清浅顿时不乐意了 小农民怎么了 我看你就挺好 比其他男人都强多了 啊 是是吗 陈东善笑 夏清浅也才意识到 自己的话未免也太引人联想了 顿时羞红了脸 这时 夏清浅忽然注意到 陈东手里的盒子 立刻好奇起来 傻东 你手里 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哦 这是姚总送给我的礼物 说是感谢我的 陈东脱口而出 礼物 夏清浅面露狐疑 饶有一味地道 该不会是什么定情信物吧 陈东苦笑 怎么可能 我都说了 我们就只是合作关系而已 哪有什么定情信物啊 是吗 既然不是定情信物 那能不能让姐看看 姚总送你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陈东摆出一副 坦荡君子的架势 嗨 不就是一个礼物吗 清浅姐想看 随便看就好了 来 我现在就打开 说实话 陈东还真挺好奇 姚与露会送自己什么东西呢 然而下一刻 当盒子打开后 陈东整个人 顿时如遭雷击 彻底愣在了原地 只见那盒子里放着的 竟然是一双 蕾丝花边的黑色丝袜 不仅如此 看着东西的样子 并不是全新的 都梦了 她做梦都没想到 姚与露竟然会送了 这样一个东西 给自己当礼物 这个女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不是诚心害自己吗 果然 夏清浅在看到 盒子里的东西时 脸色直接就变得难看下来 一张翘脸羞的通红 你还说跟她没关系 陈东赶忙摆手 不是 清浅姐 你听我解释 我真不知道 那女人会送我这种东西啊 夏清浅哪里会听陈东解释 男人 都是大猪蹄子 愤恨地丢下这句话 夏清浅便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陈东一脸无奈地愣在原地 她倒是想解释清楚 可就姚与露弄这破事 简直就是裤裆里抹了黄泥 不是屎也是屎了 再解释 也没人会信的 随后 陈东郁闷地 拨通了姚与露的电话 马沙拉地车厢里 姚与露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嘴角微微一笑 绝美地俏脸上 露出一抹红霞 事实上 她也是心里斗争了许久 才决定要送陈东这样一件东西 当作礼物的 毕竟 卢妙彤连肉体交易 那种事情都干出来了 姚与露又实在做不出 那种肮脏的事情来 她好歹也要有个差不多的表示 才能够跟卢妙彤开出的价码 旗鼓相当 思来想去 卢妙彤才想到了这种方式 卢妙彤没谈过恋爱 男女之间的事情 她也不是太懂 不过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男人对于这种物件的特殊癖好 姚与露还是听说过不少的 喂 干嘛 姚与露觉得 虽然送出了那种东西 不过她身为女人 最起码的矜持 还是要有的 一开口 声音就故作冷淡 摆出了一副高冷女神的架势 姚与露 姚姐 姚总 你这到底啥意思啊 为什么要把那种东西送给我啊 陈东很是费解 姚与露很是不羡 行了 你就别装了 你每次一看到我就先盯着我的腿看 上次丢按摩的时候 还一脸享受的样子 别以为我不懂 你这不就是练那什么痞吗 那东西 可是我昨天刚穿过的 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就别得了便宜 还卖乖了 拜拜 说吧 姚与露二话不说 直接挂断了电话 只留下电话那头的陈东 一脸猛逼 你妈 这都傻啊 自己咋就成了那种 对腿跟袜子有特殊癖好的人了 难道老子脸上写着 变态两个字不成 再说了 自己也每每次都盯着他的腿看啊 好像没有吧 好不容易把心于堂安顿妥当 等陈东 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了 厨房里给他留了饭菜 可夏清浅屋子里的门 却是紧闭着的 也不见出来跟他打招呼 陈东无奈苦笑 这女人 还在生我的气吗 算了 还是等有机会再跟他解释吧 随便扒拉了两口饭 陈东就打算回自己房间 路过夏清浅门口的时候 忽然听到 里面有声音传来 似乎是夏清浅在唱歌 陈东眼前一亮 这个女人 最近好像一直都在 捣鼓短视频直播之类的东西 现在该不会是 正在直播什么的吧 陈东回到屋子里 第一时间就打开了直播软件 果然看到夏清浅的直播间 是开着的 陈东立刻点了进去 手机上立刻出现了 夏清浅直播的画面 画面里 夏清浅正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 正对着屏幕唱着歌 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 滚滚红尘 来一来去难去 数十载的人是游 分一分句难句 爱与恨的千古愁 随着夏清浅的演唱 陈东竟也跟着陶醉其中 干净的声音 特别的声线 陈东不敢相信 夏清浅唱起歌来 竟然如此好听 陈东这还是第一次 听夏清浅唱歌 简直惊为天人 这么好听的声音 要是随便包装一下 绝对不比那些一线女歌星 差到哪里去啊 只可惜 夏清浅如今的人气 却是跟她的实力极不相称 直播了这么长时间 她直播间里的观看人数 竟然还只是两位数而已 而且基本上没人发言 更别说是打赏了 这局面 连陈东都看不下去了 好吧 就让我给你 来个开门红吧 陈东刚要给夏清浅送出打赏 却又停了下来 夏清浅现在正在生自己的气 陈东觉得 还是先不要让夏清浅知道 是自己打赏的比较好 而且 夏清浅也可能会舍不得 让陈东出钱打赏 思来想去 陈东便用母亲许凤卿的手机号 申请了一个小号 还取了一个好听的昵称 东虫夏草 陈东的东 夏清浅的夏 搞定了这些后 陈东便开始打赏礼物 此时 夏清浅正在屋子里开始直播 说实话 她今天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因为陈东那个大猪蹄子 夏清浅当然也知道 陈东现在跟自己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多也就只能算是朋友而已 姚雨露别说送陈东丝袜 就算跟陈东打什么 她也管不着 可不知道为什么 夏清浅心里就是很不舒服 总感觉陈东欺骗了她 臭傻东 坏傻东 真是个大沙子 夏清浅心中不停地埋怨 本来心情就不好 再加上直播间里 这两位数的观看人数 夏清浅心情就更加郁闷了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吧 欢迎大家下次再来光临我的直播间 清冷的直播 让夏清浅怀疑人生 她都不知道 自己还会不会有下次了 可正当下 清浅起身 准备要关掉直播的时候 叮铃 一个提示音响起 一架飞机的图片 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这是私人飞机 夏清浅眼前陡然一亮 要知道 一架私人飞机的打赏 可是价值500多块人民币的 夏清浅喜出望外 没想到 竟然会有人给自己打赏 感谢这位名叫 东虫夏草的朋友 打赏的一架私人飞机 多谢多谢 夏清浅激动地感谢 只是 还没等他说完 叮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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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音接连不断地响起 一架又一架的私人飞机 接连不断地 从直播间的上空飞过 夏清浅整个人都看傻了 盯着屏幕的眼睛里 大放异彩 一直过了许久 这一波私人飞机的狂轰烂炸 才终于宣告结束 当夏清浅看清 那私人飞机礼物的数量时 整个人激动地 几乎要跳了起来 二十架 足足二十架私人飞机 这要是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就是一万多块啊 一次直播 竟然就能赚到这么多钱 夏清浅只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不只是夏清浅 就连直播间里 那为数不多的几十个人 在看到这一波打赏之后 也都是瞬间炸开了锅 这个名叫东虫 夏草的粉丝 从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过 上来就打赏了一万多块 这就是传说中的人 狠话不多啊 多多谢这位 名叫东虫夏草的网友 打赏的二十架私人飞机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直到关掉直播许久之后 夏清浅都还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 久久不能平静 一万多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算不上什么大钱 可是对于第一次 靠直播赚到钱的夏清浅来说 这简直相当于是报复了 她的心情激动无比 很想找个人来分享自己的喜悦 首先想到的 自然就是陈东了 虽然之前的丝袜事件 让夏清浅的确有些生气 不过现在夏清浅拿到了 一万多块的打赏 让她心情大好 算了 就原谅她一次好了 夏清浅喜笑颜开 起身便去找陈东 分享自己的喜悦 与此同时 隔壁房间里 这回清浅姐的心情 应该会好些了吧 给夏清浅奉献了一波打赏之后 陈东心满意足地放下了手机 今天为了心鱼堂的事情 陈东可是没少忙活 好不容易闲下来 自然是要好好休息一番 只是 她这边刚脱掉裤子 正准备进被窝 一个东西就从裤子口袋里掉了出来 不是别的 正是姚宇璐送给她的那份小礼物 一看到这东西 陈东就是好一阵郁闷 这个女人 到底是咋想的啊 陈东看着手里的那薄如蝉衣的物件 嘴里不禁嘟囔到 这时 一股高档香水的芬芳 传入到陈东的鼻息之中 穿脚上的东西 还能这么香 这女人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啊 也不知道是脑袋抽筋 还是怎么的 陈东竟是鬼使神差的 把鼻子凑了上去闻了闻 可正当这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碰 屋子的房门 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夏清浅一脸兴奋地闯了进来 傻东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当才有人给我 夏清浅信冲冲地 就要把有人给他打赏的消息 分享给陈东 然而下一刻 当夏清浅看到眼前陈东的样子时 整个人顿时惊呆了 此时的陈东正一脸享受地 在亲吻着姚宇璐送给他的小礼物 不仅如此 他的裤子也已经不知所踪 夏清浅顿时羞红了脸 傻东 你 他虽然没什么恋爱经验 可最起码的事情 他还是懂的 一看陈东此时的样子 他就已经猜出了一切 陈东 竟然在用姚宇璐的东西 干那种坏事 陈东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情况 整个人的动作 也是瞬间僵硬在了那里 好半天 陈东才弱弱地道 清浅姐 我要说 我就只是想知道 他用的什么香水 你会信吗 我信你个大头鬼 夏清浅羞愤不已 转身便跑回了自己房间 陈东叹了口气 得 这回是彻底解释不清了 陈东看着手里 姚宇璐给的袜子 郁闷到了极点 都是这破东西给害的 老子一世英明 全让你给毁了 陈东抓起手里的袜子 就要把他扔垃圾桶里 可就在这时 傻东 傻东在吗 话音未落 一个身影 直接走了进来 竟然是村长刘洪伟 刘洪伟看了眼 陈东手里的黑色丝袜 又看了眼 陈东光着的腿 脸上的表情 顿时精彩起来 呦 忙着呢 刘洪伟饶有一味地道 陈东赶忙解释 村长 你别误会啊 我这就是 哎 说这些干啥 叔也是男人 懂 那啥 叔先去外面抽根烟 等你忙完了 咱再聊 刘洪伟说吧 就直接关门离开 根本不给陈东解释的机会 看着手里的东西 陈东简直欲哭无泪 姚宇璐 你还老子清白啊 两分钟后 陈东穿好衣服 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刘洪伟上下打量了一番陈东 脸上露出一抹 玩味又猥琐的笑意 哟 挺快啊 嗨嗨 陈东差点没被口水给呛死 村长 你找我啥事啊 陈东赶忙岔开话题 刘洪伟表情略显尴尬 那什么 我昨天回去之后 好好想了想 越想越觉得 于堂那是书做的不对 你是知道的 当初你爹可是帮过我大忙的 又是咱村的村医 村里多少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啊 你们家现在正是困难的时候 你说我怎么能把于堂给收走呢 这样岂不是让明汉 在天之灵寒心吗 所以啊 我已经决定了 要把之前那个村东头那个老鱼塘 重新还给你 继续由你承包 你看咋样 刘洪伟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漂亮 就跟卖了陈东多大一个人情似的 可在陈东听来 这话却是太过可笑 陈东又不傻 才不会觉得 刘洪伟能有这么好心 会主动把鱼塘还给自己 只怕多半是董鹏那里出了岔子 没人愿意接手 刘洪伟才又重新想起自己来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自从董鹏说不打算承包鱼塘之后 刘洪伟已经找遍了村子里 那几个曾经养过鱼的人家 想让人家承包 只可惜根本没人接盘 一来这年头养鱼的成本不小 不仅旱天的时候 要去河里挑水 而且鱼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一年到头吃苦受累 也挣不了几个钱 关键是 现在陈东刚建好了一个新鱼塘 生意红火 他们的鱼养得再好 也根本不是陈东的对手 如此一来 自然就没人愿意 去接鱼塘的烂摊子 刘洪伟无奈 最后也只能找到陈东这里 希望陈东能重新接手 刘洪伟算盘打得琵琶响响 陈东却也是肚皮里面点灯笼 心里清楚得很 刘叔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你也知道 我现在已经把新鱼塘都建好了 你现在再把那老鱼塘给我 那不就成了两个盘子装一条鱼 纯属多鱼吗 所以还是算了 那老鱼塘还是留给别人吧 我看懂朋友就挺好啊 那刘叔没啥事我就先回去了 说吧 陈东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走 昨天你刘洪伟说把鱼塘收走就收走 今天没人要了你想起老子来了 真当老实人老欺负了 刘洪伟没想到陈东这么干脆 顿时急了 那鱼塘要是找不到人承包 时间一长就彻底荒废了 这责任他可承担不起 刘洪伟赶忙伸手拉住 善笑道 别啊傻东 咱再唠唠啊 陈东叹了口气 一脸无奈地道 刘叔 那老鱼塘我是真不需要啊 而且 你也知道 买新鱼塘的那二十万 我还都没着落呢 老鱼塘我就算想承包 也没那个钱啊 刘洪伟何其聪明 立刻就从陈东的话语 察觉到了机会 村西的那片荒地 本来就不值什么钱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二十万 就当是你买老鱼塘的钱 新鱼塘 你随便给个十万八万的就行 这个 陈东陷入沉思 有些为难地道 可我十万八万 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要不 还是算了吧 眼看快谈好的生意随时要崩 刘洪伟心一横 咬牙道 这样吧 村西那块荒地 就当是村委送给你的 你只需要给二十万 买了老鱼塘就行了 这样总想了吧 这个陈东 依旧是一脸为难 刘洪伟看出有戏 便又接着怂恿道 傻东 老鱼塘好歹也是 你爹留下的心血 你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他荒废掉吧 你就当是帮叔忙了 还不行吗 刘洪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陈东也只好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行吧 也就是刘叔年 换个人 这忙我都不帮 刘洪伟文言大喜 他还担心陈东会反悔 当即就亲自去村委 打印了合同 拿给陈东签 一直看到陈东 在合同上签了字 刘洪伟 才终于尝出了一口气 这块烫手的山芋 可算是丢出去了 拿着老鱼塘的转让合同 刘洪伟乐呵呵地就回了家 只是 走到半路 刘洪伟却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本来光是那块荒地 他就能赚到二十万的 可是现在 他把老鱼塘那块好地 也给搭进去了 结果还是抓二十万 两块地合起来 二十万 卧槽 亏了刘洪伟 恍然惊绝 他刚才就只顾着 让陈东接手老鱼塘 却把新鱼塘 也很值钱的事情给忽略了 这他妈真是亏大发了 刘洪伟现在真是肠子都毁清了 恨不得立刻回去找陈东撕毁合同 可刘洪伟也很清楚 现在就算找陈东 只怕那小子也不会认账了 而且 那老鱼塘除了陈东之外 也确实找不到人接手了 最终 刘洪伟也只能选择 打碎了牙往肚子李燕 刘洪伟现在都怀疑 这是不是完全就是 陈东故意挖的坑 这个傻逼仔子 别落到老子手里 要不然 老子整死你 刘洪伟也不管 这事儿到底是陈东坑他 还是他自己犯傻 他栽了这么大根头 总要找个人来 推卸责任 现在 他是把所有的怨气 全都归结在了陈东头上 小怨呢 陈东看着手上的 老鱼塘的合同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事实上 到时候没人接盘 刘洪伟来找他 也是早晚的事 所以 当初买村西荒地的时候 他就故意选择了奢欠 为的就是要拿那 二十万笛老鱼塘的钱 陈东只是没想到 刘洪伟能傻到这种程度 竟然直接把村西荒地 白送给了自己 如今陈东摇身一变 直接成了两大鱼塘的持有人 将来随着画龙爵修为的提升 熬出更多的鱼石要高 这两大鱼塘 每天就能产出更多的黄金鱼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陈东一个人要看两个鱼塘 只怕会有些忙不过来了 手里拿着合同 陈东哼着小曲儿 便回了屋子里睡觉 今天狠狠地敲了刘洪伟一笔 陈东心情大好 很快就睡着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傻东 快开门 是夏清浅的声音 陈东赶忙起身开门 却看到门外的夏清浅 面色惨白 已经哭成了泪人 陈东瞬间惊醒 清浅姐 你这是咋了 夏清浅一把抓住陈东的手 哭得更凶了 傻东 我爸被人绑架了 什么 绑架 陈东愕然 夏良才穷得叮当响 别人绑他能干吗 清浅姐 你先别急 你仔细说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夏清浅好不容易才平复了情绪 把刚才绑匪的电话给讲述了一遍 原来 夏良才死性难改 竟然又去赌博了 自从张魁的赌场被端掉之后 青山村这边就再没了场子 所以这次夏良才是去了 隔壁绿水村的地下赌窝 不过 夏良才的手气 依旧是背到了家 竟然又欠了人家赌场十几万 这赌场的人 手段比起张魁不遑多让 竟扬言要剁了夏良才的手 最后关头 夏良才就又把夏清浅给推了出来 确切地说 说把陈东给推了出来 因为 夏良才告诉人家 说陈东是夏清浅的男朋友 家里是开鱼塘的 城里最近风头震火的黄金飘香鱼 就是他送的 有的是钱 听了夏清浅的讲述 陈东一阵苦笑 这个夏良才 还真是够可以的 上次坑了夏清浅还不算 这次竟然连自己 也被他给坑进去了 这也太厚颜无耻了 傻东 那赌场的人说 我爸一共欠了十几万呢 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夏清浅哭得梨花带雨 让人生连 说实话 牵扯到钱的问题 夏清浅也不想连累陈东 可现在 他实在是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了 陈东淡淡一笑 宽慰道 放心吧清浅姐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肯定不会让夏淑有事的 随后 陈东穿上衣服 开车带着夏清浅 便朝着绿水村赶了过去 此时 位于绿水村山澳中的地下赌场 这里之前本是一个小型的矿场 不过十几年前 因为开采过渡 就彻底荒废了 最近两年 这里就被绿水村 以罗大牛为首的一群地痞捐了起来 建成了一个地下赌场 供十里八乡的村民娱乐消遣 之前青山村那边张魁的赌场 还能分上一杯羹 不过自从前些日子 张魁的厂子被端了之后 那边的客人就全涌到了 罗大牛厂子这边来 导致罗大牛的厂子 现在每天都人满为患 此时前面的赌场里 灯火辉煌 人声鼎沸 而位于赌场后方的一个小山洞里 却是显得僻静得多 昏暗潮湿的山洞里 只点着一盏橘黄色的灯泡 而在山洞的顶部 一根绳子滴溜着一个倒挂的身影 随着昏暗的灯光摇晃 这个倒挂着的人 正是夏凉彩 此时的夏凉彩被打得鼻青脸肿 浑身是血 看上去简直惨不忍睹 而在他的周围 七八个壮汉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 中间的老板椅上 还坐着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 正是这个地下赌场的老板 罗大牛 碰 罗大牛拿起手里的棒球棍 罩着夏凉彩身上 就狠狠地砸了过去 妈的 你不是挺忙跑吗 你倒是给老子跑个试试啊 刚才夏凉彩 趁着罗大牛挂下清浅电话的时候 企图逃走 结果不仅被抓了回来 还被暴走了一顿 夏凉彩吓得浑身哆嗦 这罗大牛的手段 真是比那个张魁还要狠 牛哥 我知道错了 再也不敢跑了 你放心 等我闺女来了 我就让她把钱还你 罗大牛冷哼 最好如此 要不然 我今天就把你剁碎了 埋在这山坳子里 夏凉彩吓得倒歇了凉气 裤装里一阵失忽 不明液体顺着肚皮 就倒着流下了下来 悲伤逆流成河 没过多久 一个小弟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牛哥 夏凉彩的闺女 还有她男朋友来了 您不知道 那小逆子长得可漂亮了 盘正条顺的 比电视里的女明星还漂亮呢 罗大牛眼前一亮 是吗 那老子可要好好瞧瞧 罗大牛带着几个手下来到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夏清浅 今天的夏清浅 穿着比较随意 牛仔短裤白T恤 不过因为他自身条件 比较好的缘故 即便是如此普通地穿着 还是把罗大牛他们的目光 都给看直了 尤其是夏清浅短裤下 那一双雪白笔直的眉腿 只看到罗大牛移不开目光 被这么多壮汉直勾勾地盯着 夏清浅有些害怕 本能地躲到了陈东的身后 罗大牛这才收回目光 看向陈东 你这家伙 看着有点眼熟啊 牛哥 这不是青山村那个傻子吗 一个手下 一眼认出了陈东 罗大牛一拍脑门 没错 前两年我每次去青山村的时候 都看到你用尿和泥巴碗来着 草 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一个傻子竟然都能睡到这么漂亮的女人 还真是厌福不浅啊 小美女 要不要考虑换个男朋友啊 我比这傻子可厉害得多了 保证让你天天晚上冲上云霄啊 哈哈 罗大牛说着 还前后晃荡着屁股 做出一个极其猥琐的动作 夏清浅顿时羞红了脸 藏在了陈东身后 哈哈哈哈 罗大牛他们一阵哄笑 陈东脸色阴沉下来 我下书呢 罗大牛扬着个下巴 一脸傲然地道 钱带来了吗 先让我们见了人再说 只要人好好的 钱我自然会点你 罗大牛不屑道 行啊 有胆子的话 那就跟我进去吧 陈东二话不说 带着夏清浅便跟了进去 来到后面山洞里 看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夏凉才 夏清浅瞬间哭了出来 爸 你没事吧爸 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啊 嗯 夏清浅抱着夏凉才哭了起来 陈东看到夏凉才的惨状 也是微微皱眉 不过陈东觉得这也夏凉才就由自取 上次赌博把亲生女儿都给赔进去了 还不知悔改 竟然还敢出来赌 像这种人被打也是活该 说实话 要不是因为夏凉才是夏清浅的父亲 他的这些破事 陈东真是懒得管 行了 人也看到了 老子钱呢 罗大牛不耐烦地挡 陈东拿出手机 一共多少钱 我转给你 二十万 夏清浅诧异 之前你不是说十五万吗 怎么又变成二十万了 罗大牛得意一笑 之前是十五万没错 不过他刚才要逃跑 还打坏了我两张桌子 难道不用赔钱吗 你夏清浅气得不行 打坏两张桌子 就想多要五万 这不是打劫吗 当然了 你要是闲钱多的话 我倒是有个办法 不如你今天陪我睡一晚 那五万块钱 我就给你免了 你觉得怎么样 哈哈 罗大牛他们一阵哄笑 夏清浅羞愤不已 满脸通红 委屈的眼泪汹涌而出 陈东的眼神 却是越发冰冷起来 行了 不就是二十万吗 我给 说吧 陈东直接把二十万 转给了罗大牛 看着手机上二十万的 到款短信 罗大牛一脸的不可思议 没看出来啊 你个傻子还挺有钱 陈东懒得废话 解开夏凉财的绳子 扛着他便离开了赌场 身后还传来 罗大牛幸灾乐祸的声音 有空长了 我这场子 随时欢迎 哈哈哈哈 像这种人傻钱多的主 罗大牛自然是希望多多益善 五分钟后 陈东带着夏凉 才夏清浅 回到了车上 清浅姐 我还有点事需要处理 你跟夏书先在车里等我一下 我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能回来 夏清浅顿时担心起来 傻东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 你该不会是想回去找那些人吧 陈东心中苦笑 还真被这个女人给猜对了 他正有此意 本来 如果那个罗大牛 就只拿属于他的十五万 陈东也不会做什么 可是现在 罗大牛竟然敢趁火打劫 多坑了他五万块钱 那陈东可就不答应了 他堂堂特战龙帅的钱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陈东摆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苦笑道 清浅姐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肚子有点疼想去上的大号而已 怎么可能会去找那些恶人呢 我又不傻 五分钟后 陈东重新回到赌场 刚要进门 却发现身后夏凉才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贼头贼脑地跟了进来 陈东走上去皱眉 你来干什么 夏凉才看到陈东 不由得一惊 事实上 他之所以回来 是因为他身上 其实还藏着一百块钱 打算趁着这个机会 再来玩最后一把 却没想到 竟然跟陈东遭遇 夏凉才嘿嘿一笑 丹大道 傻东啊 你你不是要上大号吗 我我也是啊 陈东一眼 看到夏凉才手里 攥着的一百块钱 他也不傻 自然猜出了 夏凉才来这里的目的 顿时一阵无语 这家伙刚才才被罗大牛他们吊起来打 还让自己替他垫了二十万 可这家伙倒好 转头竟然就又跑回来继续赌 还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陈东真是有些可怜夏清钱 怎么会摊上这样一个不争气的父亲 陈东看着夏凉才手里的钱 冷着脸道 你来上大号拿钱干嘛 咋的 你还打算拿钱擦屁股啊 夏凉才知道自己暴露 尴尬一笑 傻东 夏叔我就是来看看热闹 你可别跟亲钱乱说啊 陈东懒得废话 一把夺过夏凉才手里的钱 你不是想看热闹吗 等一下可要睁大眼睛 好好看得清楚了 说吧 陈东拿着夏凉才的那一百块钱 便直接杀上了赌桌 夏凉才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哎 你个傻子又不会赌拿我钱干嘛 那可是我的棺材本啊 在夏凉才看来 陈东一个傻子上赌桌 那根本就是打着灯笼十大份找死屎啊 可没过多久 夏凉才就彻底傻眼了 一个又一个项目 被陈东给玩了个遍 投保 排酒 百家乐 陈东所过之处 竟然无一例外 全都是赢 只赢得那些何官 一个个叫苦不迭 只十几分钟的功夫 陈东手里的钱 竟然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卧槽 陈东在赌桌上那一系列的操作 把夏凉才都给看猛了 连完二十多把 无一战败 十几分钟 狂赚二十万 我的天 这还是人吗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傻子陈东吗 像这种神乎奇迹 手段抄群的人 夏凉才以前 也才只见过一个而已 那个人 叫高静 没错 就是周润发主演的赌神里的那个高静 这傻东 完全就是一个真正的赌神啊 傻东 不 东哥 你啥时候有这么厉害的赌术啊 这也太厉害了 夏凉才兴奋地满脸通红 看着陈东的目光里 崇拜至极 陈东懒得理会 行了 二十万赚回来了 走吧 陈东说完 带着夏凉才 就要直接离开 可还没走多远 却被罗大牛带着几个壮汉拦了下来 是你 罗大牛不可置信 刚才肠子里的负责人告诉罗大牛 说有个硬茬子 赢了不少钱 让罗大牛过来看看 罗大牛还以为是惹上了哪条过江千王 便赶忙带人过来查看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刚被他敲了竹杠的那个傻子 夏凉才一看到罗大牛 就吓得浑身哆嗦 赶忙躲在了陈东身后 陈东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刚才不是还说 让我们有空长来吗 怎么 你们厂子输了钱 就想赖账啊 罗大牛脸色一变 厂子里这么多人看着 他自然不敢赖账 要不然以后 怕是再没人来他这里了 陈东也不废话 带着夏凉才叫走 这时 身后却又传来了罗大牛的声音 这就不玩了吗 行吧 你一个傻子 能赢老子这么多钱 已经很勾屎运了 这么多钱 也够你回去多买点泥 让你尿尿和泥巴了 罗大牛说这些 自然是激将法 想让陈东 把赢走的钱全都吐回来 他成功了 原本要走的陈东 听到这话 顿时停下了脚步 他回过头来 朝着罗大牛淡淡一笑 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就来劲了 他原本 也就只是想把自己的 二十万赢回来 就见好就收的 可既然罗大牛 这么想他继续玩 那他也不好拒绝不适 拿着赢来的那二十万 陈东又重新回到了赌桌上 罗大牛得意一笑 心到这家伙 还真是个傻逼 他开赌场这么多年 就从来没见过长盛将军 只要你能一直坐在赌桌旁 保证让你早晚输得底儿掉 然而 十分钟后 罗大牛就笑不出来了 陈东拿那二十万当赌注 三局下来 又赢走了他十几万 二十分钟后 陈东面前的本金 加上赢来的钱 已经将近有五十万 夏良才已经高兴得快疯了 就连那些常年 混迹在赌场里的赌客们 赚五十万 这对他们来说 可是只有梦里才会发生的事啊 而此时的罗大牛 却是再也坐不住了 那什么 傻子 你你跟我来一下 我跟你聊两句 夏良才赶忙拦住 傻东 你千万别跟他去 小心他害你 陈东却不以为然 放心吧 我看这老兄长得很实在 不像那种人 罗大牛笑着点头 没错没错 我开门做生意的 怎么会害人呢 是不害人 赢了老子这么多钱 老子要不把你千刀万剐了才怪 随后 罗大牛带着陈东 便去了后面的小山洞 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夏良才心中暗骂 这个陈东 还真是够傻的 还敢跟罗大牛过去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小山洞里 说吧 想找我聊什么 陈东找了把椅子 舒服地坐了下来 还大咧咧地 拿起桌上的茶壶 对嘴喝了起来 罗大牛凶向毕露 聊什么 当然是聊聊 怎么要了你的狗命 敢赢老子那么多钱 老子今天要是不打到你喊爸爸 老子就不叫罗大牛 五分钟后 爸爸 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罗大牛鼻青脸肿地 跪在了陈东面前 身后的地上 十几个手下 早就疼得满地打滚 刚好这时 夏良才壮着胆子跑了进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 惊得下巴都快掉在了地上 我日 这什么情况 十分钟后 陈东领着惊魂未定的 夏良才走出了赌场 那五十万 已经让罗大牛 打进了银行卡里 傻东 不 东哥 你你到底是 何方神圣啊 夏良才再傻 也已经看得出来 眼前的陈东 绝对不是什么傻子 而是一条落入浅滩的真龙 陈东淡淡一笑 王卫地道 夏叔 你这话啥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不是 刚才你 夏良才还要说什么 可他看到陈东的眼神时 就立刻读懂了一切 我明白了 我刚才啥都没看见 那咱们刚才去干什么了 拉屎啊 除了拉屎 还能淡吗 夏良才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陈东满意一笑 这夏良才 还算上道 随后 陈东跟夏良才便回到了车上 夏青浅见 俩人安然无恙 便也就没怀疑什么 二十分钟后 三人回到家 陈东把车停好后 直接睡回龙觉去了 夏青浅刚要回自己屋 却被夏良才一把拽住 青浅 爹问你件事 你可一定要跟爹实话实说啊 什么事啊 夏良才一脸凑到夏青浅跟前 一脸神秘地说道 爹问你 你跟陈东到底睡了没 听到这话 夏青浅顿时羞了个大红脸 爸 你脑子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怎么什么烂七八糟的都问我啊 被自己轻霸 问起这种私密的事情 夏青浅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夏良才却是十分认真的样子 你爹脑子才没问题 我可是认真的 你实话告诉我 你跟陈东到底有没有睡过啊 要是没有的话 你可要抓紧了 抓紧 夏青浅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爸 你什么意思啊 你之前不还说 傻东脑子有问题 让我离他远点了吗 怎么现在去 夏良才嗤之以鼻 能在一晚上 从赌场手里赢五十万的人 脑子能有问题 以他看 是整个青山村的人脑子都有问题才对 三年了 愣是没人看出来 这个陈东是条真龙 之前我确实是眼瞎了 有点看不起陈东 不过现在你爹已经明白过来了 陈东绝对是这个世界上 最适合你的男人啊 这么好的男人 你可一定要抓住啊 爸告诉你啊 留住一个男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跟他上床 你妈当初就是 眼看着夏良才越说越没边 夏青浅彻底听不下去了 好了吧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回去吧 我要去睡觉了 说吧 夏青浅便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屋子 自己这个老爸 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夏良才却是有些意犹未尽 说实话 他现在真恨不得 能立刻让夏青浅跟陈东结婚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陈东 绝对就是一条暂时折影的精灵 精灵启示池中雾 一遇风云便化龙 要是自己女儿 能趁现在跟对方走到一起 那将来绝对会有着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连他自然也能跟着一起沾光 夏良才心有不甘 盘算着等有机会 一定要给自己女儿创造机会才行 第二天早上 陈东刚一起床 就被院子里的一幕给惊讶到了 只见院子里的饭桌上 此刻竟是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各种饭菜 别提有多丰盛了 傻东 你起来了 围着围裙的夏青浅笑着迎了上来 青浅姐 这什么情况啊 我自己做饭就行了 怎么还有麻烦你 夏青浅低下了头 一脸愧疚地说道 傻东 昨天晚上的事情多亏了你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赚钱 那二十万 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原来 这女人是因为那二十万的事情 觉得亏钱 陈东苦笑 青浅姐 我最近养鱼赚了不手 暂时不缺钱的 那二十万你不用急着还 只不过 夏叔隔三差五的 总是搞这么一出 也不是个事啊 夏青浅也是一脸苦涩 我当然也知道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爸他一直都是赌入命 没有一点上尽心 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 摊上这么个爹 夏青浅也实在倒霉 昨天晚上 村长来找过我了 说是要把老鱼塘重新还给我 现在 我手里有两个鱼塘了 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所以我想着 要不老鱼塘就交给夏叔来管理 你觉得怎么样 夏青浅听了陈东的提议 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傻东 你对我爸这个人 还是不够了解 你不知道 他天生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他平日在家里 连个地都不愿意扫 就连农活 也基本上全是我跟我妈两个人干的 之前我妈还说 让他跟着一起进城里 给人当保安看个工地什么的 他都嫌累得慌 你现在让他去管理鱼塘 他肯定不会去的 陈东苦笑一声 没关系 等会儿我跟他说说 说不定他会同意呢 夏青浅无奈摇头 他要是能同意 母猪都能上述了 话音刚落 刚好就看到 夏凉才乐呵呵地走了进来 哟 都在呢 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夏叔 我跟青浅姐正商量着 想让你来帮忙 管理村东头的老鱼塘 不知道你一下如何 夏青浅叹了口气 似乎已经清楚 自己老爸的答复了 可接着去听夏凉才激动地道 好啊 我听你的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夏青浅 夏青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那个狼鬼老爸 竟然心甘情愿地答应干活 母猪真会上述了不成 夏青浅哪里知道 昨天晚上赌场的事情 已经对夏凉才造成了 极大的心理震撼 他现在对眼前这个身份神秘 手段超凡的陈东 早就已经崇拜得五体投地 像陈东这样的人 未来不是达管显贵 也要是一方诸侯 现在不抱紧大腿 还等什么时候抱 所以 现在不管陈东让他做什么 他夏凉才 都绝对连个不字都不会说 吃完早饭 当天上午 陈东便开车 带着夏凉才进了城 陈东已经想好了 随着黄金飘向鱼的生意越来越大 他要做的事情 肯定也会更多 不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 所以他打算 以后把送货的事情 也逐渐交给夏凉才来处理 这样不仅能让自己腾出点时间 还能把夏凉才是赌的毛病给改掉 让他更有责任感一些 那个东哥啊 你这又让我养鱼 又让我送货的 这工钱 夏凉才试探着问 只是看到陈东的目光时 顿时吓得缩回了脖子 夏凉才昨天晚上 可是亲眼看到 陈东是如何把罗大牛他们 打得跪在地上喊爸爸的 这种狠角色 他可惹不起 不是 我就随口一问啊 我跟着东哥是学本事的 最主要的就是开心 钱不钱的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给不给都行的 夏凉才善笑着打起了哈哈 陈东淡淡一笑 是吗 那就太可惜了 原本我还想着 一个月给你开个 一万块钱工资什么的 既然你就想图个开心 那就算了 多多少 一万 夏凉才惊得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一个月一万 要知道 夏沈在城里工地上 累死累活的一个月 也才五六千块钱 这一万块 对于夏凉才这样一个 山里的无业盲流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想都不敢想 东哥 你说的是真的吗 夏凉才不敢置信 当然 陈东点头 不过 想拿高工资 就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从今天起 不许再去赌博 要是再被我抓到一次 我这里就不留你了 你就另谋高就去吧 夏凉才赶忙拍着胸口保证道 东哥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绝对不会再踏进赌场半步 你就等着看我表现吧 什么赌不赌的 夏凉才当初赌博的初衷 就是为了想多赢点钱 现在有一个月一万的高工资 傻子才去赌呢 现在的夏凉才 似乎是终于找到了 自己奋斗的目标 尤其是跟着这位真龙一边的人物 十几分钟后 车子便来到了紫棋东来 这位是谁啊 车子一到 姚宇璐就从楼上走了下来 今天的姚宇璐 换上了一套时装 整个人看上去 更多了几分都市利人的气质 哦 这位是夏说 是我请来帮忙送货的 姚姐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啊 姚宇璐白了一眼 行吧 只要别耽误了 给我送货就行 说吧 姚宇璐带着陈东便上了楼 姚宇璐身材恶挪 背影勾人 可夏凉才的目光里 却是带着一丝警惕 她可是打算 让自己的女儿嫁给陈东的 可眼前这个漂亮女人 却让她感受到了浓烈的危机感 要是陈东被其他女人拐跑了 那她以后 可怎么跟着女儿享福啊 不行 看来还是要让清浅先下手为强才行 夏凉才心中暗自下定了决心 与此同时 楼上办公室里 给 你的东西 陈东将姚宇璐送的那双黑色丝袜 又给送了回来 姚宇璐只瞥了一眼 随口道 用完了 嗯 陈东本能地点了下头 随即反应过来 我呸 谁用了 我告诉你 就因为你送的这玩意儿 我可是被害惨了 你知道现在我周围的人 都怎么看我的吗 他们都快拿我当变态来看了 你不是吗 姚宇璐反问 陈东 姚宇璐似乎看穿了一切 我明白了 原来你不喜欢黑色的 是喜欢肉色的吗 好吧 那下次我送你一双肉色的好了 陈东简直无语 大姐 我都说了 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没有那方面的特殊癖好 所以请你以后 不要再送我丝袜了好吗 不要丝袜 那你想要什么 姚宇璐震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赶忙用双手 捂住自己身前的饱满 难不成 你是想要我送你文兄 告诉你 想都别想 陈东 你嘛 合着我就非得图你点什么贴身衣物呗 陈东实在想不通 自己好好一大好青年 这变态的帽子 怎么就摘不掉了呢 正当陈东刚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经理王成忽然推门走了进来 好吧 不好了 包厢那边有人闹事啊 陈东皱眉 谁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紫棋东来闹事 我跟你去看看 陈东做事就要跟王成过去 却被姚宇璐给拦了下来 不用了 我翻电视 我自己能处理 一直以来 姚宇璐遇到事情 都是一个人扛 从来没有依靠别人的习惯 随后 姚宇璐跟着王成变下了楼 与此同时 888号包厢内 十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围坐在饭桌旁边 最中间坐着的 乃是一个眼角留着一道 长长刀疤的壮硕男人 碰 一个穿着花布衫 面色凶狠的青年 一把便将饭店的领班脸 摆在了饭桌上 草泥马的 知道我八哥什么人吗 八哥可是黑水帮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八哥来你们这里吃饭 那是给你们面子 多点几条鱼都让 你他妈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啊 领班下的声音颤抖 大大哥 真不是我不给 我们这里的黄金飘香鱼 都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你们没有提前预定 所以我这边不能提供啊 而且按规定 每个包厢最多 只能点一条黄金飘香鱼 我要是把鱼给您的话 那其他包厢预定的客人 肯定不会答应啊 花布衫无比嚣张 一巴掌扇在那领班脸上 草 谁不答应让他来找我们八哥 我他妈看谁敢 老子再问你最后一遍 到底给不给我们上 领班吓得不敢吭声 一旁的八哥缓缓开口 花子 废他妈什么话 老子吃个鱼 都他妈吃不到 我看这饭店也就别开了 给老子砸了 花子闻言 脸上顿时露出一抹 幸灾乐祸的笑意 明白了八哥 说吧 花子带着几个手下 便气势汹汹地 冲进了隔壁的包厢 哎 你们谁啊 隔壁包厢的人正在吃饭 见有陌生人进来 都是一脸茫然 我是谁 我是你大爷 给我砸 随着花子一声令下 几个手下 对着面前的饭桌 就是一顿打砸 转眼之间 好好的饭桌 被他们砸了得稀巴烂 这还不算 砸完了这一桌之后 花子带着人 直接就奔赴到了下一个包厢 转眼之间 连这三个包厢 都被花子他们彻底掀翻 那些食客们 都是怨声载道 可花子这些人 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 食客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整个饭店的客人 也都被眼前这一幕给吓到了 乱成了一锅粥 不让我们八个吃饭 那你们就都别吃了 花子叫嚣着 就要带人奔赴下一个包厢 给我住手 姚与露一声大贺 带着王成他们终于赶到 看着眼前被砸得一片狼藉的包厢 姚与露瞬间暴怒 光天化日之下胡乱打砸 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 八个从包厢里抽着烟走了出来 王法 在这淮城 老子就是王法 姚与露秀眉微皱 他经营饭店多年 还算是有些精明的 知道什么人能够得罪 什么人他得罪不起 眼前这个人 显然就是他得罪不起的人 无奈 姚与露只好压着怒火 柔声道 这位先生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你有什么需求 我们都是可以商量的 没必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成年人 需求 我这个成年人的需求 就是想上你啊 你能满足吗 八哥的一番猥琐发言 引得花子他们一阵哄笑 你姚与露羞愤得满脸通红 这个八哥 竟然当众说出这种话来 简直是太无耻了 先生 麻烦你放尊重点 我说的是正当的诉求 姚与露立色道 八哥吐了口烟圈 嚣张地道 行啊 老子的要求 就是 给我的兄弟们 每人来一盘黄金飘香鱼 让他们都尝尝先 怎么样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王成在一旁提醒道 姚总 他们并没有提前预约 而且 一人一条黄金飘香鱼的话 紫气东来 现在每天黄金飘香鱼的数量最多 也才十条而已 其他的 都是白银飘香鱼 要是一口气 把所有的黄金飘香鱼 全都给了八哥他们 那今天的生意 就没法做了 而且 现在还不是生意能不能做的问题 周围围观的那些食客们 一听说八哥他们没有预约 还要每个人一条黄金鱼 顿时就不愿意了 凭什么他们没预约 还能吃上黄金鱼 反而我们预约过的吃不到 就是 你们饭店可要讲规矩的 要是真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就都不来了 没错 我们预约了好几天才排上了好 必须按规则排队 要不以后谁还来 那些食客们议论纷纷 姚与露的眉头 却是越揪越紧了 他当然很清楚 规则诚信这种东西 对于一个做生意的来说 意味着什么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也绝对不会坏了规矩 可是眼下 八哥这些人穷凶极恶 他要是真不答应的话 只怕又是一大堆麻烦 一时间 姚与露进退为谷 骑虎难下 正当这时 一个声音却是 忽然从身后响起 大家说的没错 我们开饭店的 就是要讲规矩 既然这些人没预约 就不该给他们愚痴 就算闹得再凶 有人注意 姚与露也回过头去 便能看到 陈东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身后 姚与露低声道 你不要乱说话 这些人可不是你能得罪的 陈东笑了笑 饶友意味道 放心 这怀城 没有谁是我得罪不起的 你姚与露 简直该说什么好 一个山沟子里出来的小农民 竟敢说出这种大话来 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 草 你他妈谁啊 跑这里来多管闲事 花子张嘴就骂 陈东淡淡一笑 你们管老板的女人 都叫老板娘 我是老板的男人 所以 你可以喊我老板爹 老板爹 诶 陈东毫不客气地应了句 花哥 他占你便宜啊 手下人提醒 围观众人轰然大笑 就连姚与露 也是忍不住眼嘴笑出声来 花子这才反应过来 顿时暴怒 妈的 敢占老子便宜 我看你是活腻了 陈东不卑不亢 你们光天花日之下 就赶来我们的饭店打砸 我看你们 才是真的活腻了 八根怒急返校 小子挺嚣张啊 知道我是谁不 花子一脸傲然地介绍道 告诉你 我们八哥可是黑水帮堂主 现在知道自己 在跟谁说话了吗 黑水帮 听到这个名字 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就连姚与露 也是脸色大变 淮城县城的人 没人不知道 黑水帮势力庞大 心狠手辣 整个淮城都没人敢惹他们 眼前这个八哥 竟然还是黑水帮的堂主 这下可真的麻烦了 可陈东却根本没当回事 什么八哥 听都没听说过 这话把姚与露 都给吓了一跳 敢跟黑水帮的人这样说话 这家伙是找死吗 八哥脸色也是瞬间阴冷下来 花子 这小子 说没听说过我了 你今天就让他认识认识 明白了八哥 花子看向陈东 笑容阴狠 做事就要动手 姚与露赶忙上前阻拦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再这样 我可要报警了 花子有恃无恐地道 行啊 我现在就给你机会打电话报警 你倒是打啊 陈东挡在姚与露前面 看着花子 不用了 报警的机会 还是留给你们吧 操 还敢装逼 老子倒是要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说着 花子大吼一声 挥拳便朝陈东砸了过来 碰 陈东只一脚踹出 花子直接闷声倒地 坑都没坑一声 八哥彻底暴怒 给我弄死他 八哥一声令下 那十几个手下 立刻便朝着陈东冲了上去 姚与露吓得都不敢看 然而没多久 却见那些黑水帮的人 一个接着一个地 被陈东打倒 只几个呼吸的功夫 十几个壮汉 已经全部倒地 惨叫连连 众人傻眼 姚与露一双美眸 也是争的老大 这家伙 打架竟然这么厉害 八哥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局面 吓得转身就要逃 可还没等他跑出两步 就被陈东一脚放倒 一张黑脸 被陈东踩在了脚下 嗨八哥 你信吐啊 吐八哥呗 八哥气得想杀人 他好歹也是 堂堂黑水帮堂主 简直是走到哪里 嚣张到哪里 如今却被一个 乡下来的穷小子 给踩在了脚底下 这对于八哥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小子 我可是黑水帮的人 你敢打老子 你死定了 八哥怒吼 陈东吃笑 是吗 来你倒是告诉我 我怎么死定了 来 说啊 啪啪啪 陈东一边说 一边照着八哥脸上 扇着耳光 这一幕 把姚与露他们 都给看呆了 连黑水帮的堂主都敢打 这家伙也太狂了 八哥气得暴跳如雷 这辈子 他还从来没现在 这么窝囊 这么丢人过 小子 你这次算是把我得罪死了 你别让我有机会 有机会 我一定找人狠狠地教训你 陈东停了下来 好啊 我现在就给你机会 找人是吧 你现在就打电话 把你认识的人 全都喊过来吧 我等着 八哥愣住 你你说真的 没错 你不是什么堂主吗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你这个堂主 到底有多大能难 八哥阴侧侧的一笑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可别后悔 说吧 八哥拿出手机 便开始摇人 姚宇璐顿时担心起来 陈东 你疯了 真等他把人喊过来 你就危险了 要不你还是先跑吧 我拖着他们 或者报警 陈东苦笑一声 言语轻松地道 姚姐 我就在这哪都不去 而且我说过了 报警的机会 留给他们了 姚宇璐一阵无语 就眼下这种情况 警察来了 都不一定能就得了 还敢说让人家报警 这家伙 真是太不知死活了 十几分钟后 哗啦啦 饭店门口传来一阵骚动 十几辆面包车停在门口 车门打开 七八个手拿棍棒的打手 便从车上冲了上来 如同潮水一般 直接奔着二楼而来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姚宇璐下的双腿发软 这一下彻底完了 那些围观的时刻们 此刻也是 远远地闪到了一旁 唯恐会被波及 八哥看到自己堂口的兄弟感到 底气顿时又足了起来 小子 你他妈不是挺牛逼吗 我倒是要看看 等会儿 你还牛不牛得起来 给我上 干死他 八哥一声令下 那些打手一拥而上 直接便朝着陈东冲了上来 陈东二话不说 一轴打碎消防柜 拿出一把消防斧 便朝着那些打手迎了上去 一时间 整个走廊里 彻底打成了一锅粥 陈东与那几十个壮汉打成了一片 场面极度惨烈 姚宇璐还有那些时刻们 直接被挤出了走廊 在垂直方向的走廊里躲着 不敢冒头 耳边只听到旁边走廊里喊杀声 惨叫声 此起彼伏 惊心动魄 不知道过了多久 走廊那边的动静 终于小了一些 姚宇璐赶忙冲了过去 他甚至都已经做好了 看到陈东被打死打伤的准备 然而下一刻 他却看到了 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在那狭窄的走廊里 几十个壮汉 导成一片铺满了走廊的地面 而在这一片狼藉中 只有那个手拿消防斧的男人 屹立不倒 嘴角带着一抹邪魅狂决的冷笑 虽穿着破旧 可在这一刻 他却宛如从尸山血海中 这一幕也是吓得面色惨白 他赶忙拿出手机 对着剩下一部分没来的手下催促道 草泥马的 你们到哪了 还不过来 是等着给老子收尸吗 每两分钟 五六辆面包车急杀在门口 又有三四十个壮汉冲下车来 奔赴楼上 然而 他们的下场跟之前那些人一样 无一例外 全部倒在了地上 又过了 三分钟 第三匹打手来到 不出五分钟 同样铺满了地面 至此 整个走廊里 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 叠罗汉一样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陈东踩着这些打手的身体 一步一步走到八哥的面前 悠悠然道 咋样 还要继续喊人吗 八哥下的身子一颤 他手指发抖地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伊林吗 我要报警 紫七东来 这里有人群殴 没错 我就是受害者 你们快派人过来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走廊那头的姚宇璐 听到这话 彻底愣在原地 还真让陈东说对了 他还真把报警的机会 留给了黑水帮 没过多久 七八辆警车 就停在了紫气东来门口 谭新兵带着十几个治安员 便大阔布地上了楼 兵哥您可算来了 八哥像是见到了救星一样 赶忙迎了上去 你报的警 谭新兵很是意外 八哥连连点头 没错 是我报的警 我要举报 我们原本正好好吃饭 结果这家饭店的人二话不说 就打伤了我的弟兄 八哥上来就开始倒打一耙 指着不远处的陈东道 你看 就是那小子干的 谭新兵先是看了一眼 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那些黑水帮的人 顿时一阵无语 赵老八 我要是没听错的话 报警电话里说的 可是群殴吧 没错 是群殴啊 你的意思是 他一个人群殴了你们 赵老八一脸尴尬 兵哥 情况有点特殊 那小子是个硬茬子 依我看 他不是杀人犯 就是境外见 爹 您可一定要管管啊 谭新兵不由叹了口气 这么多人都打不过一个人 竟然还好意思 让自己来替他们出头 这个赵老八 还真是越来越不中用啊 尽管心中不爽 可这赵老八 毕竟是黑水帮的人 谭新兵就算是看在 大哥谭新虎的面子上 这件事 他也不能坐视不管 好在赵老八还算会说话 给对方安了一个杀人犯 还有奸 蝶的名头 自己抓起人来 倒还算师出有名 小子 你胆子挺大啊 竟然敢 谭新兵从腰上抽出了手铐 便朝着面前的人走了过去 然而 当他看清眼前的人的面容时 顿时定在了原地 眼前这人 不正是在拘留室里 逼得自己服软 还删了 自家二哥的那个陈东吗 谭新兵手一抖 手里的靠子 啪哒一声 掉在了地上 这一刻 谭新兵气得想骂娘 你说你招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这个杀性 这不是纯粹给自己 找不痛快吗 赵老八 却还没看明白状况 兵哥 你咋了 靠子咋还掉地上了 赵老八好心地 把靠子捡起来 重新递到了谭新兵的手上 催促道 兵哥 靠子给您捡起来了 您快继续抓人啊 谭新兵 咔嚓 谭新兵二话不说 直接把靠子 靠在了赵老八的手上 赵老八猛了 兵哥 你这啥意思 你靠我干啥呀 谭新兵正气凛然 我靠的就是你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带人在饭店斗殴 你眼里没王法了是吧 赵老八彻底猛圈 只觉得谭新兵这是糊涂了吧 怎么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 不等赵老八反应 谭新兵压着 他便要直接离开 这时 十年后却又传来的 沉冬悠悠的声音 我有说过 让他走了吗 此话一出 谭新兵脚下猛然顿住 再也不敢迈出一步 赵老八看不下去了 回头就骂 草 小子 你他妈别太过分啊 敢跟兵哥这样说话 话刚说完 谭新兵啪的一巴掌 把在赵老八头上 你给我闭嘴 听听群众的诉求 赵老八 这特么 啥情况 沉冬淡淡道 没啥别的诉求 他把我们饭店砸成这样 还耽误了我们生意 就这样走了 有点说不过去吧 姚宇陆吓得够呛 所有人都知道 谭新兵就是黑水帮的靠山 现在谭新兵愿意 稀释宁人 把赵老八带走 就已经很给面子了 这傻子竟然还敢让他赔钱 这胆子也太大了 可让姚宇陆跟众人没想到的是 谭新兵确实立马点头 你说的没错 不知道你觉得 让他赔多少合适 陈东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五十万吧 扑 姚宇陆下的差点没吐血 这家伙还真敢要 疯了吧 赵老八气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五十万 老子就砸了几个盘子而已 你让我赔五十万 你怎么不去抢啊 话刚说完 谭新兵啪的又是一巴掌 打在了赵老八头上 注意你的态度 怎么跟群众说话呢 赵老八 这特么见鬼了吧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赔钱 谭新兵铁青着脸催促 赵老八哪还敢废话 赶忙拿出手机 给陈东赚了五十万 谭新兵口气那叫一个客气 随便 谭新兵松了口气 这才敢带着赵老八离开 一直出了饭店坐进了车里 赵老八终于敢问 兵哥 刚才那小子啥人啊 咋感觉连你都有点出他呢 谭新兵冷哼一声 他背后站的是郑国焘 你说我出不出 郑国焘 赵老八彻底傻眼 如果说整个淮城 还有谁是他不敢得罪的 那肯定就是郑国焘了 赵老八怎么都没想到 饭店里那个穷小子 竟然跟郑国焘有关系 谭新兵的双眼微微眯起 脸上泛起一抹阴痕 先忍着吧 放心 郑国焘也站不了多长时间 等他倒了 咱有的是机会报仇 紫棋东来那边 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那几只苍蝇 打扰各位的雅兴了 这样吧 我替姚总做个决定 今天在场所有的客人 全部免单 黑水帮的人走后 陈东便对着众人宣布道 整个饭店顿时炸开了锅 老板真是大气啊 怪不得紫棋东来的生意能这么好 真是有个好的老板爹啊 紫棋东来 有这么厉害的老板坐镇 以后必定日进斗金啊 姚宇露美眸里满是惊诧 他倒不是心疼钱 这些人的饭钱 赵老八赔的那五十万足够了 而且 陈东的这个做法 确实很合理 能让紫棋东来大气的形象 更深入人心 好处多多 姚宇露只是觉得 眼前这个男人 他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同样看不透的 还有夏良才 刚才夏良才可是亲眼看到 陈东是如何一个人 干翻了黑水帮一百多号人的 一个人 干一百多 要不是亲眼所见 夏良才简直不敢相信 世界上有这样的事 这他妈也太离谱了 夏良才心里更加坚信 眼前这个青山村人静皆知的傻子 绝对不是凡人 等陈东与夏良才开车离开后 门口一辆汽车的车窗降了下来 露出一个人的面容 姚强 这些天 紫棋东来的人 对姚强跟卢妙彤 一直都保持着警惕 一旦他们进入饭店 就会立马通报给姚宇露 所以 平时姚强就守在外面 时刻监视着紫棋东来的生意状况 上次让董鹏抢夺鱼塘承包权的事失败后 要想就一直想再找机会对付姚宇露 刚才看到黑水帮 那么多人冲进饭店 姚强本来还心中欢喜 以为姚宇露的生意要做不成了 没想到 转眼就看到那些黑水帮的人 被警察给带走了 不过 刚才姚强却是打听出了一个重要线索 那就是 陈东那边 今天新找来了一个货车司机 以后黄金挑香鱼 可能会让这个新司机来送了 而且 刚才姚强也看到了 那个新来的货车司机 看上去呆头呆脑 一副不太精明的样子 姚强觉得 或许能够从这个货车司机身上 找到突破口 20分钟后 武林小卡回到了村子 这一路上 陈东专门让夏良才开车 想考验一下夏良才的车技 据夏良才自己说 他年轻的时候 在部队里 是给长官开车的 也不知道真假 不过考验结果还不错 以夏良才的车技 至少送货是绰绰有余的 刚到家门 就看到夏清潜正等在门口 今天是夏良才第一天 跟着陈东送货 也算是他踏上正道的第一步 所以夏清潜有些担心 看到是夏良才亲自开车回来 夏清潜顿时喜笑颜开 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第一次 看到自己的老爸 像个正常人一样 努力工作 这都多亏了陈东 爸 傻东 你们累了一天 肯定渴了吧 来 喝口水 多谢清潜姐 陈东接过水杯 就直接进了院子 夏良才却是一把拉住了夏清潜 巧声道 傻闺女 陈东他可是已经被 外面的漂亮女人给盯上了 你再不抓点紧 煮熟的鸭子可就要飞走了 外面的漂亮女人 你说的是谁啊 夏清潜问 夏良才杂杂呼呼 还能是谁 可不就是城里大饭店的 那个女老板吗 我今天可都见到了 那个女人风骚得很着呢 他对陈东眉来眼去的 明显是对陈东有意思 而且 他跟陈东俩人一见面 就拱到办公室里 孤男寡女的 肯定没干什么好事 我猜 他俩已经搞到一起了 也说不定呢 夏清潜羞愤不已 他之前就觉得 陈东跟那个姚雨露的关系 有些不太正常 现在夏良才这样一说 他就更这样认为了 傻东跟谁在一起 是他的自由 关我什么事啊 嘴上这么说 可夏清潜的脸上 明显写满了不高兴 夏良才苦口婆心地劝道 闺女 你可别犯傻了 陈东他将来 绝对是有大出息的人 你既然对他也有意思 那可一定要抓住才行 要不然 等他最后真被其他女人抢走了 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夏清潜俏脸一红 我什么时候说 我对他有意思了 好了 不跟你说了 说吧 夏清潜小路乱撞地跑开了 这丫头 夏良才 简直恨铁不成钢 闺女不愁 却把夏良才 这个当爹的给愁坏了 一想到陈东 随时都可能 被城里那个女老板给拐走 夏良才就急得 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总感觉财神爷 要离自己远去 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 撮合他们才行 夏良才想到了什么 随即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那时候让他用过那种药吗 你现在手里还有没有了 对 我现在就要 急用 晚上 陈东冲了个凉水澡后 回到屋子里 就打算睡觉 这时 门外却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夏清潜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傻东 睡了吗 陈东有些意外 这么晚了 夏清潜找自己会有什么事 没有多想 陈东直接开了门 门外 T恤短裤 穿着清凉的夏清潜 正站在那里 似乎是因为刚洗过澡的缘故 夏清潜的身上 散发着一股莫名的方向 头发也是披散着的 垂落在肩头 丝丝荡漾 平日里清纯文静的夏清潜 此刻不知为何 却是给人一种魅惑的感觉 清潜姐 你有事吗 还没等陈东反应 夏清潜却是二话不说 一把将陈东推进了屋里 同时还顺手 将身后的房门反锁 陈东不明所以 清潜姐 你锁门干嘛 夏清潜挤不上前 把陈东逼得连连后退 一直蹲坐在了床上 夏清潜身子一沉 身前那出具规模的山巒 几乎要贴到陈东身上 清潜姐 你这是干嘛 陈东被夏清潜这副样子 弄得也有些紧张起来 夏清潜媚眼如丝 红唇几乎凑到陈东嘴上 沙东 是姐不够漂亮吗 还是姐的身材不够好 陈东愣住 这没有啊 是吗 那你为啥还要 去外面找别的女人呢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想要的 姐都可以给你啊 姐真的好喜欢你啊 说着 夏清潜红唇 直接贴在了陈东的嘴唇上 整个人就像是烈火引燃了干柴 紧紧地抱着陈东 疯狂地与陈东亲热起来 陈东浑身的热血瞬间沸腾 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没想到 夏清潜尽会 突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清潜姐 你你是不是又喝醉了 陈东又想起了 之前夏清潜喝醉的那次 他就是如此刻这般的主动 疯狂 只不过 陈东很清楚 今天的夏清潜 根本就没有喝醉 因为他的身上 根本就闻不到任何的酒味 姐妹子 姐就是好喜欢你 傻东 姐真的好想跟你在一起 好想做你的媳妇 夏清潜说着 竟是将身上的T恤 直接扔在了地上 一时间 夏清潜那白玉无瑕的身姿 便毫无保留地 展现在了陈东面前 陈东只觉得血脉喷张 眼珠子都看直了 夏清潜漂亮又清纯 这么好的女人 陈东要说 没有一点感觉 那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 此时他又如此主动地送上门来 俗话说得好 男追女隔座山 女追男隔层沙 此时 陈东也是被夏清潜给撩拨的 有些失去了理智 下一刻 陈东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便将夏清潜抱在了怀中 一时间 两人彻底陷入疯狂 干柴烈火 如胶似漆 两个人的情绪 都彻底攀上了顶点 正当陈东准备要进行 最后一步的时候 他的脑子陡然惊醒过来 他认识的夏清潜 一直都是清纯且保守 就算他心里真有什么情意 一般也都会藏在心里 并不会过度地表现出来 可是今天的夏清潜 却是完全放飞自我 甚至连廉耻都快有些不顾了 这显然是有些不太正常 而此时的夏清潜 依旧是处于疯狂的状态 他平躺在那里 眼神迷离 沙东 你这屋子里怎么那么热 热得姐头晕 头晕 陈东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夏清潜如此性情大变 该不会是被人惯了什么东西吧 陈东赶忙用手 把住夏清潜的手腕 为他查看脉络 这一查不要紧 陈东果然是从夏清潜的脉络中 感受到了一股异常亢奋的脉象 这是被强行催 琴的征兆 夏清潜果然是中了那种药物 此时的夏清潜 性情早已完全失控 见陈东迟迟没有动作 他竟是再次扑了上来 眼看就要开始更为疯狂的举动 清潜姐 对不起了 陈东再也不敢迟疑 果断出手 碰 一掌打在夏清潜的后颈上 夏清潜直接被打晕了过去 陈东将夏清潜平放在床上 随后便去外面取了一盆冷水 浇在了他的脸上 哗啦 随着这一盆冷水下去 夏清潜猛然惊醒过来 之前迷离的眼神 已然恢复了清明 下一刻 当夏清潜看到自己此时的样子时 顿时吓得抱紧了身体 沙东 你对我做了什么 尽管夏清潜心里 对于跟陈东在一起并不是排斥 可他一直都是一个很保守的女生 即便要那什么 也绝对不能这么随便 陈东那叫一个无辜 提醒道 清潜姐 你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刚才 夏清潜正住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顿时耳根子通红 他突然想起来 刚才他原本是躺在自己床上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敢 绝热血沸腾 脑子里总想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他就鬼使神拆地 敲响了陈东的房门 接下来的一切 似乎也都是他在主动 一想到刚才自己的疯狂举动 夏清潜就是一阵脸红心跳 羞涩的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我刚才怎么会 连夏清潜自己都不明白 刚才自己怎么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情来 难道真是自己对陈东 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还是他单身太久 真有些怀春了吗 清潜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刚才可能被人下药了 下药 夏清潜愣住 这怎么可能 我刚才一直就在自己房间里 哪都没去啊 那你刚才有没有喝过什么东西 陈东提醒 我刚才就只是喝了一瓶牛奶而已 说到这里 夏清潜陡然惊觉 是我爸 夏叔 陈东很是意外 没错 那瓶牛奶是我爸买给我的 他还说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 还盯住睡觉前一定把牛奶喝了 没想到他竟然 夏清潜羞愤无比 陈东也是彻底傻眼 当爹的给自己亲闺女下药 这种事情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夏良才 也真是魂得可以了 对不起傻东 我刚才错怪你了 夏清潜低声道歉 陈东尴尬一笑 那倒没什么 不过清潜姐你以后可要小心点了 千万别再随便和别人给的东西了 夏清潜点头 羞涩道 那刚才我们 陈东自然明白 夏清潜担心的是什么 赶忙道 清潜姐你放心吧 咱们刚才还没有那什么 你要是不信的话 自己可以回去检查一下的 检查这两个字 让夏清潜的脑中产生了画面感 翘脸顿时更红了 姐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说吧 夏清潜拉开门 着急忙慌的就要跑出去 哎 清潜姐 你衣服还没穿好呢 陈东好心提醒 夏清潜低头 看到自己此时的样子时 简直死的心都有了 难道自己刚才就一直这个样子 跟陈东说话吗 夏清潜再也没脸留在这里 他当着陈东的面 三两下地穿上衣服 然后变陶冶式地跑出了房间 看着夏清潜离开的身影 陈东苦笑摇头 同时却也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满脑子都是夏清潜魅惑的面容 让他忍不住地浮想连篇 晚上 陈东做了一个关于夏清潜的美梦 第二天早上醒来 被子上一片狼藉 陈东忍不住暗骂 这个夏良才 还真是害人不浅 早上吃完早饭 夏良才便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他拉过夏清潜 便一脸期待地问 咋样 闺女 昨天晚上睡得还舒服吗 果然是你 夏清潜顿时羞愤不已 爸 你竟然对自己闺女做出那种事 你还是人吗 夏良才正色道 说什么呢 你爸怎么就不是人了 你爸我做那些 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谁家当爹的 为了女儿 好会做出那种事 你你那根本就是在害我 夏清潜羞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夏良才却是眼前一亮 看你反应这么大 昨天晚上 你跟陈东是不是已经 已经个屁 清纯如夏清潜 此刻也是忍不住抱了粗口 告诉你 我跟傻东什么都没发生 还有 以后你要是再敢做出这种混账事情来 我就永远都不认你这个爹了 说吧 夏清潜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留下夏良才 有些郁闷 啥都没发生 这不科学啊 不信邪的夏良才 还专门跑过去 找陈东旁敲侧击 东哥 昨天晚上你跟清潜 我跟清潜姐 咋了 陈东不明所以 我是说 他昨天晚上就没去找你什么呢 夏良才疯狂暗示 陈东点了点头 哦 有啊 清潜姐晚上来找我 说他热 想进我屋 夏良才眼前一亮 然后呢 然后我说我屋里也热 然后他就去冲了个凉水 早回去睡觉了 夏良才 就没了 没了呀 还能有什么 夏良才 夏良才再也忍不住 跑到一边直接拨通了赖老三的电话 喂 赖老三 你那什么破药啊 一点用都没有 还说你媳妇当初吃了之后 让你飘飘欲仙的 全你马骗人 给老子退钱 远远听到夏良才打电话的声音 陈东嘴角玩味一笑 原本他还想把夏良才臭骂一顿的 不过转念一想 若是骂了夏良才 那昨天晚上 他跟夏清潜的事情 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会让夏清潜的名声受到影响 所以 陈东才故意装傻 刚好这时 陈东的目光 跟不远处的夏清潜碰撞到一起 俩人都是不由的愣住 随即都是会议一笑 刚才陈东替自己遮掩的话 夏清潜听得一清二楚 这让他心里很是感动 这傻东都知道心疼人了 至于昨天晚上 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 就成了只有他们两个知道的秘密 或者 还有另外一个人知道 堂屋里的许凤琴 远远看着陈东跟夏清潜两个人 脸上早已乐开了花 昨天晚上 他可是亲眼看到夏清潜衣服凌乱地 从傻东房间里跑出来的 当时夏清潜一张翘脸 都红到了脖子根 许凤琴好歹也是过来人 如何还不知道 他俩在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次是陈东跑夏清潜屋 这次是夏清潜跑陈东屋 这俩人有来有往的 还真是有趣 就是有点麻烦 许凤琴盘算着 要不就把傻东那屋改成杂物间 好能让俩人名正言顺地住到一个屋去 吃完饭后 陈东帮着夏凉才把鱼装上了车 然后就让夏凉才一个人开车进了城 之前采来的那些药材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陈东打算 今天再去后山重新采一些回来 至于送货那边 昨天夏凉才的车记陈东也见过了 送个货而已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东哥你就放心好了 送货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 夏凉才拍着胸口 自信满满的保证 随后 夏凉才开着武林小卡 便进了城 时隔多年 这还是夏凉才真正意义上 头一次参加工作 他心里还是挺兴奋的 他把车里的收音机开得老大 一路上哼着小曲开着车 好不自在 走到一条僻静小路的时候 远远看到一个女人 骑着一辆电动车 这一看 直接就把夏凉才眼珠子 给看直了 眼前这个女人 一身白色旗袍 从后面看去 她身材紧致匀称 尤其是腰臀的位置 骑在电动车上面 在旗袍的作用下 勾勒出极为优美的弧度 其他不说 这女人光是一个背影 就足以 称得上是人间有物了 不仅如此 在威风的吹拂下 女人身上那高档香水的气息 透过车窗 传到夏凉才的鼻息里 只让夏凉才 感觉一阵心神荡漾 心圆一马 夏凉才心中不禁感叹 这城里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这气质这香味 哪里是自己乡下 那个老娘们能比得了的 不过工作当头 夏凉才也不敢耽搁 她一踩油门 就要超车过去 只是 在跟对方擦肩而过的时候 夏凉才却是再次被吸引 只见那女人骑着电动车 骑跑两侧的开叉间 一双雪白的眉腿曲线动人 夏凉才目光落在上面 竟是再也移不开了 正当这时 那骑着电动车的女人 却是忽然尖叫一声 那电动车碾压了一块石头 失去了掌控 电动车瞬间倒在了地上 那骑跑女人 也是跟着栽倒在地 夏凉才想都没想 赶忙踩下了刹车 第一时间从车上冲了下来 眼前的漂亮女人 竟是让夏凉才这种大老粗 都生起了怜香惜玉的心 美女 你没事吧 夏凉才赶忙上前搀扶 然而下一刻 当夏凉才看清 眼前这个女人的长相时 整个人瞬间就呆住了 美 眼前这个女人 实在是太美了 尽管眼前这个女人 跟她的年龄差不了多少 可这女人看上去 却是显得风姿卓越 比那些十七八岁的少女 还要迷人 夏凉才心中再次感慨 真是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 跟眼前这个女人比起来 自己家那口子 简直连个人都算不上 这差距也太大了 我没事卢妙同摆了白手 口中却是发出强撑的喘息 让人生怜 夏凉才一直生活在山沟子里 哪里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 尤其是这女人的妹 都快把夏凉才的活儿 给勾走了 美女 你这看起来摔得不轻啊 需不需要我送你去医院什么的 眼前这个女人 美得让人魂牵梦绕 夏凉才可不愿意 对方这么快 就从她世界里消失 卢妙同柔声道 医院就不用了 这样吧大哥 你要是方便的话 就把我送回家吧 你家住哪呀 圆亨别院 圆亨别院 夏凉才心中一阵扎舌 她虽然来城里次数不多 可圆亨别院的名字 她还是知道的 听说那里 是淮城出了名的别墅区 住在那里的 可都是有钱人 原来眼前这个女人 不仅仍长得漂亮 还是个富婆呢 怎么 你不顺路吗 那要不就算了 嘴上这么说 可卢妙同 却摆出一副 腿疼痛苦的样子 我见犹怜 夏凉才哪懂得 卢妙同这欲情故纵的把戏 早就被卢妙同的美色 迷得五迷三道的 不不不 顺路 绝对顺路 说着 夏凉才便将卢妙同 扶上了武林小卡 然后朝着圆亨别院的方向 开了过去 这一路上 看着身旁女人的绝世容颜 闻着女人身上 那迷人的香水味 夏凉才只感觉 整个人轻飘飘的 快要升天了一样 就连车速 夏凉才都不敢开那么快 唯恐会蹲着 这位漂亮的富婆 半个多小时后 武林小卡 在别墅门前停了下来 看着眼前高档豪华的别墅 夏凉才一阵艳羡 同时还有些小失落 把人送到家了 只怕以后再想见面 也没机会了 可接下来的事情 却是让夏凉才 万万没想到 夏师傅 你辛苦了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到家里喝杯茶 休息休息再走吧 卢妙同声音 温柔得像是棉花一样 一声夏师傅 更是喊得夏凉才 骨头都快酥了 这个不太方便吧 你老公会不会嫌弃什么的 夏凉才见兮兮地不肯走 一听这话 卢妙同的俏脸之上 却是闪过一丝愁容 夏师傅你有所不知 其实我老公早就已经去世了 我现在是孤苦伶仃一个人 夏凉才眼前顿时一亮 老公死了 一个人 死得好 这死得好啊 这么漂亮的富婆 还是一个人 夏凉才都忍不住 想用自己满腔的热忱与关爱 来温暖这个可怜的女人了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说着 夏凉才便跟着卢妙同 一起进了别墅 就在夏凉才进去后没多久 姚强冷笑着 从后面的一辆车里走了下来 没错 今天的一切 自然就是卢妙同姚强母子 两个设下的圈套 没想到夏凉才这么容易就上钩 还真是一点出息都没有 姚强拨通了一个电话 你们过来吧 可以干活了 与此同时 夏凉才跟着卢妙同 走进了别墅 一进客厅 夏凉才顿时就被眼前的荧幕 深深地震撼到了 高阔的大厅 整洁的地板 精致的装潢 巨大的水晶灯 眼前的别墅 豪华的像是一座巨大的宫殿 夏凉才看了看眼前的别墅 又看了眼眼前的漂亮女人 心中不禁暗想 要是哪天 自己能够成为这座宫殿的男主人 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夏师傅 您快请坐 卢妙同笑脸盈盈 只看得夏凉才心都快化了 哦 好 夏凉才笑着坐下 价值十几万的进口沙发 坐得夏凉才飘飘欲仙 妈 谁来了 伴随着一阵高跟鞋哒哒的声音 一个年轻女人 沿着楼梯走了下来 这女人二十出头的样子 长相漂亮 身材更是极为火爆 尤其是她此刻地穿着极为清爽 吊带 将她那惹火的身材 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随着眼前这个年轻女人的出现 夏凉才的目光再次看直了 眼前这个女人 虽然没有卢妙同的韵味与魅惑 可贵在年轻漂亮 浑身上下都是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年轻漂亮的女生 没有男人不喜欢 夏凉才自然也不例外 小美 这位是夏师傅 刚才妈在外面不小心摔了一跤 是夏师傅帮忙把妈送回来的 真的吗 小美笑容甜美 夏师傅可真是个大好人啊 卢妙同也是点头称事 没错 像夏师傅这么好的男人 现在真的是很难找了呢 这母女俩的三言两语 快把夏凉才夸上天 让夏凉才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小美 你先帮妈招呼好夏叔 妈先出去买点东西 说吧 卢妙同跟夏凉才打了声招呼 就直接出了门 夏凉才原本也想直接离开的 可却被小美拦了下来 夏叔 您快请坐 夏叔 我来给您倒杯茶 倒茶的时候 小美还故意弯下了腰身 一时间 她那灵口中傲然的风光呼之欲出 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 夏凉才的面前 我的妈呀 眼前的景象 直看着夏凉才浑身血脉喷张 紧接着 夏凉才只觉得鼻子一热 一股热血直接流了出来 夏师傅 你怎么流鼻血了 小美惊讶地捂着小嘴 啊 我我没事 夏凉才尴尬不已 都流泻了怎么还说没事呢 夏师傅 你快跟我到屋里来 我帮你止一下血 啊 没没这个必要吧 夏凉才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当然有必要 快跟我来 小美说着 直接抓起了夏凉才的手 看着对方那白皙的玉手 夏凉才只觉得自己 像是恋爱了一样 夏凉才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被小美拽进了一个房间 我这里有医疗箱 你等我一下 马上就找到了 小美 真不用了 我其实 夏凉才刚要说什么 可当她看到眼前的景象时 却是连话都忘记说了 眼前的小美跪在地板上 趴在床底下 认真地翻找着医疗箱 美好的身材 完美地展现在了夏凉才的面前 一时间 夏凉才彻底看呆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美终于找出了医疗箱 只见她拿出一根棉签 有模有样地 开始给夏凉才 清理鼻子上的血迹 充盈的山峰 再次呈现在了夏凉才面前 让夏凉才的鼻血 跟水龙头一样 指都指不住 夏说 看够了吗 小美忽然道 这话把夏凉才吓了一跳 瞬间刚达到了极点 你别误会 我就指示 哈哈 夏说 你才是误会了呢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没看够的话 我让你好好看看 说着 小美啪哒一声 把房门从里面锁上 紧接着 她整个人直接便朝夏凉才 贴了上来 夏凉才吓得活都快丢了 她这个人 平常虽然喜欢赌博 可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也并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 也从来没在外面 找过什么相好的 如今一个末 女人竟然如此主动地 对她投怀送抱 这让她着实惊吓不小 而小美则是没有任何 收手的意思 反倒是越演越烈起来 夏叔叔 你可真可爱 说着 小美红唇 直接亲在了夏凉才脸上 要是其他男人有这种厌语 只怕早就顺水推舟地好好享乐一番了 只可惜 夏凉才向来都是个耸包 此刻 被小美这样一弄 胆都快吓破了 那啥 夏叔还有事 先走了 夏凉才说着 一把推开小美 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别墅 开上小货车 便仓皇离去 等到夏凉才走后 卢妙彤跟姚强才 从一旁走了出来 嘴角都是 带着幸灾乐祸的笑 虽然夏凉才提前开溜 不过好在他们的计划 已经得以实施 老板 你安排的事 小美扭着屁股也从别墅里走出来 干得不错 姚强从包里拿出了五百块钱 随手丢了过去 小美一边数着钱 一边道 我这好歹也陪你们演戏了 也不多加点啊 卢妙彤脸色阴沉下来 一个站接的还敢要求那么多 滚 小美嘴里嘟囔了两声 信信离去 妈 你这一招真是太高了 这一次 我看姚宇录那贱人怎么收场 姚强朝卢妙彤 兴奋地竖起了大拇指 卢妙彤得意一笑 等一下你就去紫棋东来那边蹲守 有什么情况 随时报告给我 还有 找几个人把房间给打扫一下 刚才那老东西脏死了 与此同时 夏良才已经开着武林小卡 来到紫棋东来 这一路上 夏良才一直都是浮想连篇 心园一马的 满脑子都是那栋高档别墅里的母女俩人 尤其是那个小美 说实话 夏良才现在都有些后悔 自己刚才是不是应该直接从了小美 那样的话 该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啊 正想着这些 经理王成带人迎了上来 老夏 今天你一个人来送货啊 陈老板没来吗 哦 东哥他有事 那行吧 你们几个 赶紧帮忙卸货 王成招呼着后厨的几个人 开始帮忙 姚宇路原本已经下了楼梯 准备来见陈东 可听说陈东今天没来 他顿时有些失望 转身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王成的一声惊呼 老夏 你你这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夏良才不明所以 你自己看 夏良才爬上车 朝着水箱里看了过去 只见那水箱里此刻 竟是连一条鱼的影子 都看不见了 不好 上当了 夏良才就算是再傻 此刻也已经反应了过来 姚宇路赶忙质问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夏良才无奈 只好把刚才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 跟姚宇路说了一遍 又是卢妙彤那个老狐狸精 姚宇路怒骂 王成不解 不过卢妙彤也没女儿 那个小美是什么人 姚宇路翻了个白眼 这还用问吗 这种脏活卢妙彤 那种高傲的女人 自然不会亲自上手 我猜 那个所谓的小美 多半是她从街上 随便找来的野鸡吧 夏良才顿时大失所望 怪不得那个小美 如此主动大胆 还想倒贴自己 夏良才 还以为真是自己的男人魅力 征服了对方呢 感情就是一个 人尽可负的公交车 一时间 夏良才长子 都快毁清了 一个战阶女 竟然就把自己给忽悠成了 那副没出息的样子 实在是太丢人了 夏良才心中感叹 城市套路深 她想回农村啊 陈东把这么重要的工作 交给你 结果你上班第一天 就把事情搞成了这个样子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姚宇陆怒斥 夏良才 也是愧疚不已 赶忙道歉 对不起 姚总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我今天的黄金鱼几天前 就已经全都预约出去了 客人等了好多天 那么多客人 就等着今天来吃鱼了 结果 你现在把鱼全都给弄丢了 你让我怎么跟那些客人交代 难道是 如果我关门大吉吗 现在距离一个月的赌约结束 也就只剩下几天时间 营业额眼看就能达到目标 可在这最关键的时候 却被夏良才卸掉了链子 这让姚宇陆如何能不生气 夏良才被姚宇陆这一番话 说得老脸无光 羞愧难当 姚宇陆知道这个时候 再怎么埋怨已经没用 也懒得废话 他先是让王成带着夏良 才去圆亨别院找卢妙彤 讨要被偷走的黄金鱼 同时 姚宇陆还拿出手机 找出来陈东的号码 他也知道 让卢妙彤把鱼还回来 希望不大 最大的希望 还是要看看 陈东那边还有没有办法 另外一边 青山村后山 陈东沿着山路一路下行 身后的竹楼里 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草 以陈东如今 画龙爵第二种的修为 墨丽早以非常人所能比 在这山林里寻找药草 对于他来说动若观火 易如反掌 找出这整整一大竹楼的药草 他也才只用了 不过一个小时而已 就当陈东快要走到山脚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旁的树林里 传来一阵呼救的声音 竟然有些耳熟 陈东二话不说 转身便跑进了树林 与此同时 树林之中 奔跑中的潘春梅 一咕噜栽倒在了地上 他那漂亮的脸蛋上此刻 满是惊恐 身前的衣巾也被撕破 露出了一大片雪白 身后 一个中年男人追了上来 这男人一身西装 脖子里 还戴着一个大金链子 一副爆发户的模样 哈哈 春梅 你就别跑了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 把我伺候好了 以后少不了 跟着我吃香喝了 潘春梅怒骂 董大勇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你个畜生 我潘春梅 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眼前这个董大勇 正是董鹏的老爸 同时也是青山村的首富 董大勇自从前几年 发了财之后 就把自己那个糟糠之妻 给登了 这些年 仗着手里有点钱 也没少在外面沾花惹草 不过 外面那些野花野草 还是太刺了一些 尤其是跟潘春梅相比 事实上 董大勇 对潘春梅这个人间 早就游物 寄予已久 只是之前 他有老婆 在身边不太方便行事 后来他离婚之后 便开始三番五次 对潘春梅献媚 想要让这个人间游物 成为自己的床子之物 只可惜 潘春梅对董大勇的追求 完全不屑 每次都用扫把 把董大勇打出了院子 在村子里 董大勇有所顾忌 不敢乱来 于是今天 便趁着潘春梅 上山财国子的机会 准备对潘春梅 来个霸王硬上弓 董大勇咧嘴一笑 春梅 瞧你这话说的 这活得好好的 干嘛要寻死密活的 你放心 跟着我就算死 也是让你舒服死 哈哈 你不要脸 潘春梅怒骂 能跟你这种浪货舒服 老子还要什么脸啊 来吧 老子都等不及了 说着 董大勇 一个恶虎扑时 便朝着潘春梅扑了过去 潘春梅一下地哭喊起来 绝望无助 可还莫等董大勇 扑到跟前 陈东刚好赶到 陈东从后面一脚踹去 直接把董大勇踹了一个狗吃屎 傻东 潘春梅看到陈东 顿时惊喜万分 一把扑过来 钻到了陈东的怀里 一时间 两股巨大的柔软 传到陈东的胸膛之上 差点让陈东失了神 这个女人 实在是太有韵味了 董大勇 从地上爬了起来 吐了土嘴里的土 脸上满是愤怒 妈的 你个大傻子 竟然敢管老子的闲事 疲痒是吧 董大勇 你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做出这种禽兽之事 你还是不是人 陈东怒骂 傻东 别跟他废话 他敢欺负沈子 你替沈子扇他几个大嘴巴子 替沈子报仇 呜呜潘春梅说着 委屈地哭了起来 看到潘春梅这副样子 陈东也是十分同情 一个寡妇 一个人生活 在这穷山恶水之中 确实太不容易了 沈子 你别怕 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他欺负你 傻东 你真好 呜呜潘春梅哭得更凶了 一旁的董大勇看到眼前这一幕 顿时怒火翻涌 他费了这么大功夫 也没在潘春梅身上 占到半点便宜 可是现在 这个傻子 竟然把这个人间游物 抱在了怀里 这让董大勇 极度地眼红 我说 你守了这么多年寡 怎么也不急着想男人 原来是早就跟这个傻子好上了 平日里 还装得一副清高样子 结果竟然找个傻子解渴 潘春梅 你还真是个浪货 你你胡说 潘春梅羞愤不已 他这些年独自忍受着寂寞守寡 从来也没做过什么乐举的事情 如今却被董大勇术 落得如此不堪 他心中别提有多委屈 陈东也看不下去了 你个畜生 也有脸 往别人头上泼脏水 你这种人 确实应该好好教训教训 说吧 陈东一步踏出 一巴掌 直接将董大勇扇飞了出去 打得好 潘春梅只觉得万分解气 董大勇吐出一口血墨子 带出两个厚草牙 气得暴跳如雷 你个小逼崽子敢打我 看老子不弄死你 董大勇挥舞着拳头 就朝陈东打去 只可惜 董大勇就是个酒囊饭袋 怎可能是陈东的对手 啪 又是一巴掌 董大勇再次被一耳光拍倒在地 我草泥马的你们 这对狗男女 啪 又是一巴掌 你个小兔崽子 啪 老子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个傻子 跟着寡妇搞破险 啪啪啪啪啪 为了给董大勇教训 陈东这次 基本上没有收力 接连十几巴掌打下去 董大勇一张脸 被打成了满脸通红 肿得跟猪头一样 疼得哭爹喊娘 别打了 我错了 饶了我吧 董大勇扛不住 终于求饶 陈东面色清冷 以后还敢再找春梅审麻烦吗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董大勇捂着脸拼命摇头 陈东眼神冰冷 再让我知道有下一次 你就是个尸体 一股森冷的寒意 伴随着这句话轰然而出 董大勇只感觉周遭的空气 似乎都陡然降低了十几度一般 董大勇吓得打了个哆嗦 这个傻子 怎么会如此可怕 滚吧 董大勇如蒙大射 连滚带爬地跑下了山 连句狠话都没敢多说 看到董大勇跑远 陈东这才重新 看向潘春梅 此时的潘春梅花容失色 惊恐未消 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他身前 被树枝挂破的那一片衣精 里面那高山白雪 简直让人一不开目光 春梅沈 你还好吧 傻东 多亏了你 呜呜 攀春梅满腔的委屈与苦水 在这一刻 终于彻底地发泄了出来 他一个寡妇 生活在村子里无依无靠 每天要忍受旁人的闲言碎语 不说 还因为他长得太过漂亮 总是会有 像董大勇这样的赖皮狗 时不时地骚扰他 每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 都要开着灯 枕头底下 永远都藏着一把剪刀 这其中的辛酸与苦闷 绝对不是让人能够体会的 而今天 在陈东的身上 他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感受到了 有男人可以依靠 是种什么滋味 唯一在陈东怀里 潘春梅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让他不舍得离开 看到潘春梅这副可怜的样子 陈东也是十分同情 春梅沈 没事了 你放心 以后有我在 这村子里 再也没人能欺负得了你 陈东拍着潘春梅的后背安慰道 傻东 只有你对我最好 呜呜 潘春梅气不成声 过了许久 潘春梅的情绪 才终于稳定了下来 他抬起头来看着陈东 湿润的眼眶里 竟泛着一抹春意 傻东 青山村救你一个好男人 婶子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要了我吧 让我做你的女人 陈东愣住 他没想到 潘春梅会在这个时候 提出这样的请求 春梅婶子 你很好 可是我 你是不是嫌弃我 你是知道的 我虽然结过婚 可跟大人没过过一天 所以我现在还 陈东赶忙摇头 春梅婶你误会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我们 潘春梅用手捂住了陈东的嘴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放心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你还这么年轻 我肯定不会耽误你 即便是咱俩那什么了 我也绝对不会 跟任何人乱说 我就只是想这辈子 能有机会体会一次 做女人的感觉 难道你连这个忙 都不肯帮忙 潘春梅梨花带雨 惹人生怜 陈东就算是铁石心肠 此刻也都有些融化了 更何况 以潘春梅的长相 也让陈东 根本就找不到 任何拒绝的理由 在陈东犹豫不决的时候 潘春梅却是再没有迟疑 直接便将陈东扑倒在地 一时间 潘春梅郊区入怀 温香暖浴 让陈东目眩神迷 就在陈东快要沦陷的时候 叮铃铃 他的手机 却是忽然响了起来 快要失去理智的陈东 陡然惊醒过来 一把推开了身上的潘春梅 春梅婶 对不起 咱们咱们还是算了吧 说吧 陈东陶冶似的 跑出了树林 傻东 你个胆小鬼 给我站住 身后的潘春梅 心有不甘地大喊 只可惜陈东 没有丝毫地停留 转眼间就消失在了山脚 眼看着陈东 已经跑得没影 潘春梅成熟漂亮的脸蛋上 满是优越 差一点 只差一点 他就把这块石头给暖化了 虽然没有成功 不过经过这一次之后 潘春梅对于陈东的印象 更加好了起来 这么好的男人 即便潘春梅再年轻个二十岁 他也肯定看得上 傻东 你给我等着 我早晚是你的人 潘春梅 玩耳一笑百媚声 此时的陈东 已经跑下了山 见潘春梅没有追上来 他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他心中暗自侥幸 这个电话来得还真是及时 要不然以刚才 他跟潘春梅俩人的状态 现在指不定已经那什么了 事实上 潘春梅那种女人 这世上 只怕没有哪个男人会不动心 陈东也一样 只不过 他觉得 如果有可能的话 潘春梅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归宿 陈东实在是不想耽误了他 叮铃铃 手机还在响着 陈东看了一眼 是姚宇露打来的 陈东皱眉 今天是夏良才第一次一个人送货 按道理说 这个时候早该送到了 姚宇露宪再打电话过来 难道是有什么意外不成 陈东不敢多想 立刻按下了接听键 那头立刻传来了姚宇露慌张的声音 陈东 不好了 今天的货出事了 随后 姚宇露便把所有黄金鱼 都被卢妙彤给盗走的事情说了出来 陈东听了心里不禁咯噔一声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个夏良才 还真是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说 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那边 还能不能想办法 拿出一些黄金鱼来 豪解我的燃眉至极啊 陈东苦笑 大姐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我这一天只能给 姚多啊 你就不能再想想办法吗 姚宇露不甘心 陈东无奈 一天一次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见过一天来两次的吗 陈东又开始内涵了起来 姚宇露却根本不吃这一套 怎么没有 我听说还有有人号称一夜十次狼吗 别人都行 你怎么就不行呢 陈东 一夜十次狼 吹牛的吧 姚宇露继续怂恿到 我这也不让你十次了 你之前一次 我现在让你出两次就不行吗 不行 你就出两次或能怎么样 会死吗 不会死 会透支 姚宇露 陈东 你可真够弱的 就你这种男人 以后也别找女朋友了 哪个女的碰上你 这么个甚虚的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不就是透支吗 为了我你透支一回又怎么了 再说 今天这事还不是因为你吗 要是你亲自过来送 还会出这档子破事吗 难道你就不该对我负责任吗 姚宇露一番话 说得陈东抬不起头来 最终 陈东一咬牙 大意凛然地道 好 为了你 今天我就透支一次 姚宇露大喜 真的吗 我现在就去出货 你那边先洗干净 等我好消息吧 挂了电话 陈东却是满面愁容 尼玛 一天两次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以陈东现在画龙爵的修为 每天所能使用的真气 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强行催动的话 极有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甚至会对他的修行造成影响 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今天的事 他确实也有责任 就算是为了生意上的诚信 他也必须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陈东回到鱼塘 立刻便催动画龙爵 开始熬制于十药膏 果然 在药膏熬制到一半的时候 陈东就明显感受到了 真气上的不足 不过 他并没有停止 而继续熬制 熬制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 那种透支的感受 越发地明显起来 陈东浑身的衣服 也都被冷汗所禁湿 一直过了将近一个小时 熬制终于结束 此时的陈东 只感觉脚底下一阵飘忽 等他站起来的时候 眼前一黑 差点晕了过去 这症状 跟肾虚简直一模一样 陈东心中不禁暗骂 真是上了你的床 走路要扶墙 姚宇路啊 姚宇路 这次老子可被你给害惨了 尽管身体虚弱 可陈东也不敢耽搁 从鱼塘里捞出了几十条鱼后 便将它们跟鱼石药膏 一起扔进了水箱里 黄金飘香鱼改造需要时间 据陈东之前的观察 大概是需要两三个小时 从这里送到城里 然后再放上一段时间 应该跟得上中午使用 随后 陈东骑着之前那个电三轮 便朝着城里赶去 这一路都还挺顺利的 可在距离紫气东来 还有不到五公里时 前面的道路上 却发生了拥堵 原来是出了车祸 陈东原本也并没有多想 只想着道路能够尽快疏通才好 可当他看到前方那车祸现场的情况时 却是有些愣住了 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一动不动地躺在血泊之中 此刻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看上去触目惊心 而在这个小女孩的身旁 还跪着一个女生 似乎正在对女孩进行急救 看上去有点熟悉 竟然是刘洪伟的女儿 刘文丽 上次刘文丽诬陈东非礼 让陈东对她的印象很不好 没想到这个女生 竟然还知道见义勇为 倒是让陈东很是意外 只是下一刻 当陈东看到刘文丽失救的手法时 却是陡然一惊 那小女孩被撞之后 伤到的是肺部 可刘文丽 竟然还在对她做心肺复苏 这样只会增加肺部的伤势 这哪是救人 这简直就是在杀人 陈东不忍心 眼睁睁看着刘文丽 好心办坏事 赶忙冲了上去 刘文丽住手 你这样会害死她的 原本准备进行心肺复苏的 刘文丽吓了一跳 可当她看到说话的 竟然是陈东时 顿时一脸不耐 怎么是你 我好歹也是微笑的学生 我怎么救人 还用得着你一个傻子叫吗 你哪凉快哪呆着去 别耽误我救人 说着 刘文丽二话不说 直接便对小女孩 实施了心肺复苏 可是 她这边才刚按了两下 只听扑的一声 小女孩口中 竟是直接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嘴里的血纸都止不住 疯了一般往外流 刘文丽吓得面色惨白 怎怎么会这样 陈东面色铁青 她伤到的是肺部 你这样按 她病情不加重才怪 这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我也只是想救人而已啊 刘文丽活 都快下丢了 要是真把人给救死了 那她可就有大麻烦了 陈东刚要说什么 却是陡然一惊 她清楚地看到 在她的面前 一个白色透明的人形身影 正在缓缓地 从那女孩的身体之中 游离而出 陈东陡然一惊 这白色人影该不会是 或许是因为陈东今天 透制了修为的缘故 所以她 虽然还没有修炼出黄金龙铜 却也看到普通人 看不到的东西 眼前这个小女孩灵魂出窍 显然是 已经到了冰死边缘 快 快起给我买盒酒针回来 陈东冲刘文丽吼道 啊 好 刘文丽也顾不得想那么多 立刻跑进了旁边的药房 没多久 刘文丽拿着一盒酒针 便跑了回来 此刻 眼前的白色人影 就只剩下脚底的部分 还与身体有所粘连 若是再晚两秒 那只怕神仙也难救 陈东抽出一根酒针 同时运起体内的针器 一针刺在小女孩的头顶之上 给我回来 一针落下 那原本就要飞出的白色人影 瞬间回归到了小女孩的体内 保命天助 一针定魂 也就是在这一针落下的同时 原本吐血不止的小女孩 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这明显是情况好转的症状 可刘文丽却不这样想 你个傻子连医术都不懂 怎么就乱扎 你看他都被你扎得没反应了 我告诉你啊 等下他要是真出了神妖室 你可是要负全责的 刘文丽 这就把所有的责任 全都推到了陈东头上 陈东也懒得辩解 行吧 出了是算我的 陈东自信 以他如今的修为 想保住这女孩的命 并不是什么难事 陈东说罢 便将第二根保命天助 刺入到了小女孩的头顶 两根保命天助 一根保魂 一根宝破 做好这一切后 小女孩的情况 才算是彻底稳定了下来 逼出小女孩体内的鸡血时 一阵鸣笛声响起 一辆急救车 直接停在了跟前 几个医护人员 从车上跳了下来 你们来得正好 这孩子快不行了 你们快救人 傻东 你别在这里捣乱了 赶紧起开 刘文丽上来 就一把将陈东推到一边 还没等陈东反应过来 那些工作人员 便将小女孩 抬上担架送上了车 等一下 人我还没救完呢 刘文丽嗤之以鼻 救你还救人 你别害人就行了 说吧 刘文丽也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 事实上 刘文丽之所以肯出手救人 并不单单只是好心这么简单 所谓无力不起早 刘文丽刚才可是亲眼看到 这女孩 是从一辆麦巴赫上掉下来的 能开得起价值几百万豪车的 怎么可能是什么普通家庭 所以 刘文丽就想着 要是那把这小女孩治好 对方家长肯定会给她一大笔感谢费 说不定能成为自己飞黄腾达的贵人 也说不定嘛 所以 此刻刘文丽想都没想 就跟上了救护车 为的就是等下在小女孩家长面前表功 师父 赶紧开车 刘文丽催促着就要关门 眼看着救护车就要开走 陈东最后叮嘱 记住 手术完成前 那两根酒针千万不能拔 然而 救护车不管不顾 已经呼啸而去 陈东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自己最后那句叮嘱刘文丽 有没有听到 正当这时 陈东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姚宇录带来的 陈东 怎么回事 我这边客人都快上来了 你的鱼怎么还没送到 好 我马上就到 陈东不敢耽搁 赶忙骑着电三轮 朝着紫气东来赶去 半个小时后 救护车抵达了人民医院 小女孩直接就被送进了抢救室 没多久 十几辆白色轿车 在门诊大楼前停了下来 一大群身穿白色西装的壮汉 从车里走了下来 为首的 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这男人身材魁梧 虎背雄腰 一身白西装穿在身上极为干脸 眉宇间给人一种手段独到 处是果敢的感觉 怀城人都知道 怀城道上的势力 有一黑一白 黑的是黑水帮 白的是白马会 眼前这个男人 便是白马会的会长 马九峰 马爷 门口 一个绑着绷带浑身是血的男人 满脸愧疚地迎了上来 他就是小女孩的司机 小婉情况怎么样 马九峰冷声道 小姐现在已经送进抢救室了 主刀医生马上就位 风哥 都是我没有照顾好小姐 您惩罚我吧 司机说着 直接跪在了地上 妈的 要是小婉真有什么事 杀了你全家也不够还的 先得老子起来吧 等会儿再说 嘴上说得很辣 可这马爷 明显还是留了情面的 不过 早年间 马爷可没这么仁义 跟谭心虎一样 都是一个争勇斗狠的主 马九峰一直到了四十 都没能生下一儿半女 算命地说 他身上杀气太重 冲撞了子女 这才招不来后世投胎 从那以后 马九峰就收敛了锋芒 变得慈眉善目 就连那些不干净的生意 也都不再去碰 说来也巧 就从那之后 马九峰的媳妇 终于给他生下了一闺女 中年得子 马九峰就更加性命 性情也舒缓了很多 正说话间 几个护士 簇拥着一个主刀医生 匆匆走来 一头就要扎进抢救室 马九峰一把拉住 医生 请您无论如何 一定要救活我女儿 你放心 只要您能救活她 我定中险 你放心 我是医生 无论病人是谁 我都会尽力抢救 说着 主刀医生指了指一旁的刘文丽 接着道 不过 你要感谢的话 应该先谢谢这位小姑娘 我听说 当时是她在现场及时抢救 这才稳定了你女儿的病情 要是没有她 只怕你女儿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说吧 主刀医生便直接进了抢救室 马九峰来到刘文丽跟前 激动地道 这位小姐 刚才就是你救了我女儿吗 刘文丽本就是带着 攀龙富凤的心思而来 想都没想 就直接应当 没错 就是我 你的大恩大德 我马九峰莫尺难忘 说着 马九峰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递了过去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还请小姐笑呢 因一百万 刘文丽经得下巴都快掉在地上 这么多钱 对于她来说 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举手之劳而已 这这怎么好意思啊 刘文丽向征信地谦让了一下 对于你来说是举手之劳 可对于马某来说 却是天大的人情 你放心 这一百万只是一点小意思 等我女儿脱离了危险 马某一定还有重线 刘文丽听得激情澎湃 那好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刘文丽说着 便要接过银行卡 就在这时 一个护士从抢救室里跑了出来 刘小姐 医生让我问问 病人头上的酒针 似乎是止血用的 现在需要手术 那酒针有些碍事 能拔掉吗 刘文丽眼里只顾着钱 哪里有时间想那么多 她大手一挥 随口道 拔 随便拔 明白了 护士得到回复 就重新回了抢救室 可还没过几秒钟 抢救室的门 却是再次打开 之前那护士 一脸惊慌地跑了出来 不好了刘小姐 病人的病情突然严重 医生让你赶紧进去商量对策呢 马九峰顿时急了 到底怎么回事 护士摇头 我也不清楚 那酒针刚一拔掉就这样了 会不会跟那根针有关 众人看向刘文丽 刘文丽忽然想到 来医院前陈东 好像叮嘱过一句 说手术结束前不能拔针 想到这里 刘文丽吓得双腿发软 差点晕了过去 刘小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 马九峰冷声质问 刘文丽再也扛不住 直接跪倒在地 跟跟我没关系啊 那真不是我扎的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刚好这时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秃顶男人 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这人名叫蔡有明 是人民医院的院长 他听说抢救的是马九峰的女儿 便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白马慧 马九峰 这种大人物 他们医院可得罪不起 马小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蔡有明赶到后立马问道 那小护士 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一下 马九峰怒喝道 我女儿送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现在却出了问题 你们医院是怎么搞的 告诉你们 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所有人都别想好过 马九峰怒火中烧 杀气外露 此时的她 才是堂堂白马 会化石人该有的样子 蔡有明听完 叫苦不迭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要是马九峰的女儿 在他们医院出了事 那整个医院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马先生您先别急 我现在就进去看看情况 蔡有明急匆匆地跑进了抢救室 一眼看到了小碗头上的针 保命天柱 这是谁扎的 蔡有明身为院长 自然见多识广 一眼认出 这是失传已久的针法绝技 不是我 是陈东那个傻子 刘文丽赶忙撇清关系 蔡有明却道 傻子 一个傻子 怎么可能懂得 此等高深的针法 要是没这保命天柱掉着 马小姐早就没命了 马九峰恍然惊觉 目光森冷地看向刘文丽 所以根本就不是 你救了我女儿 你竟敢耍我 刘文丽吓得连连磕头 我也是一时糊涂 求求你放过我吧 蔡有明道 马先生 保命天柱动一线千全身 当务之急 只有那个失真之人 才能救得了你女儿的命了 马九峰立刻下恋 快 立刻把那个人给我请过来 与此同时 陈东早已抵达了紫棋东来 水箱里的黄金鱼飘香鱼 大概还需要两个小时 才能改造完成 等到饭点的时候 差不多也能赶得及 看着那些黄金鱼被搬进厨房 姚宇露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来 我要说回之前说过的话了 你还算个男人 姚宇露拍着陈东的肩膀夸赞道 陈东一脸得意 什么叫算 本来就是 不是跟你吹 之前那是哥们懒 老子要是透支起来 就怕你吃不消呢 陈东竖着大拇指 洋洋自得 只是 还没等他得意起来 却只感觉眼前一黑 整个人便晕了过去 陈东 你怎么了 一旁的姚宇露反应过来 及时将陈东抱住 陈东昏迷前最后一个想法就是 这女人身上好香好软 不过 却还是没有攀川眉的大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东才从昏迷中醒来 真气的透支 让他浑身酸软 刚睁开眼 就看到姚宇露 正趴在自己胸口上哭泣 陈东 都怪我 都怪我害得你透支了身体 早知道你身的这么弱 我一天就不跟娘那么多次了 要不是我也不会害得你 胜亏成这个样子啊 一旁请来的大夫听到这话 脸色别提有多古怪 别说大夫 就连陈东也是气得差点 没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喂 你这女人可不要乱说话 老子就只是累晕了而已 怎么就甚亏了 陈东忍不住吐槽 姚宇露破涕为笑 陈东 你没事了 我哪敢有事啊 我要是真有事 只怕别人都要以为 我是被你压榨的惊惊人亡了 真要是那样 我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姚宇露被逗笑了 你没事就好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随后 姚宇露又想到什么 对了 你刚才昏迷的时候 手机响了好多次 好像是找你有重要的事 陈东拿出手机拨了过去 陈先生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是 我叫马九风 一个小时前 你在龙华路上 用银针救过我的女儿 陈东立刻明白过来 你女儿现在怎么样 脱离危险了吗 这就是我 给你打电话的原因 陈先生 我女儿现在生命堪忧 请你一定出手相助啊 你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马上过去 二十分钟后 陈东急匆匆地赶到人民医院 听马九风 讲述了事情经过之后 陈东也很是无语 这个刘文丽 真是差点坏了大事 陈兄弟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女儿 饶视马九风这种 纵横江湖多年的硬汗 此刻也是 急得眼眶有些湿润 马爷放心 包在我身上 所幸 刘文丽只拔了一根保命天柱 陈东还有机会 半个小时后 陈东脚步发虚地 从抢救室走了出来 接连的真气透支 让他差点再次晕厥 好在马小婉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陈兄弟大恩 我马九风莫尺难忘 请受马某一拜 说着 马九风竟是直接单膝 跪在了陈东面前 受我们一拜 身后 那些白马会的成员 也都同时单膝下跪 我爸本就是村医 救死扶伤是我本分 你快快请起吧 陈东将马九风扶起 陈兄弟 这卡里有三百万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你收下 马九风刚要把银行卡递过去 却被陈东拒绝 马爷 我已经说过了 救死扶伤 本就是我本分 我爸当初给村里人治病 都从未收钱 你现在给我这么多钱 岂不是折杀了我 马九风心生敬佩 对不起 是我肤浅了 可我这个人 从来不欠人情 陈兄弟这天大的恩情 我要是不还 心里怎么也过意不去啊 陈东微微一笑 那不如这样 城里的紫气东来 跟我有点关系 马爷 要是真觉得 心里过意不去 以后多去捧捧场就好了 马九风立马拍着胸口保证 一定 一定 这时 身旁一个手下提醒道 马爷 那女的该怎么处理 马九风脸色一沉 抢陈兄弟的功劳 骗我的钱 还差点害死了我女儿 那女人简直最大恶解 我马九风不打女人 你就替我打断她一条腿 就当是给她教训了 吃斋念佛多年 马九风的心肠 真是软了很多 是 那手下应了一声 就要出去动手 陈东赶忙拦住 马爷 我跟那女人认识 不知道马爷能否卖我一个面子 饶她这一次 刘文立再怎么不是 可也是跟陈东一个村的 陈东也不忍心看着她 被打断腿 既然陈兄弟替她求情 那这个面子我当然要给 就当是便宜她了 多谢马爷 随后 马九风又千恩万谢地 将陈东送出了门 来到门口 便看到刘文立 也已经被放了出来 傻东 你来干什么 刘文立惊讶 还能干什么 还不是帮忙 收拾你的烂摊子 早就提醒过 你那两根保命天柱不能动 你为什么不听 刘文立翻了个白眼 什么保命天柱 就你这副傻样子 能懂个屁的医术啊 要不是因为你乱扎针 医院的人早就把小女孩救活了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扎那两根破针 害得我损失了一百万 一百万 你赔得起吗 陈东无奈苦笑 这个女人明明是自己错了 竟然还怪到别人头上 真是不可理喻 早知如此 就不该替她求情 看在同村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句 是你的东西你能拿 可有些东西 你拿不起 陈东说吧直接离开 一个傻子 装什么高深 刘文立撇嘴 上次被陈东当众羞辱 这次又因为陈东错过了一次报复的机会 对于这个傻子 刘文立打心眼里厌恶至极 离开医院后 陈东便重新回到了紫气东来 一直等到中午 看到那些黄金飘香鱼 顺利养成上桌 陈东才总算是长松了一口气 夏良才扫眉搭眼地 来到陈东跟前 东哥 都是我的错 这活我没没脸再干下去了 夏良才低着头 把武林小凯的车钥匙递了过来 陈东轻哼一声 行了 钥匙你拿着吧 你要是真觉得丢人 以后就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夏良才眼前一亮 东哥 你的意思是 还让我接着送货 要不然呢 你不是号称部队老司机吗 换了别人 我也不放心啊 听到这话 夏良才鼻子不由得一酸 说实话 这么多年了 夏良才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工作这么上心 让他连赌博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本以为犯了这么大的 错陈东非把他开了不可 没想到陈东竟然会再给他一次机会 东哥你放心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对于夏良才的表现 陈东还是有些惊喜的 一个是赌如命的赌徒 竟然喜欢上了工作 这一幕真应该让夏清浅看看 估计也会很意外 与此同时 紫气东来门口 看着生意火爆 运行正常的紫气东来 姚强很是意外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紫气东来 竟然又临时补充了货源 听到这个消息 姚强别提有多郁闷 本以为偷走黄金鱼 飘香鱼的货源 就能让紫气东来陷入困境 没想到 竟然是白忙活一场 回到圆亨别院后 姚强便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了卢妙彤 妈 咱们这次又是白忙活一场了 姚强失望地养在沙发上 卢妙彤却是轻笑一声 当然不会白忙活 还有三天就是最后期限 我已经算过了 姚与露那小贱人 想完成目标也并不容易 关键就是在那最后一天 只要最后一天 咱们打她一个措手不及 那她的目标 就休想达成 姚强赶忙坐起身来 眼睛里直冒光 妈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卢妙彤玩耳一笑 媚意横生 将自己的计划讲了出来 姚强听罢 顿时赞不绝口 好啊 有了这个计划 咱们绝对能在最后一天 把姚与露那个贱人给绝杀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转眼变到了最后期限的日子 前一天晚上 姚与露就已经算好了账 只要今天店里的销售额 能够跟之前几天一样 那她销售额翻倍的目标 就能够达成 一想到过了今天这家饭店 就能够真正回到自己手中 姚与露心情也不由轻松下来 大家今天都加把劲 等我把饭店拿到手 就给大家涨工资 老百万岁 整个紫气东来 士气空前高涨 就连陈东 今天也专门留在了这里 等着看姚与露大火全胜 中午的时候 一切都还算顺利 然而 等到下午却出了问题 本来下午过了六点 就该是饭店上人的时候 往常也都是如此 可是今天一直等到了 将近七点了 却也不见几个人进来 姚与露敏锐地 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 立刻就让王城 去调查了一番 十几分钟后 王城这急忙慌地跑了进来 老板 不好了 今天街口那家 怀成宴抖促销 怀成宴那边 号称有正宗的 黄金飘香鱼供应 而且 所有的黄金 以及白银飘香鱼 一律打五折 咱们的客人 在半道上 就被他们给截下来了 怀成宴的人 哪能弄来真正的黄金飘香鱼 他们这是 连自己饭店的诚信 都不要了吗 陈东摇了摇头 这次恐怕是你误会了 说不定 他们还真有黄金飘香鱼 姚与露诧异 怎么可能 陈东淡淡一笑 你忘了 三天前 咱们有一批黄金飘香鱼 可是被他们给偷走了的 一语惊醒梦中人 姚与露气得直跳脚 又是卢妙彤那个贱人 别让我见到他 要不然我非撕烂他的脸 话音刚落 一个妩媚的声音 悠然响起 我的好闺女 你要撕烂谁的脸啊 说话间 一身大红色旗袍的卢妙彤 扭动着恶娜的郊区 身姿摇曳的 便走了进来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一看到卢妙彤 姚与露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个贱人还赶不来 看我不打死你 姚与露说着 就要朝卢妙彤 冲了过去 给我住手 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 一群姚家的人 簇拥着一个老者走了进来 爷爷 您怎么来了 姚与露意外 姚强大孝子一样 搀扶着姚老爷子 一脸得意的道 今天就是决定 子气东来归属权的最后关头 爷爷当然要来了 姚老爷子 看向姚与露 立声道 与露 你怎么能跟你妈这样说话 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爷爷 我 卢妙彤妩媚一笑 没关系的 我一直都拿与露 当亲闺女来看待的 她这点小性子 我是不会在意的 姚老爷子满意的点了点头 还是妙彤懂事啊 比羽露的妈妈 要强多了 姚老爷子向来 是重男轻女 之前一直嫌弃 姚与露是个女人 所以姚与露爸爸 当初在外面包养小三的时候 老爷子就十分支持 现在对卢妙彤 姚强就更加偏爱 什么时候 都是站在他们那边 姚与露气得握紧双拳 卢妙彤 明明是破坏了 爸妈婚姻的第三者 却被爷爷夸到了天上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陈东也看不下去了 老爷子 您这年纪大了 怕是眼神不太好使啊 需要我把这个狐狸精 是如何为了打乱 你孙女的生意 在车里勾引我睡他的事情 仔仔细细地 跟你讲一遍吗 你还夸他懂事 没错 我猜他在床上 确实应该挺懂事的 你你姚老爷子气得 差点被过气去 陈东不以为然 他也不怕 把这老爷子气死 谁让他有这一身 通天的医术呢 就算气被过去了 他也能给救回来 陈东就是看不惯 这种老眼昏花 还好坏不分的人 姓陈的 今天是我们姚家的家务事 什么时候轮 得着你一个外人插嘴 姚强怒骂 姚宇陆开口道 子气东来 都是靠着陈东的 黄金飘香鱼生意 才能这么火爆 现在关系 到子气东来的掌权问题 他当然有资格发言 姚老爷子一听这话 脸色稍稍一变 这些日子 黄金飘香鱼的名声 早就已经传遍了怀城 姚老爷 子自然也是听说过的 只听姚老爷子悠悠然道 原来你就是那个 黄金飘香鱼的供货商啊 这段时间 你表现得还不错 放心 好好干 以后我们姚家 不会亏待你的 噗哧 陈东一个没忍住 差点笑喷了出来 听着老爷子的意思 倒还成了自己 沾他们的光了 也不知道 是哪里来的自信 老爷子 你这话可说早了 今天的最后期限 还没结束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吗 如妙同痴笑一声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要想达成目标 至少还差二十万的营业额吧 可现在距离营业结束 就只剩几个小时而已 这店里 就这么几桌人 你们自己觉得 能卖得出二十万吗 此话一出 姚宇陆情绪 瞬间低落下来 如妙同说的没错 以现在这种情况 别说二十万 就是两万他 也达不到 这一次 他只怕是输定了 陈东却言语轻松 我劝你 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了 这俗话说得好 怀城不大 创造神话 几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什么都可能发生 卢妙同轻哼 好 那我就等着看你们 创造神话了 姚强也是幸灾乐祸地 大笑起来 在他们看来 现在的陈东 不过是富于顽抗罢了 可还默等卢妙同 他们高兴起来 嘎吱嘎吱 伴随着一阵酸牙的刹车声 十几辆白色轿车 停在门口 马九峰带着几十个手下 走了进来 老板 包厢还有吧 今天我要请兄弟们 好好吃一顿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 姚宇陆高兴得不行 有有有 诸位楼上请 陈东看着卢妙同 得意道 怎么样 你要的神话来了 姚强嗤之以鼻 草 得一个屁啊 真以为能翻盘 就这么点人够 干什么的呀 马九峰上楼上了一半 停下了脚步 怎么 嫌我们人少啊 来啊 给值班的兄弟们打电话 让他们今儿晚上 把场子全关了 全都过来吃饭 姚强彻底傻眼 恨不得得自己俩嘴巴子 都怪自己嘴贱 没多久 真的就又有二十多辆面包车 开到了紫气东莱门口 荡荡荡地进了饭店 原本门可罗雀的紫气东莱 转眼间人满为患 这几百号人足 足坐了几十桌 有些没位置地 干脆直接坐地了地上 这一幕 直接把姚家众人给看傻了 姚宇录高兴得不行 这么多人 二十万的销售额 足够达到了 怎么样 现在够多了吗 不够我再去叫 马九峰 看着姚强挑衅道 他这话 其实也是对陈东说的 之前陈东说 让他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给紫气东莱捧场 这话马九峰一直记着 直到今天小婉的病情 彻底稳定 他就来了 来之前马九峰 还专门给陈东打了个电话 问他店里人多不多 还怕自己带的人太多 耽误紫气东莱 正常生意来着 确定没什么人 马九峰就把手底下的人 全都带过来了 才有了现在的局面 姚宇录 我看这些人 根本就是你花钱过来的 你这是作弊 根本不算 姚强气急败坏地说道 还默等姚宇录表态 马九峰第一个 就不乐意了 一把掐住姚强的脖子 像提小机子一样 从地上提了起来 小子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老子来这里吃个饭 怎么就成脱了 姚强惊恐万分 用力地拍打着马九峰的手臂 别以为人多我就怕了你 他这里这么长时间 都没人过来 偏偏最后关头 你带着人过来 还敢说不 脱 马九峰咧嘴一笑 草 竟然都沦落到 要给人当脱赚钱的地步了 看来我们白马会在这淮城 还真是混得不行了 白白马会 听到这个名字 姚强不由的身子一颤 是啊 老子叫马九峰 怎么样 这名字耳熟不 扑通 姚强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马爷马九峰 这个名字 怀城哪有人不知道的 对不起 马爷 我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道是您啊 马九峰装出一副受宠 落金样 哟 我可不敢称什么泰山啊 我就是一拖 姚强头下的魂 都快丢了 马爷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您这么尊贵的身份 怎么可能是拖呢 那是你搞错了 姚强头点得跟小鸡灼米一样 对对对 是我搞错了 而且大错特错 您绝对不是什么拖啊 那这么说来 我跟我的兄弟们 能在这里吃饭了 当然可以 马九峰轻蔑一笑 也懒得跟姚强在废话 招呼着白马会的兄弟们 便开始入座就餐 姚强这才长松了口气 幸亏马九峰 没跟他计较太多 要不然 他真是要吃不了 多着走了 不得不说 还真是人多力量大 白马会这一顿下来 足足花费了三十多万 可谓是创下了销售额的新高 看着销售结果 姚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爷爷 一个月的时间 营业额翻倍的承诺 我已经做到了 现在 是不是也该履行承诺 把紫棋东来 彻底交还给我了 姚老爷子 脸色略显尴尬 这紫棋东来 虽然是姚强父亲的产业 可姚家众人 也都有入股 当初姚老爷子 之所以许下这个赌局 其实也是别有用心 从法律上来说 姚宇露姚强 是合法继承人 应该评分姚父留下的产业 以及股份 可卢妙彤姚强 并不满足于自己的50% 他们是想连姚宇露的那一半 也一并占有 所以 姚老爷子才做局 让姚宇露答应下了 这个营业额翻倍的赌约 其实是赌定 姚宇露无法完成的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姚宇露竟然真的完成 姚老爷子跟卢妙彤这次 纯粹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嗨嗨 姚宇露不解 没错 就是考验 事实证明 你还是没让我失望的 既然如此 那这次考验就算结束了 至于这家饭店 还是由你跟姚强 各占一半股份吧 你们毕竟是姐弟 团结才是最重要的 姚老爷子尊真教会 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 姚宇露失望至极 他现在终于明白 原来爷爷终究是 站在姚强那边的 卢妙彤玩味一笑 宇露 你爷爷说的没错 你跟姚强可是亲姐弟 以后一起进行饭店 照应才行 姚强幸灾乐祸道 姐 做生意什么的 我不擅长 以后饭店就交给你 打理好了 我拿封红就行 姚强摆明了 是既不出力 还要拿钱 姚宇露气得 把嘴唇都给咬破了 父母的产业 终究还是要被 这些外人夺走吗 简直气人太甚 可是 他又能有什么办法 整个姚家 也没有一个人 愿意帮他 姚宇露委屈的眼泪 都掉下来了 好了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姚老爷子 问都没问姚宇露的意见 一句话就要盖棺定论 姚老爷子起身 刚要离开 却听陈东缓缓开口道 你们这些人 还真是脸都不要了呀 此话一出 姚老爷子顿时怒火中烧 你说谁不要脸 陈东耸了耸肩 谁出而反而背信弃义 我就说谁了 你 姚老爷子气得满脸通红 却也不敢接话 要不然 就是自己承认了 姚强一脸不屑 姓陈的 你少这里含沙摄影的 告诉你 我们姚家的事情 爷爷说了算 你一个外人 说再多也不管用 陈东轻横 把饭店给谁 我是说了不算 我也懒得掺和你们家的破事 不过黄金飘香鱼是我的 还要不要继续给你们供货 可是我说了算的 给子齐东来供货 我本就是看在姚老板的面子 既然现在饭店都要一煮了 那这个面子 我看也没必要再继续给下去了 姚强吃笑道 什么意思 你一个养鱼的鱼贩子 还敢威胁起我们来了 陈东淡淡一笑 威胁不敢当 只是提醒一句而已 当然了 你们要是觉得 没有了我的黄金飘香鱼 还能有现在的营业额 你们每年还能跟着 分到这么多的分红 那就当我没说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陈东就是因为明白这一点 才会用古份分红 来逼姚家人重新站队 果然 陈东此话一出 姚家众人顿时炸开了锅 爸 子气东来是靠着黄金飘香鱼 才有了现在的名声 要是没了 那子气东来就彻底完了 是啊 没了黄金飘香鱼 子气东来什么都不是 要是再跟之前一样 差点倒闭 我们还分什么红啊 要不然 还是把古份全都给宇露吧 我觉得 他经营得挺好 就是 我建议也给宇露 刚才还无动于衷的姚家众人 此刻一窝蜂的 全都站在了姚宇露这边 卢妙同 姚强愣在原地 没想到这些人如此见钱眼开 陈东三言两语 就把他们给动摇了 姚老爷子 脸色一阵变幻 他虽然糊涂 可也知道 硬来没什么好处 你的话我明白了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姚老爷子说着就要走 不用商量了 你们姚家端架子 我也有脾气 这语 我还是供给别人家得了 陈东说着 就要走人 姚老爷子终于端不住了 好 我答应你 这股份 全都给宇露了 陈东淡淡一笑 老爷子英明 姚姐 协议 姚宇露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他只顾着看陈东 纵横百合的精彩表演了 姚宇露赶忙拿出准备好的协议 怯生生递到了姚老爷子面前 姚老爷子奋笔疾书 在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把笔重重地摔在地上 气呼呼地走人 只留下姚宇露 看着手里的协议 正正出神 再看向陈东的目光里 简直带着崇拜 自己千辛万苦 都没能赢回的股份 就这样被他三言两语给拿下来了 这家伙 也太神了 爸 紫气东来 就这样给宇露了吗 你这让我跟姚强孤儿寡母的以后 可怎么活啊 刚一走出饭店大门 卢妙彤就装模作样地 哭哭啼啼起来 姚强也是十分不满地埋怨道 是啊爷爷 本来我还该有一半的股份呢 都是你说的那个什么赌约 现在可好 我什么都没了 姚老爷子语气平淡地道 放心 你是我们姚家现在唯一的男丁 姚家还要靠你传香火 爷爷怎么可能会让你饿着 开饭店什么的 忙里忙外不说 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我们姚家还有一家价值五千万的公司 做好了绝对比紫气东来要赚钱得多 从明天起 这家公司就交给你们母子两个来掌管吧 卢妙彤姚强都是心中大喜 五千万的公司 这可是比紫气东来还要值钱呢 卢妙彤心中得意 姚与录啊姚与录 你赢了紫气东来又怎么样 到最后 这糟老头子还不是偏向我们 紫气东来那边 归属权的问题尘埃落定 整个紫气东来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当中 姚与录更是激动地忘乎所以 当场宣布饭店所有人的工资涨薪30% 将整个饭店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在饭店欢庆一番后 姚与录还不算完 非要拉着陈东去酒吧害皮 陈东本不想去 可抵不过姚与录的软磨硬泡 只能认命 半个小时后 姚与录带着陈东来到了夜色酒吧 这里装修比较高等 在淮城算是很不错的夜场 崩了许久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 一进酒吧 姚与录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 彻底疯狂了 她拉着陈东喝了五六杯烈酒 整个人已经醉醺醺的 搂着陈东的肩膀不肯松手 陈东 你真是太厉害了 要不是你 我的饭店就落到卢妙彤那个贱人手里了 今天姐高兴 说吧 你想让姐怎么报答你 说着 姚与录忽然将红唇贴到陈东的耳朵上 暖得陈东浑身酥麻 只听她声音舞妹弟道 你想睡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要不要我今天晚上就以身相许 这一话把陈东都给吓到了 要不是因为喝醉 陈东还真不知道 这个女人竟然如此生亡 姚姐 你喝多了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姚与录挣脱了陈东的手 我才不要回去 好不容易踢走卢妙彤那个贱人 今天晚上 我要玩个尽兴 来 陪我去跳舞 姚与录不由分说 拉起陈东 便冲进了舞池 今天的姚与录 身穿一件红色的裙子 裙摆很短 随着她身体的扭动 裙摆左右摇晃 如同一朵娇艳的玫瑰 引人注目 裙摆下那一双雪白的大长腿 更是让人移不开目光 不仅如此 因为醉酒的缘故 此刻的姚与录 完全释放了天性 扭动的娇躯 几乎贴在了陈东身前 长发披散 舞姿妖媚 身上的香水味 沁人心脾 让人目眩神迷 陈东心中不禁感叹 这个女人平日里大大咧咧的 可真妩媚起来 还真是要人老面 即便是美女如云的酒吧 像姚与录这种级别的游物 也是不多见的 随着她舞姿越发大胆 立刻成了整个酒吧的焦点 引得周围无数男人的注目 口哨声四起 与此同时 二楼的高级卡座上 几个正在喝酒的年轻男女 也已经注意到了舞池里的姚与录 周少 那女的不错呀 拨大腿肠还骚得很 很符合你的品味啊 一个留着脏便打扮新潮的青年 指着舞池里的姚与录嬉笑道 对面 一身高档西装的周子平 只看了一眼 脸色就陡然一变 她身为怀成周家的大少爷 玩过的美女不计其数 可眼前这个红裙女人 还是让她忍不住心动 这雪白的长腿 这火辣的身材 要是能玩到手的话 绝对是一番享受 是不错 够我玩两个星期了 凯子 给我把人请上来 好嘞周少 我保证 让她把你陪得舒舒服服的 嘿嘿 身为周子平的狗腿子 胡凯平日里 可没少干这种事 此时 姚与录双手搭载 陈东肩头正跳的尽兴 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美女 我们周少想跟你交个朋友 一起上去玩玩呗 胡凯嘴角带笑 很是自信 什么周少 没兴趣 姚与录却是看都没看 继续贴着陈东热舞 胡凯心有不甘 冷声道 我朋友可是周家大少爷 你确定不再考虑考虑吗 姚与录懒得废话 还真是扫兴 陈东 咱们走吧 离这个苍蝇远一点 说着 姚与录拉着陈东的手 就要直接走人 给我站住 胡凯伸手就要去拽摇雨露 却被陈东一把擒住了手腕 听不懂人话吗 他说 离他远一点 陈东目光森然 胡凯只觉得 手腕像是被一把铁钳夹住了一般 疼得快要断掉 妈的 敢多管闲事 疲痒是吧 胡凯说着 另一只拳头 直接就要朝陈东面门砸来 陈东不闪不躲 手中陡然发力 咔嚓 一声脆响 胡凯的手腕几乎当场断掉 啊 疼 疼死我了 胡凯疼得嗷嗷直叫 跪在了地上 姚雨露很是得意 活该 敢欺负我 也不看到我的男人是谁 东东你好棒 人家爱死你了 说着 姚雨露一把抱住陈东 罩着他的脸上 就狠狠地亲了一口 这一幕 把陈东都给整猛了 东东 这称呼 未免也太羞耻了 松开胡凯 陈东带着姚雨露就要离开 可还没走两步 周子平就已经带人堵住了路 连个女人都请不上楼 胡凯 你还真是越来越不中用啊 周子平又看向面前的姚雨露 眼前这个女人 近看比远看还要迷人 长相精致 身材火爆 气质也是 好的没话说 这种人间油物 绝对是他周子平的菜 美女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淮城周家周子平 想请美女上楼喝一杯交个朋友 不知道可否赏个脸啊 周子平面带笑意 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 姚雨露还是那句话 什么周子平 不去 周子平眼中寒芒闪烁 那可就太不巧了 因为整个淮城 还没人能对我周子平说不字 神经病 姚雨露骂了句 挽着陈东的胳膊就要走 这女人现在都喝骂了 别说是什么周子平 就是周杰伦来了 她也照样不给面子 只是 还没等走出两步 几个男生就直接拦住了去路 陈东面色轻冷 怎么着 还想逼梁为娼啊 周子平轻哼一声 小子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把这女的留下 你可以走了 哦 那我要是不能 周子平脸色陡然阴冷下来 我说过了 整个淮城 还没人能对我周子平说 一个不字 陈东不屑一笑 那可就太不巧了 你今天一下子遇到了两个 胡凯从地上爬了起来 大声叫嚣道 周绍 这小子分明就是 没把你放在眼里 周子平也以心生怒意 好啊 那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得罪我周子平 是个什么下场 这时 身旁一个青年提醒道 周绍 这里是扎哥的场子 他最讨厌的就是 别人在他的地盘上闹事 咱们要不要出去再 狗屁的扎哥 他还敢不给我们周家面子 放心干 出什么事 老子都长 周子平这话 给那几个富二代 吃了一颗定心丸 胆子顿时就大了起来 小子 敢不给周少面子 这可是 你自找的 一个一米八多的魁梧男生 率先出手 一拳朝着陈东轰来 陈东一把将摇羽露拽到身后 同时一脚踹出 那魁梧男生 直接被踹飞 撞到了一大片人群 舞池里的众人 吓得赶忙躲开 胡凯面色一鸣 一起上 随即 七八个男生 同时朝陈东发难 陈东一巴掌扇出 将胡凯打翻在地 同时又是接连出手 那几个男生 接连被打倒在地 打得好 陈东你太帅了 我要给你生猴子 姚宇露在一旁加油助威 陈东脚下一个踉呛 差点没栽倒 给自己生猴子 元 记住你说的话 老子可要当真了 七八个男生 再没有一个能站得起来 就在这时 周子平从桌子上 抄起一个酒瓶 趁其不备 直接从身后 向陈东头上砸去 陈东小心 陈东吓得捂住了嘴 陈东看都没看 一脚踢出 周子平手中的酒瓶 在空中翻飞树米 最终落入陈东手中 啪 没有任何停留 陈东一酒瓶子砸落下去 酒瓶顿时在周子平头上炸 老花 这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周子平脑袋瞬间开了瓢 鲜血狂勇 酒吧里的众人 都被陈东的手段震住了 几分钟放倒七八个人 连开瓢都开得这么随意 而且 这可是周子平啊 周家大少爷周子平 这也太强悍了 周子平满脸鲜血 眼珠子都被染红了 看向陈东的目光里 满是不可思议 他没想到 这个穿着穷酸的小子 真敢对自己下狠手 妈的 你完了 你彻底完了 陈东里都不理 随手扔了手里的酒瓶 带着姚宇璐就要离开 这时 十几个酒吧的保安 却是忽然冲了出来 拦住了去路 保安队长面色铁青 在我们酒吧打架 拍拍屁股就想走 小子 要是不给这小子一点教训 麻烦岂不是要 落到他们酒吧头上 还没等陈东说话 姚宇璐就醉醺醺的 指着那些保安嚣张地道 我警告你们啊 我老公厉害得很 再敢拦路 小心我老公 打得你们满地找牙 陈东都无语了 行啊 这一喝醉 连老公都叫上来 看来这女人平日里 没少打自己主意啊 姚宇璐二话不说 挽着陈东的手臂 就要硬闯 周子平怒吼 老子周家的周子平 你们要是敢放走这俩人 今天的丈老子 就算在你们头上 保安队长哪还敢犹豫 操 给我拦住他们 那些保安 立刻便朝陈东 跟姚宇璐冲了上去 一时间 整个酒吧里 再次乱作一团 与此同时 二楼的一个包厢里 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正在喝着酒 有说有笑 其中一个 便是这夜色酒吧的老板 扎哥 能够开得起夜色酒吧 这种大夜场的 自然也不是一般人 只不过 扎哥此时 对待眼前这个客人 态度却是显得十分恭敬 八哥 我加入黑水帮的事情 可就拜托你了 扎哥满脸堆笑 扎哥能力再强 还是要讲一个 背靠大树好乘凉 怀成这边鱼龙混杂 只靠他这点人手 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 所以 扎哥就想着 能够加入黑水帮 以后有了黑水帮罩着 就没人敢乱找麻烦了 赵老八 翘着二郎腿 靠在沙发上 嘴里抽着雪茄 一派社会大佬的模样 放心吧 你给了老子这么多好处费 这点忙老子 帮你轻轻松松搞定 我回去之后 就跟虎哥汇报 让你加入的事 以后谁要是再敢 在你的肠子里闹事 那就是跟我们黑水帮过不去了 扎哥闻言大喜 那我就先谢过八哥了 来八哥 我敬您一杯 正当俩人相谈甚欢的时候 包厢的门 却被人一把推开 一个手下一脸惊慌地跑了进来 扎哥 不好了 有人在肠子里闹事 咱们人被打了 扎哥顿时暴怒 草 哪里来这么多不开眼的 看老子不弄死他 扎哥刚要起身 却被赵老八拦住 等一下 既然你都要加入黑水帮了 那今天你八哥就让你瞧瞧 我们黑水帮是怎么做事的 人在哪呢 带我去看看 说着 赵老八带着几个手下 气势汹汹地便走出了包厢 扎哥在一旁喜形于色 不愧是黑水帮 做事就是讲究 这就开始发力了 看来 自己加入黑水帮 还真是一个无比明智的决定 人呢 一出包厢 赵老八就问 八哥您看 就是那小子 手下人指着楼下的一个身影说道 赵老八顺着方向看去 当他看到楼下那身影 赫然竟是陈东时 顿时下的嘴唇子一个哆嗦 雪茄都掉在了地上 扎哥不明所以 性冲冲地道 八哥 您这是咋了 快让我见识见识 咱黑水帮的做事风格是啥样的呗 赵老八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 你说自己闲得没事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学人家装逼 这回好了 装差劈了吧 赵老八现在可还清楚地记得 那天这个 叫陈东的小农民 是如何以一己之力 挑翻了他手底下一百多号人的 这小子 哪里是什么人 根本就是个变态 赵老八深吸了一口气 语重心长地对扎哥说道 小扎呀 你不是想加入我们黑水帮吗 那你知道 我们黑水帮最重要的做事风格是什么吗 天不怕地不怕 错 我们黑水帮最重要的就是 能屈能伸 扎哥 能屈能伸 这还是黑水帮吗 咋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呢 赵老八继续说道 你知道 扎哥瞥了一眼 不屑地道 还能是什么人 穿成这样 一看就是个农村来的香巴佬呗 赵老八苦笑 香巴佬 你觉得 一个香巴佬能一个人 挑翻我们黑水帮一百多号人吗 扎哥陡然一惊 八哥 这小子该不会就是那个 赵老八点头 现在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此时 那保安队长连同十几个保安 已经全部躺在地上 哀嚎不止 快看 扎哥来了 有人喊 敢在扎哥的地盘上闹事 还打了扎哥的人 这小子完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扎哥一下楼 竟是冲着那保安队长等人怒骂 我们是开门做生意 谁让你们跟客人动手的 随后 扎哥朝着陈东鞠了一躬 不好意思 这位客人 都是我管教无方 没有给您带来舒服的服务体验 还请您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 扎哥笑脸盈盈 一副淘宝客服的样子 别提有多平易近人 这一幕 把在场众人都给看呆了 如此知书达理 以德福人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 动辄打断人腿的扎哥吗 陈东也很意外 他之前也是逛过不少酒吧的 说实话 像眼前老板这般讲道理的 他还是头一次见 陈东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 你这个老板好高的觉悟啊 不错 以后有机会 我还来给你捧场啊 多谢客人 对了 我再送您一瓶红酒 算是给您赔罪了 您路上喝呀 陈东都猛了 这年头 生意人都这么讲究的吗 周子平怒吼 不能让他走 你是要跟我周家为敌吗 扎哥脸色微变 要是哥以前 他肯定要给周家这个面子 可是现在 眼前这个人 连谈家三兄弟都不敢得罪 他又怎么得罪得起 小逼仔子 少拿什么周家吓唬我 老子也不是被吓大的 周子平愣住 他没想到这个扎哥如此不上道 为了一个普通的客人 竟然敢跟他们周家为敌 陈东对于扎哥的表现十分满意 他扛起醉得不省人事的姚宇路 拿上扎哥送的红酒 便心满意足地离开 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周子平暴怒 小子 你他妈给老子等着 老子要不弄死你 我周子平在这淮城算是白患了 走出夜色酒吧 陈东随便打了辆车 准备把姚宇路 送回到了紫棋东来的办公室 此时的姚宇路早已睡熟 整个人像是一滩烂泥一样 靠在陈东身上 他那身前的山巒 刚好压在陈东的手臂上 那种丰满的感觉 是如此真切 不仅如此 从陈东的视角 刚好能够看到姚宇路的领口 他领口中 那高耸的雪白 以及红色花纹的衣物 近在眼前 只看得陈东一阵心神不宁 更不要说 这女人披散的长发 垂落在陈东的脖子上 那种臊痒的感觉 别提有多撩人 陈东心中不禁感叹 之前本以为 卢妙彤那种女人 就已经够风骚的了 却没想到 姚宇路这个平时 大大咧咧的女人 喝醉酒之后 真媚态横生起来 简直就没那卢妙彤啥事了 如此人间有物靠在怀里 陈东怕自己真会把持不住 便故意将姚宇路 推到了另外一边 让她投靠在车门上 可还没过多久 姚宇路身子一歪 竟是一头 直接倒在了座椅上 她那一张绝美的面容 不偏不倚 刚好趴在了陈东的腿上 卧槽 陈东瞬间就有些扛不住了 这个女人 是在玩火吗 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紫气东来 却看到饭店里一片漆黑 连个能帮忙的人都没有 陈东无奈 只好自己扛着姚宇路上了楼 好不容易把姚宇路放在床上 陈东躺在床上 才终于长松了一口气 这个女人看上去也没多胖 没想到扛着这么沉 还没等陈东起身 让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姚宇路一个翻身 竟是直接趴到了她的身上 陈东 要轻轻轻轻 接着 姚宇路一张红唇 不由分说 竟是直接轻在了陈东的嘴上 陈东的脑子里 嗡的一声响 尼玛 自己这是被抢稳了吗 没等陈东反应 姚宇路的动作 却是更加激烈起来 陈东原本平复的情绪 瞬间躁动了起来 之前在车里那个样子 陈东也就忍了 没想到这女人 现在又变本加厉起来 陈东怒了 尼玛 老虎不发威 真当老子是 hear kaiti了 陈东心一横 做事就准备要将 这个玩火的女人 就地法办 可就在这时 哦 醉醺醺的姚宇路 竟是一口会雾吐了出来 不偏不倚 刚好吐在了陈东裤子上 陈东 第二天早上 姚宇路睁开心松的睡眼 宿醉未消 让他感觉头疼欲裂 下一刻 当他转身看到身旁的陈东时 顿时惊醒过来 只见此时的陈东 全身上下 就只剩下一条大裤衩 他自己 也没好到哪里去 也就只剩两件内衣而已 姚宇路就算再傻 也已经明白 昨晚发生了什么 他二话不说 直接就骑在了陈东身上 一把掐住了陈东的脖子 陈东 你个禽兽 我杀了你 陈东美梦被人打扰 顿时惊坐起来 草 你有病啊 谋杀亲父啊 你个混蛋 你是谁亲父啊 陈东倾笑一声 昨天你可是一口一个老公 叫着的 怎么 这么快就忘了 姚宇路一将 硬着头皮道 你胡说 我才没有 早就料到你不会承认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 来 上眼看看 这是什么 姚宇路接过手机看了一眼 顿时愣在原地 视频里 他面色酒红 不省人事 可嘴里却在不停地呢喃着 东东 好老公 要轻轻 姚宇路如遭雷击 你妈 老娘都干了什么 看到姚宇路这副表情 陈东满脸得意 怎么样 现在还想赖账吗 姚宇路愣愣地看着陈东 有些不敢地问 那昨天晚上 咱们到底有没有 陈东不急不缓 点燃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刀 咱们都拖成这样了 我要说什么都没发生 你信吗 轰隆 姚宇路如遭雷击 他守了二十多年的清白身子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没了 这让他如何接受得了 陈东 我烟了你 姚宇路一个翻身 直接骑到陈东身上 一把抓住陈东的脖子 恨不得要把他活活掐死 陈东被掐得翻白眼 迷迷糊糊间 还看到姚宇路身前的丰满 在他眼前晃动 他心中还忍不住地惊叹 这馒头真的又大又白 你冷静点 我骗你的 我连碰都没碰你啊 姚宇路哪里会信 你胡说 你没碰我衣服哪去了 陈东拿出手机 你自己看 姚宇路看到手机上 自己吐了一身的视频 秀眉微皱 怎么会这样 他一辈子 也没干过这么丢人的事 害得我大半夜 去给你洗衣服 姚宇路 你还真好意思啊 瞅瞅你自己 不干了什么好事 陈东反客为主 姚宇路被说得抬不起头 所以 你脱我衣服 就只是为了给我洗 要不然呢 也就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睡我 当然没有 为什么不睡啊 陈东被姚宇路这一句 反问给温猛了 不是 你啥意思啊 你说呢 我这么大一美女 没穿衣服躺在你面前 你说不睡就不睡 你啥意思 看不起我啊 陈东 合着没趁人之威 还成自己的错了 你嘛 好像亏了呢 那要不我现在 再看清你一回 咱来个再续前缘 陈东兴冲冲的 就要凑了上去 却被姚宇路一把推开 想什么呢 我就试试你 没想到你 竟然真的想睡我 渣男 陈东 行了 这次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下次你注意啊 说吧 姚宇路套上洗干净的裙子 陶冶式地跑了出去 漂亮的脸蛋上 满是幸灾乐祸的笑容 不为别的 他就是喜欢看这个男人 被他气得吃别的表情 看着姚宇路离开的背影 陈东那叫一个委屈 睡也不是 不睡也不是 这年头 男人也太难了 直到下了楼 姚宇路想到 陈东被耍的样子 还乐得合不拢嘴 老板早上好 来到大厅 王成等一众工作人员 朝着姚宇路打招呼 姚宇路这才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刚要开口 陈东却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王成他们看到这一幕 都是面面相去 他们可是记得 昨天自家老板跟陈东俩人 好像是一起出去喝酒来着 现在一大早 俩人同时从办公室了出来 该不会是 姚宇路显然也明白了 王成他们的误会 刚要解释 却听身后的陈东喊道 亲爱的 你昨天晚上把我裤腰带扔哪去了 能不能帮我找找 昨天晚上 裤腰带 王成他们的表情 顿时古怪起来 原来是真的呀 姚宇路瞬间暴跳如雷 陈东这家伙 分明就是故意的 陈东 老娘杀你 姚宇路拎起高跟鞋 朝着陈东便追了出去 门口来送货的夏凉才 目睹了整个过程 老脸顿时忧虑起来 这就睡了 难道自己女儿 就真的没机会了吗 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夜 陈东也是有些累了 骑着自己的电三轮 便回了村子 准备睡个回笼觉 刚到村口 陈东就察觉到了不对 不远处的大树后面 几个身影鬼鬼祟祟的 显然是想搞什么小动作 陈东假装没看到 骑着电动车 继续往前开 经过大树的时候 四个身影 忽然从后面跳了出来 其中两个手里拿着麻袋 就要往陈东头上套 这些人 显然是想让陈东挨闷棍 只可惜 陈东怎么可能会给他们机会 那麻袋刚套下来 陈东纵身一跃 从电三轮上跳了下去 那俩大汉套了个空 陈东看着眼前这几个人 有点眼熟 你们是大勇食品厂的人 前几天陈东挫败了 董大勇 意图对潘春梅不轨的事 没想到董大勇 竟然找人来报复 四人相识一眼 他们是隔壁村子的 在大勇食品厂打工 本来就是怕陈东认识 才事先准备了麻袋 结果没想到 还是被拆穿了 既然被你认出来了 那也就不瞒了 你得罪了董厂长 他让哥几个 给你点教训尝尝 要怪就怪自己倒霉吧 说着 四个大汉挥舞着棍子 便朝陈东冲了上来 可很快他们就发现 倒霉的不是陈东 而是他们自己 两分钟后 四个大汉便鼻青脸肿地 在陈东面前跪成了一排 东哥 这都是董大勇指示我们干的 跟我们可没关系啊 是啊东哥 我们错了 你就放过我们吧 陈东轻横 想让我放过 你们也可以 不过你们 要替我做一件事 小别墅那边 董大勇刚吃完早饭 就听到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谁啊 董大勇刚一开门 眼前一黑一个麻袋 就直接套了下来 紧接着 无数的拳脚棍棒 跟雨点一样落在了身上 打得董大勇抱头鼠窜 嗷嗷直叫 等到拳脚停歇 董大勇从麻袋里钻出来 早已不见了施暴者的人影 他妈的谁干的 给老子滚出来 董大勇怒吼 这时 陈东刚好路过 哟 这不是董首富吗 怎么搞成这这样 你这走路 也太不小心了 看到陈东 这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董大勇立刻明白过来 是你 陈东黑黑一笑 怎么样 哀闷棍的感觉舒服吗 董大勇气得暴跳如雷 行 你个傻逼仔子给我等着 我要是让你能在这青山村待得下去 我这个青山村首富就白当了 陈东嗤之以鼻 是吗 那你可要好好享受现在的日子了 因为我觉得 你这个首富的位置 可能要坐不久了 青山村首富 他陈东还不放在眼里 他眼里看的 远不仅仅只是一个村子 敲打完董大勇后 陈东便骑着电三轮去了新渔堂 母亲许凤晴 经过这段时间服用健体汤 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他也是个闲不下来的人 所以 平时闲来无事的时候 便会到新渔堂这边来帮忙 至于老渔堂那边 陈东算是 完全交给了夏清浅 跟夏良才妇女两个来管理 如此一来 陈东着实清闲了许多 刚到新渔堂 便听到汪汪两声 傻戏转眼跑到跟前 一晚上没见到陈东 这家伙显得很是兴奋 绕着陈东不停地摇着尾巴 陈东一眼看到傻戏的脖子上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微薄 微薄上面还绣了一朵小花 乍看上去没什么 可仔细看去 却能发现 这朵小花 无论是做工还是手法 都是十分精妙 绝非普通衣服上的 那些花纹所能比的 傻戏 你脖子上这东西 哪来的 陈东问 怎么样 好看吗 一个声音从渔堂小屋里传来 陈东抬头 便看到一身肃静穿着的潘春梅 踩着帘布款款走出 春梅沈 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妈呢 你妈回家给你做饭去了 让我先帮忙看会儿 哦 这样啊 那没啥事我就先回去了 上次在小树林里 陈东算是见识了这个女人的疯狂 现在一刻也不敢跟她单独相处 生怕在干出擦枪走火的事 只是还没等陈东骑上车 三轮车的钥匙 就被潘春梅给拔了去 怎么一见我就想走呢 咋的 你做贼心虚啊 潘春梅奄然一笑 有种说不出的野性与魅惑 沈子你误会了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呀 行啊 既然没有 就跟沈子到屋里来 沈子有话对你说 进屋 陈东有些犹豫 咋的 你还怕沈子吃了你不成 潘春梅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陈东顿时就不服气了 这些女人 一个个的 还真当自己是好欺负的了 我是流氓 我怕谁啊 陈东二话不说 跟着潘春梅就进了小屋 光荡 潘春梅反手就把屋子的小门给关上了 陈东知道怕了 春梅婶 你这是要干啥啊 潘春梅眉眼如丝 你说干啥 上次你弄了一半就别跑了 现在是不是也该把剩下那一半给补上 说话间 潘春梅一步上前 这渔塘小屋本来就没多大 陈东顿时就被逼到了角落里 潘春梅那巨大的丰满 近在眼前 让陈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陈东咽了口唾沫 这个女人 大白天的 该不会就想跟自己在这小屋里那什么吧 春梅婶 你别这样 这大白天的 要是被人撞见了 可就不好了 那你的意思是 晚上就可以了 我陈东语色 潘春梅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拍着陈东的肩膀道 瞧把你吓成这样 沈子逗你呢 沈东一阵无语 说实话 有那么一刻 他连姿势都想好了 沈子 那你喊我过来 到底有啥事啊 潘春梅玩耳一笑 沈子叫你来 当然是有好事了 说着 潘春梅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件衣物 递给了陈东 陈东接过来一看 顿时傻眼 手里竟然是一条白色的裤衩 不是 你你这是啥意思啊 潘春梅叹了口气 说道 上次要不是你出手 沈子可能就要 遭了董大勇那出生的毒手了 沈子家里穷 也没什么能送你的 唯一还懂得一些针线活 这东西 是我专门给你做的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你能收下 听到这话 陈东不由有些感动 同时也有些心疼 这个女人一个人生活 平时连个经济来源都没有 就靠着家里那一亩三分地过活 确实也太不容易了 眼前这东西 虽然略显寒酸 可也是潘春梅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可谓是诚意满满了 当然 你要是看不上的话 出门丢掉也行 沈子也能理解 陈东赶忙摇头 沈子你误会了 这东西我很喜欢 辛苦你了 真的吗 潘春梅喜出望外 喜欢就好 沈子以后有机会 一定多做几件给你 陈东一时雨色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时 陈东的目光无意中发现 那白色的衣物上 竟然还绣着一条金色的长龙 这条长龙炯炯有神 栩栩如生 尤其是绣宫 竟是比傻气微博上 那朵小花还要好 陈东出身豪门 对于绣宫也是有些见识的 就潘春梅这绣宫 毫不夸张地说 绝对算得上是 大师级别的作品了 春梅沈 你的绣宫 还真是挺厉害啊 陈东由衷夸赞 潘春梅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得意之色 那是当然 我爷爷当年 可是苏绣中潘绣一脉的 唯一传人 祖上可是给宫廷刺绣的 我这绣宫 可是深得爷爷单传呢 只可惜我爷爷死后 潘绣这一脉 算是彻底绝技了 陈东眼前一亮 这么高深的绣宫 就这样绝技了 可就太可惜了 春梅沈 你就没想过 要把你们潘家的绣法 发扬光大吗 潘春梅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还发扬什么光大 沈子就是一农村寡妇 温饱都还成问题呢 谁还有功夫想那些啊 潘春梅完全没把自己这手艺 当成一回事 可陈东心里 却已经打起了算盘 他之前就想着 要带着村子里的人一起致富 好回报大家这三年来 对他的厚爱 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途径 不过潘春梅今天 所展现出的高超的绣宫 却是让陈东想到了一种可能 春梅沈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能开设一家刺绣工厂的话 不仅能帮你解决温饱问题 同时还能把你们潘家的潘绣 发扬光大 岂不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 潘春梅苦笑一声 我倒是想 做梦都想 可这也不是光动动嘴皮子 就能实现的呀 你知道一家工厂 开起来要多少钱吗 少说也要几十上百万 秀氏把我卖了 也弄不来这么多钱啊 陈东淡淡一笑 那我要是能帮你 把钱的问题解决掉呢 潘春梅眼前一亮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给我投资 不过 那可是要几十上百万 你哪来这么多钱 陈东神秘一笑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现在就只需要先 开始筹备就行了 什么时候需要钱了 我这边立刻就能投给你 眼前这个女人 可是青山村里 第一个看出自己不傻的人 在陈东看来 这个女人的能力 完全没有问题 缺的就只是钱而已 潘春梅笑容逐渐玩味起来 傻东子 看来婶子还真是小看你了呀 你对婶子这么好 你说该让婶子 怎么报答你好啊 潘春梅说着身子 直接靠在陈东身上 那一股丰满 让陈东差点丢了活 春梅婶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陈东起身就要离开 忽然又想起什么 对了 我的电车钥匙呢 潘春梅得意一笑 在这呢 你自己过来拿呀 陈东转身 顿时被眼前的一幕 给震撼到了 那两座大山静在眼前 而自己的车钥匙 则是轻而易举的 被夹在山谷之间 陈东只觉得 血脉一阵上涌 鼻血差点都流了出来 这个女人 也太狠了 潘春梅一脸得意地 看着陈东 笑容妩媚 怎么 不敢啊 陈东心意横 不入虎穴掩得虎子 谁怕谁啊 随即 陈东猛地伸手过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终于将电车钥匙 从坠入深渊的危险中救出 饶是如此 陈东心跳还是狂跳不止 这感觉 还真是跟虎口拔牙差不多了 他再不敢久留 骑上电动车 便赶忙逃离了现场 身后还传来潘春梅那 银铃般的笑声 当才陈东探囊取物的样子 着实把他逗乐了 回到家 陈东一眼就看到 夏清浅正在开着直播 原本还播得好好的 可一看到陈东 夏清浅的脸色 就有些不太好看 夏凉才昨天晚上 就把陈东给卖了 说陈东跟城里那个女老板 一起去了酒吧 夏清浅就觉得 这俩人准没干好事 结果他等了一晚上 也没见陈东回来 就更加笃定心中的猜测 此刻对陈东 哪还有一点好脸色 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夏清浅关了直播 转头就要进屋 陈东也看出 夏清浅在生气 赶忙没话找话 清浅姐 你最近直播咋样啊 这话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夏清浅本来经过 上次东虫下草的打赏之后 信心提升了不少 可那天之后 他的直播间却还是老样子 一片死寂的 让他再次陷入郁闷 我以为你天天都忙着 跟那个城里的女老板搞好关系呢 忙了一晚上 还能想起解来 还真是不容易啊 啊 这 陈东再傻 也能感觉到 夏清浅这话里的醋意了 清浅姐 这你可误会我了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 没办法骑车 所以就一个人住宾馆了 我跟那女老板 可什么都没发生 真的 夏清浅将信将疑 陈东竖起了三根手指 郑重其事地道 我昨天晚上跟姚雨露什么都没干 我要是说谎 出门就让车撞 唉 夏清浅急得一把 捂住陈东的嘴 陈怪道 你乱说什么胡话呢 解信你了还不行吗 再说了 你跟那女老板干没干什么 跟我有啥关系啊 陈东砸吧砸吧嘴 我差点就信了 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啊 对了清浅姐 你直播间最近有起色了吗 陈东赶忙岔开话题 夏清浅一脸失落 哪有什么起色啊 还是那个样子 根本就没几个人看 陈东想了想 我倒是一个好办法 能让清浅姐的直播间热闹起来 夏清浅眼前一亮 真的吗 你快说 什么办法 现在搞直播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一个主播 要是想脱颖而出 首先就是要找准自己的优势 选好自己的定位 清浅姐你出身山村 就应该以咱们青山村为根基 利用咱们青山村的资源 助力你的发展 夏清浅听得一头雾水 可是 我在青山村也没什么资源啊 陈东一笑 怎么没有 你别忘了 咱们是干什么的 你可知道 我们的黄金飘香鱼 现在在城里 名气大得很 只要你能利用好这张牌 我保证你的直播间 马上就能火爆起来 夏清浅将信将疑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 你放心吧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想办法了 陈东信心满满 从夏清浅身上 陈东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也有更多的想法 他决定下一盘大棋 第一步 就从夏清浅这里开始走起 第二天 陈东直接找到了姚宇璐 姚姐 忙着呢 有求于人 陈东自然是满脸堆笑 姚宇璐在办公桌后面 白了陈东一眼 便继续摆弄着电脑 哟 这不是陈总吗 怎么 你的裤腰带找到了 陈东一阵尴尬 这女人还真是记仇啊 姚姐 这事不都翻篇了吗 你咋还揪着我裤腰带不放呢 再说了 你知道那天晚上我为了把持住 顶了多大压力吗 你是不知道那晚上你有多漂亮 多妩媚 就那股劲儿 只怕没有哪个男人 能扛得住你的勾引啊 姚宇璐品了许久 面色越发古怪 你这到底是夸我呢 还是损我啊 陈东别提有多怪 那当然是夸你呢 实话告诉你吧 我这两天都快后悔死了 早知道你不介意 我那天晚上 就应该跟你生米中煮成熟饭的 姚宇璐翘脸顿时飞红起来 你胡说什么呢 谁要跟你生米煮成熟饭啊 我那天只是跟你寻开心而已 本姑奶奶可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 陈东连连点头 是是是 你的确不是随便的人 一想起那天晚上 如狼似虎般的姚宇璐 那绝对是随便起来不是人 姚宇璐也羞涩于 讨论自己那晚的黑历史 便赶忙岔开话题 好了 今天说话这么好听 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该不会有事要求我吧 不愧是我姚甲 不光人长得漂亮 脑子还聪明得很 谁再说你凶大无脑 我可跟他不愿意 陈东嘴巴跟抹了蜂蜜似的 一个劲儿的嘴瓶 不过这些话 倒是都夸到姚宇璐心坎里了 好了 别废话了 到底什么事说吧 是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想搞直播 不过他现在刚开始 也没什么粉丝 所以我就想着 能不能借着咱们饭店的人流量 替他宣传宣传 姚宇璐吃笑一声 用饭店给主播宣传 亏你想得出来 你也不想想 人家来我这里是吃饭的 你就算是想宣传 人家也不吃你这套 陈东自信一笑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 我打算每天给他留几条飘香鱼 让他在直播间里留作抽奖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姚宇璐略显惊讶 就连做生意多年的他 都不得不心生佩服了 利用紫气东来黄金飘香鱼的名头 来为直播间聚拢人气 这办法的确够高明的 这家伙 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农民吗 我倒是很好奇 那个主播是你什么朋友啊 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帮忙 陈东想都没想 直接说道 我这个朋友你也见过呀 就是我们村的夏清浅 也就是老夏她闺女 姚宇璐脸色顿时不太好看了 怪不得 原来是你的小女朋友啊 陈东赶忙解释 哪是什么女朋友 就普通朋友 清浅姐在村子里 对我们一家都挺照顾的 我这不想着 能帮一点是一点吗 姚宇璐点头 行吧 这个忙 我帮了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明天晚上 我有一个同学聚会 你跟我一起去 还要冒充我的男朋友 冒充男朋友 陈东有些抗拒 怎么 你不愿意啊 那要不帮你清浅姐 宣传直播间的事 就算了吧 陈东赴匪 这女人还真够阴的 竟敢要挟自己 行吧 这活我接了 不过咱可说好了呀 我是卖一不卖身 让冒充你男朋友可以 不过类似于 清爪上床之类的 可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啊 滚 你倒想的美 姚宇璐一个文件 过来 把陈东砸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晚上 陈东开着自己的电三轮 便来到了城里 聚会地点 昨天姚宇璐就发到陈东手机上了 天运来大酒店 是淮城为数不多的五星级 条件那是没得说 来到酒店楼下 陈东刚要去停车 却听扑通一声 旁边一辆奥迪车旁 一个走下来的 穿着黑色夹克的中年男人 硬生生地躺在了地上 司机赶忙冲了下来 田总 您这是怎么了田总 陈东皱眉 他这是心脏病发作了 他身上有妖吗 心脏病 司机吓了一跳 他平时也没心脏病啊 哪有什么药啊 不行 我得赶紧送他去医院 陈东一把拦住 不能去医院 他这是急性心脏骤停 等送到医院 人早没了 司机吓得面色惨白 这这可怎么办啊 放心 交给我 我能救他 说着 陈东从身上拿出一盒银针 这还是上次抢救 马小婉的时候买的 陈东一直戴在身上 随着两根银针刺落 眼前夹克中年 原本已经停跳的心脏 竟是又重新跳动了起来 神啊 真是神啊 奥迪车司机 激动地直拍手 这时 那夹克中年 也已经缓缓睁开了双眼 小鱼 我刚才是怎么了 田总 你刚才心脏骤停 差点没出大事啊 多亏了这个小兄弟 及时用银针 救了你的命啊 司机小鱼讲得热血沸腾 夹克中年 一脸感激地看着陈东 小兄弟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啊 我叫田来运 是这家酒店的老板 不知道小兄弟怎么称呼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啊 陈东笑了笑 举手之劳而已 哪还用得着报答 不过你的心脏不太好 可能也是 跟最近太过劳累有关 我建议你 平时可以被一瓶塑笑 就心丸在身上 以备不时之虚 说吧 陈东骑着电三轮 便潇洒离去 来到停车场 陈东远远看到一个空位置 刚要停进去 身后传来嘀嘀几声 急促的喇叭声 还没等陈东反应过来 一辆宝马5系呼啸而过 竟是把本属于 陈东的位置给抢走了 宝马车车门打开 一个留着中分头的青年 一脸得意地走了下来 偏向陈东的目光里 满是优越感 不好意思 这个位置是我先到的 陈东提醒 中分头一脸不屑 你先到的 就是你的呀 中分头看了眼陈东的电三轮 嗤之以鼻 这种破车 也配停在天运来 你不先丢人 我都替你觉得丢人 那边就有个垃圾场 我觉得 你还是停那里更合适 中分头说罢 锁了车嚣张离开 陈东再好的脾气 也被气到了 尼玛 老子三轮怎么了 你不就比老子多一轮子吗 有什么可豪横的 正当这时 陈东的手机忽然响起 是姚宇录打来的 喂 你到哪了 我已经到天运楼下了 马上过去 行吧 那你快点 与此同时 三楼包厢内 两个女生正好奇地 对姚宇录问东问西 一个头发烫着大波浪 穿着性感的女生惊讶道 宇录 你还真有男朋友了 怎么都没听你说起过啊 是啊 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啊 长什么样啊 一个留着马尾 戴着眼镜的女生 也是十分的八卦 性感女生名叫杜盈盈 马尾女生名叫范轩 她们都是姚宇录的大学室友 都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 姚宇录淡淡一笑 这个嘛 等一下你们见了不就知道了 杜盈盈指着对面的两个男生轻横道 告诉你们啊 宇录当初可是我们学校的大校花 她的男朋友 那肯定是非富即贵 等一下你们两个可要抓住机会 说不定日后就能成为你们的贵人呢 这两个男生 高个子的叫高骏 稍微低一点的叫秋行 分别是杜盈盈跟范轩的男朋友 她们听了杜盈盈的敲打 相识一笑 姚宇录的长相 明显要比她们的女朋友漂亮了太多 她们也都有些好奇 究竟多么优秀的男人 才被占有如此极品的绝世美人 几人正说话时 包厢门打开 陈东走了进来 杜盈盈一看陈东这副穿着 上身一件破旧迷彩服 哪来的农民工啊 这里可没你的工友 陈东挠了挠头 我不是农民工啊 我来找我女朋友的 你女朋友 杜盈盈轻哼一声 你看看我们在座的 有哪个是你能配得上的吗 范轩也是一脸傲然 显然也看不上眼前这个穿着寒酸的男人 可话音刚落 姚语露却是一脸尴尬的站了起来 盈盈 她是我男朋友 什么 这一下 杜盈盈范轩他们都彻底傻眼了 高峻跟秋行相识一眼 脸上也都露出了一副 幸灾乐祸的表情 本来他们以为来的会是什么富家公子 官宦子弟的 还让他们紧张了一番 连讨好的话都准备好了 没想到等来的 竟然只是一个农民工 高峻秋行的腰杆 顿时就挺直了 只是他们心中也都有些不平衡起来 他们好歹也都是体制内的人 也算是人人羡慕的公务员了 他们的女朋友 也才只是杜盈盈范轩这种比较普通的类型 可眼前这个农民工 却能找姚语露这种女神当女朋友 凭什么啊 一想到这个农民工 每天晚上都能占有姚语露这般性感游物的身体 高峻秋行俩人就极度的不行 姚语露把陈东简单介绍了一下 便让陈东入座 事实上 姚语露拉陈东过来 纯粹就是当挡箭牌 因为杜盈盈前天给他打电话 说要一起吃饭的时候 还专门说要给他介绍一个男朋友什么的 姚语露现在一心只想着生意 对于找男朋友这件事 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就扯谎说他已经有了男朋友 没想到杜盈盈当场表示 一定让姚语露把男朋友带过来 让他们瞧瞧 姚语露没有办法 只能拉陈东过来了 本来 姚语露没指望陈东能给他长脸 可至少也别给自己丢人啊 不是说好了 让你换身上档次点的衣服再过来吗 你这也糊弄人了吧 坐下之后 姚语露也是低声埋怨起来 穿成这副样子来参加自己的同学聚会 还被人误认为是农民工 着实让姚语露有些颜面无光了 陈东却是十分无辜 没错呀 这就是我最上档次的一件衣服了 姚语露 姚语露现在真是后悔死了 早知道自己就该提前给这家伙 买一身像样点的行头换上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丢人 杜盈盈这边 其实本来是收了别人好处 今天要给姚语露牵线搭桥的 如今竟然被陈东这样一个乡巴佬给破坏 她自然心中不爽 杜盈盈率先开口 陈东是吧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 哦 我家是青山村的 平时就养养鱼种种地什么的 陈东想都没想 就脱口而出 杜盈盈吃笑 那就是农民呗 这还不如农民工呢 好歹农民工工资还高点 范轩跟着笑出声来 陈东自然也听出了杜盈盈言语中的鄙视 不由苦笑一声 农民有什么不好吗 大家网上数五代人 不也都是农民吗 范轩饶有一位地道 网上数五代都是农民没错 五代之后要还是农民 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哈哈 轩说得好 其实我也不是看不起农民 我就是看不起那些没出息 不知道上进的农民而已 杜盈盈复合 陈东一阵无语 姚雨露这都啥同学啊 咋一个比一个失利眼呢 姚雨露赶忙替陈东开拓 盈盈 轩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看上的又不是钱 我就觉得陈东人不错 你们就少说两句吧 杜盈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雨露 我们这是再替你鸣不平 是啊 雨露 以你的条件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 为什么非要找这种地摊货啊 你这也太自暴自弃了 范轩也想不通 陈东顿时就不乐意了 不是 美女 咱把话说清楚啊 找我当男朋友 怎么就自暴自弃了 还有 我怎么就成地摊货了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在我们村里 有多抢手啊 要不是出于隐私 陈东真想把村花下清浅 是如何对自己吃醋 还有大美人潘春梅 是如何对自己垂涎三尺的事 给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了 杜盈盈跟范轩 都是翻了个白眼 村子里的抢手货 也敢泡他们城里的白富美 这家伙 哪里来的自信 不行 今天要不让这家伙认清自己 他们这两个好姐妹 就算是白交了 你还挺自信啊 行 那不如今天 咱们就比一比 杜盈盈来了劲 秋行 告诉她 你是干什么的 秋行起身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秋行 在交警大队工作 我爸已经跟郑局关系不错 估计年后会往上提一提 弄得副队长 应该是没问题的 秋行嘴上说得谦虚 脸上却是说不出的得意 高俊 该你了 杜盈盈点兵点将一样 高俊站都懒得站 我叫高俊 现在是淮城卫生局主任秘书 主任已经答应了 过两年他退了之后 就要提拔 我顶他的位置 在陈东这个穷小子面前 高俊优越感十足 陈东砸吧砸吧嘴 交警队长 主任秘书 确实都不是一般人 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没关系 你都看到了 像高俊秋行他们这种条件的 想追宇露都没戏 就凭你一个小农民 你觉得自己够格吗 跟你直说吧 我们已经给宇露找到了一个真正 适合他的真命天子 人马上就到 我们希望 你现在就能直接离开 别因为你这种人 耽误了我们宇露的幸福 姚宇露有些意外 盈盈 什么真命天子 你之前也没跟我说过 杜盈盈得意一笑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你放心 我给你介绍这个男生 绝对要比这个陈东好得多 话音刚落 包厢门被人推开 人来了 杜盈盈惊喜 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赫然竟是之前 抢了陈东车位的那个中分头 于露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崔杰崔少 迎风公司就是他们家的 杜盈盈笑着介绍 迎风公司 我听说过 那可是资产近五千万的大公司啊 在咱们怀城野蜀的招啊 秋贤惊呼 五千万 范轩张大了小嘴 身家五千万的男生 他做梦都想找个 再看看自己 男朋友秋杭 虽然是个交警队的公务员 可跟这位崔少相比 还是差了太多 崔少 这位就是我的好闺蜜 姚宇璐 怎么样 漂亮吗 崔杰目光落在姚宇璐身上 顿时露出贪婪之色 眼前的女人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 简直比电视上的女明星 还要漂亮 而且 身材也是 好的没话说 尤其是那一对苏兄 在紧身长裙的包裹下 那般挺翘 让崔杰已经忍不住幻想 这并不是崔杰第一次见到姚宇璐 崔杰家里的迎风公司 最近打算涉足餐饮业 最先盯上的 就是紫气东来的黄金飘香鱼 只不过前段时间 紫气东来的归属权 还没有着落 崔杰就没急着下手 现在紫气东来的归属权 尘埃落定 崔杰便第一时间出手 只要能把眼前这个女人泡到手 不仅能好好享受艳福 而且还能得到那么大一个紫气东来 简直是一石二鸟的大好事 早就听盈盈说起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姚小姐 还真是国色天香的大美人 很高兴认识你 心里揣着各种龌龊思想 表面上崔杰却还装作一副 彬彬有礼的模样 朝着姚宇璐伸出手去 只是还没等姚宇璐回应 陈东却是率先伸手握了上去 搂着姚宇璐的腰身道 算你有眼光 我女朋友 的确不赖 怎么是你 崔杰一眼认出了陈东 真巧 看来你四个轮子的 也没比我三个轮子的 快到哪去啊 这会儿才到 陈东调笑 眼看着自己看上的女人 竟然被人截足先登 而且还是一个 齐三轮的穷小子 崔杰恨得牙根子直痒痒 姚小姐有男朋友了 盈盈 你之前也没跟我说啊 崔杰看着杜盈盈 皮笑肉不笑 杜盈盈赶忙道 别听她瞎说 就她这副熊样子 我们宇璐怎么可能看得上 不过是她一厢情愿吧 是不是宇璐 姚宇璐刚要表态 杜盈盈却在她耳边 轻声快速说道 宇璐 我家里可还要靠 崔少照顾生意 你可要帮我 姚宇璐愣了下 指得闭口不言 崔杰立刻就当作 姚宇璐默认 不由轻哼一声 我说呢 姚小姐这么优秀的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 骑三轮车的 骑三轮车 啥意思啊 高峻不解 崔杰随即便把之前的 一幕说了一遍 高峻他们听了 顿时哄堂大笑 骑着三轮车 来五星级饭店 他们还是头一回见 还真是个屌丝啊 杜盈盈范轩更加鄙视 陈东不屑 我骑三轮车又怎么了 总比某些人没素质 抢人车位要强 高峻嘲笑道 你倒是想抢 你三轮也要抢得过才行啊 哈哈 哈哈 众人一阵哄笑 跟陈东这个小农民相比 他们自然更愿意奉承 崔杰这个富二代 行了陈东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还是先回去吧 别耽误我们吃饭 杜盈盈直接下了逐克令 姚宇璐赶忙拦住 盈盈 你别这样 再怎么说 陈东也是我朋友 你这样赶他走 不太好吧 说实话 姚宇璐觉得 杜盈盈他们对陈东的态度 有些过分 要不是为了杜盈盈的面子 他也不想留下 跟这个崔杰吃饭 杜盈盈看姚宇璐 真有点生气 也不敢太过分 行吧 他要想吃就留下呗 反正也不差他这一双筷子 吃饭可以 陈东 你先把位置给崔少腾出来 崔少才应该坐姚小姐旁边 高峻借着这个机会 讨好崔杰 没错 今天崔少才是主角 你这也太没眼力见了 邱航只恨自己舔得晚了 陈东一阵无语 这俩货 还真跟他们的女朋友一样 都是攀高采低的主啊 正说话间 一个服务员走了进来 盘子里还端着一瓶酒 喂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这里可没点红酒啊 范轩道 女服务员笑容甜美 是这样的 我们老板说 这间包厢里 有她的一位贵客 所以让我送瓶红酒过来 高峻一眼认出了 这瓶红酒的牌子 康蒂 这牌子我听说 可不便宜啊 这一瓶少说 也得要两三万吧 女服务员笑容可具 我们这里的售价是 九万八一瓶 九万八 高峻眼珠子 都快掉出来了 杜盈盈他们 也都是 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家庭条件 虽然也还不错 可将近十万一瓶的红酒 他们可是见都没见过 上来就送十万块一瓶的红酒 这天运来老板也太大方了吧 秋行惊叹 就算他升了交警中队长 这么贵的酒他也不敢想 崔杰笑了笑 淡淡道 论个人资产 我叔叔田来运 至少能进淮城前十 一瓶红酒而已 对他来说 的确不算什么 叔叔 崔少 你跟这天运来老板认识 秋行惊讶道 范轩大惊小怪起来 怪不得能送十万一瓶的红酒来 原来我们都是 沾了崔少的光啊 崔杰表面低调 实则炫地道 田叔叔也真是 我也就是上次跟他在酒桌上 见过一面而已 没想到 他竟然送这么贵的酒过来 也太客气了 还是崔少有面子 不像某些人 全部家当家起来 怕是都没这瓶红酒之前吧 杜盈盈说这话的时候 故意看着陈东 显然是一由所指 看着陈东被杜盈盈这样挤兑 姚宇璐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早知道会让陈东受气 他就不带他来了 陈东却并不在意这些 他只是觉得 田来运这个名字 怎么这么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呀 正当陈东想着这些时 手机却是响了起来 竟然是孟怀康打来的 陈老弟 你上次的要证据之后 已经痊愈了 他在天运来大酒店大摆宴席 说要感谢你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啊 陈东意外 这要巧 你们也在天运来 怎么 陈老弟你也在 陈东刚要说什么 一旁的姚宇璐好奇道 陈东 谁啊 哦 我几个朋友 朋友 崔姐来了兴致 既然是朋友 那不如叫过来一起喝两杯啊 光采陈东才没意思 要采就连陈东的朋友一起采 这样才好让姚宇璐看清楚 什么叫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让姚宇璐知道 陈东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 跟他们一个圈子 杜盈盈何其聪明 立刻就明白了崔姐的意思 也跟着附和起来 没错 让他们过来给高俊秋行敬个酒 在城里认识几个体制内的人 对他们有好处 陈东苦笑 这些人安得什么坏心眼 他如何看不出来 好啊 既然你们这么想见 那就让你们见见好了 两分钟后 咚咚咚 包厢外传来了敲门声 这肯定是陈东的朋友到了吧 来 咱们也看看 陈东的朋友 都是些何方神圣啊 杜盈盈阴阳怪气的 高俊秋行 也都是幸灾乐祸 一个香巴佬的朋友 能有多大出息啊 只是下一刻 当他们看到来人的时候 顿时愣住 郑局 孟老 田局长 一共来了三个人 除了郑国焘孟怀康外 还有一个中年人 是卫生局现任一把 田晓明 同时也是孟怀康的学生 刚刚在走廊里遇到 田晓明之前 也听孟怀康提起过 陈东写出补气 只可玩那种高深单方的事 便也求着 一定要来见一面真容 高俊秋行 见到这三人 顿时惶恐不已 这也难怪 秋行是交警队的人 郑国焘 乃是他的大领导 至于高俊 更是如此 孟怀康田晓明 一个老局长 一个新局长 也同样都是他的大领导 两个小兵 分别见到了各自的大领导 可谓一个比一个激动 俩人刚要满脸谄媚地迎上去 郑国焘他们 却是静职 来到了陈东跟前 陈老爹 上次真是多亏了你啊 您就是陈先生吧 之前听孟老提起过您 没想到这么年轻 见到您 真是三生有幸啊 郑国焘田晓明 他们跟陈东有说有笑 一旁的高俊秋行他们 看傻了眼 陈东 这什么情况 你说的朋友 该不会就是正局天局他们吧 陈东点头 没错 刚才不是你们 要我喊他们过来 给你们敬酒的吗 杜盈盈范轩 满脸的不可置信 陈东的朋友 竟然是公安跟卫生的局长 这怎么可能 高俊秋行活都快下丢了 让大领导给他们敬酒 他们哪敢啊 郑局 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我们并不知道 这小子说的朋友是你们啊 郑局 能在这里 遇见您 真是太巧了 是啊 孟老 田局长 没想到你们也来这里 高俊秋行俩人满脸堆笑 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 别提有多恭敬 郑国焘三人 看着眼前这俩年轻人 都是大眼瞪小眼 我们见过你们吗 高俊秋行一脸尴尬 陈东饶有意味道 郑局 你不认识他吗 他叫秋行 刚才他还说他爸跟你关系不错 年后就要被你替为交警队副队长了呢 还有这位高俊 也说马上就要容生卫生局主任了呢 这可都是你们两个部门的精英人才 你们该不会都没听说过吧 高俊秋行 心中都是暗自叫苦 他们都刚进入体制没多久 哪能升那么快 刚才也不过只是吹个牛而已 没想到被陈东当着自家大领导的面点破 这次丢人丢大了 郑国焘他们都是官场上的老狐狸 如果听不出陈东这话里贬损的意思 立刻明白 这俩人怕是哪里得罪了陈东 郑国焘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你叫什么秋行是吧 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可没姓秋的 而且 就算认识 我也不会答应什么提拔的事 你这样乱说话 是想坏我的名声吗 田小明也当场表示 你叫什么高俊是吧 我倒是听刘主任提起过你 不过他只说 你是个溜须拍马的好手 让你升主任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看来我回去之后 要找小刘好好谈谈了 秋行高俊 吓得面色惨白 连大领导都给得罪了 这要是搞不开 被免职都有可能啊 政局恕罪 我就只是吹牛而已啊 田居 我也是随口一说的 您可千万别找刘主任啊 秋行高俊 吓得赶忙求饶 郑国焘田小明 却迟迟不表态 这时 崔杰笑着站了出来 两位大领导息怒 我叫崔杰 我爸是迎风公司的老板 崔启超 这两个人是我朋友 他们刚才也就只是口误而已 还望两位领导 能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不要跟他们一般计较 崔启超 郑国焘苦笑一声 这个人我倒是听说过 不过也就是一个小老板嘛 之前还求我办过两次事 田小明也还是笑了笑 是啊 你先让我们给你办面子 可我们跟他也不熟啊 这个面子 你让我们怎么给啊 郑国焘田小明都看出 陈东是想趁机收拾这俩人 此刻也都很有默契的配合 这 崔杰本以为自己老爸的名头 在淮城足够响亮了 却没想到 这俩大领导压根不当回事 这也太丢人了 杜盈盈跟范轩有些急了 他们男朋友的工作 马上就要丢了 他们可不能眼睁睁看着 杜盈盈忽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你们不认识崔少的爸爸 总应该认识 这天运来的老板吧 郑国焘点头 那倒是认识 那太好了 杜盈盈大喜 崔少可是田来运的贵宾 你看 这瓶十万块的康帝 就是他送给崔少的 既然你们认识田来运 那崔少的面子 你们多多少少 还要给点的吧 杜盈盈也不管绕多大圈子了 反正只要能保住 自己男朋友的工作 靠谁的面子都行 我们来的时候 都没见田总送酒 竟然给你们送 这么贵重的康点 我怎么就不信呢 孟怀康怀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信你们可以 把田来运喊来问问 刚好这时 门外一个声音响起 谁要见我啊 话音刚落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看到这人 陈东也很是意外 这不正是自己 在酒店门口救的那个人吗 怪不得他觉得名字耳熟 原来他就是 天运来大酒店的老板 田来运 崔洁像是见到了救星 田叔说 你终于来了 孟怀康也饶有意味 田总 听说这瓶十万块的康帝 是你送给他的 这可是真的 田来运点头 没错 这瓶康帝的确所送的 崔洁杜盈盈文言大喜 只是还没等他们高兴起来 却听田来运又接着补充道 不过这酒我可不是送给他的 而是送给这位先生的 说着 田来运来到陈东跟前 拱手行李 小兄弟 咱们又见面了 这一下 崔洁杜盈盈他们 彻底傻眼了 原来这瓶价值十万块的康帝 竟然是送给陈东的 不仅跟郑国焘 田小明这种局长级别的 大领导师朋友 甚至连田来运这种 怀城出名的大富商 都要送给他酒 这家伙 不就只是一个乡下来的 普通小农民吗 哪里来这么大的面子啊 就连姚宇录 此刻也都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家伙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郑国焘看着崔洁轻哼一声 看来某些人是自作多情了呀 崔洁羞愧得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丢人 他感觉自己的脸 在今天全部丢尽了 田小明面色严厉地 看着面前的高骏跟秋行 你们知道 我们这些做领导的 最在乎什么吗 那就是自己的名声 还有整个单位的风气 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把我们从马上拽下来 你们倒好 竟然敢在外面散播这些 靠关系噤声的谣言 这些话要是传出去 我跟郑菊的名声 岂不是都要被你们给败光了 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我看你们 也不配继续待在机关里了 郑国焘也点头 没错 我看 不如让他们明天就走人吧 此话一出 高骏秋行俩人 顿时面露苦涩 如丧考彼 要知道 他们现在的工作得之不易 是他们辛辛苦苦参加比试 然后又花了好多钱找人脉 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 现在就因为两位领导的一句话 他们就要丢了工作 这也太惨了 高骏忽然想到什么 一脸善笑地看向陈东 陈东 不 东哥 大家朋友一场 你好歹 替我们说句话 秋行也满脸对笑 是啊 东哥 咱都是朋友 你就帮忙解释解释吧 朋友 陈东轻哼一声 你们是不是记错了 我就是一厢八老 穷吊斯 我怎么配跟你们这些成功人士做朋友 高骏秋行一阵惶恐 东哥 刚才是我们做错了 是啊 东哥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可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看到自己的男朋友 如此低声下气地认错求饶 杜盈盈范轩 可也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 男朋友要是丢了铁饭碗 他们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 陈东 要不然 你就帮帮他们吧 姚雨露终于开口 行吧 看在雨露的面子上 我就替你们说两句好话 陈东面向郑国焘跟田小明 有母有样地道 两位领导 我这两个兄弟 嘴上没个把门的 乱说话 我这 没等陈东说完 郑国焘就立刻表态 行了 陈老爹 你就不用说了 不给谁面子 我们也要给你面子 是啊 看在陈先生的面子上 今天就饶了你们两个 下不为例啊 田小明也故作严肃地说道 事实上 他们刚才说要开除高骏丘航 也就不过吓唬吓唬他们而已 纯粹为了给陈东报仇的机会而已 听到郑国焘跟田小明终于松口 高骏跟丘航俩人才 终于长松了一口气 他们的铁饭碗 终于保住了 郑国焘道 陈老爹 跟这些人一起吃饭 有些不太符合 你的身份啊 要不咱们去 我们包厢一起好好聊聊 要不这样 今天我请陈先生 跟几位领导一起吃饭 陈先生觉得怎么样 田来运也兴冲冲地道 那行 刚好这桌的饭菜 也不和我的口味 陈东说着看向一脸 亲爱的 一起吧 姚宇璐半天没反应过来 跟郑国焘 田小明 孟怀康 还有田来运这些领导富商 一起吃饭 他之前可是想都不敢想 一顿饭吃得十分尽兴 一个小时后 陈东跟郑国焘他们告别后 才跟姚宇璐一起走向了停车场 就剩他们两个人 姚宇璐偶臂一把搂住了陈东的脖子 老实交代 你怎么会认识郑国焘田来运他们 这个说来话长 简单地说 就是因为我懂得些医术 他们都是我的病人 姚宇璐两眼放光 你竟然还懂医术 真的假的 陈东点头 当然是真的 而且 我最擅长的 就是各种妇科疑难杂症 你以后要是有什么内分泌失常 月经不调之类的病症 可以来找我 而且 我这个人看病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不吃药不打针 只需要用手就能治好 用手就能治病 怎么治 姚宇璐还是第一次听说 当然能治 陈东说着 朝姚宇璐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本正经地道 你看 我这手指头 是不是跟其他人的手指很不一样 姚宇璐信以为真 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什么特别 哪里不一样了 陈东一副嫌弃笨的样子 不会吧 这么明显的不同 你都没看出来吗 难道你就没发现 我这根手指头 比较粗吗 姚宇璐品了半天 又看了看陈东竖起的中指 终于反应过来 陈东 你个臭流氓 看我不咽了你的手指头 姚宇璐气的满脸通红 追着陈东便追打过来 俩人就这样打得闹闹的 来到了停车场 刚到地方 便看到几个身影 站在那里告别 正是杜盈盈他们 经过了刚才的事情 几个人都显得有些尴尬 崔杰的脸上 却满是怒容 姓陈的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领导 就有多了不起 认识人再多又怎么样 自己还不是穷的 只能骑个破三轮车 崔杰在车里 拍着自己宝马车的车门 似乎终于找到了自信 告诉你 高峻秋航他们求你 可老子永远都不会 有求于你的一天 你这种穷别 在我眼里 屁都不是 刚才的屈辱 让崔杰都有些疯狂 他炫耀式地发动了车子 猛打方向盘一轰油门 宝马车便窜了出去 然而下一刻 光当一声 宝马车还没开出去 就直接跟一辆白色的 奔驰S600撞在了一起 卧槽崔杰 本来还想装个逼 驾着宝马潇洒离去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顿时气地他暴跳如雷 草泥马的 怎么开车的 没长眼睛啊 给老子滚下来 崔杰下了车 指着面前的大奔 疯狂怒骂 下一刻 车门缓缓打开 一个身穿白西装的身影 不紧不慢地走了下来 马九峰 马马爷 您是马九峰 崔杰还算有些见识 活儿瞬间都吓丢了 马九峰 天哪 这是白马会的马九峰 身在警务系统的秋行 立刻反应过来 旁边的杜盈盈范轩 他们听到这话 也都是脸色大变 马九峰 这可是跺跺脚怀城 都要颤三颤的存在啊 崔杰竟然连这位 怀城地下的社会大哥 都敢骂 这回只怕是死定了 果不其然 马九峰身旁的保镖 一巴掌扇在崔杰脸上 连我们马爷都敢骂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崔杰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马爷 我不知道是您啊 是我嘴贱了 求求您放过我吧 崔杰一边扇着耳光 一边求饶 早已没了刚才的嚣张 马九峰却是看都没看崔杰一眼 却是静止走到了陈东面前 陈老爹 这要巧 陈老爹 崔杰如遭雷击 陈东看着崔杰 饶有意味地笑道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刚才好像说过 永远都不会拥有求于我的一天吧 崔杰 你马 话说早了呀 崔杰哪里还敢犹豫 直接就跪在了陈东面前 东哥 我错了 杜盈盈高峻他们 惊得早已说不出话来 先是郑国涛田小明 他们这些领导 再是田来运这种富商 现在又是马九峰这种社会大哥 这陈东 简直是黑白通吃 这也太恐怖了 此刻在想起自己之前 对陈东的嘲笑 还有在陈东面前那可怜的优越感 杜盈盈高峻他们只感觉自己 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这崔杰虽然有些傲慢 可毕竟也没犯什么大错 陈东自然也不会太过为难他 跟马九峰随便说了两句 便把人给放了 看着陈东骑着电三轮 带着姚宇露潇洒离开的背影 崔杰陷入迷茫 这年头 真正牛逼的的人 都这么低调的吗 陈东骑着电三轮 带着姚宇露 这一路上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 主要是姚宇露的外形 实在是太好了一些 不仅人美得跟天线一样 而且身材也是好到爆 尤其是他今天穿的还是裙子 在威风吹拂下 裙摆飘扬 露出一大截雪白的眉腿 看得路人直吞口水 说实话 在众人看来 像姚宇露这么漂亮的人间游物 要么应该坐在有钱人的豪车里 要么应该跪在有钱人公司的办公桌底下 又或者应该躺在有钱人别墅的床上 可现在 这样一个人间游物 竟然坐着一个破旧的电三轮 靠在一个农民工的肩膀上 这让人简直无法接受 注意到路人对陈东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姚宇露不由得意起来 你看人家都多羡慕你 骑着三轮车 都能跑到我这么好的妞 陈东不以为然 你怎么知道 他们不是羡慕你呢 大晚上喝了酒 不花钱还能搭上 我抬限量款三轮代价 姚宇露吃笑一声 除非大家眼睛都瞎了 才会这样认为吧 陈东抬杠 子妃鱼烟之鱼之乐 你怎么就知道 大街上的那些女人 对我没想法呢 我可是说过的 我在我们村 那可是抢手货 姚宇露来了兴致 行啊 那不如咱们就试试 看看他们到底在羡慕谁 是 这个要怎么试 陈东不解 很简单 我将你姚宇露玩味一笑 下一刻 姚宇露忽然起身 竟是直接横坐在了 陈东的腿上 一时间 一股柔软的肉感 立刻从陈东腿上传来 陈东顿时热血上涌 这女人想干嘛 紧接着 就听到周围 传来了那些男人的惊呼 我的天 现在的女人都什么眼光啊 这么错的男人 竟然也看得上 肯定是三轮车破座椅 太个的慌了 只能坐腿上 竟然让这么漂亮的女人 跟着自己吃亏受罪 这还是男人嘛 唉 这美女太可怜了 陈东可算是明白了 姚宇露的用意 这是要让自己成为 众人攻击的目标啊 怎么样 服了吗 姚宇露得意地问 陈东轻横 有什么可服的 几个眼瞎的路人而已 代表不了什么 姚宇露眉头一挑 是吗 那这个呢 说着 姚宇露朝向陈东 接着双腿 直接到齐 跨在了陈东身上 他一双偶臂 还紧紧地 抱着陈东的脖子 身前的傲然 完全贴在了陈东的胸口 卧槽 陈东手里一个打滑 三轮车 差点没冲到路边的 马路牙子上 我去 这美女也太主动了吧 什么主动 绝对就是被那个男人逼的 穷也就算了 为了炫耀 竟然还逼着自己女朋友 做出这种动作 真是小人得志 下流 唉 这美女太可怜了 一时间 陈东渣男的帽子 被扣了个结结实实 陈东心中暗骂 这个女人还真是够狠的 故意害自己 怎么样 还不服吗 姚宇璐越发得意起来 我不服 陈东咬牙坚持 既然如此 那你可就别怪我了 为了让陈东认输 姚宇璐也是拼了 不等陈东反应 姚宇璐的红唇 直接清在了陈东的脸上 这一下 周围的路上 彻底炸开了锅 这男人竟然还逼美女亲她 简直禽兽 畜上 美女不要亲 那就是一坨屎啊 唉 这美女太可怜了 陈东 我服了 我服了还不行吗 姑奶奶我求求你 赶紧下来吧 陈东彻底认输 没办法 他现在都被人骂成一坨屎了 再这样骂下去 他怕事都要变成蛆了 听到陈东投降 姚宇璐这才心满意足地 重新做回了原地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只要能看到 这个男人吃瘪的样子 姚宇璐就很有成就感 半个小时后 陈东带着姚宇璐 便来到了万正别墅区 之前姚宇璐为了提升饭店营业额 所以每天都要住在饭店里盯着 现在饭店的归属权 已经尘埃落地 他自然也不需要 再在饭店里住了 行吧 那没什么事儿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陈东骑着电三轮就要走 却被姚宇璐拦了下来 都这么晚了 还回去干嘛 今天晚上就住我这好了 陈东眉头一扬 王卫道 这好像不太好吧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 姚姐 你又这么漂亮的 难道就不怕我受心大发 把持不住吗 姚宇璐不屑一顾 去你的 你敢乱来 我就把你的作案工具 给你没收了 陈东吓得夹紧了腿 这女人 怕是真能说得出做得到吗 时间确实也不早了 这大晚上 骑着电三轮回村里 确实也不太方便 最终 陈东还是决定 在姚宇璐家里暂住一宿 不愧是女老板家 别墅的装修确实讲究 跟姚宇璐的家比起来 董鹏那村里的小别墅 简直土地掉渣 姚宇璐回到自己卧室 没多久 就换了一身清爽的睡衣出来 黑色针丝吊带 香肩微露 身V衣领下 那高耸的苏兄呼之欲出 跟平日里 那副干练女老板的样子不同 此时的姚宇璐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女人的妩媚 我家里就只有一个浴室 你先洗 还是我先洗 姚宇璐手里 拿着换洗的衣服问 陈东撞着胆子 要不一起洗 滚 姚宇璐把手里的衣服 朝陈东砸来 带了陈东一脸 陈东顿时只觉得 一股香汗扑鼻 拿下来一看 竟然是姚宇璐刚换下来的文胸 姚宇璐里都没礼 晃动着睡衣下的大长腿 便直接进了浴室 里面很快传来了淋浴冲水的声音 磨砂玻璃上 投射出姚宇璐那恶娜的身姿 若隐若现 却又更加让人浮想连翩 以至于轮到陈东洗澡的时候 都忍不住地幻想起 刚才姚宇璐在这浴室里 被淋浴冲洗时的景象了 洗完澡出来 天色已经很晚 不得不说 姚宇璐家里的大床的确舒服 不仅床垫松软 而且被子上还残留着 跟姚宇璐身上一个牌子的香水味 躺在这女人的温柔箱里 陈东很快便熟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睡梦中的陈东 忽然被一阵声音惊醒 原本 这声音十分轻微 机不可查 普通人就算是白天认真听 也不一定能察觉到 可对于成为特战兵王的陈东来说 这声音 怎么可能逃得过他的耳朵 这是脚步声 有人闯进了别墅 陈东从窗口看去 果然看到外面的草坪上 五六个黑影 正朝着卧室这边走来 手里竟然还拿着匕首 陈东心中一惊 这些不是普通的小偷 明显是奔着害人来的 陈东不敢打草惊蛇 立刻翘无声息地上楼 几个普通的歹徒 对陈东够不成威胁 陈东唯一担心的 就是姚宇璐 此时 二楼主卧里 姚宇璐睡得正香 两条白皙的大长腿夹着被子 睡衣下的风光 几乎一览无余 她那侧卧的身姿 犹如起伏的山巒 那睡衣灵口中的沟壑 更是迷人双眼 要是平时 陈东真的是要 好好地欣赏一番 可眼下危急关头 她哪里有这样心情 姚姐 姚姐 陈东在姚宇璐耳边轻喊 嗯 睡梦中的姚宇璐 却是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 陈东 你别这样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 陈东无语 这女人 该不会是在做什么春梦吧 姚姐 你快醒醒 睁眼看到陈东穿着裤衩站在跟前 顿时羞红了脸 陈东 你 没等姚宇璐说出口 陈东赶忙捂住了她的嘴 别说话 别墅里来了坏人 姚宇璐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家里大半夜闯进了坏人 这对于姚宇璐一个女人来说 简直就是这世界上最恐怖的事了 我们怎么办 姚宇璐吓得六神无主 别怕 你躲到衣柜里去 我不叫你 千万别出来 好 姚宇璐赶忙照做 光着脚便跑进了衣柜 安顿好姚宇璐 陈东便堂而皇之地 直接走出了卧室 此时 五六个手握匕首的歹徒 已经来到别墅跟前 这些人中 为首的是一个头顶班突的男人 这人外号突救 虽然不是什么帮派人物 却是一个弟弟道道的狠角色 这两年 他纠结了这几个狐朋狗友 杀人越货 无恶不作 偶尔也会接一些 类似拿钱杀人的生意 类似的单子 他们已经干了十几次 无意失手 如今 他们的手段也越发娴熟起来 悄无声息 便从厨房的窗户 潜入到别墅内部 他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把这别墅里的男人 直接杀掉 至于女人 则是活着带回去 供他们的雇主享用 这活 实在是小儿客 他们率先前进了一楼的客卧 西灯前 他们已经踩过点 这里就是陈东的住处 突救朝一个手下使了的眼色 那手下会议 端起手里的匕首 便直接刺落下去 扑吃 被匕首刺破 却刺了个空 人呢 突救诧异 你们 是在找我吗 八大 房间的灯骤然打开 突救他们六人 立刻暴露在灯光之下 突救他们一惊 可当他们看到 眼前就只有陈东一个人时 顿时放松了警惕 草 胆子挺大 知道我们要来 还敢出来 陈东冷笑 你们胆子也不小 知道我住这里 还敢进来 突救面色阴狠下来 草泥马的 死到临头还嘴硬 等会儿就让你躺血泊里 看你还能不能嘴硬起来 宰了他 突救一声令下 几个歹徒端起匕首 便朝陈东冲了上去 锋利的匕首 吸到眼前 陈东一个侧身躲闪过去 同时反手一击 那人的臂肘咔嚓一声 掰折过去 手里的刀滑落在地 陈东接过匕首 顺手划过 噗哧噗哧 两个歹徒的脚筋 被当场斩断 倒在地上惨叫连连 陈东没有任何停留 端起匕首 便朝着另外两个歹徒 扑了上去 那两个歹徒 根本无法招架 被打得连连后退 只两个呼吸间 这最后的俩人 也腿部中刀 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废掉五个歹徒 整个过程 也才不过十几秒钟而已 突就被这恐怖的手段 彻底吓到了 现在才意识到 自己有多轻敌 眼前这种实力恐怖的高手 哪是他一个监狱里 出来的重刑犯 能对付了的 突就再也不敢久留 一个纵身便从窗户跳了出去 拔腿就要逃跑 眼看着突就越跑越远 眼看就要跑上车 陈冬却是不紧不慢 他拿出火机 点燃了一根烟 吐出一口烟圈后 陈冬才陡然运起真气 将手中的匕首猛然甩出 嗖 那匕首在真气的包裹下 犹如一道闪电 划过夜空 噗哧 二十几米外的突就大腿 被匕首刺穿 硬生倒地 啊 突就惨叫连连 他忍着腿上的剧痛 一路爬向汽车 可还没等他爬到跟前 腿上的匕首 就被陈冬一把擒住 不是要让我倒血泊里吗 这就要跑啊 陈冬笑容玩味 几个小毛贼 就想杀他这个特战兵王 豪门龙帅 这绝对是他们 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决定了 大哥 我错了 是我有眼不识太山了 求求你饶我一命吧 突就求饶 陈冬抽了口眼 饶你一命可以 告诉我 谁让你们来的 突就眼神多闪 这这不合规矩 陈冬二话不说 握着刀柄的手 猛然下滑 死了 突就腿部的肌肉 瞬间被撕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鲜血狂勇 啊 突就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陈冬笑容玩味 怎么样 现在和规矩了吗 望湖山 一栋山腰别墅之中 豪华的别墅内 周子平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电视屏幕上 此刻显示的 并不是什么电视节目 而是一组照片 这些照片 全部都是姚宇录 自从上次酒吧之后 周子平就一直想着复仇的事情 让人仔细地调查姚宇录跟陈冬 还拍了许多姚宇录的照片 在确定这两人 一个是饭店老板 一个只是养鱼的小农民之后 周子平立刻就请了杀手 来替自己报仇 今天晚上 他不仅要一雪前耻 要让那个姓陈的 为酒吧的事情付出代价 还要让姚宇录那个贱人 知道自己的厉害 小骚货 等会儿 老子就要让你跪在我的面前 好好地为我服 周子平看着屏幕上的那张绝美容颜 已经忍不住开始幻想 等下要如何折磨这个女人了 只是 一直等了好久 周子平直接拨通了突旧的手机 可是一连打了好几个 却根本联系不上 妈的 怎么回事 周子平有些不耐烦 正当他准备再次拨打时 耳边却是忽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别打了 你拨打的用户 已经不在服务区了 一个人的别墅里 却出现了其他人的声音 周子平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他猛然回头 看到的却是陈东那张带着笑意 满是鲜血的面容 啊 周子平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你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哦 就在你刚才有让姚姐跪在你面前 为你服务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之前 周子平吓得头皮发麻 也就是说 这家伙在这房间里 至少已经待了好几分钟 而自己却一点都没发现 这这也太诡异了 你你想干什么 周子平声音颤抖地问 陈东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你可真有意思 你都派杀手过来要我的命了 你说 我来是想干什么 扑 一把匕首飞射而出 正中周子平的手掌 周子平的手掌 顿时被死死地钉在了地板上 鲜血狂勇 啊 妈呀 疼死我了 呜呜 周子平疼得大哭 才哪个哪呀 这就开始喊娘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 陈东说着 抡起茶几上的烟灰缸 就要朝周子平头上砸去 这副生猛的架势 彻底把周子平给吓到了 大哥别杀我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陈东吃笑 没事 这些话你到了下边 可以跟阎王说 陈东又要出手 别 大哥 我就是一坨屎 杀我只会脏了你的手 千万别杀我 我可以给你钱 陈东简直无语了 草 想拿钱买命 以为老子缺你这点臭钱啊 陈东说着 又要抬手 我给你一百万 陈东手顿了一下 就要再次抬手 两百万 陈东无动于衷 烟灰缸眼看就要落下 五百万 大哥 我手里真就这么多钱了 再多我真美 光荡 烟灰缸被随手撂在了地上 成交 周子平 五分钟后 陈东看着五百万的道账短信 嘴角露出一副真香的笑容 这点臭钱 他以前确实不缺 不过现在过惯了穷日子才知道 钱真是个好东西 大哥 钱也拿到了 咱们是不是就扯平了 周子平善笑着问 话音刚落 陈东一脚踩出 咔嚓 一声脆响 周子平的胳膊 硬声折断 啊 周子平腾出了一身的冷汗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这只手臂 就当是给你的教训 再敢有下次 再多的钱 你也留给阎王花吧 懂了吗 周子平吓得连连点头 懂懂了 周子平此刻似乎意识到 那天晚上扎哥为什么宁愿得罪他周家 也要讨好眼前这个人了 这个陈东 显然没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陈东懒得理会 拿着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别墅 当天晚上 睡梦中的郑国涛 接到了陈东的电话 陈老弟 这么晚了 有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给郑局你准备了一份博礼 已经送到你们局门口了 博礼 什么博礼啊 郑国涛不明所以 这个嘛 你等会就知道了 说吧 陈东直接挂了电话 看着挂断的手机 郑国涛一脸茫然 只是 他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是局里打来的 郑局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咱们一直追捕的那个 犯下多起凶杀案的重犯突救落网了 真的吗 郑国涛大喜 这个突救牵扯了好几起重大案件 他们寻找了半年多都没有着落 如今终于落网 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干得不错 我今天就向上级请示 给你们嘉奖 对了 这个突救 到底还是谁 道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 刚刚咱们的人职业班 出门时就看到突救等几个重刑犯 被人五花大绑挂在了大门口 到底是谁做的 我们还没查到 郑国涛瞬间愣住 他现在不用想 也知道这是谁的功劳了 他这个陈老弟 着实不简单 第二天早上 陈东在别墅里醒来 刚要起身 却发现自己的怀里 竟然躺了个人 不是姚雨露 还能是谁 这女人昨天晚上 被那些不速之客给吓坏了 非要吵着跟陈东睡一个房间 还说让陈东对他井水不犯河水的 结果这个女人 竟然率先进犯过来了 姚雨露此刻背对着陈东 留给陈东一个光滑白净的美背 长发披肩 有种凌乱的美 不仅如此 陈东低头看去 便看到姚雨露的翘臀 此刻几乎零距离地贴在他的身前 在真思睡衣的包裹下 那完美的腰臀 美得引人犯罪 这时 睡梦中的姚雨露身形微微厚移 把陈东逼得更紧 卧槽 饶视陈东心智在坚定 此刻也是血脉喷张 有些控制不住 而且是越来越控制不住 姚雨露原本睡得正香 忽然感受到了某种异常 他陡然惊醒过来 一张翘脸羞得通红 不过在看到身后的陈东 还在睡梦中时 才终于松了口气 这家伙 果然是个流氓 睡觉都不老实 说吧 姚雨露起身走出了卧室 等到姚雨露走后 陈东才终于重新睁开了眼 好险 差点被发现 然而下一刻 卧室门忽然重新打开 一时间 回来拿被子的姚雨露 跟陈东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 姚雨露立刻明白了什么 直接朝着陈东扑了上来 你个臭流氓 你竟然对我做出那种事 我杀了你 不要啊 不能怪我啊 陈东吓得穿着裤衩便跑了出去 可还是没能逃得过姚雨露的拖鞋追杀 在姚雨露家吃过早饭 陈东骑着自己的电三轮 便回了青山村 路过村口 远远就看到潘春没朝自己摆手 春没沈 找我啥事 傻东 你上次说的刺绣工厂的事 还做数吧 当然做数了 我都答应你的事 怎么可能说话不算数 那就好 关于刺绣工厂 沈子现在有点想法 你跟沈子到家里来 沈子跟你仔细说说 那行 刺绣工厂算是陈东为青山村做的第一件事 陈东还是很上心的 想都没想 就跟潘春没进了家 潘春没家里条件虽然不太好 可潘春没却是一个很细致的人 家里打扫得很是干净 来 傻东 先喝杯茶 一进门 潘春没就端了一杯水过来 陈东喝了一口茶 便直接开门见山 沈子 你刚才说对刺绣工厂有想法 到底什么想法啊 说说看 是这样 沈子觉得像是潘秀这种传统的东西 距离现代人有些遥远 一般人对于这种东西的接受能力 可能不太好 说白了 就是你东西再好 没人欣赏得了 也没什么市场 陈东点头 这一点倒是真的 所谓取高贺寡 就是这个意思 看来潘春没的确是有些头脑 一针见血 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 那沈子你的意思是 沈子是想啊 像潘秀这种东西 应该用一种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 来表现出来 比如说 把潘秀绣到普通的衣服上面 用服装为载体 来表现潘秀的美感 陈东恍然大悟 这个办法不错 毕竟 潘秀的市场有限 可如果换成潘秀服装 不仅有市场 而且还能起到发扬潘秀的目的 最主要的是 有了潘秀的注意 这服装的格调就上来了 至少跟普通的衣服相比 有了极大的辨识度 这样一来 咱们以后想要打开市场 就相对容易得多 潘春没一拍大腿 还是你懂沈子 其实 这两天沈子闲着没事 已经做出了一件小小的 潘秀服装的成品 傻东你要不要先看看 可以啊 陈东也很好奇 潘春没能将潘秀跟服装 结合出什么样的产物来 潘春没二话不说 直接起身 站到了陈东面前 陈东不解 春没沈 你说的衣服在哪呢 潘春没玩耳一笑 你看 在这呢 潘春没说着 竟是将她那上衣 直接向上掀起 煞时间 潘春没那两座巨大的高山白雪 直接就呈现在了陈东的面前 那雪白的半球 深邃的沟壑 带着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只看得人一阵血脉膨胀 如此迷人的风景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够保持淡定 就连陈东在看到 如此壮观的景象时 浑身的热血 都是不由的热血沸腾 浮想连翩 甚至 有种忍不住 想要伸手亵渎的冲动 看到陈东 被自己丰满的身材 迷得目不转睛的样子 潘春没的嘴角 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沙东 怎么样 好看吗 陈东想都没想 就鬼使神拆地点了点头 好看 那你想不想感受感受 听到这话 陈东的脑子里 嗡的一声响 这样的要求 有哪个男人能拒绝 面对如此迷人景象 陈东也是有些冲动 正犹豫间 潘春没一步上前 竟是主动地碰到了陈东手上 刹那间 一股酥麻的感觉 瞬间传遍了陈东的全身 那种庞大充实的感觉 绝对是陈东从未感受过的 潘春没并没有就此作罢 而是将身子 几乎全部压在了陈东身上 直压的陈东屁股下的椅子 都直压作响 春没沈 你你别这样陈东颤声道 潘春没五妹一笑 别哪样啊 沈子是让你看 我的衣服 你怎么进看其他地方了 衣服 陈东愣了下 随即低头看去 这才看出了端倪 原来 潘春没让自己看的 竟然是他的内衣 只见 在他那特大马的内衣之上 绣着一个粉色的牡丹图案 在潘秀记忆的加持下 这整个牡丹图案栩栩如生 十分立体 简直就跟一朵真真的牡丹 没有区别 这衣服 真是太漂亮了 陈东不由赞叹道 潘春没玩味一笑 就光衣服漂亮吗 沈子那个就不漂亮吗 陈东赶忙岔开话题 春没沈 其他的不说 就你这件衣服的设计 绝对能把市面上 大部分同类型的衣服 都给比下去 连那个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 跟你这个都没法比啊 陈东这完全是肺腑之言 就潘春没设计的这件衣服 将潘秀跟内衣完美地结合起来 既融合了中西 又融合了古今 完全就是一件艺术品 这么说 你是支持沈子的想法了 陈东点头 支持 当然支持 场子那边你先准备 需要钱的时候 随时找我 潘春没激动地一把抱住陈东 沈子就喜欢你这种大方的男人 场子的事儿说好了 那你上次在小树林里 欠沈子的债 是不是也该还了 潘春没说着身子 朝着陈东蹭了上来 那股充实的感觉 立刻传到陈东的身前 让他忍不住的一阵心神荡漾 春没沈 你别 别什么 刚才你不是还看得挺认真的吗 光看有什么意思 只要你点的头 沈子人都是你的 你还不是想咋弄就咋弄 潘春没说着 竟是将陈东的手 一把拽到了衣服里 陈东整个人的心神 瞬间飘到了天上 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奇妙了 让他简直如坠云端 潘春没见陈东着迷 知道机会已经成熟 红唇直接就亲在了陈东嘴上 这一下 陈东瞬间清醒 一把潘春没推开 春没沈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吧 陈东直接跑了出去 骑上自己的电三轮 便绝尘而去 傻东 你个胆小鬼 潘春没一路追出了家门 远远看到陈东逃跑的背影 顿时哀怨不已 刚才只差一步 他就能跟傻东煮成熟饭了 不过今天 潘春没也终于感受到了 那种特别的体验 让他终于尝到了一丝甜头 从潘春没家出来 陈东看着自己的那只咸猪手 仍旧是半天没缓过神来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自己的手 还是太小了 刚才那种感觉 还记忆犹新 让陈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让他有种恨不得立刻掉头回去 再找潘春没重新感受一下的冲动 回到家 远远的就看到夏清浅正在直播 夏清浅今天的心情 显然是要好了许多 笑容也越发甜美 昨天中午 姚雨露就已经让人 把夏清浅的直播房间号 做成广告 张贴在了紫气东来的大门口 以及每一个桌子上 那些客人们一听说看直播 还有机会免费抽到黄金飘香鱼 便开始对夏清浅的直播疯狂关注 这才一天的时间 夏清浅直播间的粉丝 就已经突破了四位数 虽然仍旧不多 可对于刚刚起步的夏清浅来说 已经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了 当然 紫气东来这边的引流 对于夏清浅的直播事业 也就只是起到一个垫脚石的作用 真正想要留住人 还是要看一下清浅自己的实力 所幸 夏清浅并没有让人失望 不仅言之在线 而且歌声也是十分的甜美 让那些通过紫气东来的宣传 进入直播间里的粉丝直呼 差点错过了一个宝藏女孩 好了 现在到了公布获奖名单的时候了 我宣布 今天获得黄金飘香鱼的 是这位名叫平凡之人的粉丝朋友 请你等下私信我 三天之内 你就会收到正宗的黄金飘香鱼一支 说着 夏清浅还不忘把镜头 对准了水池里游动的黄金飘香鱼 那金色的鳞片 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 这一幕 是真的呀 真的有黄金飘香鱼可以赢 话说这鱼是真不错 上次在紫气东来里吃了一次 现在都忘不了那个味道 看来 以后要多多关注大美女的直播间了 说不定真有机会抽中奖呢 既有美女可以看 又能听歌 还有奖拿 这直播间还真是不错 以后一定常来 看着屏幕上粉丝们的发言 夏清浅兴奋不已 终于看到了希望 多谢大家的支持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再见 见夏清浅关了之后 陈东这才走了上去 怎么样清浅姐 看起来昨天的宣传 还是有点效果的吧 何止是有点效果 简直是太有效果了 傻东 姐 真是太谢谢你了 夏清浅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陈东谦虚道 谢我干啥 我就只是替你宣传了一下而已 你以为那些粉丝们 有多喜欢吃鱼吗 真正留住粉丝的 还是清浅姐你自己 陈东的夸奖 让夏清浅高兴得忘乎所以 不管怎么样 姐都要好好谢谢你 傻东 你真是姐的福星 姐真是太爱你了 夏清浅说着 竟是一把将陈东抱在了怀里 接着一口亲在了陈东的脸上 陈东被夏清浅这突然的举动 给弄得有些愣住了 他被夏清浅抱住 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夏清浅身前的那两股饱满 不得不说 夏清浅的跟潘春梅比起来 的确是小了不少 可这样的身材 却也符合夏清浅的清纯气质 只能说 不同类型的女人 各有千秋 正当这时 嗨嗨 院门口传来了一声轻壳 邻居张沈 不知何时来道 虽然喊一声张沈 不过张海燕年龄还不算大 也猜不到四十 平日里也喜欢跟年轻人开玩笑 被张海燕这样一说 夏清浅顿时闹了一个大红脸 沈子 你你说什么呢 谁跟她是小两口了 张海燕笑了笑 跟沈子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沈子早就看出来了 咱们村就你们俩最合适 清浅你这么漂亮 冬子现在又那么能干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 趁着年轻该办的事情赶紧办 沈子可还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哈哈哈哈 一听这话 夏清浅一张翘脸 羞得更红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沈东哈哈一笑 也是赶忙岔开话题 沈子 你来我家有事啊 哦 也没啥事 就是我们家顺子这会儿 也该放学吃饭了 时时没见回来 看看是不是来你家串门来了 夏清浅摇头 顺子今天倒是没来过 张海燕点头 那兴许又在路上玩疯了 这孩子真是的 连吃饭都给忘了 行了 没啥事沈子先走了 你们继续忙你们的 听到这话 夏清浅头压得更低了 埋到了沈东的肩膀上 张海燕笑了笑 转身要走 一个邻居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海燕 不好了 你家顺子被人打了 你快去看看吧 啥 谁打的 打成什么样了 张海燕立刻紧张起来 伤得不轻 脸上都挂彩了 你还是先去看看再说吧 沈东夏清浅一听这话 也都是不由紧张 顺子今年上三年级 是个挺不错的孩子 青山村穷 没有学校 顺子还有村里几个同龄的孩子 都要跑到隔壁的绿水村上学 顺子平时放了学 有事没事 也总喜欢跑陈东家里玩 如今既然被人打了 陈东跟夏清浅的心理 也很不适滋味 张海燕更是担心不已 跟着那邻居赶忙跑了过去 沈东 咱们也去看看吧 好 张沈平日里对自己一家都很不错 陈东也想看看 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陈东他们刚到村口 就看到那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 人群中间 几个孩子正哭得厉害 陈东一眼看见 顺子的鼻子都被人打出了血 不只是顺子 还有村里的其他几个孩子 身上也都有大大小小的伤 有的浑身是脚印 还有的衣服都被人拽破了 不难想象 他们之前经历了什么 青山村这么多孩子同时被打 村民们顿时都坐不住了 全都聚了过来 顺子 你们这到底咋回事 谁打的 张海燕冷着脸问道 顺子一边哭一边大喊 是绿水村的铁蛋他们 他们说 我们是外村人 不配用他们的足球场踢球 我们去理论 就被他们打了 听到顺子的话 村民们都是气得不行 虽然都还只是些孩子 可这也太欺负人了 毕竟 谁也不希望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欺负 气归气 众人也都没什么办法 青山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贫困村 顺子他们除了绿水村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俗话说得好 人在屋檐下 岂能不低头 现在自家孩子被打 青山村的人虽然也觉得憋屈 可以只能忍气吞声 要不然 连现在的机会都没有 算了 大不了下次就别跟他们抢了 咱村里卖场那么大 还不够你们踢的 张海燕无奈地道 听到这话 顺子他们哭得更凶了 卖场是卖场 跟球场能一样吗 就是 凭什么他们能踢 我们就不能踢啊 看到这些孩子 哭得委屈的样子 张海燕他们这些大人 一个个也都是垂头丧气 他们也都是有些自责 要是他们能像绿水村那样富裕 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 陈东也看不下去了 张沈 我觉得顺子他们说的没错 球场是大家的 凭什么他们绿水村的能用 咱们青山村的就不能用 就是 就算是 现在在绿水村 可那也是公家的 又不是他们绿水村自己的 凭什么他们说了算啊 就连向来好脾气的夏清浅 此刻也是气鼓鼓的 张海燕叹了口气 话是这么说 可是哎 算了 忍忍就过去了 说吧 张海燕拉着哭得正凶的顺子 直接回了家 其他那几个村民 也都是没再多说什么 也都是带着孩子回了家 听着那些孩子 越来越远的抱怨声 陈东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吃口气 他忍不了 吃完饭 陈东趁着张沈不在 便直接找到了顺子 顺子 以后想不想在球场上踢球 顺子想都没想就点头 当然想 走 带着你那几个小伙计 跟我一起过去 说替你们要个说法去 真的吗 顺子先是眼前一亮 随即却又有些失望 可是村里人 说你就是个傻子 一个傻子 怎么替我们出头啊 陈东顿时不乐意了 看不起谁呢 就说去不去吧 去 当然去 随后 顺子便去把那几个 挨了打的孩子找了过来 陈东骑着电三轮 刚要带着他们几个上路 夏清浅却忽然一屁股 坐到了陈东的身旁 这种事 怎么能少得了我 姐跟你一起去 陈东苦笑一声 骑着三轮车 便带着夏清浅 还有顺子他们一起 赶往了绿水村 绿水学校面积并不是很大 房屋也有些破损 可在十里八乡来说 这已经是唯一一所像样子的了 陈东他们到了地方 铁蛋他们七八个男生 还在球场上踢球 看到顺子他们过来 铁蛋的脸上 顿时露出一谋嘲讽 王顺 看来上午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啊 竟然还敢到我们这里来 赶紧滚啊 再不滚信不信 我把你屎给你打出来 这铁蛋虽然年龄不大 可长得人高马大的 一看就是那种小痞子的架势 顺子一听这话 夏的直缩脖子 显然平时没少被这个铁蛋威胁 彻底怕了 陈东轻哼一声 小子 你能耐挺大 这么小就敢随便打人 长大了 你还得了 夏清浅也是耐心教导 就是 小朋友 你们是同学 应该互相帮助才对的 怎么能欺负人呢 小朋友 铁蛋嘿嘿一笑 美女姐姐 你看不起谁呢 我现在已经很大了 要不要我现在就给你看他 嘿嘿 铁蛋说着 竟然还用手 提着自己的裤裆 做出了一个很下流的动作 哈哈哈哈 其他几个绿水村的孩子 跟着一起哄笑 啊 夏清浅没想到 一个孩子 竟然会对他做出这种事情 顿时羞红了脸 一头钻进了陈东的怀里 还害羞了 这不是 你们村那个傻子吗 你俩这么清静 是不是睡过了 哈哈 铁蛋他们哄笑不止 完全就是一群小痞子的模样 夏清浅忽然有些后悔来了 他没想到现在的这些孩子 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么多 根本就不是 他一个女生能够应付的 陈东也是被铁蛋他们 这副样子给气到了 他拍着铁蛋的肩膀说道 看来平时是没人管教你们啊 既然如此 那叔叔 今天就来管管你们 铁蛋嗤之以鼻 一个傻子还想教我们 你能教我们干啥 教我们怎么活泥巴吗 哈哈 陈东淡淡一笑 别的先不说 我至少能先教教你们 该怎么尊重女人 记住 以后千万不要再在女人面前 做那种动作 要不然 容易扯到蛋 话音刚落 铁蛋只感觉自己裤裆里 一阵剧痛传来 那里像是抽筋了一样 疼得他捂着裤裆 嗷嗷直叫 好疼啊 我鸟拧住脖子了 疼死我了 铁蛋那几个同伴 都是吓了一跳 哪里还笑得出来 夏清浅不明所以 傻冬他这是怎么回事 陈东一脸轻松 还能怎么样 就刚才那几个动作幅度太大 不小心扯到蛋了呗 啊 还真的会 夏清浅惊讶的张大的小嘴 感觉自己关于男人的见识又增长了 哈哈 铁蛋扯到蛋了 真是笑死人了 哈哈 顺子他们 也都是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 事实上 哪那么容易扯到 不过是陈东刚才 拍肩膀的时候 故意点到了铁蛋的穴位 造成了他那里 神经暂时进卵了而已 这时 一个身材肥胖的女人 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铁蛋 你这是咋回事啊 铁蛋立刻哭着鼻子 指着陈东大喊 妈 是青山村这个傻子 他打我 陈东心中不禁暗骂 这胖小子够缺德的 上来就血口喷人 那胖女人穿金带银 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他不分青红皂白 指着陈东的鼻子 就破口大骂 你个傻逼仔子 胆子够大的呀 连我儿子都敢打 我看你是活腻位了吧 夏清浅赶忙解释道 大姐 你误会了 傻东他根本就没碰你儿子 我们只是在跟他讲道理而已 你个浪蹄子 给老娘闭嘴 老娘跟你说话了吗 胖女人上下打量了一番 穿着漂亮的夏清浅 顿时嘲讽到 穿得跟站接的一样 就你还跟我儿子讲道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 夏清浅气得满脸通红 你这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就这么说话 怎么了 我不光这么说话 我还抽你呢 胖女人彪悍至极 挥手竟是 真朝夏清浅脸上抽了过来 夏清浅都吓傻了 半天没反应过来 眼看那一巴掌 就要抽到脸上 陈东赶忙出手 一把将夏清浅拉到身后 另一只手 直接将那胖女人的手腕倾住 陈东脸色阴沉 不问清楚就要打人 怪不得能交出 这么没教养的儿子 真上梁不正下梁歪 胖女人瞪大了眼珠子 一个傻子都敢教育起我来了 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 胖女人抬起另一只手 再次朝陈东脸上抽来 这次 陈东再不跟他废话 反手就是一巴掌 啪 胖女人被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半天没反应过来 你你敢打我 胖女人一脸不可思议 陈东面色轻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日他老了 胖女人暴怒 行 你给我等着 有本事别走 今天我要不让你后悔 我跟你姓 说着 胖女人便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弟弟 你姐在学校被打了 你快带人过来 给姐报仇 铁蛋也气势汹汹 指着陈东还有顺子他们叫嚣道 你们都等着吧 等我就来了 看他不扒了你们的皮 随着胖女人这边的动静越闹越大 四周不断有绿水村的家长聚集过来 都想看个热闹 顺子顿时紧张起来 傻东书 铁蛋他就 可是绿水村出了名的赖皮 手底下好多人呢 你打了他姐 他肯定饶不了你的 陈东一脸轻松 放心吧 你傻东书打架厉害着呢 我今天就啊 让他们知道 咱们青山村的人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没多久 几辆面包车 便风风火火地开了进来 一个虎背熊腰男人 带着十几个手下 手里拎着棍棒 便从车上跳了下来 姐 到底哪个没长眼的 敢欺负你啊 大牛 你终于来了 赶紧替你姐 好好教训这个青山村的傻子 傻子 罗大牛 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转头看去 下一刻 光荡 罗大牛手里的棍子 直接掉在地上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爸爸 怎么是您 紧接着 又是咣当咣当几声 身后那十几个手下 手里的棍子 也几乎同时滚落在地 爸爸 我们错了 胖女人 众人 连一旁的夏青浅顺子 他们也都看傻了眼 铁弹这个嚣张跋扈的舅舅 竟然喊傻东叫爸爸 这什么情况 陈东看着面前的罗大牛 心中苦笑 他还以为这铁弹的舅舅 是什么厉害人物 原来竟然是这个开赌场的罗大牛 大牛 你神经病吧 怎么喊一个傻子叫爸爸 胖女人见鬼了一样 是啊 老舅 我姥爷不是早死了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铁弹也一头雾水 我踢你奶奶个腿 罗大牛气得一巴掌 打在铁弹头上 告诉你 以后对东哥他们客气着点 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随后 罗大牛又来到陈东面前 给陈东点燃了一根烟 爸爸 来抽烟 陈东结果烟抽了口 理直气壮地道 谢了儿子 一旁的夏清浅等众人都看傻了 这还真是一个真敢叫 一个真敢答应啊 儿子 你们这一家子都挺厉害啊 你这外甥站着球场 不许我们青山村的孩子踢球 你这姐姐就更厉害了 上来就要删你爸 陈东抽着烟 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 罗大牛吓得不轻 还有这事 您放心 回头我一定管教好他们 绝对不再给你添麻烦 陈东点头 行吧 那今天这事就算了 你替爸好好管教好我闺女 好嘞爸 一旁的夏清浅他们都给听迷糊了 这一口疤一口儿子的 喊得也太顺嘴了吧 罗大牛随即对着铁弹 他们等一众孩子 狠狠地敲打了一番 那些人吓得连连答应 相信他们以后再也不敢霸占球场 也不敢再找青山村孩子的麻烦了 傻东叔好厉害 傻东叔刚才真是太帅了 离开球场 顺子他们对陈东都是崇拜不已 陈东也是一脸得意 那是 告诉你们 咱不惹事也不怕事了 以后在学校 要是再有人欺负你们 记得提你傻东叔的名字 好使 夏清浅在一旁直撇嘴 不过 这么厉害的傻东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一直把顺子他们送到教室里 陈东跟夏清浅才准备离开 可这时 陈东却发现了不妥的地方 顺子他们的座位 竟然全部都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前面的学生一个个人高马大 把他们的视线全都给挡住了 别说是学习了 只怕连黑板都看不见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坐在前面的都是绿水村的 青山村 还有其他几个村子的 都只能坐后面几排 这绿水学校的人也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 这也太不公平了 何止是不公平 简直是欺人太甚 陈东跟夏清浅怒气难平 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王厚德 正跟一个女老师有说有笑 见陈东跟夏清浅进来 顿时面露不悦 你们干嘛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王校长是吧 我们是青山村学生的家长 来这里 是想跟你反映一些情况 我们的孩子说 跪校排座位的时候 只让绿水村的学生坐前排 我们青山村 还有其他几个村子的学生 就只能坐后面 有这种事吗 王厚德轻哼一声 我还当是什么事 没错 确实如此 我们绿水村自己的学校 当然是要照顾我们自己村的人 这有什么问题吗 陈东气急返校 教育本就要讲究公平 你们如此有识偏颇 难道不觉得过分吗 王厚德吃笑 过分 我看过分的 是你们才对吧 能让你们这些穷村子的孩子 来我们村上学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们竟然还想有其他要求 还真是蹬鼻子上脸 夏清浅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你好歹是一校之长 怎么这种态度 王厚德轻哼一声 我就这种态度怎么了 告诉你们 我是校长 这学校我说了算 你们要是 不想让自己孩子在这里上学 现在就可以带着他们滚蛋 省得浪费我们的资源 夏清浅气得不行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有你这么当校长的吗 王厚德冷哼道 我怎么当校长的 也轮得着你一个小丫头智慧 你们不是又嫌 让你们孩子做后排不好 又嫌我这校长当得不好吗 那有本事 你们就别在这上 你夏清浅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这十里八村 也就只有绿水村 这一所像样的学校了 真离开这里 孩子们还能去哪 也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点 王厚德才敢如此有恃无恐 怎么样 是不是没地方可去啊 没地方去 有再多的意见 也给老子憋着 要不然 信不信我分分钟 让你们青山村的孩子 全部滚蛋 饶氏夏清浅这种脾气好的女生 此刻也是忍不住了 你别得意得太早 总有一天 我们青山村 也会有自己的学校 而且还要比你们绿水村的学校 好一千倍一万倍 王后德冷笑一声 是吗 那估计是下辈子吧 哈哈哈哈 旁边那个女老师 也是跟着眼嘴切笑 行了 王校长日理万机的 可没时间 跟你们这俩村民浪费时间 你们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吧 夏清浅还要再说什么 却被陈东拦了下来 王校长是吧 你记住 用不了多久 我保证 你会为今天的事情后悔 说吧 陈东拉着夏清浅的手 便直接离开 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王后德一脸不屑 切 两个小村民 还敢吓唬到我头上来了 老子等着 看你们怎么让老子后悔 走出校长办公室 夏清浅再也忍不住 蹲在地上直接哭了起来 他们真是太欺负人了 有钱有学校就了不起啊 凭什么欺负 咱们青山村的孩子啊 下清浅心地善良 看不得这些孩子受委屈 都怪我没钱 我要是有钱的话 肯定在咱们村也建一所学校 再也不让顺子他们受气 陈东宽慰道 清浅姐你放心吧 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的 昨天他才刚从周子平那里 额来了五百万 陈东盘算着 这些钱用来建一所学校 应该是够用了 陈东现在唯一考虑的就是 该怎么样不声不响地 把钱捐出去 毕竟 这五百万的来源 不是很正规 要是有人问起来 确实不太好解释 总要想着两全其美的办法才好 这一路上 夏清浅情绪都是十分低落 越是心地善良的人 就越看不得那些孩子们受委屈 回到村子里 陈东第一时间就带着夏清浅 去村部问了一下 建造一所学校 大概需要的价格 不问不知道 疑问吓一跳 想要建造一所标准化的小学 最起码需要一百万以上 而且 这还是在道路畅通的情况下 像是青山村这种 坐落在山区里的地方 需要的钱只会更多 至少也要一百五十万 听到这个数目 夏清浅彻底心如死灰 一百五十万 这对于他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回到家 夏清浅就把自己一个人 关在房间里 连晚饭都不愿意吃 陈东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能回到了自己房间 没多久 陈东听到隔壁那边 传来了夏清浅的声音 他似乎是在开直播 陈东赶忙拿出手机 进入了夏清浅的直播间 果然看到夏清浅 正在直播间里 讲述着今天的事情 不少粉丝听了夏清浅的遭遇之后 对于绿水村的做法 也都是有些愤怒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在此宣布 从今天起 希望有爱心 有条件的朋友们 能够为我们青山村捐款 望能捧个前场 一百块不嫌多 一块钱不嫌少 辛苦大家了 说完 夏清浅便开始 卖力地演唱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陈东不由得有些心酸 这个善良的女生 为了给村里建学校 未免也太拼了 夏清浅十分卖力 一口气演唱了五六首歌 声音都有些嘶哑了 只可惜 直播间里叫好的多 真正捐款的并没有几个 这么半天 夏清浅也才筹到了 一千多块钱而已 这跟一百五十万的目标 实在是差得太远 夏清浅也有些失落 不过并没有放弃 继续演唱了起来 就在这时 叮咚 一个提示音响起 怀城左少主 打赏了一座梦幻城堡 夏清浅眼前一亮 要知道 一座梦幻城堡 可是价值四千多块啊 多谢这位名叫 怀城左少主 打赏的梦幻城堡 夏清浅惊喜地道 可紧接着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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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音不断响起 这位怀城左少主 竟然又直接打赏了 五座梦幻城堡 只这一会儿功夫 打赏金额 就直接超过两万多 这让夏清浅看到了希望 多谢这位怀城左少主 你真是太慷慨了 夏清浅激动的声音颤抖 直播间里的众人 也都是惊叹不已 一口气打赏了两万多 这绝对是一个 土豪了 怀城左少主发言道 不客气 能给山区的孩子 尽一点爱心 是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 应该做的 夏清浅感动不已 这世上 还是好心人比较多啊 随后 怀城左少主又发言道 关于捐赠小学的事 我想要深入了解一下 或许能帮你一次性 解决这个难题 直播间里不太方便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私信我 看到这条信息 夏清浅大喜过望 难道说 自己遇上了一个 真正有爱心的土豪吗 如果真如对方所说 能够一次性解决掉这个问题 那就真是太好了 夏清浅不再犹豫 立刻变下直播 开始跟这个怀城左少主联系 隔壁房间里的陈东 也已经注意到了 直播间里的情况 心声狐译起来 这个名叫怀城左少主的人 要是真想帮忙的话 完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 或者干脆在直播间里直说 可是现在 他先是打赏了两万块钱 给了点诱惑 然后却让夏清浅私信他 这怎么看 怎么像是没安好心啊 没过多久 陈东听到夏清浅的房门开启 他也赶忙偶遇地走了出去 沙东 这么晚了 你还没睡呢 夏清浅看到陈东有些意外 哦 我刚才一直在看 清浅间里的直播来着 陈东挠了挠头 看我直播 夏清浅忽然想起什么 问道 对了 你的昵称名字叫什么来着 哦 我叫一个东挂 这样啊 夏清浅略显失望 直到现在 夏清浅对于那个第一位 打赏自己的粉丝 还记忆犹新 东虫夏草 可以说 要不是因为这个人的鼓励 夏清浅早就已经放弃了 直播这个行业 可从史之中 这位名叫东虫夏草的粉丝 也都没有跟他 有过一个字的交流 对于这位神秘粉丝的身份 夏清浅十分好奇 他甚至大胆地猜想过 这位东虫夏草 会不会是他身边的什么人 比如说傻东 这也是 他刚才询问 陈东网络昵称的原因 不过陈东的回答 却是让他大失所望了 也是 傻东最近虽然靠着养鱼 的确赚了点钱 可让他一口气打赏那么多钱 好像也有点不太现实 而且 傻东当时 是加过自己好友的 名字的确是叫这个一个东瓜 跟东虫夏草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夏清浅转身刚要走 陈东忽然装作不经意地开口道 清浅姐 夏清浅点头 是啊 我也挺意外的 那位怀城左少主 看上去很有爱心呢 对了 我看到他还说 能帮咱们彻底解决学校的问题 后面你们怎么聊的啊 夏清浅愣了下 随即到 也没聊什么 他就问问我 关于咱们村的一些具体情况 还说有机会的话 要给咱们村投资什么的 其他也就没什么了 原来如此 陈东点了点头 但愿是自己想多了吧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 陈东起床后 母亲许凤晴已经做好了早饭 自从许凤晴身体痊愈之后 家里做饭打扫这些家务 和他非要 全都懒了回去 清浅姐呢 还没起床吗 陈东打着哈欠问道 许凤晴笑道 还说呢 你清浅姐一大早就出去了 跟你一样睡到半晌 什么时候出去了 去哪了 出去得有半个小时了吧 去哪了不知道 不过他今天穿的一身新衣服 还化了淡妆 可漂亮了 陈东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他记得很清楚 夏清浅天生丽质 平时是根本不化妆的 今天突然化了妆 难道是跟昨天 那个淮城左少主有关 该不会是要跟 那个淮城左少主见面吧 陈东越想越觉得 这种可能比较大 他再没有犹豫 拿出手机 直接拨通了夏清浅的电话 与此同时 通往淮城县城的乡路上 一辆奔驰车正 朝着县城平稳前行 车厢后排 夏清浅看了眼 手机上陈东的名字 刚要接通 却听前面的司机冷声道 夏小姐 昨天我家少爷 应该跟你说得很清楚吧 他这个人比较低调 所以我好心提醒你一下 你最好还是不要 把跟他见面的事情 告诉别人 要不然 惹得我家少爷不高兴的话 捐款的事 可能就要泡汤了 夏清浅赶忙点头 我明白的 你放心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 夏清浅直接挂断了电话 小院里 陈东又接连打了好多次 却仍旧无人接听 到了最后 干脆是直接关机了 这一下 陈东基本上能够断定 夏清浅肯定出事了 可是 他现在连夏清浅人 在哪里都不知道 就算是想帮忙 也帮不上啊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随即 陈东灵光一闪 脑子里闪出了两个字 阴眼 陈东曾为特战兵王 龙军龙帅 自然知道不少秘星 他知道 龙国有一个秘密武器 那便是阴眼系统 阴眼系统只属于龙国战部 用于对境内 敌对违法组织的监控 以及探查 整个阴眼系统 乃是由上千颗军事卫星 以及全国所有雷达基站 构建而成 探查范围 想要找出下清潜的位置 简直易如反掌 只不过 这阴眼系统 一般还有在局部作战 或者是大规模战役爆发的时候 才能够使用 平时阴眼系统 一直都处于休眠的状态 而且 这阴眼系统 属于龙国战部最高安全级别 整个龙国 有权调动这阴眼系统的 也只有不足五人 曾经的陈东 便是这五人之一 只可惜 现在的陈东 已经不是当年的龙军统帅 那份属于他的权力 也早已不在 现在他在想使用这阴眼系统 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没那么简单 并不代表就没有机会 想要调用阴眼系统 除了那高高在上的权力之外 也就只有一种方法了 那就直接黑进阴眼的系统 当时 陈东年纪轻轻 便身居高位 统领龙军 所有人都以为 他只是一个头脑简单 武力强悍的武夫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除了武力之外 出身豪门的陈东 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位电脑高手 绝顶的那种 陈东自信 他有这个能力 陈东冲进屋子里 翻箱倒柜地 找出了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 这台电脑 还是陈明翰活着的时候 从二手市场 逃还过来的二手货 之前让小蝶练习打字来着 自从陈小蝶上了高中之后 这电脑就彻底废弃了 没想到 今天还能派上用场 不得不说 国产电脑就是牛 都放了好几年 可以插上电源 照样能用 咔嚓咔嚓 陈东掰动着手指 看着电脑屏幕 难掩的兴奋 已经过去多少年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 重新坐到电脑面前 龙军的老伙计们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等着在我的攻击下 瑟瑟发抖吧 话音落 陈东的手指快如飞梭 在键盘上急速跳跃 近乎无影 与此同时 帝都 龙军总部 这里位于帝都郊外的 崇山峻岭之中 整个山体都被掏空 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 从山体内部 一直延伸到了地下两百多米 龙国拥兵数百万 却只有八千龙军 每一位龙军战士 都是绝对的战部精英 也只有那些 以一当百的兵中之王 才有资格成为 龙军中的一员 龙军 乃君之獠牙 国之重器 此时 龙军总部地下26层 整个26层 有一大半的地方 都被各种超级计算机 以及各种处理器所占据 这里便是 阴眼系统的总控制中心 从这里 足以调动 布置于卫星轨道之上的 上千颗人造卫星 以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上万座雷达基站 这里 便是龙国战部的眼睛 整个阴眼控制中心里 数十名技术人员 如同往常一样 监控着阴眼系统的运作 一切如常 可就这时 嗡 嗡 嗡 警报声大作 整个控制中心 都被红色的警报灯光锁笼罩 怎么回事 中心主任皱眉 不好了主任 有人企图闯入阴眼系统 如今已经攻破了 外部所有的防火墙 正在向内部防火墙攻入进来 什么 中心主任皱眉 毫不夸张地说 阴眼系统的安全级别 乃是全球第一 仅仅是外部防火墙 就足足有上百道之多 一般的黑客 能够突破十几道防火墙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么多年来 还从来没有人能够突破 超过一百道防火墙 甚至连十几年前 有某国牵头的 针对龙国的那次互联网战争中 也从未办到 可是如今 却有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瞬间突破了外部数百道的防火墙 这绝对非同小可 中心主任果断下令 快 穿过走廊 快步走向控制中心 为首的 却是一个女人 一身戎装 肩扛四星 头顶的灯光 洒在这女人绝美的面容之上 额前的美人间 让她平添了几分鹦鹉之气 肩上的星辰 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这女人的身材极为高挑 将近一米八 简直堪比超模 那一身深绿色戎装 穿在她的身上 竟是有种别样的魅力 尤其是那宽大的竖腰 将她那腰臀的曲线 完美地勾勒了出来 丰满的上围 更是夺人眼球 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 这个女人都绝对是 女神一般的存在 然而 整个龙军之中 只怕也没有人敢对这个女人 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因为自从三年前 龙率卸甲之后 这个女人 便是真正统领八千龙军的存在 君座 列云皇 啪哒啪哒 厚重的军靴踩在地板之上 列云皇晃动着 足有一米二的大长腿 静止走入控制中心 现在什么情况 列云皇声音轻冷 回禀君座 对方现在已经完全突破外部防线 已经进入内部网络 照这个情况 咱们的防火墙 坚持不了多久的中心主任 不敢抬头 列云皇身后 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笑容玩味 眼神里也带着一抹兴奋 竟然能突破到 阴眼系统的内部网络 好久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对手了 列云皇面色轻冷 别废话了 该你干活了蜘蛛 明白了 云姐 包在我身上了 说吧 名叫蜘蛛的青年 静止来到主控制台前 原本坐在那里的工作人员 赶忙起身让出电脑 他自然也知道 整个龙军之中 怕是也没有谁的电脑技术 能跟这位蜘蛛相提并论了 原本文质彬彬的蜘蛛 在坐到电脑前的一刻 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如同一个即将上阵杀敌的死士 好了 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 你蜘蛛大有的厉害 记得等一下可别哭哦 下一刻 蜘蛛的手指 简直如同一只只触手一般 在面前三台电脑上疯狂跳跃 一时间 那三台屏幕上面 无数的程序代码疯狂输出 如同无数的子弹 透过无形的网络 朝着千里之外 那个小小的山沟子里倾泻而去 此时 小院中的陈东 已经感受到了 那防火墙的不断加强 屏幕前 陈东嘴角上扬 哟 小蜘蛛终于上场了吗 还真是让你个 我好等啊 时隔多年 再次与曾经的老部下有所交集 陈东的心中 也是忍不住地有了一丝兴奋 兴奋之余 陈东手指的动作 便更加迅猛了起来 蜘蛛好不容易堆建起来的防火墙 在陈东的疯狂攻势下 几乎瞬间坍塌 怎么可能控制中心理 蜘蛛脸上 终于露出了紧张之色 怎么回事啊 炼云皇冷声质问 蜘蛛已经完全沉浸在网络狙击之中 对于炼云皇的话 充耳不闻 他不信邪 手指快速跳动 再次发力 然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一次次的反击 在对方强大的攻势面前 几乎完全成了摆设 向来自心淡定的蜘蛛 额头上不知何时 已经被冷汗尽湿 而他身后的炼云皇他们 也都是极有默契地不敢打扰 整个控制中心 死一般寂静 直到十分钟后 一个电子提示音 在安静的控制中心响起 警告 阴眼系统已被攻破 掌控权现已被外部接管 这一下 整个控制中心的所有人 彻底愣在了原地 阴眼系统被攻破了 这这怎么可能中心主任 他们大脑一片空白 许久都没反应过来 这在龙军历史上 绝对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蜘蛛 你到底怎么搞的 炼云皇暴怒 阴眼系统 可是他们龙军的尖端武器 如今却能够 被外人随便接管 这对于整个龙军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耻辱 蜘蛛看着屏幕上 对方用代码组成的笑脸 整个人也是陷入到了 深深的震撼之中 蜘蛛很自信 当着大领导的面 他都敢号称 自己是龙国第一电脑高手 也正因为在电脑方面的天赋 他仅仅12岁 就被破格提拔 进入到了龙军之中 可是今天 如此自信地他却败了 而且还败得如此彻底 这让他简直无法接受 似乎也察觉到了蜘蛛的意样 炼云皇也觉得 自己刚才的斥责 有点太重了 算了 你一个人 对付他们那么多网络军团 说了也很正常 炼云皇宽慰道 蜘蛛却是摇了摇头 云姐 你错了 对方并不是什么境外势力 也不是什么网络军团 他 只有一个人 什么炼云皇彻底愣住 整个控制中心的人 也都是心中骇然 一个人 攻破了 他们花费数年 布置的阴眼系统 这也太恐怖了 这怎么可能 炼云皇对于蜘蛛的电脑能力 是十分清楚的 蜘蛛绝对是他见过的 在此方面最天赋异禀的人 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可这个人 竟然也有输给别人的一天 连炼云皇 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这个打败了蜘蛛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此时 随着系统被接管 整个控制中心的处理器 都开始自动运作起来 炼云皇冷声道 给我时刻保持关注 我要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 利用阴眼系统 到底想干什么 阴眼系统非同小可 如果对方还有神妖歹义的话 只怕整个龙国的空战系统 都会面临崩溃的局面 这绝对是天大的事 随着炼云皇一声令下 控制中心的众人 立刻忙碌起来 只是 还没等他们找到眉目 却听电子提示音再次响起 警告 外部介入已退出 阴眼系统重新加载上线 这一下 控制中心的众人彻底傻眼了 对方花了这么大力气 侵入到阴眼系统 却什么都没做 就重新退了出去 这到底图什么 玩呢 炼云皇也终于是长松了一口气 所幸 此次事件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要不然 他这个军作 也无法跟上面交代了 蜘蛛 你跟我过来 炼云皇将垂头丧气的蜘蛛 单独带到了办公室里 关于刚才的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 炼云皇身子靠在座椅上 戎装下的大长腿 交叠出优美的弧度 恶挪性感 英姿撒爽 蜘蛛搭拉着脑袋 云姐 我错了 都是我实力不济 没能保护好阴眼系统 我让你说看法 不是让你道歉的 炼云皇面容清了 却美得一塌糊涂 告诉我 以你的经验 这个世界上 有谁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打败你这个龙军 第一电脑高手 我需要知道他是谁 来自于拿股试炼 蜘蛛摇头 我根本想不出他是谁 因为论电脑技术 整个星球上 我都是天下第一 你他 饶是向来高素质的炼云皇 此刻也是有点忍不住的 想骂人了 都舒惨成这样 这家伙竟然还在自以为是 除非蜘蛛 似乎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是他 谁 蜘蛛抬起头来 看着炼云皇的眼睛 郑重其事地道 你不是问我 有谁有能力 打败我这个第一电脑高手吗 我所知道的 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龙帅 听到最后两个字 炼云皇的脸色陡然一变 犹如平静的湖面上 泛起阵阵涟漪 曾经 这个称呼响彻三军 叱炸九州 被八千龙军奉若神明 就连如今贵为君座的炼云皇 也是为其马首是瞻 方心暗许 可是 这毕竟是曾经 这三年来 龙帅这两个字 早已淡出了所有人的视线 就如这三年的时光一样 一去不复返 炼云皇撬脸严厉 你还真是会 替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 那个人 三年前就已经陨落了 蜘蛛心有不甘 可是 龙帅的尸体 不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吗 或许他 没有什么或许了 炼云皇立声打断 三年来 他要是没死 早就回来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还用我给你解释吗 蜘蛛文言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脑袋彻底搭拉了下来 行了 你可以出去了 记住 关于今天的事情 给我写份报告 明天早上放到我的办公桌上 蜘蛛垂头丧气 转身离去 等到房间里 只剩恋云皇一个人 他那冰冷严厉的面容 才稍稍缓和了下来 他打开嘴 相框里 那个尖扛五星横刀立马的男人 君临天下 东哥哥 你到底还在不在 巴搭 一滴青泪打落在照片之上 与此同时 青山村 有一点控制中心的人说错了 陈东刚刚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而是已经得到了他 想要的东西 将笔记本和上 陈东的脸上 闪过一丝少有的伤感 刚刚那十几分钟短暂的网络交锋 却让陈东 仿佛又重新回到了那个 神秘而又庄严的特战军营 三年了 你们这些家伙 过得还好吗 如果有可能 陈东恨不得立刻就乘最近的飞机 赶回到帝都去见见他们 可陈东知道 他不能这样做 三年前 家族的覆灭 以及他飞机的坠毁 远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是他飞机的坠毁 他那天的行程 只有龙军内部的人知道 而且 飞机出事的当时 他分明看到 在那飞机外面的云层中 好似有一个神秘的身影 这一切都太过古怪 陈东就算就算要回去 也必须要先把这些查清楚才行 如若不然 那帝都对于他来说 就是虎学龙坛 不过此刻 陈东也顾不得去想那么多 他还有燃眉之急需要处理 陈东拿出手机 刚才 他已经通过阴眼系统 对夏清潜的手机进行了定位 不只是他的手机 包括他此刻所乘坐的交通工具 具体位置 已经全部在他的掌控之中 即便是他等会下了车 或者被扔掉了手机 他也逃不出自己的掌心 这 便是阴眼系统的强大 陈东再不耽搁 开上自己的武林小卡 直接便朝着淮城县城的方向 急驰而去 十几分钟后 奔驰车便驶入了淮城郊外的一个大院之中 整个大院采用的都是古代的建筑风格 面积不小 看上去颇为壮观 大院门口悬挂着一个匾额 左市拳馆 左市拳馆是淮城本地最大的拳馆 在整个淮城来说都十分出名 整个拳馆有上百名弟子 各个龙金虎猛 尤其是馆主左光耀 更是号称行义拳大师 打遍淮城无敌手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高手坐镇 左市拳馆在淮城才无人敢惹 就连黑虎帮白马会的人 也不敢轻易招惹 穿过庞大院子 奔驰车静直 停在了一栋建筑门前 夏小姐请进吧 我们少馆主已经恭候多时了 夏清浅看着眼前这个巨大的院子 以及那宏伟壮观的厅堂 不由得一阵恍惚 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他来说 眼前这幅景象实在是太壮观了 夏清浅心中有些惊喜 这位怀城左少主不仅有爱心 而且还这么有钱 看来给村子建学校的事情 八成是要有着落了 这样想着 夏清浅直接迈步走了进去 院子里那些正在打拳的拳馆弟子们 看到眼前这一幕 脸上都是露出了一副 兴奋猥琐的表情 哇 今天这个牛好正点啊 青春中带着一丝骚浪 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你喜欢有屁用 又轮不到你上 还是少馆主会享受啊 天天都能睡到不同的女人 对于院子里这些议论声 夏清浅并没有听到 此时她已经来到正堂 身后的房门已经被司机随手关上 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夏小姐 咱们终于见面了 说话间 一个年轻的身影从楼上走了下来 这青年二十出头的样子 身穿一件高档西服 嘴角带笑 眉宇之间带着傅家少爷的自信从容 这青年便是这左市全馆的少馆主 左蕾 夏清浅奄然一笑 您就是那位怀城左少主吧 真的很高兴见到你 夏清浅大大方方地朝左蕾伸出手 左蕾目光在夏清浅身上 上下打亮了一番 不由得眼前一亮 今天的夏清浅为了显示自己的郑重 是专门打扮了一番的 他今天专门换上了陈冬之前 给他买的一条暖黄色连衣裙 一字领上 雪白骨感的香肩引人遐想 就连那洁白的锁骨 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与诱惑 长裙下方 两条美腿如同两根象牙玉柱 白皙平滑 犹如完美的艺术品 让人有种忍不住想要把玩的冲动 不仅如此 他今天还化了淡淡的妆容 让他原本就天生丽芝的长相 更显得清纯甜美 看着眼前这个清纯甜美的玉女 左蕾忍不住的一阵心动 或许是因为平时习武的缘故 左蕾的经历 一直要比普通人要旺盛许多 而这些多出来的经历 左蕾基本上全都用在了女人身上 这些年来 左蕾靠着自己家里的钱 没少在外面沾花惹草 身为一个年轻人 他最钟爱的 就是那些女主播女网红 这些女人不仅一个比一个漂亮 而且还多才多艺 完全符合左蕾的要求 不过 肉吃多了也有腻的一天 玩过了太多这种女人 左蕾也有些乏味 本来都已经转变思路 准备去攻略其他类型的女人 可是昨天她无意中 刷到了下清浅的直播间 瞬间就被眼前这个女人的外形 给吸引住了 青春 甜美 这种女人 实在是太合左蕾的口味了 尤其是此刻见到真人 左蕾的心情就更加躁动起来 有种迫不及待 想要将这个青春玉女 狠狠蹂躏地冲动 夏小姐 你本人真是比手机上还要漂亮 左蕾目光直直地盯着 夏清浅那娇嫩的脸蛋 握着的手迟迟不愿松开 感受到左蕾那炽热的目光 夏清浅心中不由得有些紧张 翘脸也是微微发红 多谢夸奖夏清浅赶忙收回了手 左蕾嘴角上扬 竟然还会脸红 该不会 还是个处吧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今天可就赚大了 左先生 多谢您之前给我的打赏 你的打赏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夏清浅由衷感谢 左蕾笑了笑 一脸轻松地道 才两万块的打赏而已 不值一提 夏清浅仿佛看到了希望 我知道 左先生 您不仅家财万贯额 而且还很有爱心 不知道 关于我们村建学校的事 您能否尽些力呢 左蕾坐在沙发上 随口道 不就是一百五十万吗 你看 这是什么 左蕾说着 便将茶几上的皮箱打开 朝向了夏清浅 看着那满箱红彤彤的钞票 夏清浅惊喜万分 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下好了 村子里的学校终于有着落了 看来自己今天真的是来对了 左先生 您真是太慷慨了 我替我们村的所有人 感谢您的捐赠 真是太谢谢您了 夏清浅激动万分 一个劲儿的感谢 左蕾却是伸手 制止了夏清浅 夏小姐 你先别急着感谢我 钱我是准备好了 可你能不能拿得走 那可还两说呢 夏清浅愣住 不明所以道 左先生的意思是 左蕾笑道 我虽然不缺钱 可谁的钱 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一百五十万 说多不多 可少也不少 让我捐钱也可以 不过 你是不是多多少少 也有点表示啊 夏清浅尴尬一笑 不知道左先生 想要让我有什么表示呢 左蕾轻笑一声 很简单 一百五十万 买你给我跳一支舞 不过分吧 这是的确不过分 可是我也不会跳舞啊 夏清浅有些为难 没关系 我要看的舞 只要是个女人都会跳的 左蕾笑容玩味 夏清浅立刻想到了什么 你说的该不会是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左蕾也不否认 从现在开始 每脱一件衣服 我就给你十万 怎么样 这个交易 很划算吧 左蕾一脸玩味地 看着夏清浅 一副吃定了他的样子 事实上 左蕾自然不可能这么轻易 就把一百五十万 全都给夏清浅 眼下这支舞 也指左蕾的第一步而已 他早就已经在这个房间里 布下了摄像头 会记录下来整个过程 只要夏清浅按照他的要求 把整支舞跳完 那夏清浅就注定会成为 他案板上的鱼肉 到时候 他还不是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听到左蕾的要求 夏清浅一张翘脸 顿时火烧一般 羞愤无比 他本以为这个左蕾 是个有钱有爱心的大好人 可万万没有想到 原来他就是一个无耻之徒 夏清浅恨不得狠狠地 抽左蕾一个耳光 然后离开这里 可是 如果真这样做的话 那学校的事情 只怕就再也没有希望了 怎么办 他到底该怎么办 夏清浅本以为 这般无耻的要求 他永远也不会答应 可是在这一刻 他却是有些动摇了 左蕾嘴角带笑 怂恿到 你不是很需要钱吗 你不是说 还要建学校什么的吗 怎么 连这么一点小小的牺牲 都不愿意付出啊 夏清浅沉默不语 他手指紧紧地缠绕着一群 内心在做着复杂的思想斗争 左蕾身为一个风月老手 对女人心思的揣摩 早就已经到了一种 炉火纯青的地步 看到夏清浅这副挣扎的样子 他就知道对方的心思 已经开始动摇了 就说明自己 还是很有机会拿下来的 现在 就只需要最后临门一脚 逼迫一下就好了 看来 你好像很为难的样子 要不还是算了 我这个人 一向都是尊重女性的 从来都不会逼迫别人 既然你这么不情愿 那要不还是算了 说着 左蕾做事 就要将皮箱重新合上 眼看着这些钱 就要离自己而去 见学校的希望 就要跟自己擦肩而过 夏清浅瞬间急了 不要 左蕾嘴角上扬 怎么样 你是不是改主意了 其实 就一支舞而已 跳了你又不会少块肉 还能赚这么多钱 这么好的事情 不知道多少人 都能没以求呢 而且 不为别的 你就想想村子里的那些孩子 夏清浅的脑海中 立刻浮现出了 顺子他们被铁弹 还有王后德那些人 欺负几对的景象 这那些事情 他实在不忍心 再继续看着发生下去 夏清浅眼中流过两行青泪 一咬牙 终于做出了决定 好 我我跳 左蕾舔了舔嘴唇 靠在沙发上玩味道 你终于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好了 夏小姐 开始你的表演吧 夏清浅身吸了一口气 双手抓住自己的裙摆 缓缓地向上掀起 与此同时 外面的大院里 嗡 院子里正在练圈的拳馆弟子们 忽然听到了一阵轰鸣 游远极近地传来 什么声音 差一间 便看到一辆武林小卡 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着这边呼啸而来 草 哪里来的送货的 这里不是 你能来的 赶紧给我停下 卧槽 一个弟子指着武林小卡大骂 想要喝止对方停下 然而 那武林小卡 非但没有任何加速 反倒速度 陡然再次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原本体积弱小的武林小卡 此时气势凶悍 竟是如同一头洪荒猛兽一般 势不可挡 光荡 一声巨响 大院的铁门 被武林小卡 直接撞飞了出去 猛兽一般的武林小卡 堂而皇之地开进了大院 一个漂亮的甩尾 武林小卡 直接横停在众人面前 这一系列操作 把在场的拳馆弟子们 都给看呆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都不敢相信 这样一辆普通的武林小卡 竟然能够产生 如此凶猛的爆发力 这时 车门打开 杀气腾腾的陈冬 面色阴沉地走了下来 刚才进来的那个女生 她现在在哪 陈冬的声音 冰冷如刀 一个身材魁梧的弟子 冷哼着走上前来 敢硬闯我们左侍拳馆 小子 你是不是活腻 一个了字还没出口 陈冬一拳轰出 那魁梧弟子闷哼一声 整个人便向后道飞了出去 我再问一遍 那女生 在哪 那些拳馆弟子 瞬间暴怒 连他们左侍拳馆的人都敢打 真是狂得没变了 打死他 随即 几十个身穿五服的拳馆弟子 立刻便挥舞着拳头 朝陈冬冲了上去 这些都是常年习武的人 实力自然要比黑虎帮那些 普通的帮派弟子 要厉害得多 这几十个拳馆弟子的战斗力加起来 几乎相当于 二百个普通帮派成员 几个拳馆弟子 率先冲到陈冬跟前 拳脚一起袭来 陈冬面色一冷 一拳轰出 正中一个拳馆弟子的下巴 那人的下巴 咔嚓一声碎脸 回身一肘 另一名弟子的脖梗 也受到重创 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眼看一名弟子 一记弹腿 就要洗到眼前 陈冬一脚踢出 正中膝盖 咔嚓 那名弟子膝盖爆裂 一条腿 以一种诡异的方式 向后掰折过去 倒地惨嚎 这一切 也都只是发生在 短短两秒钟的时间而已 此时的夏清浅安危难测 陈冬怒火中烧 出手之间毫不留情 转眼之间 又有十几个拳馆弟子 被放倒在地 一时间 大院之中惨叫连连 清浅姐 你在哪清浅姐 这里房间众多 陈冬找不到人 只能大喊 此时 听堂之中 夏清浅将裙摆向上 缓缓掀起 沙发上的左蕾 像是在看着一个 精彩的表演一般 一边品尝着杯中的红酒 一边舔着嘴唇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欣赏 这个玉女主动宽衣的 迷人景致了 让一个青春玉女 在自己面前折服羡慕 这对于左蕾来说 显着是太有成就感了 可是 夏清浅那握着裙摆的手 却只是掀起不到一寸 却是再没有了任何动作 左蕾顿时面露不悦 还愣着干什么 快继续啊 夏清浅双手剧烈颤抖 她很想说服自己继续 可她发现 自己根本办不到 她完全不是那种 为了金钱 可以出卖自己的女人 对不起 我做不到 这件事情 还是算了 夏清浅说着 转身就要离开 左蕾瞬间暴怒 她现在浑身血脉喷张 裤子都快脱了 怎么可能放下清浅 就这样离开 草 敬酒不吃吃罚酒 真以为来了我这里 还能完毕之身地出去吗 说着 左蕾起身 目光贪婪地 就要朝着夏清浅走了过来 夏清浅吓得花容失色 你你想干什么 左蕾轻哼 你不是自己做不到吗 那老子就亲自动手帮你 左蕾做事 就要朝夏清浅扑了上来 就在这时 清浅姐 你在哪清浅姐 门外忽然传来了 陈东的呼喊 夏清浅惊喜万分 赶忙大声回应 傻东 姐在这 快来救我 大院中的陈东 听到声音喜出望外 终于让他找到了 只是 还没等陈东有所动作 左蕾便冲着外面的 拳馆弟子下令 给我拦住他 敢让他坏了 老子好事 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那些拳馆弟子不敢怠慢 立刻结成了阵形 几堵人墙 瞬间挡住了陈东的去路 陈东眼中杀意凛然 敢挡他的路 这些人是在找死 陈东看着面前那些拳馆弟子 冷声道 给你们一次机会 现在给我让开 一个大弟子冷笑一声 还给我们一次机会 小子 你还是想想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院子吧 陈东眼神陡然淡没下来 既然如此 那就是你们自找的了 那些拳馆弟子 结成阵形冲杀而来 陈东运起全身真气 猛地一拳轰出 画龙拳术 一拳开天 一股强大的真气 从陈东拳中爆发而出 犹如蛟龙穿云 波云渐日 哄 面前那些拳馆弟子结成的人墙 瞬间倒塌 破 十几个手当其冲的拳馆弟子 口吐鲜血 倒成一片 死 其他众人都被彻底震撼到了 一拳打得十几人吐血 这实力 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这一下 剩余那些弟子 吓得纷纷后退 再无人赶上前一步 陈东一步上前 直接来到厅堂门前 一脚踹出 哄 厅堂大门轰然破开 平堂之中 左蕾已经扑到夏清浅跟前 眼看就要 被夏清浅伸出毒手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惊到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拳馆里这几十多号人 竟然连一个人都拦不住 傻东 夏清浅看到陈东出现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赶快老子的好事 找死 左蕾二话不说 一记阴爪 直接便朝着陈东的脖子袭来 陈东一个闪身 躲避过去 可他身后的木门 却是被左蕾这一爪 给生生地撕下了一整块木鞋 陈东目光一寒 这一找他要是没躲过 这会儿 只怕非死即伤 这个左蕾 还真是够狠的 既然这左蕾心狠 那就也别怪他陈东毒辣了 不等左蕾收找 陈东陡然出手 一把擒住了左蕾的脖子 紧接着 陈东猛然发力 将左蕾整个人都从地上提了起来 随之猛然向下一摔 哗啦啦 左蕾的后背 重重地砸在了茶几上 那刚化玻璃的桌面 竟是都被砸得爆裂开来 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 左蕾只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 都快要断裂 疼得呲牙咧嘴 门外那些拳馆弟子 眼见着左蕾被打 却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一步 整个拳馆之中 除了馆主左光耀之外 左蕾的实力便是最强的 现在连左蕾都被一招干废了 他们哪还敢逞强 小子 你敢惹我 你死定了 左蕾威胁道 陈东冷笑一声 是吗 那不如看看我们 到底谁先死 说着 陈东握紧拳头 一拳便朝着左蕾脸上砸落下来 左蕾吓得惊恐万分 他已经感受到了 这一拳中的杀气 真落在头上 他必死无疑 傻东不要 夏清浅惊呼 陈东的拳头 在半空中戛然而止 静风在左蕾面门呼啸而过 吓得左蕾裤裆里一阵潮湿 这位堂堂的左侍 拳馆少馆主 竟是直接吓尿了 陈东犹豫再三 最终收手 身为特战兵王 杀一个人 对于他来说易如反掌 可对于夏清浅这种普通人来说 见到杀人 绝对是一件天大的事 陈东不想让自己的行为 对这个善良的女人 造成任何心理上的负担 清浅姐 我们走 陈东拉起夏清浅 便要直接离开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 身后的左蕾出言威胁道 陈东停下了脚步 刚要开口 左蕾的手机刚好响起 我爸 是我爸打来的 左蕾惊喜万分 立刻按下了接听键 甚至还开了免提 故意向陈东示威 电话那头 立刻传来了左光耀的声音 小蕾啊 昨天你说的那个乡下来的女主播 玩得怎么样了 照片我都看过了 这么嫩的女人 记得给我留着 一定要等你爸我玩舒坦了 再放她走 哈哈哈哈 这左家父子 也是一对奇葩 每次左蕾骗回家的女人 左光耀都也要再糟蹋一遍 有的时候 甚至还要一起使坏 昨天左光耀 看了夏清浅的照片之后 就已经惦记上了 现在虽然人还在外面 却已经有些按耐不住了 听到电话里 那个老男人猥琐的声音 夏清浅只觉得几倍发凉 今天 幸亏陈东及时赶到 要是真让他落在了 这对畜生父子手中 那他的下场 简直不敢想象 陈东脸上 也是闪过一丝寒意 看来这对父子 还真是作恶多端 放过他们 便是纵容邪恶 这跟作恶又有什么区别 而此时的左蕾 也是找到了靠山 爸 你快回来吧 我被人打了 这家伙不禁打了我 连那个女人 也要被他抢走了 你快回来替我报仇啊 什么 左光耀大怒 让人拦住他 我这里还有点事 处理好了 立刻回去收拾他 可是 左蕾刚要说什么 手机就被陈东一把抢走 不用你回来了 告诉我你在哪 我现在就去找你 说话间 陈东一掌拍出 正中左蕾的丹田 噗 左蕾口中吐出一大口鲜血 几乎晕死过去 这还不算什么 他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丹田已经被毁 他这辈子 再也无法修炼武功了 啊 左蕾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叫声传到电话那头 左光耀的耳中 左光耀瞬间暴怒 好 很好 敢惹到左光耀的头上 这么多年 你还是第一个 我现在在南城的地下擂台 有胆你就过来 陈东眼中寒芒闪烁 等着 啪 手机瞬间被陈东捏成粉碎 随后 陈东牵起下亲钱的手 直接离开 在数十个拳管弟子的注视下 武林小卡扬长而去 啊 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送我去医院 左蕾怒骂 那些拳管弟子 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抬起左蕾 便送往了医院 事实上 左蕾如今的病情 并不单单只是皮外伤 或者丹田被毁这么简单 刚才毁掉左蕾丹田的同时 陈东已经将一团龙怒血气 注入到了左蕾的体内 这团龙怒血气 便会一点一点 吞噬掉左蕾的生命气息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左蕾全身的免疫系统 便会彻底失灵 各种癌症都会找上门来 剩余的生命里 他注定要被病魔折磨至死 陈东不想当着 夏清潜的面杀人 可并不代表左蕾能活 他的命 早已被陈东攥在手中 武林小卡中 夏清潜泪流不止 想到刚才的遭遇 他现在还有些后怕 傻东 对不起 姐不该骗你夏清潜 很是愧疚 都怪他听信了 那个左蕾的话 竟然连陈东都瞒着 陈东叹了口 清潜姐 你也没有做错什么 不用跟我道歉的 只不过 并不是所有人 都是表面看上去那么善良 所以你以后 真的要多加小心了 我知道了 呜呜呜夏清潜越想越委屈 嚎啕大哭了起来 陈东被这一幕给吓到了 赶忙把车停到了路边 清潜姐 你别哭了 这不是都没事了吗 陈轩宽慰道 夏清潜扑进陈东的怀里 像是一只受伤的小猫一样 却是哭得更伤心了 可是 村子的学校见不成了 我都跟顺子他们说好了 会替他们想办法的 他们以后该怎么办 岂不是还要继续在绿水村受气吗 嗯 陈东心中一阵酸楚 都已经经历过那种事情了 这个女人 竟然还在替村里的 那些孩子们着想 这心肠也真是太善良了 放心吧清潜姐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你这么善良 我想老天爷都会帮你的 你回去就继续直播筹钱 我相信 钱的问题肯定能解决的 真的吗 夏清潜将信将疑 当然 陈东点头 你信我的 肯定能行 夏清潜这才擦干了眼泪 重新恢复了斗志 好 那姐回去就继续筹钱 看到夏清潜重新恢复了斗志 陈东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 陈东便将夏清潜先送到了紫气东来 让姚宇路先行照顾 安排妥当之后 陈东便开车 直接前往了南城 那里 还有一个老混蛋 等着他去收拾 城南属于淮城老区 不仅脏乱差 而且外地物工人员比较多 属于鱼龙混杂的地方 也正因为看中了这一点 所以淮城地下势力 许多见不到光的东西 都被安插在了南城这边 除了老旧小区之外 南城这边 还有不少的废弃厂房之类的建筑 而此时 一个破旧厂房的地下防空洞中 一片人声鼎沸 整个防空洞的中心 被布置成了一个八角龙的擂台 而在八角龙外 则是成百上千个看客 坐无虚席 事实上 淮城的经济状况 在全市来说 都只能算是中等偏下的水平 相对来说 算是比较落后的了 不过 也正因为如此 却是助长了淮城其他方面的发展 就比如说 这个地下擂台 不只是州市 就算是整个江南省来说 都算是最大规模的 因为这地下擂台的名声在外 所以就引得无数外地的富商 或者全手前来 时间一久 沿着这个地下擂台 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灰色产业 古兄 安保 地下赌场 钱庄 这一类的东西 都应运而生 如今 这整个地下擂台 仅仅是赌资的流水 就已经达到了上千万之多 这么多的钱 这么大的规模 已经不是普通力量所能左右的了 此时 八角龙外第一排的座位上 一个中年男人正经危坐 认真地观看着八角龙中决斗的两个人 而坐在中年男人身旁的 则是一个方连虎目 虎背熊腰的粗广男人 这粗广男人后背上 闻着密密麻麻的经文 仔细看去 竟是佛门的金刚精 他那赠光瓦亮的光头之上 还点着十二个戒霸 看这模样 这男人怎么看 都应该是佛门中人 慈悲为怀了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淮城民间流传着一句话 一黑一白一罗汉 五家四少两元老 一黑指的是黑水帮 一白指的是白马会 而这一罗汉 指的便是眼前这个人 血罗汉 罗满江 事实上 严格来说 这罗满江并不是淮城本地人 而是省城的人 三年前 罗满江正是因为看上了 淮城这边地下擂台的声音 这才把势力转移到了淮城这边 原本 像这种外部势力 抢占本地地盘 不管是黑水帮 还是白马会 都是不会允许的 可后来双方发现 这血罗汉 不仅手段很辣 而且实力恐怖 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人 而且 罗满江也向黑水帮 跟白马会表明 他所谓的 只是地下擂台的声音 对于淮城其他地盘的争斗 并没有任何兴趣 后来观察 也的确如此 所以最后 驱赶罗满江的事情 也就不了了之 罗满江一个外人 也终于是在这淮城安身立命 独自坐拥 整个地下擂台的管理权 按理来说 以罗满江的身份地位 他一般是没必要 亲自出现在这现场的 更没必要专门陪同一位客人 主要还是因为 身旁这个中年人身份特殊 就连罗满江 都要好生招待 不敢有丝毫马虎 毕竟 对方可是来自于省城堂家 此时 八角龙中 两位拳手正在激烈厮杀 一方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壮汉 这人绰号大黑牛 另外一方 则是一个身穿武服的中年男人 这人 便是左光耀 除了经营左侍拳管以外 左光耀还是这地下擂台的铸厂拳王 以左光耀的身份 自然不缺这点钱 他之所以来这里 其实还是看中了 这地下擂台的人脉 毕竟 来这里观看拳赛的 都是非富即贵 随便结识几位大佬 就足够左光耀的生意 大赚一笔了 靠着那一身行翼拳的身手 左光耀在这地下擂台 也是小有名气 含有败绩 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常胜拳王了 今天这个大黑牛 便是来挑战左光耀的 左大师 听说你的行翼拳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今日我可要好好讨教一番了 左光耀一脸不屑 废话少说吧 要打就赶紧打 老子还有事等着回去呢 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左光耀正要登台 现在心中还盘算着 等会儿回去之后 要如何收拾那个 打了自己儿子的混账 当然 还有要如何享用 那位清纯甜美的小美人 还真是给脸不要脸 看拳 大黑牛怒吼一声 一拳朝着左光耀迎面砸来 这一拳势大力尘 杀气腾腾 好在左光耀反应迅猛 身形一侧 便轻易躲了过去 哄 大黑牛的拳头 静止砸在铁龙之上 整个铁龙都是未知遗产 大黑牛加油 打死他 不少压住在大黑牛身上的人 在场边大声呼喊 自然也有左光耀的忠实支持者 此刻也喊着 替左光耀加油 一时间 整个现场人声鼎沸 好不热闹 老东西 你已经过时了 是时候该把泪主的位置让出来了 在众人的诸威之下 大黑牛信心大增 攻势更加凶猛起来 对着左光耀便是一阵穷追猛打 左光耀脸上 闪过一丝阴狠之色 就这点能耐 还想躲我的泪主 你还嫩了点 眼看着大黑牛一拳再次打空 左光耀瞅准这个机会 一拳轰出 正中大黑牛的心脏 大黑牛心脏一阵剧痛 口中发出低营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他的心脏遭受到了重击 呼吸困难 显然是 已经失去了还手的能力 然而 左光耀却并没有打算 就此放过他 不是想抢我的泪主吗 下辈子吧 碰 左光耀使出形异拳中的崩拳 拳如利剑 崩扇猎石 再次击中大黑牛的心脏 破 在这一拳之下 大黑牛的心脏在体内轰然破裂 一大口鲜血喷涌而出 随即 大海牛整个人轰然倒地 死得不能再死 现场出现短暂的安静 紧随而来的 便是费反迎天的呐喊声 左大师牛逼 左大师不愧是长胜拳王 众人无比兴奋 现场的气氛 所有参加地下擂台的拳手 在上场前 都是签订了生死状的 就算出了人命 血罗汉的人 也能够全部摆平 左光耀自然是没必要 将大黑牛置于死地的 可谁叫他那么嚣张 而且 在地下擂台混迹了这么长时间 左光耀很清楚 这些看官们喜欢什么 越是血腥 越是杀戮 就越会让他们觉得刺激 而左光耀在这个地下擂台里的名气 也就是这样 踩着一条条人命 堆积起来的 看到擂台上左光耀的表现 罗满江的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唐先生 您今天来这里 不就是想给您千金 寻找一位得力的贴身护卫吗 这位左大师的实力 您也看到了 像他这样的高手 别说是周氏 就算是整个江南省 也都找不到几个 依我看 再也没有 谁比他更合适了 您觉得怎么样 唐向荣点了点头 这位左大师的实力 确实还不错 我看就定他 呃 罗满江面露喜色 好 等一下 左大师下了台 我就去跟他联系 有左大师在 保护唐小姐周全的事 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 介绍左光耀 为唐家当保镖 罗满江不仅能够拿到一笔提成 而且还能让唐家欠下一个人情 这个买卖 很划算 此时 擂台上的左光耀 听着耳边众人的呐喊 也是得意至极 就这点能耐 还想挑战我 死有余辜 还有谁不服 尽管上来 还有谁 还有谁 左光耀嚣张地大喊 左大师 左大师 众人高呼着左光耀的名字 这待遇 犹如明星一般 左光耀得意轻哼 转身便要走出八角龙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 却是 却是轻飘飘地响起 不如 让我试试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却如同是惊为乍响 让现场所有的声音 瞬间安静了下来 左光耀转头 便一个身影纵身一跃 竟是直接跳入到了 三米多高的八角龙内 我的天 这家伙是什么人啊 跳得好高啊 众人惊呼 罗满江脸色微微一变 虽然眼前这个 他从未见过 可仅凭对方 这一个动作 他就能看出 这个人身手绝对不凡 左光耀眉头一扬 他已经听出了 对方的声音 你就是刚才 电话里的那个人 陈东淡淡一笑 没错 是我 左光耀轻横 行啊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我还想着 等会回去之后再收拾你 没想到 你竟然送上门来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给我死吧 说着 左光耀一步踏出 纵身跃起 一记批拳 周围众人一阵唏嘘 在他们看来 不管眼前这个年轻人是谁 敢挑战左光耀 下场必定跟场上的 大黑牛一样 都是死路一条 眼见左光耀批拳 轰然落下 陈东脚下轻轻一移 简单避过 哄 批拳砸落在铁板地面上 阵的整个八角龙 轰然作响 阵龙发溃 可以想见 若是陈东没能躲过 只怕此刻早已脑僵爆裂 命丧当场 一击失手 左光耀没有任何停留 接连使出行义拳中的十二红锤 朝着陈东不断追杀而去 只可惜 左光耀这接连的攻击 看似凶猛 却是连陈东的衣角都未碰到 这一下 围观的众人看不下去了 左大师在干什么 为什么还不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左光耀也是杀心大气 闯到他的拳管不说 还敢跑到这里来挑衅 估计连他看上的那个漂亮女人 都已经被对方放走 简直该死 别再躲了 给老子死 左光耀一记炮拳轰出 然而下一刻 陈东陡然出手 竟是将左光耀这一拳徒手接下 什么 全场一片哗然 左光耀更是惊大了双眼 不敢相信这一切 以他行义拳的造诣 足以开宗立派 却被这样一个无名小卒正面挡住 这 绝无可能 面前 陈东眼神森冷如冰 你这套十二红锤也打完了 现在 也该轮到我了 话音落 陈东同样以行义拳还击 崩拳出手 正中左光耀前胸 咔嚓 左光耀整个胸腔瞬间凹陷 以肉眼可见的形态 向下坍塌进去 这一拳 是替那些遭你们毒手的女生打的 上路吧 光当 左光耀仰面倒地 陈东一招 灭拳王 死戒 整个防空洞中死一般的寂静 许久 众人才终于 从这种深深的震撼中反应过来 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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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狂热的观众们 并不知道陈东的名字 可在他们眼中 眼前这个一拳击杀左光耀的年轻人 无疑是这地下擂台新一任的拳王啊 对于这些虚名 陈东没有丝毫在意 在他看来 这些靠着享受别人杀戮 给自己寻求快感的有钱人 都是一群闲得蛋疼的逼 陈东来这里 就是要去左光耀性命的 左光耀既已毙命 那就再没什么好留 陈东跃出八角龙刚要离开 罗满江却是冷声喝道 在我的地盘杀了人就这样离开 这位先生 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啊 陈东侧脸 眼神如刀 你想怎样 罗满江轻哼一声 也没想怎么样 杀了人 你好歹 也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要不然 别人还以为我罗满江是好欺负的 以后 都到我的肠子里 来随便杀人 那还让我罗满江 以后在这淮城的地界上怎么混 话音落 哗啦啦 身旁四个壮汉轰然起身 杀气腾腾地看向陈东 这四个壮汉 号称是罗满江身旁四大金刚 每个人的实力 都不亚于左光耀 当年 也正是因为 有着这四大金刚坐镇 只不过自从当年争夺地盘之后 这四大金刚基本上就从未出手 此刻站出来 已经表明罗满江要治罪陈东的决心了 现场观众议论纷纷 连四大金刚都要出手了 看来今天真的是有好戏看了 一旁的唐向荣翘首以待 他也很好奇 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底子到底有多深 陈东冷笑 想要说法是吧 那好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说法 说话间 陈东一步踏出 竟是忽然朝着台下的罗满江冲去 不好 保护老板 那四大金刚陡然一惊 瞬间挡在罗满江身前 然而 还没等他们站稳 陈东那如龙身形便已袭到跟前 一拳轰飞最前面的一位金刚 陈东步伐瞬间变换 如同鬼魅一般 便闪过了其余两位金刚的阻拦 最后一位金刚刚要出拳 陈东身形猛地向前一闯 八级 贴衫 靠 哼 那最后一位金刚 只感觉像是有一辆高速行驶的卡车 迎面撞上来一般 他整个人瞬间向后倒飞出去 五脏六腑都好似被撞得晃动一位 翻江倒海 罗满江大惊 想要出手 却为时已晚 呼 陈东一拳 已然袭到眼前 静风呼啸 迎面扫过 这一刻 死神竟在咫尺 死 现场传来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是四大金刚如无物 连血罗汉这样的高手 都成了火把子 这个年轻人 好狠 怎么样 这个说法 你还满意吗 陈东声音戏血 眼神如狼 罗满江瞬间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整个人呆立当场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什么面子 什么混不混得下去的 都是个屁 只要这个男人愿意 他此刻早已是一具尸体 还敢要说法 还是先要命吧 满满意 相当满意 罗满江善笑 凶狠如他 此刻老实的 也是如同一只鞍唇一般 陈东冷哼一声 再没理会 松开他的脖子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转身扬长而去 等到陈东完全离开 防空洞中 才一片哗然 议论纷纷 罗满江也是好不容易 才从刚才的震撼中清醒过来 不好意思唐先生 让让您见笑了罗满江 很是尴尬 身旁的唐向荣 其实也没比罗满江 好到哪里去 虽然陈东刚才针对的只是罗满江 可如此近的距离 唐向荣却也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尤其是那个年轻人的眼神 唐向荣只感觉 那目光里 好似住着尸山血海 千刀万剑 彼此彼此 唐向荣拿出手帕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接着说道 不过可能要辛苦罗老板了 辛苦 怎么说 罗满江不明所以 这个人我要了 他就是我女儿贴身保镖的不二人选 希望罗老板能帮我联系 噗 罗满江差点没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不是 唐先生 这小子 我根本不认识啊 而且 刚才你也看到了 这小子根本就是一条过江龙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能让他来替你卖命啊 罗满江一脸苦涩 一想到刚才那人身上爆发出的杀意 罗满江就一阵胆寒 别提说服对方当什么保镖了 现在就算是 让他再见那个人一面 他都不敢啊 唐向荣却是已经下定了决心 女儿现在正面对的是怎样巨大的危险 只有他最清楚 乱世当用重点 唐向荣也知道 刚才那个年轻人如同猎马 很难掌控 可为了护自己女儿的周全 他也只能这样做了 罗老板的本事 我是知道的 你放心 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 我唐向荣算是欠你一个人情 罗满江很是无奈 不是 唐先生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 关键是 这样吧 只要罗老板帮我这个忙 你在省城那家公司 我们唐家每年会多给两成订单的照顾 这样的话 我相信罗老板一定就能想出办法了吧 罗满江眼前一亮 立刻站直了身体 庄重道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不过既然唐先生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这个忙我肯定竭尽全力去帮 订单提升两成 这对于罗满江来说 每年的收益可都是千万起步啊 罗满江是怕死 可他更怕丢钱啊 更何况 这里面还有唐家的人情 那是拿钱都买不来的 不是竭尽全力 是必须 唐向荣拍了拍罗满江的肩膀 我等你的好消息 说吧 唐向荣在十几个保镖的护卫下 禁止离去 看着唐向荣离开的身影 罗满江却是有些犯难 尼玛 为了钱 这活他因是硬下了 可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该如何说得动 那位杀神一般的爷爷 罗满江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 你他妈 要钱不要命的 离开地下擂台之后 陈东便回到了紫气东来 刚一来到二楼的办公室 就听到里面传来了说笑声 夏清浅姚宇璐这两个女人 有说有笑 好不热闹 这倒是出乎陈东的意料 他本以为这两个女人 会为了自己争风吃醋 打得不可开交来着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跟清浅妹妹 还有好多话没聊呢 姚宇璐搂着夏清浅的肩膀抱怨道 这两个女人 一个妩媚 一个清纯 关键是各自的长相 都堪称极品 不管放在哪里 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陈东嘿嘿一笑 是吗 你们在聊什么话题吗 要不我也参与一下 行啊 刚好我们正在讨论 你都分别对我们耍过什么流氓 要不你自己来坦白一下 嗨嗨 陈东不由地干咳了两声 这女人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 不过 好像自己也没对她们俩 耍过什么流氓吧 倒是这俩女人 一个喝醉了 差点睡了自己 另一个还送原味丝袜 给自己当礼物 这样说起来 好像自己才是被耍了流氓的那个吧 沙东 你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没什么事吧 夏清浅知道 陈东是去找人寻仇 还是有些担心的 放心吧 清浅姐 都已经处理好了 不会有事的 清浅姐 姚雨露眉头一挑 清浅妹妹喊我姐姐 那你是不是也该叫我一声姐姐啊 陈东呵呵一笑 行啊 你年龄这么大 别说喊你姐姐 我喊你奶奶都行啊 滚 你才奶奶呢 姚雨露气得想打人 还不忘跟夏清浅告状 清浅妹妹 你都看到了吧 这家伙平时就是这样欺负我的 你可要替我出头啊 夏清浅眼嘴一笑 雨露姐 天不早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那行吧 那我就不留你了 反正你也认识门了 以后没事就来找姐姐姐随时欢迎 好的 雨露姐 回村路上 看来 你跟那个女人还挺聊得来啊 她都跟你聊什么了 陈东一边开车 一边好奇道 这个夏清浅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陈东眉头一扬 难不成是你们女人之间的 不是那样 是关于你的 我 关于我什么啊 陈东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夏清浅身吸了一口气 似乎是终于做出了某种决定 郑重其事地道 傻东 都是姐不好 之前没注意到 你有那方面的癖好疾病 癖好 疾病 啥意思啊 雨露姐都跟我说了 你的喜好比较特殊 不仅喜欢人家的脚 而且还喜欢人家穿过的物品 上次那个丝袜 就是你非求着雨露姐送给你的 傻东 我知道你是个男人 也有自己追求自己生理需要的权利 可是 你也应该要有正确的三观啊 陈东 他现在算是明白 姚雨露怎么跟夏清浅聊得这么开心了 你嘛 那个女人的开心 完全是凌驾在抹黑自己形象之上啊 清浅姐 你不要听那个女人瞎说 我没有 陈东极力地想要挽回自己的形象 可是夏清浅却是伸手制止 行了傻东 你不用解释了 其实 那天你在浴室里偷拿我内衣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所怀疑了 傻东 你这是病 得治啊 陈东 你嘛 这次是彻底解释不清了 陈东心中暗暗发誓 姚雨露 你给老子等着 别让老子抓住机会 要不然 老子一定狠狠地办了你 老子要让你跪在我面前唱征服 回到青山村 已经是晚上 傻东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没什么事了 姐姐回去睡觉了 夏清浅的情绪有些失落 陈东知道 这自然是跟她今天的遭遇有关 不仅差点遭了那个左蕾的毒手 连见学校的钱 也彻底没了指望 夏清浅如此失落 也很正常 陈东宽慰道 清浅姐 学校捐款的事情你 不用太担心了 我说过 你心地那么善良 连老天爷都会帮你的 夏清浅叹了口气 但愿吧 说吧 夏清浅便独自回了房间 今天的遭遇 让夏清浅身心俱疲 虽然在紫气东来里 跟姚雨露的聊天 确实让她放松了不手 可以回到村子里 她就又想到 顺子他们那些孩子们 上学难的问题 这个问题像是一个魔咒一样 萦绕在她的脑中 让她挥之不去 夏清浅平躺在床上 正想着这些的时候 叮铃 手机上传来了一个提示音 原来是直播间里 有人给她发来的私信 自从直播间里的粉丝多起来之后 夏清浅也总是会收到 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粉丝私信 所以 她也并没有很在乎 只是 当她看到发出这条私信的名字时 却是陡然惊坐了起来 东虫夏草 这个给她第一个大额 打赏给她鼓励 却只在她直播间里 出现过一次的神秘人 竟然再次出现了 夏清浅惊喜万分 赶忙打开手机 听说你最近在筹款建学校 有眉目了吗 看到这条信息 夏清浅不禁有些感动 她还以为对方 当时就只是一时兴起 才给自己打赏 没想到如此关心自己的动态 夏清浅赶忙回复 还没有 本来今天去见了一个粉丝 想要聊捐钱的事 结果被骗了 有种莫名的亲近感 所以也没有多想 就把今天的遭遇 大概地讲述了一遍 像你这种善良单纯的女生 现在真是太少见了 记住 这个世界上 虽然还是好人多 可总有一些老鼠屎 会坏了一锅汤 以后还要多加小心才是 嗯 记住了 夏清浅老老实实地回复 对了 现在能开直播吗 现在吗 对 如果方便的话 开直播唱首歌吧 为了我 虽然夏清浅心情 现在并不是很好 也有些不在状态 可对方如此简单地要求 夏清浅 还是有些不忍心拒绝 好 那我现在看 那你想让我唱什么歌呢 就唱一首军歌吧 哎 两分钟后 夏清浅打开了直播 因为此刻天色已晚 而且也没有提前通知 所以 直播间里的人并不是很多 诸位好 现在我想演唱一首歌曲 送 给一位 名叫东虫夏草的朋友 希望他能够喜欢 随后 夏清浅便开始了自己演唱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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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开始 夏清浅还觉得 对方点这样一首歌曲 有些出乎意外 毕竟大部分人更喜欢听的 都是关于爱情之类的歌曲 喜欢军歌的人并不多 不过此刻 随着夏清浅演唱 连他自己都从这首歌里 感受到了铿锵有力 整个人也受到了感染 重新充满了斗志 也就是在夏清浅演唱的同时 叮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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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直播间里 无数的打赏狂风暴雨 一般疯狂砸来 东虫夏草 打赏梦幻城堡1000座 东虫夏草 打赏浪漫马车1000台 东虫夏草 打赏浪漫烟花10万朵 整个手机屏幕上 像是下起了金钱雨 一时间 直播间里梦幻不断 烟花满天 看着满屏幕的打赏提示 夏清浅激动得不能自已 可是 他并没有就此停下歌曲的演唱 而是歌声更加慷慨激昂起来 这首歌曲 他之前也曾听过了好多遍 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这首歌曲的魅力 是这样的具有感染力 简直就如同是一首战歌一样 为着那屏幕上不断闪现的打赏信息 摇旗呐喊 几分钟后 随着夏清浅一首歌演唱结束 屏幕上那疯狂的打赏提示 也终于停歇 夏清浅细数了一下 这所有的打赏加在一起 数额已经突破了300万 300万 扣除掉平台的分成 正好是150万 孩子们的学校 终于有着落了 这时 手机屏幕上出现了 东虫夏草的发言 上天永远眷顾善良的人 最近老天爷休息 派我来帮的小忙 看到这条信息 夏清浅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汹涌而出 谢谢 谢谢 夏清浅想要说出感谢的话 却已经泣不成声 与此同时 隔壁房间里 看着手机屏幕上 夏清浅那喜极而泣的样子 陈东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意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 嘴里哼唱着这首 自己在龙军时最喜欢的歌曲 陈东欣然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 夏清浅便迫不及待地 已经筹齐的事情告诉给了陈东 真的吗 那实在是太好了 陈东配合着一起高兴 夏清浅上下打量了陈东一番 眼神却是有些狐疑起来 沙东 你看上去 好像并没有太高兴的样子 怎么感觉 你好像早就知道了似的 啊 是吗 陈东尴尬善笑 他就只是一个特战兵王 自然是没那么好的眼睛 因为这早就 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我之前不是就跟你说过了吗 你心地这么善良 连老天爷都会帮你的 夏清浅一阵恍惚 这句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对了 昨天冬虫夏草 也跟他说过类似的话 上天永远眷顾善良的人 最近老天爷休息 派我来帮他小忙 这句话怎么看 都跟沙东的话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难道说 沙东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冬虫夏草 夏清浅凑到跟前 一双美眸 都快贴到陈东脸上 直勾勾地看着陈东 似乎是想要从他的反应中 看出点什么 幸亏陈东早有准备 苦笑一声 清浅姐 什么冬虫夏草啊 我是人啊 什么时候成草药了 夏清浅想到什么 你手机呢 让我看看 这个不太好了吧 有什么不好的 难不成你手机上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 夏清浅 你 夏清浅没理会 陈东的插科打混 猛地一步上前 一把抱住了陈东 手直接插进了 陈东的口袋里 想要抢夺陈东的手机 清浅姐 你这是干啥 你别这样 让人看见了就不好了 少废话 给我 快给我 陈东 刚好这时 潘春梅从外面走了进来 傻东 傻 一眼看到陈东 跟夏清浅俩人抱在一起 潘春梅漂亮的脸蛋上 泛起一股酸意 哟 这一大早的 你们小两口 就你弄我弄的 够清热的呀 夏清浅瞬间羞红了脸 胆忙将陈东推开 春梅婶 陈东也有些意外 春梅婶 这么早过来 有事吗 潘春梅撇了撇嘴 进入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女生一般 没啥事 就是想跟你说说服装厂的事 看你挺忙的 还是等你忙完了再说吧 说吧 潘春眉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陈东耸了耸肩 并没太当回事 可夏清浅这边 却已经拿到了陈东的手机 迫不及待便打开 只看了一眼 夏清浅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傻东 你你手机上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陈东心中暗道不好 该不会自己手里 苍老师 还有宋岛老师的教学内容 被发现了吧 可侧头看去 陈东才终于长松了一口气 只见此刻手机界面上 显示的竟然全都是一些 穿着三点室内衣的嫩膜照片 各种款式 各种颜色 应有尽有 陈东昨天晚上想着 该如何把潘春眉的潘秀 跟这些女士服装结合起来 所以就查了一些 维多利亚的秘密里那些模特的图片 想着看看 能否从中获得灵感 这也没什么吧 我就研究研究 到时候该怎么用 陈东随口道 怎么用 夏清浅惊得张大了阴唇 脑子里已经浮现出来 某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夏清浅一脸嫌弃 雨露姐说的没错 你果然有点变态 陈东 他这才明白 自己又被夏清浅误会了 说到底 还是因为姚雨露之前 给他灌输的思想 陈东心中恨得不行 姚雨露 你回我清白 老子跟你没玩啊 夏清浅红着脸 关闭了那些香艳的图片 随即点开了 陈东手机里的直播软件 只见那直播软件上 陈东的名字 正如他说的那样 是一个冬瓜 还真不是你夏清浅有些失望 事实上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失望什么 难道他还真以为 那个能够随手拿出 三百万打赏的人 会是眼前这个 呆头呆脑的陈东吗 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清浅姐 手机可以还给我了吗 夏清浅将手机丢给了陈东 还不忘敲打道 记住 以后不许再看这些 乱七八糟的照片 这样对对你的身体不好 陈东一阵苦笑 这个女人 还真拿自己当变态了 对了清浅姐 现在修建学校的钱 已经筹到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动工呢 当然是越快越好 夏清浅想都没想 就脱口而出 他真是一秒钟都不想看到 顺子他们这些村里的孩子 在别人的屋檐下受委屈了 只不过 夏清浅有些为难 建学校这些东西 我也不太懂 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啊 陈东淡淡一笑 我倒是认识一个建筑老板 速度快 我还好 放心 学校建造的事 包在我身上就好了 随后 陈东便去了一旁 拨通了那位 基建狂魔杨老板的电话 陈总 您找我是有什么吩咐吗 电话刚一接通 杨老板乐呵呵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是这样啊 杨老板 我们村这边需要建一所学校 想找你来做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啊 陈总 实在不巧 我跟我的工程队 现在正在樱花国 给一个富商建别墅呢 谁骗你谁是孙子 我这实在是有些走不开啊 杨老板一脸歉意地说道 都跑樱花国去了 杨老板业务范围够广的呀 那行吧 我还想着让杨老板 你多赚个百八十万的好处费呢 既然杨老板抽不开身 那我就找别人好了 陈东说着就要挂掉电话 杨老板却是赶忙拦住 等会儿 陈总刚才说啥 好处费 百八十万 是啊 我这不想着上次杨老板的活 做得挺不赖 所以也想趁着这个机会 再让杨老板捞点好处嘛 不过 杨老板现在业务这么多 似乎也不差我这一点啊 那咱们就有机会再合作吧 杨老板再次拦住 别 先别挂 不是 那个啥 不知道陈总这边的学校 打算建成什么样的规模啊 就那种标准化学校啊 我打听过了 预算一般在一百五十万左右 建筑预算的话 应该只需要一百万 一般情况来说 这种规模的建筑 所需的时间 大概是半年左右 不过 我这边急着用 所以 我希望在绝对保证质量的情况下 工期能够稍微缩短一些 不知道陈总希望的工期 是多久呢 陈总想了想 到 最多半个月吧 噗 电话那头的杨老板 差点没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不是 陈总 你这也有点太狠了 别忘了 你们那里可是山区 光是建造材料都不好进 半个月想在你们村建一所学校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哦 陈东淡淡道 我可以加钱啊 陈总 这次你加钱也不好使啊 这真是弄不了 再说了 你能加多少啊 杨总好奇问 加一百万吧 不是 加一百加一百 他也不行啊 这根本就 一百五十万 不是 陈总 我知道你为人爽快 这次根本就不是钱不钱的事 这根本就违反自然定律啊 这 两百万 再多 我就只能把整个村子搬迁到城里去了 城郊 这活我接了 陈东 不是 杨老板 你不是说我们是山区 不好进建材吗 杨老板赶忙道 没事没事 我可以用旅车拉 或者找人背 再不行找直升机 空头也行啊 那你不是说 这违反自然规律了吗 杨老板一脸轻松 啥叫自然规律 牛顿都入土了 他还能从棺材里蹦出来 管这些事啊 可是 你不是说你 现在还在樱花国吗 你那边的工程咋办 杨老板砸吧砸吧嘴 陈总你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这些樱花国的活 那跟咱自己家的事能比吗 我给他们撂挑子 也不能耽误孩子们上学啊 陈总 您就放心把这活交给我吧 我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钱不钱的都好说 我呀 主要就是 想给家乡做贡献 陈东 你嘛 你还真是狗欠门帘子 全凭一张嘴啊 这都能让你给圆回来 还真他妈是个人才啊 行吧 那这学校的活 我就交给杨老板了 那时间后 我就等着验收成果了 好嘞 陈总您放心杨老板刚要说什么 却又察觉到了不对 不是 陈总您之前不是说的半个月吗 咋又成十天了 是啊 我说最多半个月啊 十天 没毛病啊 可是 没啥可是的 我相信杨老板的能力 我算是看出来了 杨老板 你就是鼠乳勾的 杨老板不明所以 怎么说 只要挤 还是有的 行了 没啥事我就先挂了 我等杨老板的好消息 说吧 陈东便直接挂了电话 只留下杨老板拿着电话 一脸猛逼 一开始就给自己下套 让自己把所有的借口 都给堵死了 现在可好 他就算是想找借口 也找不到了 狠 这位爷是真的很啊 关键是 这也给的太多 自己还没办法拒绝 此时 上千公里外的 樱花国某处工地 停下 都给老子停下 杨老板冲着面前 施工中的众人大喊 众人不明所以 老板 这干得好好的 咋要停呢 干屁的干 一群滑下的大老爷们 竟然给樱花国的人 盖房子 不嫌丢人啊 可是 这都干一半了 杨老板一脸的正气凛然 干一半咋了 这一半 老子送给他了 工钱老子也不要了 总行了吧 家里的孩子 都没地方上学了 你们竟然还跑出来 给这些外人建房子 你们不害臊 我都替你们骚得慌 那些工人们相视一眼 被杨老板 说得无地自容 不过随后 他们才忽然 反应了过来 不对啊 老板 这活儿 好像是你接的呀 杨老板 我 杨老板憋了半天 也没憋出个屁来 最后一巴掌 扇在自己脸上 废什么话 赶紧卷铺盖 跟老子回家 家乡需要我们 再晚 吃屎 都赶不上热乎了 挂了杨老板的电话 陈东便直奔 潘春梅家里而去 除了学校 陈东现在最关心的 便是服装厂的事 刚才潘春梅话 说了一半就走了 陈东自然是要 去问个清楚 春梅婶 从身后将陈东一把抱住 一时间 两股巨大而又充实的感觉 从陈东的后背传来 让陈东的心神 瞬间荡漾开来 春梅婶 你这是干啥 潘春梅紧紧抱着陈东 漂亮的脸蛋 贴在她的后背 傻东 我只知道 婶子比不上亲钱 我没她年轻 也没她漂亮 名声不好 还是个寡妇 可是 婶子啥都不要 也不求你能给个名分 更不求 你能放弃其他女人 独宠我一个 婶子 就只想当你的女人 这你都不能答应吗 说话间 潘春梅一双玉手 在陈东的胸口一阵游异 让人心痒难耐 这般前后夹击 让陈东浑身的血液 一瞬间沸腾了起来 潘春梅的身上 带着她这个年龄女人 该有的成熟 以及一个山村女人 压抑许久的野性 长相漂亮 身材完美的她 完全就是一个人间游物 让人无法抗拒 陈东好不容易 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从潘春梅那 丰满的怀中正拖出来 陈东岔开话题道 春梅婶 要不咱还是先说正事吧 你刚才不是说 要找我说服装厂的事吗 到底怎么说 看到陈东不为所动 还把话题引到别处 潘春梅顿时有些失望 原本春意正龙的翘脸 此刻也带着一丝沮丧 好吧 那咱就先说正事 服装厂的事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重新建造一个新厂的话 厂房选址 批文 建造 以及机器设备这些 都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跟金钱 最好的办法 就是先租赁厂房 我已经调查过了 隔壁卢华村的乔满仓 前两年开过一个服装厂 不过最近生意一直都不好 又是裁员 又是减薪的 听说 还有点想关门歇业的意思 我已经跟他们满仓服装厂的菜经理说好了 可以让他跟乔满仓说说 把厂房租赁给咱们 陈东不解 既然那乔满仓有关门的意思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厂子买下来 这样岂不是还省心点 潘春梅叹了口气 我当然知道买下来更省心 可那厂子让人看过了 想要整个买下来 至少也两百万 没关系 这个钱我可以出 陈东想都没想就说到 我当然知道 你能拿得出这个钱 可是婶子跟你非亲非故的 怎么好意思让你一下子 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持婶子 要不这样 你现在就要了婶子 让婶子做了你的女人 这样一来 婶子就能安心拿你的钱了 你觉得咋样 潘春梅说着 风马傲人的郊区 就要再次朝着陈东身上蹭了上来 陈东心中不禁一阵苦笑 这个女人 怎么绕了一圈 又绕到这上面来了 陈东实在是不敢给潘春梅 触碰自己的机会 他真是怕面对如此有物 他会把持不住 一个不小心 就擦枪走了火 那啥 服装厂的事 就先按婶子你说的办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陈东再也不敢久留 撒丫子赶忙跑出了院子 看着陈东离开的背影 潘春梅满脸忧怨 这个傻东 怎么每次都这样 从潘春梅家里跑出来后 陈东便开始想着 服装厂的事情 刨去一件学校花掉的那350万 陈东手里现在剩下的钱 其实刚好购买下满仓服装厂的 这个满仓服装厂 陈东之前也听说过 厂房跟机器当时都是新的 这才两年的时间 用起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而且 这满仓服装厂 说是属于卢花村 不过距离青山村 也猜不到十里路 将来村里的人 若是想到厂里工作赚钱 也是比较方便的 出于长远的方向考虑 陈东觉得 还是把这个厂子 买下来比较好 陈东再没有犹豫 立刻回家开上了电三轮 先去镇上银行取了点钱 然后便去了卢花村 卢花村的经济条件 要比青山村好了许多 一进卢花村 远远的就能看到一栋五层高楼 这便是乔满仓的家 乔满仓在这卢花村的地位 就跟董大勇在青山村差不多 都是一村首富的存在 乔满仓在吗 陈东敲门 没多久 一个顶着一头地中海 是秃顶的男人探出头来 不耐烦道 你谁啊 我是隔壁青山村的 想跟乔老板打听一下 你那服装厂的事 乔满仓上下打亮了陈东一番 面前的陈东 穿着一身破旧迷彩服 脚下是一双发白的回力鞋 就这副穷酸样子 还敢打听服装厂的事 玩儿呢 想应聘去厂里问去 老子没那闲工夫 乔满仓说着 就急着关门 先等一下 还想干啥 没完了是吧 乔满仓回头就要骂人 可当他看到陈东手上化肥袋子里 装着的红彤彤的钞票时 顿时愣住了 怎么样 现在乔老板得闲了吗 陈东笑容玩味 两分钟后 陈东便被乔满仓 笑脸盈盈地请进了家里 刚一进门 陈东就闻到一股蜡烛燃烧的味道 只见客厅的地板上 又是蜡烛 又是项圈 又是仙女棒的 一旁的沙发上 还躺着一个穿着治安服 手里拿着跟小皮鞭的女人 陈东呵呵一笑 玩味道 看不出来 乔老板玩得够高雅的呀 乔满仓老脸一红 尴尬道 不好意思 让陈老板见笑了 哈哈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先上楼去 乔满仓冲那女人吼道 那女人看了眼陈东 又看了眼乔满仓 啥意思啊 家人啊 那可得另外加钱啊 乔满仓气得不行 我家你妈 没看到老子有客人要招待吗 先滚楼上去 你拿鞭子抽我的事 等会儿 老子再给你算账 好事被人打断 女人轻哼一声 扭着火爆的身姿 便不满地上了楼 哈哈 陈老板 现在咱能聊正事了 你刚才说要打听服装厂的事 看陈老板这意思 是想把我这厂子 直接买下来是吗 乔满仓笑道 陈东点头 靠在沙发上 淡淡道 没错 正有此意 厂房加上所有设备 乔老板开个架吧 乔满仓眼前一亮 看对方这架势 明显是不差钱啊 是这样啊 陈老板 这个服装厂 可是我的心血 我对这服装厂的感情 那就跟亲儿子一样 本来我这还 等着带着全厂的人大干一场 一年进军省城 三年融资 五年之内上市的 不过呢 既然陈老板话都说出来了 我也不好搏了陈老板的面子 本来这厂子 我是打算卖五百万的 不过看在大家都是 一个阵子的 我就忍痛割肉了 一口价 三百万 亏的钱 就当我花钱交陈老板 这个朋友了 你看咋样 陈东差点没扑吃一声笑出来 潘春梅跟他说 这厂子支两百万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点高估了 没想到这桥满仓上来 就跟自己要价三百万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少赚两百万 交我这个朋友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 乔老板要不这样吧 我先等等 等你厂子五年后上了市 我到时候再买您的股票得了 行了 乔老板继续挨鞭子吧 我就先撤了 说吧 陈东二话不说 起身就走 几百万的厂子 还尼玛想上市 你咋不上天呢 感受到菜有福目光中的炽热 潘春梅心中一阵反感 还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些男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好色 还是傻东比较好 即便自己 在他面前不穿衣服 也能让自己有安全感 蔡经理 既然你也知道 我已经不是那些小丫头骗子了 那咱们也就不用聊 这些无关紧要的了吧 我今天来这里 是想跟蔡经理谈一下 关于厂房租赁的事情 不知道蔡经理 跟乔厂长商量的如何了 潘春梅用手挡在身前 声音明显有些轻旺 眼前那傲人的风景被遮挡 蔡有福这才从 刚才的沉浸幻想中反应过来 她尴尬一笑 啊 这个厂房租赁的事情 其实都不用跟乔厂长商量 我就能做决定啊 真的吗 潘春梅大喜 当然 蔡有福信誓旦旦道 我们厂长已经把这里 圈圈交给我来打理了 只要我一句话 现在就能把厂房租给你 那太好了 不知道咱们这里 一年的租金大概是多少 潘春梅问 大概二十万吧 什么 二十万 潘春梅瞪大的眼睛 这这也太多了吧 这整个服装厂 价值也才两百万而已 一年的租金就要二十万 这也太夸张了 多吗 我看也还可以吧 毕竟十里八村 像这里这么大的厂房 也就只有我们一家了 最近想租我们这里的人 可不止你一个呢 潘春梅也不傻 这个服装厂都快破产了 哪里还会有什么其他人租 这个蔡有福 分明就是故意为难自己 可潘春梅也没什么办法 毕竟 这厂房现在给不给租 全凭蔡有福一个人说了算 蔡经理 二十万的价格 确实有点太高了 您看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潘春眉面带笑意地问 蔡有福眉头一挑 看来潘小姐是真心想租了 那是当然 要不然 我也不会这么大老远 专门跑过来一趟 行吧 看在潘小姐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那我就给潘小姐打个折 一年十万的租金 你看怎么样 潘春梅大喜 这么大的厂房 一年十万的租金 也并不算太多 这才是正常的价格 可以 那我就多谢蔡经理了 潘春梅满口感谢 蔡有福却是呵呵一笑 光嘴上一句感谢 这是不是太少了点啊 这一年少 让你拿十万的租金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难道潘小姐就一点表示 都没有吗 潘春梅愣了下 随即反应过来 我明白了 这样吧 我每年 可以多给蔡经理一万块钱的回扣 这样总想了吧 蔡有福嘿嘿一笑 回扣自然是不能少的 不过除了回扣之外 潘小姐难道就没有 其他的什么奖励吗 蔡有福说着 目光饶有意味地 看向潘春梅那傲人的身前 显然是一由所指 潘春梅顿时羞愤无比 这个蔡有福索要回扣不说 竟然还想占自己便宜 还真是无耻至极 蔡经理 请你放尊重点 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这厂房 你想租我就租 不想租就算了 告辞 潘春梅说完 怒气冲冲地就要离开 蔡有福却是不依不饶 赶忙起身 拦住了潘春梅的去路 潘小姐别生气啊 其实我也没想怎么样 你要是不想跟我那什么的话 咱还可以商量 大不了 咱不到最后一步 只要你让我占点便宜就行 就随便玩玩 一年就能给你省十万块的租金 这个交易很划算吧 蔡有福目光贪婪地盯着潘春梅的身前 一副欲罢不能的样子 潘春梅彻底被蔡有福 这副无耻的样子给恶心到了 他理都没理 直接就要走 蔡有福却仍跟一条赖皮狗一样的 拦着潘春梅的路 不肯让开 潘小姐 别走啊 玩玩呗 又不会死人 说话间 蔡有福竟然还朝着潘春梅 做出了一副极为下流的动作 潘春梅羞愤不已 正当这时 我欺你大爷的 要玩找你妈玩去 砰的一脚 蔡有福直接被向前踹趴了出去 一头栽在了麻将桌上 差点没摔个狗吃屎 刚刚潘春梅 准备把钱给他 没见到人 便想着他肯定是来这服装厂了 潘春梅不放心 所以立刻就赶过来了 也幸亏他赶来了 要不然这个赖皮狗蔡有福 还不知道要对潘春梅 做出什么事呢 傻东 潘春梅看着门口的陈东 顿时喜极而起 陈东看着面前 这个眼角带泪的女人 却是不由得有些心疼 这个女人孤苦伶仃一个人 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无依无靠的 偏偏她还生得这般漂亮 美人 总有一些无耻男人 想要欺负于她 仔细想想 这个女人还真是够可怜的 蔡有福好不容易爬起来 顿时暴怒不已 草 你谁啊 敢打我 我吗 陈东眼神阴冷 我是她一个村子的 看不惯你欺负她 就打你了 你咬我呀 你 蔡有福气地吹胡子瞪眼 随即冷笑一声 我明白了 你这么护着她 肯定是她想好的吧 怪不得她一个小寡妇 整天也不想男人 原来是早就有拼头 给你解渴了呀 啪 蔡有福话刚说完 陈东一巴掌 就扇在了她的脸上 再敢胡说一句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陈东面目猙獰 双眼之中蹦射杀气 蔡有福哪见过 这么吓人的眼神 一时吓得缩起了脖子 不敢吭声 潘春梅拉拉拉陈东 傻东 算了 跟这种人生气犯不着 咱回家 说吧 潘春梅拽着陈东 就往外走 身后的蔡有福叫嚣道 姓潘的 我告诉你 咱这两子算是结了 老子说了算 这厂房 你永远也别想租 陈东轻哼 回身道 你说了算 行 我倒是要看看 明天这个时候 你还能不能说了算 走出满仓服装场 陈东开着三轮车 带着潘春梅便扬长而去 这一路上 潘春梅抱着陈东的手臂 投靠在陈东的肩膀上 她的嘴角 却是止不住的笑意 一想到刚才 陈东为了自己怒吼 那蔡有福的样子 潘春梅就觉得 前所未有的幸福 这种有男人保护 有男人踢自己出头的感觉 真好 对于潘春梅此刻 这般轻易的举动 陈东也并没有制止 这里是卢花村 还在相间的路上 没几个人 也不怕会被人看到 这个女人才刚刚受了委屈 能借着自己的肩膀 安慰她一下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只是潘春梅抱着自己的手臂 她那身前巨大的风满贴在身上 着实让陈东有些难熬 傻东 沈子谢谢你 潘春梅忽然开口 哦 没没事 陈东赶忙将思绪 从那种心愿一马中抽回 嘱咐道 不过沈子 以后还是不要一个人 跟这种人接触了 对你来说太不安全了 嗯 沈子知道了 潘春梅在陈东的肩头 点头呢喃道 像是一个听话的小女朋友 随后 潘春梅却是又想到了什么 担心道 不过现在 咱们算是把那个蔡友福得罪死了 这租厂房的事 只怕是彻底没戏了呀 陈东倾笑一声 这个你大可放心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不太赞同租赁厂房 要干 就干个彻底 这厂子 我随后就买了 送给沈子 看到陈东这副豪情万丈的样子 潘春梅的心情更加激动起来 要是这个有能力能扛事的男人 能是自己的 那该有多好啊 傻东 沈子谢谢你 说着潘春梅起身 也顾不得陈东还在骑车 一把将陈东的头抱在怀中 一时间 陈东只感觉自己的眼前 被巨大的充实所占据 这种感觉 实在是让人血脉喷胀 把潘春梅送回家后 陈东便开始琢磨起了服装厂的事情 刨去一间学校花掉的那350万 他手里现在剩下的钱 其实刚好购买下满仓服装厂的 这个满仓服装厂陈东之前也听说过 厂房跟机器当时都是新的 这才两年的时间 用起来肯定没什么问题 而且 这满仓服装厂 说是属于如花村 不过距离青山村也猜不到十里路 将来村里的人 若是想到厂里工作赚钱 也是比较方便的 也是基于这方面的长远考虑 陈东觉得 还是把这个厂子买下来比较好 再没有犹豫 陈东开上了电三轮 先去镇上银行取了点钱 然后便去了卢华村 卢华村的经济条件 要比青山村好了许多 一进卢华村 远远的就能看到一栋五层高楼 这便是乔满仓的家 乔满仓在这卢华村的地位 就跟董大勇在青山村差不多 都是一村首富的存在 乔满仓乔老板在吗 陈东敲门 没多久 一个顶着一头地中海 是秃顶的男人探出头来 不耐烦道 你谁啊 我是隔壁青山村的 想跟乔老板打听一下 你那服装厂的事 乔满仓上下打量了陈东一番 面前的陈东 穿着一身破旧迷彩服 脚下是一双发白的回力鞋 就这副穷酸样子 还敢打听服装厂的事 玩呢 想应聘去厂里问去 老子没那闲工夫 乔满仓说着就急着关门 先等一下 还想干啥 没完了是吧 乔满仓回头就要骂人 可当他看到陈东手上化肥袋子里 装着的红彤彤的钞票时 顿时愣住了 怎么样 现在乔老板得闲了吗 陈东笑容完位 两分钟后 陈东便被乔满仓 笑脸盈盈地请进了家里 刚一进门 陈东就闻到一股蜡烛燃烧的味道 只见客厅的地板上 又是蜡烛 又是项圈 又是仙女棒的 一旁的沙发上 还躺着一个穿着治安服 手里拿着跟小皮鞭的女人 陈东呵呵一笑 玩位道 看不出来 乔老板玩得够高雅的呀 乔满仓老脸一红 尴尬道 不好意思 让陈老板见笑了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先上楼等着去 乔满仓冲那女人吼道 那女人看了眼陈东 又看了眼乔满仓 啥意思啊 家人啊 那可得另外加钱啊 乔满仓气得不行 我家你妈 没看到老子有客人要招待吗 先滚楼上去 你拿鞭子抽我的事 等会儿 老子再给你算账 好事被人打断 女人轻哼一声 扭着火爆的身姿 便布满地上了楼 哈哈 陈老板 现在咱能聊正事了 你刚才说 要打听服装厂的事 看陈老板这意思 是想把我这厂子 直接买下来是吗 乔满仓笑道 陈东点头 靠在沙发上 淡淡道 没错 正有此意 厂房加上所有设备 乔老板开个架吧 乔满仓眼前一亮 看对方这架势 明显是不差钱啊 是这样啊 陈老板 这个服装厂 可是我的心血 我对这服装厂的感情 那就跟亲儿子一样 本来我这还 等着带着全厂的人 大干一场 一年进军省城 三年融资 五年之内上市的 不过呢 既然陈老板话都说出来了 我也不好搏了 陈老板的面子 本来这厂子 我是打算卖五百万的 不过看在大家 都是一个阵子的 亏的钱 就当我花钱 交陈老板这个朋友了 你看咋样 陈东差点没扑吃一声笑出来 潘春梅跟他说 这厂子值两百万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点高估了 没想到这乔满仓上来 就跟自己要价三百万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少赚两百万 交我这个朋友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 乔老板要不这样吧 我先等等 等你厂子五年后上了市 我 时候再买您的股票得了 行了 乔老板继续挨鞭子吧 我就先撤了 说吧 陈东二话不说 起身就走 几百万的厂子 还尼玛想上市 你咋不上天呢 眼看着陈东要走 乔满仓顿时坐不住了 事实上 他最近早就被厂子的事情 搞得焦头烂额 当初 他投资这个厂子的时候 的确是想干一番事业的 结果没想到 因为经营不善 整个厂子 一直都是处于亏钱的状态 眼看就要 把底库都给赔进去了 厂子之所以还能开到现在 完全就是乔满仓 不断地往里面砸钱死扛 要不然卖都卖不出好价钱 不过扛到现在 乔满仓也已经扛不动了 就想着 赶紧把这厂子卖出去 尽早止损 然而 他找了那么多熟人 也没有一个看得上他厂子的 毕竟 这厂子远在山沟子里 方方面面都不太方便 最扯淡的是 连一些最基本的订单人卖都没有 就算把厂子接下来 也就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 做生意的都不傻 自然没人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厂子停又不能停 卖又卖不出去 这些天乔满仓那叫一个头两个大 也就只能天天拉着美女抽他鞭子 来发泄情绪了 本以为这个青山村突然报复的傻子 应该没那么多心眼 想着能很敲一笔的 结果没想到 这小子也是滑得流油 陈老板先别急着走啊 咱这开门做生意 价钱什么的都好说啊 眼看着好不容易上门的买家就要泡汤 乔满仓赶忙上前拦住 这样吧 陈老板您开个价 差不多我就慢 陈东想了想到 150万吧 多一个字 我都不会出 啥 150万 乔满仓一脸苦涩 一口气砍下去一半 这乃是砍价啊 砍头的都没这么狠啊 陈老板 你可知道 当初就这个厂子 我光是跑官行动批文 又是建厂买设备的 前前后后光成本就花了200万啊 乔满仓这倒是没说瞎话 当初他这厂子的本钱 200万绝对只少不多 而且 我这厂子开到现在 积累了大量人脉 只要接手就能赚大钱 你这150万 也少得太没边了吧 赚钱 陈东轻哼一声 乔老板 这是真拿我当傻子了 这厂子要是能赚钱 你还会卖吗 这厂子从开厂到现在 你赔进去多少 心里没说 接盘都找不到人的东西 你还想回本 想啥呢 陈东三言两语 戳得乔满仓心窝子疼 乔满仓现在才知道 这哪是什么傻子 这可比正常人精明多了 看来陈老板是有备而来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瞒您了 您说的没错 我这厂子经营 确实出了点问题 不过 你这给的也太少了点啊 要不这样吧 咱俩个退一步 250万 你看怎么样 陈东倾笑一声 我是诚意来的 没想到乔老板 是拿我当铠子掉啊 既然如此 我看也没什么好聊了 告辞 陈东做事要走 乔满仓赶忙拦住 别啊 陈老板 我没耍你的意思啊 你好歹再加点啊 陈东面色坚决 我说过了 150万 一个字 我都不会多透 可是150万真的太少了啊 乔满仓想了想 这样吧 220 不 200万 你好歹让我回个本 这样总想了吧 陈东轻哼 都这个时候了 乔老板还想着回本啊 那行 那还是等乔老板 卖设备的时候 我收您废铁 帮您回本吧 陈东推开乔满仓 直接走出了门 骑上三轮车要走 却又被乔满仓 抓住把手 不肯松手 别啊 陈老板 这样吧 我也不回本了 190万 我亏个十几万 这样总想了吧 陈东里都没理 发动车子就要走 乔满仓急得满头大汗 不是 你好歹加点啊 190不行 180 再不计170也行啊 乔满仓话刚说完 手就被陈东一把握住 行 那就按乔老板说的 170就170吧 我认亏20 全当交乔老板这个朋友了 钱都在这里了 正够 要不你点点 陈东说着 从化肥袋里 拿出了30捆钞票 然后将剩下的 扔到了乔满仓面前 乔满仓 看着陈东这一系列操作 乔满仓都梦了 不是 你这拿出来30万 是啥意思啊 你好歹也背着点人啊 就这么当着我的面数 出来30万 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的心理价位是200万 还是咋的 尼玛 伤害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乔满仓恨不得 扇自己俩耳光 30万 就这样亏进去了 乔满仓恨不得立刻反悔 可他很清楚 这种事 就是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再想收回 也不可能了 最后 乔满仓只能打碎了 牙往肚子里咽 陈老板 你可真是人意啊 乔满仓咬牙 说出最后两个字 眼泪都快出来了 看着乔满仓 这副有苦说不出的样子 陈东的心中一阵得意 没错 一开始他的心理价位 的确就是200万 可他也没想到 这个乔满仓 如此宅心人厚啊 回去之后 陈东第一时间 便把厂子收购的事情 告诉给了潘春梅 潘春梅听到这个好消息 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 潘春梅便跟陈东 一起去了满仓服装厂 刚一进门 便与正要带人出门的 蔡友福走了个碰头 蔡友福昨天晚上 就接到了乔满仓的电话 一大早 蔡友福就让人 把厂子里里外外 打扫得干干净净 准备好好跪舔一波 这位新厂长 没想到一出门 就碰到了陈东跟潘春梅 蔡友福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你们又来这里干什么 我知道了 你们过来 肯定又是为了租厂房的事吧 我告诉你 有老子在 你们别想 再打租厂房的主意了 除非蔡友福一双色眯眯的眼睛 又在潘春梅的身上 肆无忌惮地打亮了起来 意思已经很明显 看 我让你看得够 还没等蔡友福笑得出来 陈东抓起一把沙子 直接泼了过去 一时间 蔡友福满眼的沙子 眼睛都睁不开 啊 我的眼睛 蔡友福疼得嗷嗷直叫 经理 我这有水 一个小岭班 赶忙把水杯递了过去 蔡友福刚洗了一下 就疼得跳了起来 啊 这他妈是开水 你他妈想烫死我啊 蔡友福摸虾 连滚带爬地跑进了洗手间 看到蔡友福被收拾得这么惨 潘春眉眼嘴笑了起来 好一会儿 满眼通红的蔡友福 才气急败坏地 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 小畜生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今天还有要事处理 不跟你一般见识 等老子处理完了事情 再找你算账 蔡友福说完 就要带人去大门口 身后却是传来了 陈东悠悠然的声音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现在是准备欢迎新厂长吧 蔡友福愣了下 你怎么知道 陈东淡淡一笑 很简单 因为这个厂子 已经被我买下来了 我就是新厂长 你是新厂长 蔡友福愣了下 随即吃笑出声 就你这副穷酸样子 也敢说自己是新厂长 你要是新厂长 我就是新厂长他爹 哈哈 那几个小领班 也都是跟着轰笑起来 蔡友福昨天就已经打听过了 眼前这个潘春梅的拼头 就是青山村里 一个普普通通的傻子 一个傻子 也敢说 自己买得起几百万的厂子 是什么新厂长 这不是扯的吗 潘春梅冷笑一声 蔡友福 我劝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等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 蔡友福一脸不羡 还想让我哭 租不到厂房 我看该哭的人是你们吧 哈哈 行了 老子还有正事要忙 没工夫跟你们在这下白话 你们给老子哪凉快哪呆着去 说吧 蔡友福还不忘对那几个狗腿子 领班下令 你们还愣着干嘛 把这俩人丢轰走 别耽误了新厂长上任 好的 经理 几个领班做事就要改人 这时 一声怒喝陡然响起 蔡友福 你们干嘛呢 一辆本田雅阁 停在厂门口 乔满仓怒气冲冲地走了下来 蔡友福赶忙笑脸相迎 乔厂长 我这不是等着欢迎新厂长上任吗 结果这俩穷鬼 竟然跑到这里来捣乱 您放心 我现在就让人 把这俩不开眼地赶出去 啪 蔡友福话还没说完 乔满仓一巴掌 直接抽在了他的脸上 连新厂长都敢撵 我看你才是瞎了狗眼 啥 新新厂长 蔡友福傻眼 不只是蔡友福 身后那几个狗腿领班 还有厂子里那几十号工人 很不起眼的年轻人 还真是他们的新厂长啊 陈东看着蔡友福 笑容细血 你刚才说 你是谁的爹啊 蔡友福下的赶忙攻身道歉 爹 您是我爹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厂长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陈东轻横 还是算了吧 我可没你这么不争气的儿子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还有你们 陈东看向一旁那几个狗腿领班 冷声道 你们也可以卷布盖走人了 我这里不养闲人 这一下 蔡友福他们顿时急了 说实话 他们这些人 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没能力 也就只是仗着会巴结乔满仓 才能在这场子里 混了个一官半职的 陈东现在 把他们开除 这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计啊 妈的 真以为自己有俩臭钱 就能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了 就是 你别忘了 你这场子 可是建在我们卢华村的地头上 你敢开除我们 你他妈开一个试试 蔡友福跟那几个狗腿跟班 疯狂地叫嚣起来 乔满仓此时也不敢帮枪了 蔡友福他们几个在卢华村里 也是出了名的刺头 也正因为如此 乔满仓才让他们来帮忙管理厂子 现在蔡友福他们真翻起脸来 乔满仓也有些按不住 陈东看着乔满仓他们这副样子 却是冷笑一声 还想威胁我啊 行啊 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我现在再说一遍 你们被开除了 不仅被开除 你们这个月的工资 我也不会给你们半分钱 有种 咬我呀 卧槽 蔡友福他们气得直跳脚 小子 这可是你自找的 兄弟们 他断了咱们财路 咱也别让他好过 揍他 蔡友福一声令下 几个狗腿领班 同时便朝陈东冲了上来 陈东眼神一眯 直接迎了上去 一脚踹出 最前面一个领班 直接被踹飞了出去 接着 两掌同时抓出 将另外两个领班 像小鸡仔一般提了起来 嗖嗖两声 这两个领班直接飞出 重重地 砸在最初那个领班的身上 三个人顿时跟蝶罗汉一样 压在了一起 看上去很是滑稽 蔡友福吓了一跳 没想到青山村的这个傻子 竟然这么能打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陈东一拳 已经毫不客气地迎面砸来 咔嚓 蔡友福的鼻梁当即断裂 血流如注 一旁的桥满舱 还有那些工人们 都是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位新厂长的手段 还真是够狠的呀 怎么样 现在还想威胁我吗 蔡友福捂着鼻子 跪在了地上 不不敢了 啪 陈东一巴掌 狠狠地扇在蔡友福的头上 声音大点 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啊 蔡友福赶忙抬高了嗓门 大哥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陈东看向那几个狗腿领班 你们呢 几个狗腿领班 也赶忙跪在地上 我们也不敢了 陈东面色阴冷 记住 以后遇到记得绕远点 要不然 老子见你们一次 打你们一次 记记住了蔡友福他们几个 点头如捣算 滚 蔡友福他们如蒙大射 赶忙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场子 看着蔡友福他们狼狈的背影 陈东嘴角冷笑 对付这些无赖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够狠 只要让他们怕了自己 他们才不敢再在自己面前造刺 一旁的潘春梅 亲眼目睹了陈东彪悍的手段 一双美眸里满是崇拜 傻东 你真是太帅了 婶子怎么没早点遇见你啊 潘春梅现在 真是万分惋惜 这么好的男人 他要是能早点遇到 只怕老早就把自己的身子交给对方了 这么好的男人 哪个女生能不喜欢啊 别说是潘春梅 就连乔满仓此刻对于陈东的看法 也已经大为不同 他乔满仓虽然没多大本事 可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 就眼前这个陈东 绝对不是普通村民的样子 就这十里八乡的小山村 庙太小 根本就容不下这条真龙 用不了多久 这个陈东 绝对是要到大地方兴风作浪的 乔满仓心中已经做好决定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报警这位爷爷的大腿才行 等到对方得到之日 便是他这种鸡犬升天之时啊 接下来 陈东便把服装厂的事情全权交给潘春梅来负责 陈东相信 以潘春梅的能力 管理好这样一个厂子 绝对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 当天 满仓服装厂便更名为春梅服装厂 潘春梅原本是想要以陈东的名字来命名的 不过被陈东给拒绝了 因为这个厂子 陈东原本就说好了 是替潘春梅开的 而且 陈东在村子里 也不想那么高调 在外人眼里 他最希望的是 自己跟这个厂子 没有一丁点关系 要不然 只怕又有好事者会编排他跟潘春梅的事情了 这样对潘春梅的名声会不太好 安排好了服装厂这边的事情后 陈东便直接回了青山村 昨天下午 杨老板就已经带着他的施工队伍 从樱花国那边直接杀了回来 而且已经开始往村子里尽料了 今天便是正式开工的日子 青山村要建学校 而且要建的还是那种标准化的新校舍 别说是青山村 就算是在十里八乡来说 这都是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 毕竟 青山村可是十里八乡最穷的村子了 连他们都建得起学校 这怎么看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大早 整个青山村的人都跑到了新学校工地那里去看热闹 甚至也好多外村的人也都过来了 整个现场可谓是人山人海 好不热闹 村长刘洪伟带着村部的人也赶了过来 一个个也都是喜笑颜开 要知道 村子里建学校 这对于刘洪伟来说 那绝对是正极一见 这对于他日后往上爬 是有着极大好处的 清潜 你可真是我们青山村的大功臣啊 我代表村部 代表村里的老少爷们谢谢你 刘洪伟激动无比 昨天晚上还专门让人做了朵大红花 还有荣誉村民的证书 双手交到了夏清潜的手上 周围的村民们也都是高兴的鼓起掌来 他们也都已经听说了 这次村子里能建得起学校 全都是夏清潜在直播间里找好新人筹钱的结果 对于村子里 那些有孩子需要上学的人来说 夏清潜简直就是他们的大恩人 夏清潜接过刘洪伟递来的大红花跟荣誉证书 却是说道 多谢村长还有大家的好意 不过 学校的事 我其实也并没有帮太多忙 我觉得 大家要真想感谢 就应该谢谢那位 给我们捐款的 名叫东虫夏草的网友才对 没错 真是应该感谢这个好新人才对 村民们纷纷表示赞同 对了 这个东虫夏草到底是什么人 他这名叫什么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夏清潜苦笑摇头 事实上 昨天夏清潜还专门给东虫夏草留 言 告诉他 学校即将举行开工大典的事 希望他能前来参加 不过却被拒绝了 理由是 他这个人比较低调 不喜欢招摇 这样的回答 着实让夏清潜从心底感到钦佩 像是这种有钱 有爱心 做了好事还不留名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越是如此 夏清潜的心中 就越发地好奇起来 他多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能够一睹 这位东虫夏草的真容 这时 杨老板满脸善笑地凑到跟前 夏小姐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咱现在就赶紧动工吧 也不怪杨老板这么着急 他可是答应了 沉冬十天之内就把学校建好的 一秒钟也耽误不点 夏清潜笑着点头 好 那就麻烦杨老板了 可以开工了 杨老板大喜 大手一挥 冲着那些工人们 扯嗓子大喊了一声 开工 哄咙咙 挖掘机 推土机等机器立刻发动 直接就要入场 所有人都沉浸在喜庆之中 顺子他们那些孩子们 此刻都是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一想到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在家门口上学 也不用再去看绿水村那些人的脸色 他们就无比兴奋 可就在这时 都给我停下 我看谁敢在我们青山村动土 花音刚落 一个脸上布满坑蛙 穿着邋遢的男人 冲破人群 挡在了那些机器跟前 气势正凶的挖掘机推土机 只能停了下来 众人顿时不跃起来 这个张麻子 是青山村里出了名的懒汉 赖皮狗 平时什么都不干 晚上吃喝嫖赌 白天睡大觉 村子里的人没几个不嫌弃他的 好在这家伙 最多也就是这些不良事后 也没给村里人惹麻烦 村里人也就懒得搭理他 却没想 今天竟然跑到这里来捣乱 刘洪伟脸色也是搭了下来 张麻子 你想干啥 没看见 我们这正施工的吗 捣什么乱 捣乱 张麻子轻哼一声 我这哪是捣乱 我这可是 给咱们青山村立功吗 立功 众人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刘洪伟一脸的不耐烦 立个屁的功 你立掉都费劲 赶紧给老子让开 别耽误了学校施工 张麻子顿时不服气了 村长 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 觉得我没什么能耐 不过这次 你们也都要听我的 这学校 绝对不能建 因为在咱们村子里建学校 那是要坏了咱们村老祖宗风水的 什么 坏风水 众人顿时炸开了锅 这些村民们 虽然对风水支支慎手 可他们却也知道 风水这种东西 对于一个地方来说 那就是命 一旦坏了风水 那可就是大事 事关子孙的大事 刘洪伟嗤之以鼻 草 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吗 就你个小学都没上完的文盲 连自己名字都没写清楚的吧 还跟我聊什么风水 你聊个屁聊 告诉你 少在这里给我找事 要不然 我现在就让人把你扔河里去 这么大的政绩 眼看就要到手 刘洪伟自然不会允许 坏在张麻子这种破落户手里 几个村部的人 做事就要上去把张麻子架走 张麻子却是咧嘴一笑 得意到 刘村长你说的没错 我这鸟样子 当然不懂风水 可有人懂啊 贾大师 请开金口吧 话音落罢 一个身穿水火道袍 脚踩五方千层鞋的老头 一甩浮沉 先锋道骨地走了出来 不得不说 眼前这个老头的脉象 还是很不错的 一副先锋道骨出世绝尘的气质 再配上那一副傲然辟腻的气质 顿时就把众人给唬住了 连刘洪伟 也是一时有些拿不准底子 不敢轻举妄动 你你谁啊 张麻子一脸得意地道 这位是贾大师 人称贾半仙 在县城里 那可是出了名的大人物 就连咱们怀城的一把 大领导们 每逢盖楼乔迁什么的 都是要找贾大师 先算上一挂呢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顿时议论纷纷 惊叹不已 毕竟 连堂堂县令都要找他看风水 这位贾大师 绝对不是一般人 刘洪伟也是有些怯得慌 眼前这个贾大师 要真是跟县令都认识 那可就不是他能轻易得罪的了 那个 这位贾大师 您说在村子里建学校 会坏了村子的风水 不知道这从何说起啊 刘洪伟态度千功地道 唯恐得罪了这位县令红人 贾大师轻了轻嗓子 傲然道 频道也是云游至此 偶然看到贵村在修建学校 本不想多管闲事 可实在不忍心看到贵村百姓 因为这般愚昧的行为遭殃 所以才不得不开口的 这位张麻子先生说的没错 若是在你们村子 新建学校的话 的确是会坏掉你们村的风水 会给你们村招来灾祸 而且 还是灭顶之灾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无不都是惊骇不已 夏清浅看不下去了 怒斥道 你胡说 我们建造学校 是在给村民们做贡献 是给孩子们行方便 怎么就能招来灾祸呢 我看你就是信口开河 张麻子顿时大吼起来 小丫头 你不懂就别乱说 贾大师 他是什么人啊 那可是连县令 连淮城里的那些富商们 都要巴结的存在 他怎么会信口开河呢 再说了 贾大师他一不收钱 二不所会的 有必要大老远 跑到咱这穷山沟里骗人吗 这下清浅一时 也想不出个缘由来 那些村民们也觉得 张麻子的话 似乎有些道理 这贾大师既然什么都不图 那似乎也没必要骗他们了 毕竟 骗了他们 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 清浅 不许对贾大师无礼 先听贾大师把话说完 刘洪伟也不敢怠慢 倒是埋怨起下清浅来了 夏清浅 只得闭嘴不再说话 年轻人不懂没关系 可要对老祖宗的东西 有敬畏之心 要不然 到最后 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故作高深地训斥了下清浅一番后 贾大师便指着四周的山岭 接着说道 其实我一来到这里就看出来了 你们这个村子 有山有水 左有青龙 右有白虎 后有靠山 前有暗山名堂 不仅如此 村子前方还有绿水流过 水流曲折 此乃藏风俱气 富贵无比的风水宝地之状啊 这样的风水宝地 乃是我平生警戒 不出所料的话 贵村百年之内必出真龙啊 出真龙 现场众人听了贾大师的分析 一个个都是惊叉不已 要是村子里真能出一条真龙的话 那对于整个村子来说 都绝对是天大的好事啊 而且 村子里就这么人 谁说得准 出的那条真龙 不会是自己家的后世子孙呢 一时间 众人都是兴奋无比 喜行于色 可这时 却听贾大师又接着说道 只可惜 就因为你们现在要建学校 这偌大的风水宝地 眼看就要被毁啊 刘洪伟盲问 这个怎么说 贾大师指着周围道 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 你们这整个村子 乃是一只玄规之状吗 玄规 刘洪伟还有众人纷纷挠头 有些听不懂 贾大师却是自顾自地说道 你们村子行若玄规 村前直达绿水长河 此乃玄规入海 于焦化龙之兆 可是你们现在却要在村子上建造学校 学校之中汇聚童子血气 血气属火 房屋属精 这就如同是在玄规背上 钉了一根钉子 然后又以烈焰炙烤一般 如此一来 这风水宝地就变成了炼狱之局 别说是出真龙了 照这样下去 只怕你们这里不出十年 便要实不存一 全村封门了 实不存一 全村封门 众人骇然 贾大师这一套言论引经据点 有鼻子有眼的 这些村民们一个个都是不明觉厉 一想到整个村子十年内 就可能会实不存一 全村绝户 众人就惊出了一身身的冷汗 就连身为村长的刘洪伟 也是被贾大师这一番论调 给吓得不轻 贾大师 那依你之见 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贾大师捋了捋下巴上的胡须 傲然道 很简单 那就是立刻停工 不要再继续破坏这弱大的宝地风水了 如若不然 你们青山村 就等着遭受灭顶之灾吧 此话一出 刘洪伟彻底愣住了 他原本还想靠着建造学校 来给自己增添一点政绩的 可做梦都没想到 竟然会出了这档子事 正当刘洪伟犹豫不绝时 村里的几个老人 面色铁青地站了出来 村长 贾大师的话 你都听到了吧 依我看 这学校还是别建了 没错 学校建得再好 也没有全村人的性命重要啊 就是 不能坏了风水 这学校 绝对不能建 在这几个老人的带领下 村子里不少人 也纷纷站出来 反对建造学校 一时间 整个施工现场 费反迎天 乱成了一锅粥 看着眼前这些村民 站出来反对 贾大师张麻子相视一眼 嘴角都是 泛起一抹笑意 同样跟他们一样得意的 还有人群中的一个身影 今天的这一切 正是人群中的这个人 一手策划的 这贾大师跟张麻子 也都是被他喊来演戏的 之所以这样做 自然是有着他的目的 那身影朝张麻子使了个眼色 张麻子立刻会议 叫嚣道 村长 你都听到了吧 这可都是民意啊 民意不可为 我看这学校 咱还是别建了 还有那一百多万的工程款 与其拿来破坏风水 我看还不如大家伙挨家挨户分了 那才是真的造福百姓啊 张麻子最后这句话 完全是不怀好意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这话一出口 却还真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毕竟 一百多万 这分到每家每户 也不少钱了 自然是引得一些贪财之人眼红 只有张沈他们这些 有孩子需要上学的村民 极力反对张麻子这样做 在他们看来 不管分给他们多少钱 都没有让自家孩子 上个好学校墙 下清钱也是极力反对 不行 这些钱是东重下草捐 给我们建学校的 绝对不能分 张麻子嗤之以鼻 你说不能分就不能分啊 这钱是捐给咱们青山村的 又不是捐给你的 你个小丫头骗子 说了算个屁啊 再说了 那什么东重下草那种有钱人 捐钱不就是想落个好名声吗 现在咱们全村人都感谢他 他好名声也落到的 他还能管得着 这钱咱们要怎么花吗 他算老几啊他 张麻子完全就是个泼皮无赖 简直毫不讲理 那几个主张分钱的人 却也不管那么多 纷纷站出来支持张麻子 对下清钱好一阵冷嘲热讽 下清钱一个文静女生 怎么说得过这些无赖 一时间近视气的眼眶泛泪 眼看要哭了出来 但但道你就是这青山村的村长吧 我刚才的话 也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而已 具体要怎么办 你们青山村到底是要生存还是毁灭 那自然还是 你们青山村自己人说了算 不过你既然是一村之长 就应该替所有村民 替子孙后代着想 该怎么做决定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贾大师这话听上去 好像很民主的样子 可实际上 根本就是在软硬兼施的 让刘红伟做决定 且不管贾大师的这些论调是真是假 可要是刘红伟不照贾大师说的做 那将来村子里要是出了什么事 那责任就要落在刘红伟的头上了 这么大的帽子 刘红伟可扛不住 刘红伟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说道 好吧 建学校的事情 我看要不还是先停停吧 至于建学校的钱该怎么处置 我们村部先商量一下 到时候再说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夏清前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原本是为村里做贡献的大好事 村里的孩子们 也终于不用去其他村子里受欺负了 却没想到 如今却只是因为一个江湖术士的几句话 就彻底胎死腹中 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顺子他们那些孩子们 听到刘红伟的决定 也都是委屈不已 直接哭了出来 张麻子却是欣喜万分 村长真是英明啊 不过那钱的事儿 我看也别商量了 现在直接分了不就行了 我晚上还能加俩下韭菜呢 刘红伟一脸不耐 少他妈废话 分不分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都还处在这干嘛 都散了吧 这学校不见了 说着 刘红伟带着村部的人 就要直接走人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村长 你好歹也是干部 别人三言两语 就把你忽悠成这样 你这觉悟 未明也太低了点吧 话音落 陈东嘴里叼着根烟 一脸淡然地走到人前 现场众人一片哗然 竟然敢这么数落村长 这傻子 胆子够大的 刘红伟脸色也是瞬间阴沉下来 傻东 你不懂少在这里瞎餐盒 人家贾大师 可是真正的风水大师 连县令都找他看的 你可别乱说话 陈东轻哼一声 不屑道 就这点驴唇不对 马嘴的江湖骗术 怕是也就只能 忽悠忽悠你们了 连最基础的风水知识都不懂 还敢说县令找他看 他能看什么 看几把吗 扑痴 现场众人一个没忍住 直接笑了出来 夏清浅虽然也觉得 陈东这番话 未免有些粗俗了 却也觉得十分解气 张麻子顿时气急败坏起来 指着陈东大骂 你他骂一个傻子 也敢质疑假大师的能力 你好大的胆子 陈东轻横 你还知道我是个傻子 我一个傻子 都能承包得骑两个鱼塘 开上汽车 你一个正常人 好胳膊好腿的 却只能靠跟外人和骑火来 欺骗同村赚钱花 你还要不要点脸啊 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张麻子做贼心虚 气得满脸通红 陈东冷笑 我血口喷人 整个青山村谁不知道 你就是个烂泥 扶不上墙的懒蛋 村子里每次收割 每次抗旱 连影子都找不到一个 每天除了吃喝拉撒 你还知道什么 只怕你门口死个人 你都不知道去扶一把把 就你这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主 今天却突然关心起 村子的风水来了 你自己不觉得奇怪吗 周围的村民们顿时惊觉 是啊 这么多年了 还从来没见张麻子 这么热心过 这热心的 未免有些过头了 你张麻子 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你什么你 还敢说自己不是 跟骗子合起来骗人 你跳那么欢 不就是想分 那间学校的钱吗 张麻子愣在当场 他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青山村出了名的傻子 竟然会突然变得这么强势 一直沉默的贾大师 悠悠开口 这位小兄弟 请注意你的言辞 我这只是好心提醒而已 你可不要不识好歹 不识好歹 陈东冷亨 我看不识好歹的是你吧 还什么风水宝地 全村封门的 你还真到我们青山村都没文化 瞎话张嘴就辣啊 贾大师脸色瞬间严肃起来 小子 你质疑其他的可以 可你不能够质疑我的能力 告诉你 我在淮城 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风水大师 看于博士 可不是你一个小乡八老能智慧的 陈东冷笑一声 风水大师 你还真是吊死鬼当婊子 死不要脸啊 聊风水是吧 那今天老子就陪你好好聊聊 说着 陈东指向村子两边的方向 左有青龙又有白虎是吧 风水中讲 蜿蜒流水是为青龙 绵延大道称作白虎 我们村子左边是山岭无河 右边是沟壑无路 你倒是对我说说 青龙在哪 白虎又在哪 我 贾大师语色 陈东又接着 道 还有什么玄规 什么入海誓吧 你说的没错 青山村却有玄规之事 可风水中有云 不怕玄武万丈高 只怕朱雀回头望 这青山村玄武低垂 朱雀回旋 玄规未成 又何来入海之说 这贾大师哑口无言 说不出来是吗 陈东没有就此止住 而是乘胜追击 那咱们就来考考你最简单的 我来问问你 龙道平阳莫问宗 只观水绕是真龙 念得龙金无眼力 万卷藏针也是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 这句话的意思 是是贾大师坑坑巴巴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胡人话来 不知道是吧 那我再问问你 贵龙若行五六成 凌落之时包抚星 如说如印如策月 三三两两千连行 这句话 又是什么意思 我 贾大师急得满头大汉 却还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陈东轻哼一声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什么风水大师 堪于博士 结果连风水学 最基本的汉龙金都不懂 你他妈到底是什么大师 屁的博士 根本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陈东这一番慷慨激昂 犹如惊雷乍响 震龙发聩 整个工地现场 众人呆滞 死一般寂静 所有人都用一种 不可思议的表情 看着陈东 像是见了鬼一样 如此高深的风水知识 竟然张口就来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 那个傻子陈东吗 就连顺子他们这些小孩子 此刻一个个 也都是惊大了小眼睛 看着陈东的目光里 都是充满了崇拜 原来傻东叔叔 这么有文化 贾大师被对得一脸猛逼 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他本以为对付 这样一群穷山沟里的乡巴佬 随随便便三言两语 就能忽悠过去了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 在这样一个破旧的穷山村里 竟然会藏着 如此厉害的人物 就这般风水造诣 哪里是他一个江湖骗子 能比得了的呀 可贾大师行走江湖多年 也多有出纰漏的时候 自然也没那么容易人灾 小子 别以为自己会背两本书 就觉得自己真就懂得风水了 风水看于高深莫测 岂是你这种 连毛都没长气的青瓜 耸能明白的 告诉你 想要洞察风水天机 可不能只看眼前 而是要用发展的眼光 看待问题 老夫不仅懂得汉龙藏经 还懂得五行易经 四处八字 能掐算吉凶 我已经推算出 只要你们敢乱动风水 修建学校 那用不了多久 你们村子就会有灭顶之灾 话已至此 你们爱信不信 张马子也在一旁附和道 贾大师说的没错 你们别忘了 贾大师那可是城里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连县令都找他算 他说的话能有假吗 这傻东是傻人 你们又不是不清楚 他就是一脑子有坑的大傻子 整天除了尿尿和泥巴 他还会干啥 难道你们不听大师的话 反倒要听这个傻子 大放厥词吗 此话一出 众人也都是面面相去 陷入两难 一时也不知道该相信谁好了 只是 贾大师刚才的话 就像是眼中杀肉中刺 让众人心里隔音的慌 毕竟关系到后世子孙 这种事情 还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而这 也正是贾大师 想要看到的结果 反正他的目的 就只是阻止青山村建造学习 只要目的达成 那他就算是赢了 陈东却是眉头一挑 饶有一味地道 你还会掐散吉凶呢 没错 贾大师一脸得意 我最擅长的 便是预测吉凶 百事百灵 那你就没给自己算过 你今天会有血光之灾吗 贾大师吃笑出声 胡说八道 我最近的运势一向很好 无灾无难 哪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是吗 陈东二话不说 一拳砸了过去 顿时砸得贾大师 头晕目眩 鼻血狂流 怎么样 现在有了吗 贾大师捂着鼻子 整个人都傻了 你妈 这家伙还真是个傻子 这他卖太狠了吧 一旁的村民们 也都是彻底猛了 没想到陈东 竟然会突然做出 如此过激的举动来 张麻子暴跳如雷 你个傻子是不是疯了 连贾大师都敢打 你就不怕 给整个青山村 都招来灾祸吗 陈东轻横 少在这里吓唬人 就他还大师 连自己有血光之灾 都算不出来 还算个屁的大师 你张麻子无言以对 夏清浅也敢忙道 傻东说的没错 什么建学校 会破坏风水的 完全就是封建迷信 还有这个贾大师 根本就是个骗子 大家可别上了他的当 张神等一众家长 也都站了出来 没错 信这个 再说了 就他空口白牙的 说自己是大师 他就是大师了 依我看 他还没傻东懂得多呢 建学校搞教育 那对咱们青山村来说 绝对是名垂百年的大好事 不能就听他一个江湖骗子 乱说就停了 这学校 必须要建 建学校 建学校 在陈东跟夏清浅的带动下 不少村民都站出来表示支持 眼见明星所向 刘洪伟也忠于松口 好 既然大家都支持建学校 那我也不好违背名义 刘洪伟也算是个老奸巨华 三言两语 便把责任全都分到了所有人头上 好 我宣布 青山学校 即刻动工 随着刘洪伟一声令下 挖掘机 推土机 立刻重新发动 机器的轰鸣声 声震四眼 夏清浅张沈他们都是欣喜不已 人群中的那个身影 却是面色阴沉地 朝着贾大师使了个眼色 贾大师会议 立刻怒声道 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掘坟墓 不信我的话是吧 那你们就等着吧 只要你们敢动工 灾祸必定立刻降临 杨老板都看不下去了 老东西 你可别避避了 老子干 那么多工地 也没见动土会出事的 你可真他妈会给自己加气 杨老板懒得再废话 大手一挥 挖掘机立刻开始施工 然而 就在那挖掘机 刨下第一产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轰隆 一声巨响 从不远处传来 众人心中一惊 刘洪伟更是脸色大变 不好 那那边是坟院 出事了 坟院一变 这可不是小事 众人立刻便朝着坟院那边涌了过去 刚到跟前 众人就被眼前一幕给惊呆了 只见眼前那二三十个 大大小小的坟包顶上 此刻竟然全部都冒起了黑烟 贾大师立刻大叫道 黑烟为煞 祖坟冒黑烟 乃是不祥之兆 你们青山村 怕是要大祸临头了 此话一出 现场众人全都是惊骇莫名 就连张审他们 也都是有些害怕了 他们就算是再不懂 可也知道 这祖坟上同时冒出黑烟来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贾大师说对了 在村子里建学校 真就坏了风水吗 张麻子立刻跳着脚叫嚣起来 你们都看到了吧 报应 报应来了呀 这就是你们不听 贾大师话的后果呀 还有你个大傻子 都是你害的 把老祖宗都气得冒烟了 看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张麻子仗着眼前的形势 对自己有利 跳得那叫一个欢食 只是还没等他再多跳两下 陈东就一巴掌直接扇了过去 我说你大爷说 你属兔子的呀 跳这么欢 不跳不会说话是不 你张麻子捂着脸 一脸猛逼 这傻子现在也太彪悍了 说动手就动手 关键是 这傻子还人高马大的 他打也打不过呀 陈东没理会张麻子 静止走向那些坟头 从坟头上冒烟的地方 直接捧下了一把土 傻子 你敢对老祖宗不敬 张麻子给陈东扣起了大帽子 陈东懒得理会 将那一把土 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 顿时明白了一切 陈东看了张麻子 跟贾大师一眼 冷笑道 对老祖宗不敬 我看真正对老祖宗不敬的人 是你们吧 张麻子有些做贼心虚 你你啥意思啊 陈东轻哼一声 啥意思 这还用我说吗 这些坟头为什么会冒烟 不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吗 贾大师面色阴沉 小子 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大家都看着呢 这些坟头冒烟的时候 我们又不在这里 怎么可能跟我们有关 就连刘洪伟夏清浅他们 也都觉得这不太可能 夏清浅试探着问 傻东 你是不是搞错了 刚才贾大师张麻子他们 一直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好像也没有时间做这些啊 陈东轻轻一笑 清浅姐 你们都被他俩给骗了 他们刚才的确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可这坟头上的东西 是他们之前就布置好的 这土上面有白灵 还有狄伦纤维 白灵的燃点低 他们只需要事先将白灵 跟狄伦纤维裹在一起 等到光照时间够长 白灵便会自燃 从而引燃外面的狄伦纤维 由此便会造成 坟头冒黑烟的假象 听完陈东的这番解释 夏清浅顿时只觉得恍然大悟 原来看似高深莫测的东西 竟然如此简单 刘红维想到了什么 不对啊 刚才那个爆炸声是咋回事 陈东淡淡一笑 这个就更简单了 只需要在爆竹的影线上布下白灵 就能达到定时引爆的效果 刘红维恍然大悟 同时也是不禁诧异起来 沙东 你这懂得也太多了吧 懂得这么多的人 真还算个傻子吗 陈东呵呵一笑 没有结话 当年他在特战部队时 什么化学研究 自制炸弹的早就玩腻了 就这种白灵狄伦的 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怎么样 贾大师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陈东看着贾大师冷笑道 贾大师这会儿有点慌 不仅懂风水 还他妈懂化学 这还是人吗 你嘛 你都这要牛逼了 还住在这穷山沟子里干啥 就专门等着对我一顿吗 尽管心里委屈 可贾大师表面上 却仍旧是一副 硬着头皮死扛到底的架势 小子 你说的倒是有模有样的 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能靠科学解释得了的 我奉劝你一句 举头三尺有神命 你对待神明祖宗 还是要有敬畏之心的好 贾大师这话 与其是说给陈东的 还不如说是 说给众人听的 尤其是村里的那些老人们 在听到贾大师这番 意味深长的话后 又都是忍不住地担心起来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村长 以我看 这学校还是别见为好 是啊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要是真因为建学校 引得村里出事了 那谁也担不起啊 没错 我也赞成不建了 咱们还是应该 相信贾大师的话 不少人选择支持贾大师 一时间 学校见与不见的问题 再次陷入胶着 听到那些村民的反对 夏清浅心有不甘 陈东明明已经把问题 分析得很清楚了 可这些人 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个骗子呢 此时的贾大师 心中却是十分得意 行走江湖多年 他对于这些老百姓的人心 琢磨得已经十分透彻 越是不确定的是 这些人就越是害怕 即便他没有任何的证据 也只会更愿意相信不好的事情 还真是一群蠢货 然而 正当贾大师得意之时 一个声音却是陡然响起 这种骗子的话 你们也信 你们这些人 还真是够蠢的啊 此话一出 贾大师跟那些村民的脸色 顿时难看起来 谁在这里口出狂言 给老子卧槽 贾大师刚要破口大骂 可当他看到面前的来人时 整个人顿时下的活都快丢了 不只是贾大师 就连那些村民们 此刻也都是惊讶不小 只见坟院前的路上 十几辆黑色的轿车 停呈一列长龙 车门打开 几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壮汉 簇拥着一个男人 气势汹汹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围首的那个男人 虎背熊腰 头顶上还印着十二颗戒疤 浑身杀气腾腾 没错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血罗汉 罗满江 罗罗老板 贾大师瞬间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常在县城里混 如何没听说过罗满江的威名 不仅如此 贾大师之前还因为没开眼 两个多月才出来 如今再见到罗满江 贾大师那简直就是惊弓之鸟 腿肚子都忍不住地打战 罗满江一脸玩味 信贾的 看来老子上次给你的教训 还是不够啊 还敢出来骗人 贾大师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罗老板误会了 我没有骗他们 我就只是跟他们开个玩笑而已啊 开玩笑 众人傻眼 刘洪伟面色铁青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大师吗 他是个狗屁的大师 他之前就是一收废品的 在垃圾堆里捡了两本破书 就开始给人算命 不信你们去城里打听打听 看他被公安逮进去过几次了 连这种人的鬼话都谢 你们也真是蠢到家了 众人听到这话 都是彻底傻眼 亏他们刚才还听信了这贾大师的话 原来这就是一骗子啊 刘洪伟冷着脸问道 所以 在我们村建学校 根本就不会破坏什么风水是吗 贾大师老脸一红 瞧您这话说的 我就一小学文凭 连四大名著都没读完 哪懂什么风水啊 哈哈 刘洪伟气的想骂娘 你嘛 亏自己还是个大专毕业的高材生 一村之长呢 竟然被一个小学生给忽悠瘸了 真是太丢人了 那些刚才被贾大师骗了的村民们 此刻一个个也是尴尬不已 脸上都有些挂不住 那啥 罗老板您先忙 我就不在 真爱您的眼了 我先走了 哈哈 贾大师眼见着情况不妙 做事就要脚底抹油开溜 却被陈东挡住了去路 把我们全村的人骗得这么惨 还差点害得孩子们没学校上 想就这么拍拍 屁股走人 真到我们山里人好欺负了是吗 贾大师吓得坑坑巴巴 你想干嘛 陈东轻哼 说吧 为什么要骗我们 到底是谁指使你来的 贾大师打了个哈哈 装傻冲愣地道 小兄弟 你这啥意思啊 我就是想来骗点钱 哪有什么人指使啊 你是不是想多了 陈东才不吃他这一套 不肯说是吗 那行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 陈东做事就要动手 却被罗满江满脸堆笑地拦了下来 别 这点小事就不劳您动手了 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说着 罗满江抬起手来一巴掌扇了过去 把贾大师后槽牙都打飞了出去 我草泥马的 谁都敢骗 真泥马瞎狗眼 不是嘴硬吗 来人 挖个坑把他埋了 就当是给咱学校垫地基了 是 老板 几个手下二话不说 假期贾大师就要往工地那边走 贾大师下的活都快丢了 别人不清楚 他可是清楚得很 这个罗老板心狠手辣 他说要把自己埋了 那可就是真的买啊 我说 我说 事到如今 贾大师哪里还敢有丝毫地隐瞒 他指着人群里的一个身影说道 是他 今天的一切 都是他指使的呀 人群中的那个人 身影眼看情况不妙 做事就要溜走 却被张沈他们给拦了下来 倒了这么大的乱还想走 走得掉吗你 咦 这这不是王校长吗 众人看清面前这人长相的时候 不由得愣住了 没错 在背后指挥这一切的人 正是绿水学校的校长 王厚德 绿水学校虽然并不是很大 可个方面 补贴却是不少 这些年来 王厚德借着绿水学校这个摊子 也是给自己捞了不少好处 可是昨天 他忽然听到 青山村这边 要修建标准化学校的事 立刻就感受到了危机 毕竟 要是青山村这边的学校 真建成的话 那绿水村那边的学生 就会急剧减少 到最后 甚至可能再也招不到人 要是没了新生 那绿水学校 就可能会面临被关停的风险 王厚德还怎么捞油水 王厚德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便找来了 假大师跟张麻子 沆瀣一气 来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王厚德被人围住 也是略显尴尬 不过却还是端着一副领导架子 抬高了嗓门喝道 你们都干嘛 还不赶紧都给我让看 敢得罪我 信不信我让你们孩子好看 面对王厚德的威胁 张审他们都有些底气不足 陈东却是一脚 踹在王厚德的屁股上 把他踹来的狗吃屎 都露线了 还敢这么嚣张 你不是厉害吗 明天我就去怀城教育局举报 我看你这个校长 也当到头了 就凭王厚德这种人的德行 陈东要想抓他的辫子 只怕一抓一大把 只要让郑国焘打声招呼 教育局那边随便一查 王厚德这个校长 以后就别想再干下去了 下清前也是一份填膺 没错 而且 以后我们青山村 就有自己的学校了 谁还会怕你 张海燕他们 也都是恍然大悟 是啊 我们孩子不用再寄人篱下了 还怕他干啥 打他 打死这个龟孙 一时间 无数的拳脚朝着王厚德身上 便砸落下来 只打得王厚德鼻青脸肿 连滚带爬地跑出了人群 还有那贾大师 见情况不妙 也是赶忙开溜 结果也是被青山村的人 一路追出了好几里路 摔了几十个跟头 头破血流的 那叫一个凄惨 这还算是他走运 要是以陈东的脾气 都恨不得要把这个 祸害人心的家伙 送到公安局去 让他进去好好反省反省 在村民们教训贾大师 跟王厚德的时候 张麻子趁人不备 就要溜走 却被刘洪伟一把抓住了肩膀 张麻子 你还真是脸都不要了 竟然赶个外人和起火 来骗村里人 我看这青山村 也没有你容身之处了 你还是滚出青山村吧 此话一出 立刻引来无数人赞同 张麻子滚出青山村 滚出青山村 张麻子一脸苦涩 村长 我那是一时糊涂啊 你把我赶出去 让我怎么活啊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刘洪伟轻哼一声 行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村口那间公共厕所知道吧 你要是想留下 就去打扫厕所一个月 扫到所有人满意为止 啥 让我打扫厕所 张麻子就是一揽货 赖皮狗 他平日里拉屎 都懒得擦屁股 让他打扫厕所 这简直能要了他的命 刘洪伟脸色一沉 咋 不愿意啊 不愿意 那你今天晚上就给我滚出去村子 以后永远都别再回来了 张麻子哪里还敢反驳 赶忙点头 好好好 我扫 我扫还不行吗 处理掉了这些糟心的家伙 建学校的事 便再无阻碍 随着杨老板一声令下 一台台机器 便开始工作起来 一时间 整个工地现场轰隆作响 尘土飞扬 好不热闹 看着学校终于开始施工 陈东也是十分欣慰 这时 罗满江却是满脸善笑地凑到了跟前 东哥 您这会儿有时间没 赏个面子 咱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呗 几分钟后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对于这个曾经还想对自己动手的家伙 陈东并没有太多好感 其实也没啥大事 我这次来 主要就是想跟东哥你道个歉 上次地下擂台的事情 那都是个误会 东哥 你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哈哈 罗满江笑容可拘 态度恭敬至极 也难怪他会如此 上次他可是亲眼见识过这位东哥实力的 以对方这般实力 想杀自己 简直一如反掌 这样的存在 让他如何敢不敬畏 陈东倾笑一声 你花这么大的力气 查到我的身份 然后又大老远跑到这穷山沟子里来 就只为了跟我道歉啊 你们城里人 现在都这么有礼貌的吗 直说吧 找我到底什么事 啊 这罗满江一脸尴尬地挠了挠头 东哥你 果然是才智过人 什么都瞒不过东哥的眼睛啊 其实我这次找东哥你 是想请东哥你出山的 出山 啥意思 沉东不解 是这样 我这里有单生意 是要给一个大人物 寻找一位可靠的贴身保镖的人选 本来 这个人选已经确定了 就是那位左光耀左师傅 可是上次 左光耀被您打死在了擂台上 所以 沉东点了点头 所以 你是想让我顶替左光耀的工作 继续替你卖命 罗满江下的一个机灵 不是 东哥您严重啊 您这么强的实力 我哪里有胆子 敢让您替我卖命啊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跟东哥您商量商量而已 那天那位大人物 其实刚好也在 他对您的实力十分钦佩 所以就想让我来 替他说何说何 希望您能出马 充当他女儿的贴身保镖 时间也不长 就三天 希望东哥您能考虑一下 沉东吃笑一声 你可真有意思 一你看 我长得就这么像缺钱的人吗 竟然已经落魄到 要去给别人当保镖赚钱的地步 呃 罗满江看了看 沉东身上那破旧的迷彩服 洗得发白的回力鞋 又看了看窗外 那平级落后的小山村 以及沉东那辆破旧的电三轮车 他真有种想要点头说事的冲动 不过他最终还是忍住了 因为怕死 东哥 您可真会开玩笑 您这么厉害的人物 哪可能会缺钱呢 主要是那位大人物的女儿 现在正面临危险 性命攸关 他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 所以才求着希望东哥 您能出手相助 救他女儿于水火之中啊 而且 那个大人物 也不是个小气人 他给出的价码还算公道 保护他女儿三天 酬劳三百万 希望东哥您能考虑 沉东赶忙打断 等会儿 您你说酬劳多少 三百万 哦 东哥您要是觉得太少的话 价钱咱还可以再商量 行吧 这活我接了 钱不钱的不重要 就是见不得小姑娘 吃苦受累 对了 那三百万是预付吧 我等再把卡号发给你 今天能打过来吗 建行的行吧 或者工行的我也有 罗满江 就这还说不缺钱 就这还钱不钱的不重要 我真是信了你的鬼哦 尽管付匪不断 可表面上罗满江 却是不敢有任何的表现 依旧是一副笑容可拘的样子 千恩万谢 真没想到 东哥您不仅实力这么强 而且还这么有爱心 多谢东哥您 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您放心 我等一下就把钱打到您的卡里 另外 不知道东哥您什么时候有空 我好跟雇主联系啊 哦 我随时有空 要是需要的话 现在就可以出发 说实话的 陈东现在是比罗满江都急啊 毕竟 三天赚三百万 这么好的生意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刚好陈东现在 又是建学校 又是开工厂的 卡里的钱也已经见了底 这三百万对他说 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 罗满江大喜 他原本还担心 今天过来这里会有什么阻碍的 他甚至都准备好把价钱 抬到三天六百万了 结果没想到这位东哥这么好说话 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随后 陈东跟夏清浅 还有杨老板 分别打了声招呼 让他们帮忙跟进学校工程的进度 当然还有鱼塘的事情 幸亏陈东每天都留了一些鱼石药膏出来 三天时间 这些鱼石药膏 也足够紫气东来黄金飘香鱼的供应了 安排妥当一切之后 陈东便坐上罗满江的车 离开了村子 路上 陈东开口问道 对了 你说的那个雇主 他到底什么来头 既然是要为对方工作 陈东觉得 自己还是有必要摸一下对方的底子 哦 那位雇主名叫唐向荣 是省城唐家的人 省城唐家 唐向荣 听到这个名字 陈东一时愣住 当年 他身处帝都 还是那位豪门大少的时候 老妈就曾经跟他说过 说他在江南省这边 还有一门只妇为婚的娃娃亲 这门亲事 是两家老姨被留下来的 而女方那边 正是江南省城的唐家 若是按照正常来说 等到陈东24岁的时候 就应该要跟唐家的千金成亲结婚的 可是后来 因为陈家聚变 陈东又失踪了三年 这段婚事 自然就无疾而终了 原本 陈东跟那唐家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他也根本不知道 那位唐家大小姐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具体长得什么样 对于这段老一辈人留下来的封建婚事 陈东也根本就没太放在心上 只是他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世界竟然如此小 绕了一大圈 自己竟然会跟着唐家 再次交集在了一起 看来 这唐家跟他 还真是有缘啊 两个小时之后 汽车来到江南省城 平江 东哥 到了 罗满江亲自为陈东打开了车门 陈东下车 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豪华庞大的庄园 这里 便是平江 唐家所在 陈东眉头一挑 看来这唐家如今的近况 还是很不错的 在平江这样的省城里 能够坐拥如此庞大的庄园 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 只不过 看到唐家如今的景象 陈东的心中 却是忍不住的有些感慨 曾经 他陈家即便在帝都 那也是 能够排进前五的超级家族 真正的顶级豪门 如唐家这种二线城市的家族 甚至连与陈家联姻的资格 都不太够 可是如今呢 唐家还依旧是那个唐家 可陈家 早已烟消云散 被彻底埋没在了尘埃里 想到这里 陈东双眼微眯 杀气外露 要不然 他必定会让那人 付出惨痛的代价 陈东相信 上天留他一条命 还让他刚好流落到 同为陈姓的陈明汉家中 就是要让他替陈家报仇 东哥 咱们进去吧 罗满江试探着说道 听到声音 陈东这才收敛了杀气 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迈步走进了唐家 等到陈东进门 罗满江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方才对方身上的杀意 竟是让他胆寒 刚一进入庄园 陈东就被眼前的景象 给惊讶到了 只见庄园的各个角落里 都占有保镖把守 放眼看去 保镖的数量 至少也在二三十人之多 即便是以唐家 在这平江的身份地位 一下雇佣这么多保镖作证 这未免 也有些太过夸张了吧 罗老板 你可真是让我好等啊 绕过泳池 来到别墅门前 唐向荣便满脸笑意地迎了上来 他的目光静直落在陈东身上 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喜色 陈先生 劳烦您不远百里 从淮城赶来 真是辛苦您了 看得出来 唐向荣对于陈东的 到来十分高兴 事实上 自从上次在地下擂台 亲眼见识了陈东的手段之后 唐向荣就已经把 保障自己女儿安全的所有希望 全都寄托在了陈东的身上 唐先生太客气了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这些都是应该的 陈东笑着与唐向荣握手 事实上 在来的路上 陈东还略微有些担心 这个差点成为自己的准岳父的男人 会不会认出自己来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是自己想多了 这唐向荣 显然并不认识自己 想来也是 陈唐两家虽然有婚姻牵绊 可那也都是老一辈人之间的事情 其实 陈家跟唐家这些年来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来往 而且 最主要的一点 还是陈东的身份过于特殊 他身为龙军龙帅 绅士是要绝对保密的 在龙军眼中 他就是那位杀法果断的龙帅 在外人眼中 他也只是一个 出身豪门的顽固 却极少有人知道 那位高高在上 手握滔天权柄的龙军龙帅 与那个坐拥万贯家财 风流浪荡的豪门大少 是同一个人 随后 唐向荣便将陈东请进了别墅 至于罗满江这个中间人 则是直接告退 返回了淮城 唐先生 您这外面声势搞得够大的 不知道的 怕是都要以为你这是 准备打仗呢 唐向荣尴尬一笑 陈先生您说笑了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实不相瞒 最近这段时间 我与我的家人 甚至有人直接闯进了庄园里来 幸亏我这庄园里 布置得有地下密室 等他们找到入口的时候 警方及时赶到 我们才强强躲过一劫 要不然 只怕我们一家老小 现在都已经是尸体了啊 唐向荣此刻讲起这些 也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显然当时吓得不轻 陈东点了点头 那关于刺杀之人的身份 唐先生这边可有什么眉目吗 唐向荣摇头 我们唐家平时与人为善 实在想不出 是何人想要置我们一家于死地 不过陈先生放心 我们这边已经报警 我也献警方那边三天之内破案 相信他们很快就能给我一个交代了 陈东了然 他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唐向荣只需要自己充当三天的保镖了 原来是打算三天之内 揪出背后主使的身份 只是 刺杀这种事情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抓住杀手的活口 像现在这样 没有任何线索 只怕就算交给警方 他们也很难查出个头绪 罗老板说 唐先生这边找我来 主要是为了保证唐小姐的安全 唐向荣点头 没错 因为我跟念臣的母亲 我们平日里 一般都是待在家里 可念臣就不一样了 他现在是圣唐集团的总裁 每天都要去上班 成为目标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一些 而且 这几次的刺杀 基本上也都是冲着念臣去的 所以我才希望陈先生 您能够出手 确保我女儿的安全 陈东点头 明白了 唐先生还真是爱与心切 你放心 唐小姐的安危 就包在我身上了 我保证 只要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伤到唐小姐一根头发 唐向荣文言大喜 太好了 那我就多谢陈先生了 对了 唐小姐现在人在何处 陈东问 哦 我之前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让他尽快从公司赶过来 这会儿 应该差不多快到了 正当这时 滴滴 门外传来了汽车鸣笛的声音 肯定是念臣回来了 没多久 哒哒哒哒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高跟鞋 踩踏地板的声音 一个亮丽的身影走了进来 念臣回来了 陈东抬头 当他看清面前这个女人的样貌时 瞬间就被惊艳到了 眼前这个女人的长相绝美 可谓是倾国倾城 原本 陈东以为姚宇璐那小妖精的长相 就已经够美了 可眼前这个女人 竟是比姚宇璐还要美了至少三分 而这多出来的三分 最主要的 其实还是在她的气质上 这女人的气质极为高冷 穷鼻高挺 红唇冷傲 一双美眸里 好似泛着寒霜 典型的冰山美人 这 便是唐家大小姐 盛唐集团总裁 唐念臣 那个差点成了陈东老婆的女人